朱雀一族的人 你怎么会跟朱雀一族的人在一起 我们族规可是不能和外人有什么关系的 只能隐居在黄河 吴道大叔极其奇怪地反问着 那你当年为什么就能去苗疆 而且你现在好像也没有回去 我也反问道 吴道大叔叹了口气 所以我犯了族规到现在都没有回去 我只是身不由己 为了妹妹 我必须出走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他们兄妹没有回去黄河接见 废话少说 你跟我来就对了 走吧 不然还有人来找你们 这时候 我看向了惊天命他们那个方向 不知道女士走了没有 他们迟早会追出来的 浓情在丢 估计他们都得悔恨死 吴道想了半天 但还是跟我走了 可能是看在我爷爷的份上 他姑且相信我一回 我带他们来到了十三住的民宿 这个民宿比较破旧 而且位于最偏僻的位置 急急地不起眼 我将十三藏于此处 应该是安全的 等吴道大叔跟十三哥相见的时候 两人都愣了一下 随后吴道大叔说道 十三吗 你小子都长这么大了 吴道说 你怎么回来了 组长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受了这么重的伤 十三还是挺担心浓情的伤势 来不及叙旧 连忙将浓情抬到了床上 我的预感不会真成真了吧 那只鬼 十三突然看向我 我点了点头 没错 那只鬼 好像将你们朱雀一族拿下了 只有浓情逃了出来 其他人不知道怎么样了 之前十三就跟我说过 没想到成真了 苏魂果然诡计多端 早已经在阴山路里面 找到了对付朱雀一族的办法 我也没有想到 所谓的朱雀一族 居然是诅咒 朱雀对他们一族的诅咒而已 你姑姑死后 我就没有离开过黄河 只是没有回去而已 我一直都在这附近 但我算到 朱雀一族要大难临头了 吴道大叔突然眉头紧咒 好像早已经预料到 朱雀一族要出事 为什么 朱雀一族隐居在黄河 一直都平安无事 也没有出去过 怎么会引来大祸 十三极其不解 他们明明 就没有怎么离开过黄河 何以会有大祸 都这么久了 为什么突然有人找上门来 他不知道 但我知道 一切都皆因难民离火 而我爷爷的千鸡伞 则是一个引领 但我爷爷不是有心的 这只是一个误会 千鸡伞上的地图和标志 只不过是黄河底下的棺材 但别人却误以为 这是朱雀一族的所在 还误打误撞 基本上都对上了 千鸡伞一破解 那他们自然就暴露了 张三丰是派我们而来 是为了难民离火 苏魂应该也是为了难民离火 要不你们走吧 走得越远越好 不要再待在黄河了 我突然说到 我其实是愿意放他们走的 只要他们 不落在苏魂和张三丰的手里就行了 因为难民离火对我来说 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现在 如果有无道护着他们 或许他们就可以平安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农情醒了 他强撑的床头 然后慢慢半握了起来 不可能 我们朱雀一族 要住在黄河附近 不然会自己烧死自己 体内的火会将我们毁灭的 都是你 是你 将那只恶鬼引来了 不然他根本找不到杰杰的入口 可嗨嗨 龙琴极其激动 但他伤势未好 一激动就激烈地咳嗽了起来 还往地上吐了一口血 苏魂的阴气很重 伤他阴气入体 五脏六腑估计都伤了 幸亏遇到了李博二 如果送医院 估计人就没了 现代的医学无法救他 可里博二也只是用针 逼出了一部分阴气 他要尽心休养 才可以慢慢痊愈 龙琴不但不愿意走 还把锅甩在了我的身上 苏魂早已经发现了他们 近来只是迟早的事情 只是碰巧我先进去了而已 组长别激动 冷静 冷静 你现在要休养 十三连忙给他拍着背 让他身体舒缓一点 不然怕他一口气上不来 直接隔屁了 那你要怎么样 我不进都进了 谁知道你们连鬼都打不过 难道要我以身相许补偿你吗 我阴阳怪气地说着 亏老子还这么拼命救你 呸 无耻 谁要你以身相许 还有这个朱雀令牌 我才想起来 当年吴道书说 那个苗江一族 只剩下一个小女孩 你特么哪点像女的 你告诉我 龙琴被我骗得 差点哭了出来 直接就把朱雀令牌 砸在了我的身上 现在吴道书就在这里 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 那是我妈 当年那个小女孩 结婚了 生下我 这个令牌是我妈的 想要一个谎言不被拆破 那就要用另外一个谎言来源 吴道大叔这时候 捡起了那个朱雀令牌 然后说道 这个令牌 确实是我当初 给苗江小女孩的那个 但你刚才说 你是苏胜的孙子 我可没听说 那个小女孩 嫁给了苏胜的儿子 我 呃 这个 你小子可真是谎话连篇 这个朱雀令牌 到底是怎么来的 不实话实说 我就宰了你 没想到啊 我纵横江湖这么多年 说的谎话 比我拉得屎都多 今晚居然被拆穿了 这就好像把我衣服 都包光了一样 然后拉到大街上 给人观看 休啊 当年那个女孩 去了苏家当管家 而我是苏家大长老 你懂了吧 我钱归 呸 我们暗生情素 所以 事到如今 在吴道大叔的逼问下 我只能实话实说了 暗生情素 看你年龄 至少比他小十岁左右吧 吴道一副 半信半疑的样子 十岁怎么了 姐弟恋不行啊 姐姐不香吗 拍拍屁股就知道 我要什么姿势了 给我闭嘴 不要怀疑我们的爱情 我一副很恼火的样子说道 这两个人跟逼问犯人一样 不过他们谨慎是正常的 一般隐居的人都 不太相信陌生人 而我已经骗了他们一次了 龙琴虽然跟吴道大叔都怀疑我 但我也算狡猾 一个加一个谎言 将其忽悠过去了 至于他们信还是不信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你走吧 我不想再见到你 算我们从来没有认识过 龙琴挥了挥手 想跟我撇清关系 虽然我们也从来没有过什么关系 可他这样说 也相当于把十三个收回去了 十三个虽然甚虚 可好歹能有难民离火 这下好了 我救了龙琴 将十三个也搭回去了 千辛万苦进入结界 拿出白骨给的朱雀令牌 还保十三个 救龙琴 但没想到 最后损失利益的居然是我 这好人还真做不得 我的人设一崩 那我们六家军救他房了 行 我走 我冷笑了一下 走着瞧吧 组长大人 我也没有过多的纠缠 也没有怨言 直接一句话就走了 只是打开门的时候 我愣了一下 因为有一具女士站在门前 正是刚才闯民宿 和今天命他们交手的女士 我还以为她是活人 可见她大妻都不喘一下 而且脸色惨白 一点血色都没有 这根本就不可能是一个大活人 她不是全身而退 身上还是有许多裂痕和洞的 今天命那帮人 也不是吃素的 打了那么久 估计相互都有损伤 就是不知道 为什么这具女士会这么猛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女士 应该就是无道大叔的妹妹了 最后她还是死了 而且就埋葬在黄河 朱雀一族的人 现在是生也在黄河 死也在黄河了吗 女士没有说话 好像一块木头一样 挡在了门前 直到屋里的无道大师说道 让她走吧 妹妹 她是苏圣的孙子 这时候 女士才慢慢让开 留出一个声位让我走 是无道在控尸吗 能告诉我 之前在黄河捞尸那群人 是她杀的吗 我朝屋里的无道大叔问道 来之前在路上遇到了一群捞尸人 后来那群人全部惨死了 捞上来的棺材 会不会就是无道大叔的妹妹 因为那群人 拿了她的朱雀令牌 如果朱雀令牌不出现 我也不会往他们身上猜 无道大叔的朱雀令牌给了白骨 那捞尸人 拿的朱雀令牌 极其可能就是无道大叔妹妹的 怪他们贪心 拿死人的东西 死不足惜 他们自己坏了规矩 无道虽然没有直接回答 但已经算是说出答案了 那群捞尸人 就是他们杀的 可也是那群捞尸人活该 捞尸人不是盗墓 拿死人东西 那就是坏规矩 死人沉船 都是有可能的 我也是想得到一个答案而已 并不是想追究 因为那群捞尸人 我又不认识 追问这个 是想弄清楚这个女尸的实力 这个女尸 应该到达了一种 极其可怕的境界了 虽然我不知道 她为什么会这样厉害 水葬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难道说是 吸收了黄河的邪气 还是朱雀一族成尸 就是那么厉害 问清楚这个以后我就走了 至于他们 呵呵 他们不会安乐的 除了今天命他们 还有苏魂 苏魂被断了一臂 更加不会甘心了 就算报仇 也会回来弄他们 进水的地方不止一个 他们暂时离开 都是最好的打算 可不听劝一味 倔强地留在这里 最后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 而我不会再帮他们了 特别是浓情 回到我那里后 唐玲他们一下子 就将我堵住了 然后用怀疑的眼神 看着我问道 苏老板 你去哪里了 为什么大半夜的不在房间 那个朱雀一族的人 被人劫走了 其他人也纷纷质疑了起来 看着好像是在报告 实则是在试探和质问我 可我突然暴怒 直接扇了一巴掌给唐玲 吵闹的场面 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 唐玲捂着脸 有点疑惑地看着我 什么 又特么跑了 你们这群饭桶 养你们有什么用 看一个人都看不住 全部给老子回家养猪吧 明天都可以回家了 你们这群废物 硬是将我留在这里加班 我勃然大怒 直接操起旁边的凳子 就朝他们砸去 结果一溜烟全跑出去了 苏老板 喜怒啊 不是我们无闹 是今晚来的女士有点厉害 还有一个黑衣人 偷偷跑进房间 将人给带走了 真是防不胜防 唐玲挨了一巴掌 人都梦了 被我这样一骂 刚才的半信半疑 瞬间烟消云散 因为他已经没有心思怀疑我了 还特么狡辩 你们这么多人 让一个女士和一个人 给劫走猪雀一族了 我直接怒骂到 差点追出去打他们了 这群人唯唯诺诺了起来 不敢反抗 也不敢再质疑我 这不能怪我们啊 有人在水里下药 很多弟兄中招昏睡了过去 所以当时 我们没剩多少人了 李博尔不断揉着脑袋 他就是给我一肘子 干了天灵盖 直接昏迷过去的 现在醒来 估计还疼 还特么嘴硬 你一个诡异给人下药 还不自知 老子踹死你 我直接上脚踢飞了李博尔 他哀嚎一声 在地上打着滚 其他人都不敢扶他 我现在在气头上 谁敢帮李博尔 那就是来接锅的 别打别打 我知错了 别打 怪我 我是废物 李博尔直接认错 这样可以少受一点皮肉之苦 这老中医 确实有点唯唯诺诺的 看上去跟软骨头一样 有错就要罚 唐玲 绑他几个小时 然后抓条毛毛虫 放他牛子上 以后你们错了都得罚 老子可不惯着你们 我大声喝着 这群王八犊子 还敢质疑我 来一次我玩他们一次 我看他们能来几回 好 交给我 唐玲高兴极了 连忙拖走了李博尔 卧槽 不用玩这么大把 苏老板 饶命啊 他们也办事不利啊 怎么就罚我一个 苏老板放过我吧 李博尔凄惨地叫着 希望我饶了他 可唐玲却害怕他连累自己 连忙捂住了他的嘴巴 不让他说话 可闭嘴巴 罚你一个不是挺好 你小子挺多啊 自己没伞 也要把别人的伞丝烂事吧 唐玲说着 捂着李博尔的嘴巴 一下子就将他绑起来 关进了另外的房间 散了吧 一群废物 老子明天都不知道 怎么跟天一解释 要不 你们去 我话音一落 突然嗖的一声 连个鬼影都不见了 哼 一群摸鱼怪 没有利益的事 可真的一点都不想做 不过他们跟我斗 还嫩了一点 他们一走 我就睡了一个安稳觉 太阳一出来 我瞒着他们 再次来到了黄河 最后一幅棺材了 希望可以顺利 我倒要看看 关着仙的那幅棺材 到底是什么玩意 虽然只剩下最后一个坐标 但最后一幅棺材 可能是最凶的 因为棺材里面的 可能是仙 所谓的仙 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 如果是真仙 那怎么会死 极其可能只是个奇异 比如名字里带仙字的 无野仙估计也算 我带着装备 潜入了黄河水底 河水还是一样的冰冷 虽然有阳光照在水面上 但温度能让人只打占 按照坐标 我一路往下前 可是到了指定坐标的时候 我居然没有发现棺材 怎么回事 棺材跑了吗 之前四个棺材都还在的 我直接潜到了底 然后随便跑了几下 这时候我发现 棺材居然还埋在河沙底下 我心里嘀咕了一下 难道说 这幅棺材还完好无损 想到这里我就放心了 既然还好好的埋着 那就不用重新封印了 可喜可贺 五幅棺材全齐 人 鬼 妖 魔 全部都补回去了 封印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我正想回头往上游的时候 突然发现水变成了墨色 而且只是一瞬间的是 黄河之水变成了墨水 周围一片黑乎乎的 暗得让人窒息 不 这幅棺材还是不安分 看来我想得太简单了 我拔出了腰刀 然后警惕地看着周围 能让所有黄河之水变成了黑色 这能耐可真不小了 棺材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还不出来 刚才大意了 应该将棺材拉出来看一下的 可就在此时 突然周围的水也开始蒸发 我还是漂浮前游着 但是这里已经不是一条河 不对 我应该是被勾进了什么境遇中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搞鬼 何妨妖念 出来见我 不要再装神弄鬼了 我一刀劈在了周围 可是力量好像被吞噬了一样 什么东西都没有 这一片地方仿佛无边无际的黑洞 我心里咯噔了一声 我不会永远被关在这个地方了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我想拿出昆仑镜的时候 突然一个人影 慢悠悠地走了出来 直到出现在我的面前 这个人大概五十岁的样子 留着一撇小胡子 穿着类似于道教的服装 但有一些不太一样 他的衣服更加阴暗 而且有几个鬼头 后背上有一个图案 好像是黑白无常 这种衣服我见过 跟那家伙穿得有点像 他是阴山派的 你是何人 我朝他问道 这个空间已经没有水了 可以随时说话 但阴冷的气息比黄河更甚 仿佛地狱里的某一个空间 阴山派第三代掌门 赵无言 他缓缓曝出了自己的名号 我果然没有猜错 他就是阴山派的 而且还是以往 阴山派的掌门人 这时候 我仿佛明白了什么 立刻脱口出道 你修成鬼仙了 最后一幅棺材 关的居然是鬼仙 他是阴山派第三代掌门人 小子 反应很快啊 赵无言笑了一下 然后脸色突然一沉 冷哼一声道 等你很久了 话音一落 他突然瞬移 如雷霆一样 苏胜出现在我的面前 然后一只手瞬间贯穿了我的胸膛 我浑身的血液 好像都已经凝固了一样 他的手很冰冷 粗暴地入侵着我的身体 鬼气仿佛天地 无情地压着我这副迟钝的身躯 要不是疼痛 我估计都没法反应得过来 他实在太快了 这就是鬼仙吗 为什么会强得这么离谱 苏胜太没眼光了 居然选了苏魂 害了我们等这么久 你早该来了 傅长盛 他的话跟真一样 直接扎在我的大脑里 我眼前一黑 直接昏死了过去 昏睡中 我好像看见了 九条黑龙奔腾而来 他们拉着一幅棺材 而我就被装进了棺材里面 他们一路拉着我 来到了一幅宫殿门前 砰的一声 我跟随棺材 狠狠地落到了门外 这时候 我突然醒了过来 更加让我诧异的是 我的面前有一座宫殿 很大 跟西游记里的东海龙宫一样 莫斯也曾经描述过 我心里咯噔了一声 难道我死了 如果这个是黄河神宫的话 那就是 只有鬼魂能看见 我现在能看见 那我不是死了吗 结合之前 赵无言穿透了我的胸膛 已经算实锤了 老子嘎了 我弹了一下自己的小牛子 疼得差点眼泪掉了下来 不对啊 我没死 我摸着自己的胸口 什么伤都没有 仿佛之前的事情就是幻觉 而且 我的东西都还在 包括妖刀和昆仑镜 如果我死了 自己是魂体 那是无法带着这些东西的 可是 我为什么能看见黄河神宫 这不是死人才能看得到的吗 难道 是赵无言搞的鬼 我看向了四周 周围一片迷雾 仿佛是在水底 但仿佛又不是 不管了 既然来都来了 还管得了那么多 狐仙可能在里面 我要进去一探究竟 宫殿的门极其高大 差不多有三米左右 而且还是古老的青铜门 大门紧闭 仿佛两个古老中沉睡的侍卫一样 我连忙用力去推 希望能开 可是 无论我怎么用力 这扇门纹丝不动 仿佛一座大山一样 不知道是门太重 还是我力太小了 我试过了很多次 几乎用尽了吃奶的力量 别说开了 连特么动都不动一下 可就在此时 突然一个阴森森的声音 在门里头说道 年轻人 你这样是无法推开门的 看门的顶部 那里是不是有一道符 经过声音的提醒 我看向了门的最上面 那里果然有一道古老的黄符 虽然已经放到黯然失色了 可是我却能感觉到 其里蕴含的力量 撕了它 你就能打开门 然后大摇大摆地进来了 门里面的声音继续说道 好像一直在引导我进去 你是谁 我并不着急撕服 而是先问他身份 我又不是傻子 有符就是有封印 鬼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私服放出来一个大家伙 那怎么办 我 就是朱雀 那声音 充满了怨恨 充满了不干 充满了怒火 朱雀 真的假的 真有这玩意存在吗 朱雀一族 那也不是真的朱雀 只是被诅咒了而已 虽然拥有难民离火 但也要终生遭受火炎的困扰和折磨 最后不得不适适待待在黄河过生 朱雀 你好 我是麒麟 我嬉逼笑脸地说着 可是迟迟不去私服 要不是狐仙可能在里面 我转头就走了 绝对不会有半分私服的想法 能被古人封印的 百分之九十八都市妖魔鬼怪 剩下的才是好人 我知道 我跟你是同类 所以你色佛 放我出去 我会报答你的 里面的声音 渐渐放下怨恨和浮躁 好像是害怕吓到我了 突然温和了许多 我问一下 为什么会被封印在里面 我周梅问到 难道他就是被张道林 和叶寒一联手封印的人吗 幽泉说的黄河底下大家伙 就是他 门里面的人 一字一顿地骂道 张道林 叶寒一两个畜生 猪狗不如 就因为我不是人 所以不配活在这世上 将我封印 夺我造化 让我在这黄河底下受尽折磨 麒麟 你若放我出去 我必让你成为人世间的神 撕了那张符 快点 他越说越激动 但还是想我私服 不停地再劝说 还给我画饼 现在我清楚了 他确实是幽泉说的那个恐怖家伙 当年张道林 和叶寒一将其封印 还利用五官 把他永远镇压在了黄河底下 以伏封印 让其永远无法出这 诡异的黄河神功 我再说一次 我不是傻子 哼 放他出来 想得美 而且我也想过了 狐仙应该不会在里面 如果他在里面 那这幅应该是撕了 不撕掉这幅 好像根本就无法进去 狐仙不在这里面 那他 为什么要我找黄河神功呢 这到底是为什么 小子 还愣着干什么 里面的声音居然催了起来 他迫不及待地 想要我撕掉黄河 他想出来 可他出来 那机器可能会生灵涂炭 放你出去可以 但得先V我五十 我冷笑了一声 什么 V你五十 快撕服 你要什么 我都可以满足你 包括让你当皇帝 里面的声音急了 哼 五十都没有 还说让我当皇帝 这柄画得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走了 你还是在这里慢慢待着吧 我挥了挥手表示告别 想了又想 还是拒绝了私服的行为 以免酿成大错 回来 你这个臭小子 回来 什么是V你五十 连皇帝都比不上这个吗 快点把服撕了 不然的话 我杀你 里面的东西逐渐暴躁 不停地吼叫着 知道我不会私服以后 他是真急了 那道门突然炙热了起来 好像烧红了一样 颜色都变了 里面仿佛有地狱火 一般恐怖 怪不得幽权说下面的东西极其热 在黄河里面的他 都能感受得到恐怖的温度 不会里面真观着朱雀吧 按照他这样的脾性 一旦是坏的 出来不知道会死多少人 这个年代 已经没有张道林和叶寒一 这腰牛批的人了 这副万万不能撕 我二话不说 以防被他蛊惑 直接转头就走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身上的宝珠有了反应 难道是否联系我了 如果他在这附近的话 那还真的可以感应得上 即使他被什么困住 我连忙拿出狐足宝珠 果然是狐仙联系上我了 师父 你在哪 你之前不是让我找黄河神宫吗 我找到了 现在就在门外 我连忙对着宝珠说道 希望能马上找到狐仙 然后离开这个鬼地方 一个鬼仙赵无言 一个所谓的朱雀 黄河太恐怖了 全是厉害的东西 我不想再待了 我只想回家 然后找白骨喝奶 宝珠上面 也立刻传来了狐仙的声音 徒弟 我就在昆仑神宫里面 你快进来 听了狐仙的话 我突然愣住了 不可能 纳门如果不撕掉符的话 应该是无法进入的 那狐仙是怎么进入的 上次也在叫我找黄河神宫 加上这一次 分明就是在引导我进去 但主要目的不是我进去 而是要我撕掉那张符 可疑 师父 你还记得 自己叫什么名字吗 我突然问道 这时候 宝珠那头 好像突然沉没了一样 久久没有说话 最后好像僵持不住了 只能硬憋出一句话 哼 你这个不孝徒 是你自己忘记了 为师的名讳了吧 所以 才来套为师的话 连师父的名字都能忘 你可真行 徒儿不敢忘 师父时尾那天已挂起名 徒儿自然记得 您叫苏珊 我连忙回答 一副生怕他生气的样子 哼 算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师父 苏珊这么好听的名字你 如果都记不住 那就真的可以去死了 苏珊你妹 你到底是谁 你根本不是我的狐仙师父 还有 上法庭那天 记得别哭 我万万没想到 这颗狐足的宝珠 居然还有人能侵入 然后模仿狐仙的声音骗我 上一次说 让我找黄河神功的时候 就已经不是狐仙 不知道是谁在引导我找这个 幸亏我没私服进去 哈哈 苏杨啊 苏杨 你还真的不好骗 声音突然变了 然后宝珠上面出现了一个戴面具的老人 张三丰 我有些惊讶 引导我找黄河神功的人 居然是他 他假扮狐仙 侵入宝珠欺骗我 就是为了最终让我撕掉这张黄服 我以为他只是出现在宝珠上面 但没想到我的后背突然一凉 他出现了 就在我的背后 可是我回头的瞬间 身体立刻被他定住了 浑身上下被他分为两极 一道无极八卦 出现在我的身体里 我瞬间被他完全控制了 糟糕 被这老家伙偷袭了 他真的阴险 故意出现在宝珠上 引起我的注意 因为我见到是他 肯定很惊讶 一下子就分神了 趁我分神 居然在背后偷袭我 而且我也完全没有想到 他会突然出现在我的身后 傅长生 这道符只有你能撕 苏圣不想让他孙子来冒险 居然将希望寄托在苏魂身上 那垃圾算老几 这符 就是你亲手画的 最后流传到了张道琳的手上 也只有你的符 单单一张可以镇住它 也只有你能撕了 长生 去吧 张三丰说着 居然控制我的身体 慢慢朝门那边走去 我的身体 好像已经失去了控制权一样 体内有一个无疾巴骨 在支配着我的身体 阴阳两极被扰乱 身体失调了 张三丰这老鹰逼厉害得很 在背后偷袭我的时候 没有杀我 而是将我控制了起来 他所做的一切 居然是让我去撕符 然后将里面的东西放出来 包括之前冒充狐仙 骗我来这里 他说 那张符是傅长生的 只有我能撕下来 这老东西的目标 不是南鸣离火吗 那不是应该找朱雀一族吗 为什么要放里面的 这个家伙出来 说句不好听的 就算里面真是朱雀 那你张三丰能控制他吗 张三丰 放开我 我本来就是你的人 没必要这样吧 你让我撕符我会不撕吗 我连忙忽悠他 呵呵 少来 我不信你 张三丰果然是老不死的人物 心眼比我还多 可没有那么容易哄骗 他一边说着 已经一边控制我的身体 来到了青铜门之前 然后继续控制着我的身体 攀爬到了上面 直到那张符 可以唾手可得 能随便摘下来 哈哈 快撕了它 撕了它 那我就能出去了 老头 我要感谢你 真是天助我眼 里面的声音大喜 然后放肆地笑了出来 而且越笑越之热 感觉里面关了一座火山 不用谢 是我谢谢你 出来吧 出去 张三丰大喊一声 然后控制着我的身体 直接去撕那张黄符 可我手刚刚碰到的时候 那黄符居然发出了金光 直接将我给弹开了 从高处跌落 然后翻滚了几圈 由于黄符的震慑 张三丰的无极八卦 也脱身而出了 我瞬间恢复了自由 失败了 不可能 傅长生怎么可能 撕不得自己的福 除非 他根本就不是傅长生 张三丰有些诧异 眉头皱成了一团 非常不解地看向了我 苏盛 你到底在搞什么飞机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撕不掉那幅 为什么 里面的声音跟疯子一样 撕心裂肺地咆哮着 声音震耳欲聋 我感觉整扇青铜门都在颤抖 这种刚有希望又绝望的感觉 确实能让人感到窒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张三丰对我的束缚已经解除 接下来不是他死就是我活了 本来还想探寻他身上的所有秘密 可是到如今不杀他 我也很难保全自己 我不管你是真的张三丰 还是假的张三丰 今天我们都只能活一个 我拔出了妖刀 然后朝他砍去 张三丰二话不说 直接双手混圆而起 双掌之间 好像出现了一个无极八卦 手拿乾坤 利如阴阳 一下子将妖刀的力量 全部卸掉了 这家伙甚至能卸掉叶寒一的剑气 妖刀在他面前 根本不在话下 他拥有太极 无极 八卦三种力量 而且会很多数 这老家伙的底到现在都没有交出来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你是傅长生 但直到现在 我才突然发现 除了苏盛告诉我们 你是傅长生以外 好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 你就是傅长生 今天 我倒要看看 你是不是真正的傅长生 张三丰说着 突然进风大起 一道道无极雷 从掌心窜起 皱纹成乾坤 阴阳长中行 轰的一声 张三丰直接激向了我的身体 我连忙举起妖刀抵挡 妖魂咆哮 一道道紫光拔地而起 妖刀呼啸 直取张三丰向上人头 张三丰利用无极雷的威力 居然空手挡我妖刀 而且力如狂风 又猛又迅捷 一掌震下我的妖刀 另外一掌打在了我的身上 我硬抗了下来 只是被打得滑行了几步 妖刀被泄力 这老家伙太厉害 直接压着我打 以人身造八卦 独立出乾坤 掌心无极声惊雷 妖刀的力量 根本无法伤他分毫 张三丰不依不饶 继续进攻 我反手挥刀 另外一只手以拳击掌 可我的力 瞬间被太极卸去 他以柔克刚 以慢之快 招招 逗入恶住我咽喉的魔爪 非常恶心 十几回合后 张三丰已然占据了 绝对的上风 不愧是能下退夜寒一的人 现在的我 好像毫无胜算 昆仑境对人的作用非常小 其他的咒法 也只是能降妖除魔 对活人的威力 几乎没有多少 可他想杀我也没有那么简单 妖刀盛气凌人 我的身手也不差 自保没有问题 或者打不过就跑了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不是他死 就是我活 可张三丰根本没想过让我逃 他好像要验证什么 不但咄咄逼人 还对我穷追不舍 势必今天要将我降服 就在战局有些僵硬的时候 突然黑暗的迷雾中 有十条尾巴冲了出来 宛如石根神柱一样 砸向了张三丰 张三丰一惊 立刻调转势头回防 他用太极之力 将十条尾巴全部逆转 然后泄力 可是十条尾巴的力量 远超他的意料 力没有完全泄 被最后一条尾巴给甩飞了 他身体在地上拖行了一段距离 然后才跳了起来 这时候啪的一声 他面具都裂开了 成为了碎片 不可能 这臭狐狸 明明给男民离火困住了才对 怎么会出来的 张三丰将脸上破碎的面具扎 甩了下来 然后盯着迷雾里面 水波荡漾 但没有水能流进来 黑暗迷雾中 走出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是我的师父 十尾天狐 你还不配给他雁明正身 还有 不要动他 狐仙冷冷说着 收回了那十条尾巴 灵力大起 周围的一切仿佛都在波动 他双掌运行 风铃大起 可怕得让张三丰都要顾忌三分 哼 看来我还是太小看你了 连男民离火都可以挣脱 十尾和九尾还真是差距不少 张三丰说完后 突然不打了 摇身一变 居然化为了一个八卦 百昼运行 乾坤倒转 金光大闪 我们也走 狐仙说着 突然抓起了我的衣服 然后一跳 跟着乾坤一起快速运转 转眼之间 我们居然回到了那一片黑暗 也就是见赵无言的地方 可张三丰却打破了这个黑暗的壁垒 然后从一个缺口里面钻了出去 我们还没来得及走 赵无言再次走了出来 然后惊讶地看着我说道 居然失败了 怎么会 就是这个赵无言 将我送到黄河神宫下面去的 我还以为 只有鬼能到那个地方 可他好像是鬼仙 可以给我们开启特殊的通道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朝着赵无言皱眉问道 我本来是想封最后一幅棺材的 没想到给他反将一军 这个阴山派的掌门 到底想干什么 赵无言冷哼一声道 当然是想你放下面的东西出来 可惜了 你居然撕不掉那张符 到底怎么回事 下面的东西一看就不是擅茶 出来必定生灵涂炭 为什么要放它出来 你有没有考虑过其后果 我横眉瞪着他 这棺材里的东西不但想走 而且还想放了下面的东西 我不知道里面是不是真的关了朱雀 但我知道被封印的东西一定很恐怖 赵无言突然笑了起来 天下苍生与我何关 当年张道林和叶寒一 将我封印在此的时候 他怎么没有想过 如今关一破 我必定要报复他们 我就要放出下面的东西 原来赵无言想放出下面的东西 是为了报复张道林 不过想想也正常 被封印在黄河之下这么长时间 不管是谁都会有怨恨 更何况是强大的鬼仙 懒得跟你废话 既然你撕不了那张符 那你就不是傅长生 赵无言突然对我失去了兴趣 犹如黑雾一样消散 抓都抓不住 周围的黑暗也慢慢破碎 好像连同我们也要化为粉层 这时候 狐仙双手一挥 轰的一声 一道灵气化成巨剑 直接砍出了一个大洞 跟张三丰一样 带着我钻洞逃跑了 出来以后 一切都化为了河水 咕噜咕噜地响着 我们又出现在了黄河之中 仙官不见了 不知道去了何处 只留下一个巨大的河沙坑 赵无言跑了 他故意在这里等我的 但是 发现我撕不了服 于是就逃出黄河了吗 他现在要去哪里 不止张三丰要破封印 连鬼仙赵无言也要 张三丰是什么目的我不知道 但赵无言 好像是为了报复张道林和叶寒一 两个封印他的人 现在五副棺材 已经全部弄清楚了 人关女娲后人 是死的 鬼关鬼地 是死的 妖关打几 也是死的 不过都会作祟 有邪性开关 就会主动害人 魔关幽权 是活的 仙官 是鬼仙赵无言 殷山派第三代掌门人 这两个是活的 他们不知道活了多少岁 有自主意识 会逃出黄河 其他四个棺材 已经全部封印 可这个赵无言极其厉害 而且手段高明 别说封印他了 我现在连找到他都困难 狐仙二话不说 直接拉着我 破水而出 然后飞到了岸边 他浑身上下 没有一滴水珠 而我则从头到脚 都湿漉漉的 他好像会避水之术 我抹了骂脸上的水珠 说道 师父 我找你找得好苦 你不是来找黑桃的吗 怎么突然就失踪了 狐仙叹了口气 别提了 本来我是找到了他 但却给他给骗了 骗了 怎么说 我想起了黑桃 吃自己祖先的样子 貌似不太正常 他如果骗了狐仙 那我也没有那么惊讶了 虽然我到现在 都还不知道 黑桃到底在搞什么飞机 狐仙叹了一口气 他带我下水 说黄河底下有神宫 那里藏着师父一些秘密 于是我就下了 黑桃也知道黄河神宫 而且还带狐仙下水 故意骗他说 跟傅长生有关吗 狐仙什么都好 就是抵挡不住 跟傅长生相关的一切 不用想狐仙 也跟着他下去了 而且狐仙一高人胆大 估计没把黑桃放在眼里 后来呢 我连忙问道 后来我确实见到了黄河神宫 但是进不去 这时候黑桃突然逃走 我连忙追赶 可是迷雾中突然出现 三阵南鸣离火 将我困住 我一时之间无法脱困 直到刚才你的出现 我才摆脱了南鸣离火 狐仙将前因后果都告诉了我 说白了 一切都是黑桃所起 本来是找他指证苏婷的 替白灵报仇的 可是黑桃却坑了狐仙 这个女人到底在搞些什么 真是岂有此理 本来以为苏婷杀了白灵 夺了女娲时 黑桃死里逃生走了 可这样看来 她应该回去找机会 给妹妹报仇才对 可她居然一生不坑来了黄河 还坑了要帮助她的狐仙 她的所有行为 都是非常反常的 师傅 用南鸣离火困住你的人是谁 你记得吗 朱雀一族那些人 根本不可能用南鸣离火困住狐仙 他们的实力不够 除非是无道大叔 或者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其他高手 就算是组长农情 来了也没用 凭他们的火 估计连狐仙的毛都烧不着 无道大叔 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可能 但也只是可能 狐仙插着 就是不知道她有没有什么厉害的密火之术 狐仙摇了摇头 没看见人 当时追黑桃又太匆忙 突然就出现了三阵南鸣离火 将我困住了 那不愧是朱雀的半生之火 花了我好多天时间才挣脱开来 这样一说 或许是黑桃早与什么人串通好的 黑桃将其引到特定的位置 然后才将狐仙给封印了 这臭娘们 我们为了给她妹妹报仇尽心尽力 她倒反手应我师傅 黑桃 你给我等着 师傅 现在黄河太乱了 我们不要趟这浑水了 我们直接撤吧 管你什么朱雀一族 管你什么苍盛 管你什么白灵之仇 现在我只想跟狐仙回家 张三丰加入 又有一个鬼仙 事情越来越乱 而且都是很厉害的对手 我可不想再玩了 搞得不好 我自己也要陪进去 张三丰已经跟我闹僵了 八大财团也未必能继续当下去 不 不能回去 游戏已经开始了 我要你成为最后的赢家 狐仙居然摇了摇头 拒绝了回家 仿佛事情没有完 而且好像是刚刚才开始 既然都想打开那道门 那里面肯定有好东西 因为没有人会是傻子 狐仙的想法是没有错 可是事情好像越来越复杂 里面的东西一旦放出来 那我们这些人 能不能活都不好说 别说占便宜了 黄河神宫这么大一个阴宫殿 里面自然是有宝物的 不可能只是建来封印 可利益越大 风险就越大 张三丰盯上了 那个鬼仙赵无言 嘴巴上只说要报复 但他心里有什么鬼 谁都不知道 不用怕 有位师在 不会让你吃亏的 狐仙露出了狡黠的笑容 黑桃 我还得感谢你让我知道 有这么一个地方 徒弟 你急需变强 你生计还是太慢了 听完我差点抱紧了狐仙的大腿 连呼道 师父 代代我 接下来要怎么做 三件事 第一 等 赵无言和张三丰 都不会善罢甘休 既然你打不开门 那他们会把能打开门的人找来的 第二 把黑桃的两个妹妹 全给我泡了 第三 黄河边是不是来了一个八大财团 用尽所有办法 征服他 为我所用 胡仙说道 第一件是我明白 我也等得起 但第二件和第三件 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 要泡黑桃的妹妹呢 我极其不解地问道 虽然跟子福有过肌肤之亲 但是跟他只是发生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 亲儿就更加淡了 什么都没有 可胡仙突然让我泡他们 这又是为什么 仿佛回到了谷物一样 师父已经很久没让我玩女人了 因为女蛙石 胡仙说道 而且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 仿佛冰山美人 我瞬间就明白了 而且有点不满地说道 那不是 要杀了他们 女蛙石在他们的体内 要得到女蛙石 他们会死 将他们弄到手 再夺女蛙石 然后杀了他们 这也太残忍了 来到京都后 你好像变得有人情味了 但你别忘了 苏婷已经得到过一块女蛙石了 尝到甜头后 你以为他会善罢甘休吗 胡仙经历过我被夺射后 再次对我变得严厉了起来 要我继续变强 那就要 跟以前一样 冷漠无情 我以为他要我这样 对子福和亲儿 是要报复黑桃 没想到是为了女蛙石 看来他又开始没有感情了 根本不会因为 报复之类的意气用事 他的意思很明显 苏婷杀了白灵 然后夺了他的女蛙石 那自然也会杀千和子福 得到过女蛙石的力量后 苏婷是停不下来的 子福和亲儿也迟早成为他的目标 所以胡仙才让我动手 既然迟早要落到苏婷手上 那不如自己先下手为强 如果女蛙石落到我的手上 我跟苏婷一样将其练化 那我的力量 则会增强好多呗 胡仙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我得考虑一下 这事情极其歹毒 已经毫无人性可言 就是为了单纯地得到力量而已 那为什么要征服天翼 我也很不解这个事情 现在天翼已经卧窗不起 而且我手上有他的把柄 只要张三丰不出现 那些人依然只会听命于我 掌握权始终在我手上 可张三丰已经来到黄河了 这老不死一直在暗处跟踪我们 只是没有现身而已 难民离火是其中一个目标 但他最大的目标 应该是门后面的东西 八大财团是张三丰从小养到大的 他们一定会知道张三丰的一些小秘密 胡仙说着 看了一下黄河串连不息的河水 只要让他成为我们的人 那就能知道一些关于张三丰的事情 而且他站在我们这边的话 手底下的人那就百分百忠诚 我们了 张三丰虽然是八大财团幕后之人 可请的那些人根本不知道张三丰的存在 最后还是只会听八大财团的命令 我懂了 只要笼络了天意 张三丰就算来了 那今天命这帮人也只会听我的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张三丰 张三丰只在八大财团的面前 露过脸而已 徒儿明白了 多谢师父 我也跟着笑了起来 有了胡仙 这黄河不能白来 多少也整点东西 才回去 就在这个时候 黄河的另一端 好像沸腾了一样 阴风一阵接着一阵 貌似有两只鬼在打得非常激烈 黄河谁有半截 都突然结起了冰 非常可怕 鬼气遮天 明明是白日 但却天昏地暗 不知道是什么鬼在打架 居然是这种阵仗 师父 要不要去看看 我抱着好奇心 朝那一方看去 但只能看到 无限闪烁的鬼影在打着架 其他的都看不清 鬼气冲天起 周围飞沙走时 这鬼气可不弱了 鬼递来也不过如此 不要多管闲事 有这功夫 还不把你那绣花针多摸摸 胡仙冷冷地看着我 让我打笑了八卦的念头 什么绣花针这么大 别乱说 不然我告你诽谤 我有些不服 急忙反驳道 没有见过 可不要乱说 这代表着一个男人的尊严 哼 是吗 那这么多女人 为什么你都是指得到他们的人 得不到他们的心 胡仙留下了一句 让我思索了十年的话 然后扬长而去 每每想起这句话 我都恨得咬碎了后槽牙 我给胡仙找了一个地主下来 没错 安排在了农情附近 一个房间 农情和十三都没有走 就是无道大叔和女士不见了 这两个家伙 如果敢嚣张 那胡仙就是一巴掌一个 以胡仙的性格 够他们好受的 这就是我故意 让胡仙住这里的原因 到了晚上的时候 黄河突然发出了一阵黑光 然后直冲云霄 好像是某种信号一样 黑光炸开 化为了无数的鬼脸 恐怖的鬼脸在空中凝结 看上去极其惊悚 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圣人的信号弹 这是谁给谁发的 他要来了 胡仙看着窗外的信号 然后说道 他 谁 我皱了下眉头 不知道胡仙什么意思 你说呢 胡仙反问道 不会是那个家伙吧 刚才那个信号弹 是阴山派的 我立刻明白了过来 用鬼做信号 只有这种阴森森的门派了吧 内发这种信号的是谁 赵无言吗 他要引苏阳过来 难道说 他要苏阳过来 撕掉那道符 可他凭什么要苏阳听他的话呢 就凭他是三代掌门吗 那他想得太美了 那个家伙 可没有那么容易控制 那个家伙会照做的 不信你去黄河看看 胡仙好像已经知道了什么 有了他的允许 我直接跳窗而出 直接来到了黄河上 这时候 我终于明白了胡仙说的话 因为赵无言抓了一个人 一个可以让苏阳妥协的人 只见苏魂 犹如一只丧家之犬一样 跪在了黄河之上 他不是人 是可以跪在水面上的 他本来就断了一臂 这样看起来就更加惨了 他浑身都是伤 好像要快支离破碎一样 之前不是有两只鬼 在黄河另外一端 打得天昏地暗吗 原来就是赵无言和苏魂 苏魂再厉害 在真正鬼仙的面前 也基本上是不足一提的 而且被无道大叔用南鸣离火烧断了一臂 那他的实力肯定是有受损的 苏魂是那个家伙的大仇人 赵无言如果用苏魂跟他做交易的话 他必定会同意 苏魂骗了他那么久 他恨苏魂入骨 苏魂也真是倒霉 本来被断臂就已经够会气了 没想到还遇到了鬼仙拿他当筹码 真是笑死人了 他虽然也是鹰山派掌门 但有点水 是靠杀人夺的位置 估计赵无言不认他这个畜生 按照信号 那个家伙来只是迟早的问题 只是我没有想到 赵无言居然会把算盘 打到那个家伙的身上 我撕不开的符 他可以撕开吗 此时苏魂已经完全没有 挣脱的信号信号 因为他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是鬼仙的对手 但他也没有放弃声的希望 只见他仰头对着暗的那边 大喊道 张三丰救我 我知道你在这里 不救我的话 小心我把你的秘密都说出来 张三丰 苏魂虽然大喊着 但是没有半点回应 他的声音在黄河之上回荡 希望张三丰能来营救他 张三丰的秘密 什么秘密 苏魂到底知道 张三丰什么秘密 之前苏魂被苏廷俘虏 就是张三丰救的他 这次不知道还会不会来救他 可是暂时没有任何回应 张三丰跟赵无言这个鬼仙 到底谁强呢 苏魂偶尔就会叫上两句 毕竟他已经穷途末路了 只有张三丰能救他 苏魂如果没有张三丰的把柄 估计当初就不可能 拿了千鸡伞那么久 张三丰早弄死他了 那这样的话 张三丰可能迟早还会出来救他 这时候赵无言直接踩住了苏魂的头 然后大骂道 别鬼叫了 什么张三丰 真以前能有人活那么久 除非是狮是鬼 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闭嘴 吵死了 嘿嘿 赵大哥说的对 我不叫就是了 苏魂能屈能伸 很快就低头了 不然估计得吃不少苦头 苏家的畜生 居然敢坏我阴山派 杀我阴山派掌门还夺位 要不是你还有一点利用价值 我当场就废了你 赵无言又骂了一句 苏魂依然细皮笑脸道 你老人家在棺材躺了这么久 还能知道这么多事 厉害厉害 不愧是鬼仙 别笑 给老子老实点 给你俩了吗 赵无言看他不顺眼 给了苏魂两个大嘴巴子 苏魂这才收起了笑容 甚至脸色变得阴森了起来 要不是打不过 赵无言估计要被千刀万剐了 黄河阴风阵阵 两只鬼仿佛在等着谁的到来 那个家伙离得还远 估计没有这么快 苏魂就是个交换品 到了那个家伙的手里后 必定灰飞烟灭 没想到苏魂这么快就要嘎了 最高兴的除了我 可能就是朱雀一族了 我返回了房间 狐仙已经入账 但他没有睡 跟观音一样打着做 脸无表情 见我回来 他突然开口问道 见着了吗 见到了 是苏魂 没想到啊 那家伙来黄河 被毒打了两次 我偷笑了一下 那个赵无言不简单 鬼仙也是先 手段不但多 还通天之地 被封棺材多年 还知晓人事 所以 我们尽量别跟他起冲突 不然这里势力众多 两败俱伤后 输的就是我们 狐仙吐着气 仿佛在修炼什么 他的灵气 还没有彻底炼化吗 势力众多 还有谁 我有点不解 不至于势力众多吧 这时候 狐仙突然睁开眼睛 然后扫了一眼墙和门窗 仿佛能透视一样 直到确定没有人了才说到 京都四大高手也来了 苏婷这只老狐狸 可真是奸诈得很 你爷爷当初就是不相信他 所以才把千鸡伞给了苏魂 但没想到 苏魂也不是什么好人 苏婷当初跟我爷爷关系非常好 但我爷爷依旧不相信他 可见苏婷这人 人品不怎么样 可苏婷也不是省油的灯 居然也来了黄河吗 他到底是怎么发觉的 是跟我们一样来找黑桃的 还是他另有目的 为什么他到现在还没有现身 而且不止他 夜无牙 鬼夜 吞佛童子也来了吗 鬼夜现在等于三级残废了 居然还敢来 估计是想在这里弄死我 抱当初的一件之仇 真正的猎手 都是隐藏在暗处 伺机而动 黄河非常复杂 他们全都是老狐狸 用狐狸做形容词的时候 狐仙感觉有点不对劲 但想收回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这一下黄河可热闹了 而且来的人这么多 那就只有一个答案了 黄河有好东西 这一次 不止相互仇恨这么简单 还得看花落谁家 现在先不管那么多 今晚你去搞定 另外一个八大财团 狐仙说着 突然愤出了一个分身 我有些惊讶 狐仙吸了灵气以后 进步得好快 这是身外化身了吗 只见他双指一束 那分身也跟着双指一束 扑斥的一声 分身居然又变了 变成了张三丰的样子 天忆只是普通人 这个他无法分清的 忽悠他足够了 你知道怎么做了吧 狐仙朝我问道 我点了点头 自然知道怎么做 想要拉拢他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让张三丰杀他就可以 为了活命 天忆只能投靠我 真的张三丰没有 但假的没有问题 狐仙的分身 直接化为了张三丰的模样 骗一个普通人 绰绰有余了 今晚苏魂被赵无言抓住 张三丰虽然没有出手 但一定在观看 那天忆这边就好办了 一切准备就绪 我跟狐仙的分身 直接出门了 但是临出门之前 我转头问了他一句话 师父 那个家伙 能撕掉那张符吗 我没能撕掉那张符 赵无言马上就去找 那个家伙了 那是不是说明 那个家伙可以撕掉符 这又是为什么呢 面对我的问题 连狐仙也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这符确实是师父的符 可你已经是投胎之身 撕不掉符也合理 可那个家伙 没理由能撕掉 但也只有你们两个了 赵无言根本没有得选 说的也是 只有我们两个了 我不行 那就剩他了 他迟早会来的 以他对苏魂的恨意 收到信号以后 必定会马上前往黄河 去吧 他的事 暂且不管 胡仙挥了挥手 示意我先去解决天翼 我点了点头 然后带着胡仙的分身走了 胡仙的分身 已经变成了张三丰的样子 天翼是普通人 根本无法分辨得出来 拿捏他 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 带着胡仙的分身 来到了天翼的房间 但我并没有进去 灵力里想阻止 毕竟他不认识张三丰 可天翼直接喝止了他 张三丰是他主人 谁敢来 天翼虽然说话还不流利 但沟通已经无问题 不过张三丰 可不是来跟他商量事情的 而是来杀他的 张三丰关上了门 很快房间里 就只剩他和天翼了 至于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自然是一清二楚 大概没多久 房间里立刻传出了 一阵阵响动 好像是打斗的声音 这时候 我的嘴角立刻上扬 露出了一个阴险的笑容 灵力里急急担心天翼 直接闯了进去 我也没有阻止他 因为这都是我的计划 进去以后 天翼已经被打倒在地 嘴角上流着鲜血 只见他对着张三丰质问道 主人 为何杀我 我跟了你这么多年 一直尽心尽力 就算此事件 也是搞得自己浑身是伤 从未背叛过您 为何呀 看得出来 天翼极其伤心 而且有些疑惑 他怎么都想不到 张三丰来找他 是为了杀他 只见张三丰立马回道 半点事都办不好 无能之恩不该杀吗 还有 你什么时候有的女儿 你还说没有背叛我 我要你死 你女儿也得死 至于天翼有女儿的事情 自然是我告诉这个 假张三丰的 不可能 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女儿是无辜的 求您不要杀她们 我求求你主人 你杀我吧 天翼居然前所未有的害怕 还拖着伤跪地求饶了起来 看来张三丰不但不让他生孩子 而且这个后果还很严重 不过天翼也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这点还是无容置疑的 就是我不明白 她是怎么瞒过张三丰生孩子的 这有点不可思议啊 林莉莉不认识张三丰 只认为是有人对天翼不利 作为天翼的保镖 林莉莉直接就奋起反抗 老板 别怕 我保你 林莉莉说完后 双拳如龙 直接打向了张三丰 可林莉莉最厉害的是魅蜀 论伸手 她估计连李博尔这个老中医都不如 就算是弧线的分身 她也完全不是对手 张三丰 只是简单地挥了一下手 林莉莉立刻就飞了出去 然后狠狠砸翻了旁边的桌椅 莉莉 不要 天翼连忙阻止 因为她知道 林莉莉不可能是张三丰的对手 虽然这是个假的 林莉莉吐着血 在地上翻滚了起来 捂着胸口一时站不起来 连发声都困难 胡仙的分身居然也这么厉害 哼 还敢让人杀我 你还敢说自己没有背叛 胡仙的分身 果然跟胡仙一个样 冤枉起人来 简直不要命 我没有 我没有让他杀你 天翼还傻乎乎地想狡辩 但他不知道 这种锅都是乱扣 他头上的 别说了 受死吧 一声爆喝 张三丰直接一掌 拍向了天翼的天灵盖 让他惨死当场 天翼真的是贵习惯了 也有可能是张三丰太恐怖 他压根不敢反抗 居然不跑步逃 只是闭上眼睛等死 此时我连忙出手 直接抱起天翼躲过了这一劫 天翼睁开眼睛的时候 发现自己没有死 看到我更加惊讶不已 苏杨 天翼没想到 我会出手救他 所以有些惊恶 因为我跟他基本上是死敌 你个傻子 人家杀你还不跑 你真以为他是什么好东西 你也只不过是他的工具而已 我连忙呵斥着天翼 胡仙太狡诈了 居然想了这么一出 英雄救美的剧本来 不过还挺爽的 就是我这种挑屎 都不偷吃的人做不出来 苏杨 你敢救他 我连你一起杀 你有种试试 张三丰指着我的鼻子骂道 一副咄咄逼人的感觉 虽然力气是装的 但非常像 哼 我就是要救 你能拿我有什么办法 大不了跟他一起死 我说完后 直接抱着天翼跳后窗逃跑 然后一路狂奔 张三丰自然不会追 因为他 只是个冒牌货而已嘛 他又不是真的 天翼极其惊讶 没想到我为了他 连命都可以不要 反叛张三丰是什么下场 他比我更清楚 而且 这根本就不关我的事 我居然为他出头 他突然有点莫名的感动 可跑远了以后 天翼才像真心的 在我怀里挣扎了一下 然后喊道 放开我 我不要你救 快放开我 苏杨 你不要以为这样 我就会感谢你 就算主人要杀我 我也不会跑的 更加不会背叛他 他话一说完 我直接就放手了 空中落下的他 摔得屁股乱颤 他惨叫了一声 因为本来就有重伤 连站起来都费劲 这可不能怪我 是他自己要放手的 我只是满足他的要求而已 真是傻子 张三丰是你爹吗 杀你还不跑 哟哟哟 好忠心啊 你是他养的狗吗 我连忙不满地嘲讽到 这女人磨正了吧 平时是八大财团 在外面风光无限 霸道又无法无天 结果在张三丰的面前 就是一条狗而已 真是搞笑 你少管 反正我就是不用你救 我死就死 死在主人手里 也算死得其所 天意虽然嘴上说着 但是又不离开我 紧紧拽住了我的裤腿 不让我走的样子 我走了 这三蹲半夜 他一个人在这里 可是很危险的 而且张三丰随时会追来 你以为他真的不怕死吗 这时候我蹲了下来 然后掀起他的下巴邪魅一笑 怎么 你在跟我玩欲擒故纵吗 什么欲擒故纵 你不要乱说 谁要跟你欲擒故纵 天意居然还死不承认 浑身都是软的 就是嘴最硬 可真是把我笑傻了 那我走了 你继续留在这里等死吧 放手 我连忙踢开了他的手 这臭娘们 还跟我玩嘴硬的这一套 刚才他以为自己必死了而已 现在有一些生机 我不相信他不想活 过惯了锦衣玉食的人 一般都怕死 而且他想长生 那不就是怕死吗 哎 回来 你真抛下我啊 那你刚才为什么救我 天意急了 连忙叫住了我 刚才还跟我嘴硬表忠心 现在我一走 他就不愿意了 除了装 估计就是不想 还我人情吧 想让我是自愿救他的 所以什么都不用还 可我比他还狡猾 这种伎俩 在我面前有用吗 还跟我玩欲擒故纵 呵呵 这时候我勉强回头对他说道 给你两个选择 跟我 我保你 甚至保你女儿 第二个选择 继续当张三丰的狗 然后在这里等死 长生 呵呵 我怕你活不过明天 还想张三丰让你长生 笑死我了 天意陷入了纠结中 随后不解地朝我问道 苏阳 你难道不怕死吗 你敢背叛他 没有好下场的 我当然怕死 可我这不是为了你吗 我无奈地摊了摊手 我如果不救你 你现在已经下去和阎王爷喝茶了 为了我 你跟我这关系 会为了我 连命都不要 而且八大财团的身份也抛弃了 天意也不算太傻 我的行为确实有些奇怪 毕竟我跟他的关系本来就不好 又不是那种过命的交情 难道你想 一辈子给那老家伙控制着 一辈子给人当狗吗 反正我不想 我突然发狠地说道 你想杀了 主人 然后取而代之 成为真正的京都霸主 天意有些惊讶 他没想到我是真的想反叛张三丰 而且野心勃勃 这个想法 估计他一辈子都不敢想 我冷笑了一下 哼 主人 我可不想当狗 我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 既然你喜欢当狗 还不如当我的狗 我难道比不上一个臭老头吗 而且你还杀你 你跟我至少能活着 天意沉默了 因为我的话确实在里 他已经回不去了 就算是心甘情愿给张三丰当狗 他也得死 还不如跟我 我能让他活着 可是 别可是了 我一把抱起了他 然后手塞进了衣服里面 我们赢了 那都安全了 包括你女儿 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真正地站在京都之巅 成为京都的霸主 做自己的主人 做八大财团 人啊 不但要有正向安全感 而且也得有反向安全感 比如 你知道了一个人不好的秘密 他肯定会想尽办法解决你 可你这个时候收了他的钱 那他就放心了 天意也是如此 我如果只是靠嘴皮子 说到天荒地老他 也会留几分心眼 不敢相信我 但如果让他以为我涂他点什么 他就会马上信任我了 我这样做 只是让他以为 我涂他美色 这样他就放心了 如果我无缘无故救他 还跟他扯一大堆红图大志 你觉得 他会完全相信吗 他也不是傻子 当我的手伸进他衣服的时候 他并没有反抗 甚至有点默认 但也不说话 任由我抱着 现在我的地位 或许已经替代了张三丰 我就是他现在的主人 没有人想死 当天意想通的时候 他只能成为我的人 至少在我这里是人 但在张三丰那里是狗 我找了一个地方给他住下 等明天一早的时候 我让今天命他们来保护他 因为我 做戏得做全套 现在张三丰还在民宿那里 我是不能回去的 这回所有人都得真真正正听我的话了 他们不认识张三丰 只听任我跟天意 后面我会慢慢撬开天意的嘴 让他告诉我一些张三丰的秘密 天意从小跟到他大 我不相信 一点事情都不知道 八大财团很小的时候 已经被张三丰派遣去宣传方式的长生理论了 只是失败了而已 也可以从中看出 他们是从小到大都跟着张三丰的 而现在的所谓身份 其实都是伪造的 现在才刚刚开始 所以不能直接问太多 怕天意怀疑 来日方长 张三丰是假的 天意不会那么快死 以后慢慢问 可半夜的时候 突然宝珠想了起来 我连忙从天意的被窝爬起 然后来到了屋外 他来了 黄河边上 胡仙在宝珠上通知我道 这么夸 那个家伙 到底是有多恨苏魂 这才多久 一下子就来了 我连忙离开了屋子 然后前往了黄河边上 而胡仙早已经在那边等着了 估计想跟着再次下黄河神宫 有好东西 大家都来抢 我们也不例外 这也是胡仙 跟我没有离开这里的原因 胡仙没有说错 那个家伙真的来了 就站在赵无言和苏魂的面前 不对 他是飘着的 飘在了黄河的水面上 你是谁 为什么会有没殷山派的信号 苏杨看了一眼赵无言问道 然后眼睛又马上停留在了苏魂的身上 那双眼睛恶毒至极 杀气如山 恨不得马上让苏魂灰飞烟灭 苏杨真的把苏魂当师父看待的 可没想到被骗得这么惨 换谁谁不恨 我是殷山派的第三代掌门 你见我都得先磕三个想头 赵无言说道 凡是我们殷山派的弟子 见我哪有不行礼的 苏杨冷哼一声 居然完全不当回事地说道 就算你是以前的掌门 又怎么样 那都是过去的了 现在我的规矩才是规矩 因为殷山派就剩我们几个了 好嚣张的样子 是你教出来的吗 这么狂 赵无言突然踩了一脚苏魂的脑袋 然后恶狠狠地说道 有话好好说 他嚣张跟我没关系 也跟殷山派没关系 苏魂连忙求饶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啊 张三丰到现在也没有来救他 别废话了 要怎么样 才能把他跌我 苏杨指了指苏魂 根本没想 跟这个所谓的三代掌门交流什么 他只想杀了苏魂 赵无言也不是为了把苏杨叫来训话的 也是懒得跟其废话 直接回答道 帮我揭开一道符 我把它交给你 我们两不向欠 揭福 就一道符 可能觉得太简单了 苏杨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可他不知道 那一道符是傅长生的 就连狐仙也截不开 没错 就一道符 赵无言直接答道 我凭什么相信你 那个家伙也不傻 连忙反问道 你可以不信 但这个家伙 永远到不了你的手上 赵无言说着 将苏魂的脑袋 踩得更加用力了 苏魂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估计已经在心里 骂骂咧咧了 但他不敢说什么 这家伙没想到 来黄河会有此遭遇 真是倒霉透顶了 遇到别人的话 他打不过还能跑 没想到遇到了鬼仙 他是打不过也跑不了啊 是吗 我倒要试一下 你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 苏杨说着 连忙祭出了鬼枪 直冲赵无言 这家伙还是想靠武力 抢了苏魂 而不是按照赵无言说的做 可能他不相信赵无言 赵无言冷笑一声 连忙手一挥 一把黑色的鬼剑 出现在了他手上 他是鬼仙 而那个家伙 始终没有踏入鬼仙的境界 赵无言自然不会怕他 鬼枪如龙 直接刺向了赵无言 赵无言鬼剑划破长空 上千道鬼气 伴随着剑刃斩了出去 轰的一声 两道力量相撞 爆出了很大的火花 黄河之水 溅起了很多水浪 赵无言一声咆哮 恐怖的鬼力接踵而来 彻底将苏杨 震退 剑斩星辰 鬼气甚至让黄河的河水 都倒流了 实力相当恐怖 而且只是轻微挥剑 甚至连一成的实力 都没有用出来 这种怪物 也确实只能让叶寒一 跟张道林来 将他封印了 其他人根本沾不上边 苏杨虽然没有被直接击败 但也明白自己 跟赵无言的差距 鬼仙始终压他一头 除非他也成为鬼仙 不然永远赢不了赵无言 想起叶寒一一剑 劈开天的实力 现在又看到 如此恐怖的鬼仙 感觉他们那个时代 确实风起云涌 人才被出 怎么 还要是吗 赵无言只是小漏两手 以此震慑苏杨 他根本不想真正和苏杨交手 算了 不浪费时间 那个家伙居然收枪了 他看向了苏魂 估计想立刻就将苏魂 打得灰飞烟灭 永不超生 如果跟赵无言打的话 还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 而且以现在的他 根本赢不了赵无言 他现在只想杀了苏魂 什么都不想 既然此路不通 无法在赵无言手上 抢到苏魂 那他只能按照 赵无言说的去做 接什么福 带我去 赵无言见苏杨答应了 有些高兴 连忙手一挥 一道黑光笼罩 接着就是迷雾一样的鬼域 慢慢展开 跟我来 赵无言说着 一把揪起苏魂 然后钻进了鬼域里面 苏杨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跟着进去了 他必须跟着 因为苏魂还在赵无言的手上 我们也走 狐仙突然拉上我 然后一起钻进了鬼域 跟上次一样 转眼之间 我们就到达了黄河神宫 这个鬼域 好像可以直达黄河神宫 就是有些天旋地转 不过跟上次不一样 我没有昏迷 可能是有狐仙在的缘故 他利用灵气护着我 基本上不会遭受什么伤害 赵无言落地 他揪着苏魂 而苏魂在他手上跟小鸡一样 根本不敢动弹 苏杨落地后 我们也随之而来 你们怎么也在 那个家伙很快就发现了我们 然后朝我们投来了 不怀好意的眼光 他可没有跟我和解 只是现在更想杀苏魂而已 杀我的心还是有的 而且看我的眼神 依然充满仇恨 他永远都不可能原谅我 赵无言也发现了我们 随后冷哼一声道 胡仙 你如果敢捣乱的话 我可不客气了 他完全没把我放在眼里 倒是把胡仙看成了对手 有点害怕胡仙捣乱 胡仙双手抱胸 一副处置泰然的样子 你放心 我也是来看热闹的 不会打扰你的计划 见胡仙根本不出手 赵无言这才松了一口气 胡仙已经是食尾 就算是鬼仙也不好对付 别废话了 见哪里的佛 快说 我要等不及将他碎尸万段了 苏杨看着苏魂一脸的力气 终于到了处决苏魂的时刻 他怎么按捺得住 苏魂吓得哆嗦了一下 土地 我这些年教导 你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吧 用得着一定要杀我吗 闭嘴 没轮得到你说话 赵无言再次将苏魂踩在了脚底下 直到他脸狠狠贴着地 无法再讲出任何一句话 然后他指着门上面的符说道 看见了吗 就是那一张 接了符的话 苏魂就是你的了 赵无言突然有点兴奋了起来 好像在期待什么 这时候门后面的声音又再次响起 并且伴随着一阵炙热的气息 接了他 放我出去 快点 接了他 苏魂皱紧了眉头 然后感受着门后面的力量 突然脸一沉说道 这里面到底关着什么东西 要我解开封印 将它放出去吗 切 你还管这些 你不是鬼吗 难道还在乎天下苍圣 赵无言冷哼一声道 苏魂沉默了 看来里面的东西真不能小瞧 居然连他都有点犹豫了起来 怎么 想反悔了 还想不想要你的仇人了 赵无言掐起了苏魂的脖子 然后在那个家伙的面前晃动着 赵无言知道自己的王牌是什么 我有一个问题 那万一 我接不开这张符呢 你还会不会把苏魂给我 他朝赵无言问道 赵无言好像也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突然一愣 因为他觉得 自然我接不开 那就是苏杨了 如果接不开 我就把他直接宰了 不给你 也不放他走 赵无言回答了他的问题 不 不 他必须死在我的手上 苏杨走向了门边 然后慢慢飘了起来 所以 这幅我一定要揭开 说着 他伸手去接那张黄符 而这个时候 我们都紧张了起来 纷纷聚精会神地看向了他 撕的一声 那张符被苏杨完整地撕了下来 没有发生任何事 他 居然成功了 他能撕下傅长生的符 符一揭开 整条河都在沸腾 这时候门也在颤抖 而且 门慢慢在开缝 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一样 哈哈 张道玲 叶寒一 终于 老子终于要出来了 哈哈 里面的东西大声笑着 而且热气不断往外冒 附近的河水越来越热 我感觉 我们要被烫熟了 不过黄河神宫 好像根本不沾水 我们就仿佛站在了岸边一样 苏杨根本对这些不感兴趣 他也不在乎 为什么自己能接下符 只是伸手说道 你要做的事情 我已经做了 把苏魂给我 可赵无言却整个人都不好了起来 急急不解地朝苏杨说道 不可能 难道说 你才是傅长生 什么傅长生 别废话 把苏魂给我 他大喝一声 直接朝苏魂找去 赵无言也没有阻止他 而且看着苏杨 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苏杨终于得手 直接掐住了苏魂提了起来 他追杀了苏魂这么久 可算逮到他了 苏魂 今日 我势必让你永不超胜 一声大喝 充满了怨恨和杀气 苏杨举起了另外一只手 直轰向了苏魂的脑袋 张三峰 还不出来救我 你个老东西 我要报你秘密 你就是 苏魂在苏杨下手之前 连忙大喊道 张三峰是他唯一的希望 如果连张三峰都不救他 那就真的只能等死了 可就在苏魂喊出他是谁的时候 突然一道白影掠过 正是戴着面具的张三峰 他以无极之力 直接化解了苏杨的鬼力 然后双掌齐出 太极阴阳葬手中 将苏杨逼到了五步之外 苏杨的力量虽然刚猛 但太极就是以柔克刚 一拳一掌之间 苏杨被自己的力量反推了一样 打退苏杨 张三峰接过了落下的苏魂 然后冷哼一声骂道 你个废物 总是要我给你擦屁股 真没用 这能怪我吗 我能赢鬼仙啊 谁让你不早点出来 叫一天晚上了 苏魂终于死里逃生 一副冷汗直流的样子 虽然他根本就没有汗 出来干什么 我就是故意等这个时刻 没想到他真把傅给揭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他才是傅长生 张三峰看向了我 然后又看向了那个家伙 不知道在想什么 苏魂今天必须死 谁当我杀谁 苏杨极其愤怒 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可是他不会再妥协 本来以为跟赵无言 做了交易后 就能杀了苏魂 没想到还是困难重重 那还不如痛快一个字 杀 谁当谁死 苏杨亮出鬼枪 枪如惊雷 直接刺向了张三峰 张三峰一点都不怕 连忙深如八卦 脚在地上井然有序地画着 力量阴阳交缠 无极运乾坤 掌中有法 有咒 还有雷 阴为风 阳为火 故八卦中藏着烽火之力 就在两人即将交战的时候 突然轰了一声 一道万里长火 直接冲了出来 瞬间把笨重的青铜门给震开了 出来了 真的是朱雀吗 不 是一个人 一个年龄大概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 但他浑身都是火红的 头发和皮肤都跟火一样 眼睛更是心红无比 看着很吓人 不是朱雀 我还以为里面真关了一只朱雀 可出来的居然是一个人 但我的失望是因为他不是朱雀 而不是因为他弱 相反 这个人极其恐怖 他浑身都包裹着火焰 好像火神一样 穿着比较古代的衣服 头发火红 掌心直接生火 可怕的烈焰好像随时都能将人融化一样 多看他一眼都怕被烧成灰炭 出来了 老子终于出来 男人疯狂地大笑着 他每说一句话都能喷出一口火 宛如火神将士 这里没有一个人敢去阻止他 又或者说些什么话 他出了黄河 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而我现在连他是什么人都不知道 其他人都不敢招惹他 我更加不敢招惹了 他扫了我们一眼 好像对我们也不是很感兴趣 可能出来太高兴了 也就乐呵乐呵 直接就飞走了 这个结界困不住他 他可以自由打破 随便进出黄河神宫 但是还有一个封印结界 那就是张道林部下的道教轮回封印 以人 魔 鬼 妖 先部下五官 可是 先官的赵无言已经出来了 这封印失效了吗 没有 就算圣四副棺材 好像也是有一点封印效果的 男人刚刚出去 突然就有四股力量 犹如流星一样 然后组成了一个极其巨大的天王 好像想将男人封印住 哼 张道林 怎么只有四道力量 真是天助我也啊 男人轻笑一声 然后双手一挥 呼的一声闷响 顿时犹如天火降临 恐怖的火焰 仿佛要将黄河都点燃了一样 这般烈焰 火神祝容来了 也得吓一跳 这个男人到底什么来头 这个封印少了一道力量 根本就不值一提了 恐怖的火焰 瞬间将其摧毁焚烧 男人冷哼一声道 现在谁也拦不住我 如果赵无言回去恢复封印 或许还有一点机会 但这样确实没有人能挡他了 他就跟火神一样恐怖 谁上谁就会被烧死 而且 这家伙也不犯其他人 直接就走了 冲开封印 男人直上水面 然后消失在了黄河之中 我突然担心了起来 他一走 那得死多少人 张道林不可能无缘无故封印他 必是穷凶极恶之徒 他拥有这么大的力量 如果为非作歹 谁拦得住他 可就在我们的眼光 都被这个火难吸引的时候 突然苏魂高兴地 往黄河神宫里面窜 还只喊道 门开了 里面的宝贝 都是我的 他一溜烟跑了进去 谁都不管 苏杨随即反应了过来 然后急忙边追边喊道 苏魂 别跑 我要杀了你 两人一前一后 你追我赶 眨眼就进了黄河神宫不见了 这感觉有点不对劲啊 他逃他追 他插翅难飞 这是林一平道 还是欢喜冤家呀 要不这CP 我磕了 走 进去有什么抢什么 狐仙也不落后 带着我直接飞向黄河神宫 昆仑神宫虽然有江城在 但也收获了不少好东西 这回黄河神宫 希望也如此 本来狐仙跟我先进的 但张三丰 这老头阴险得很 居然背后朝我们 打出了阴阳双掌 我跟狐仙连忙避开 但张三丰却趁此机会 溜了进去 真是狡猾 我们也没空等他计较 再次冲了进去 赵无言垫底 不过我们进来后 赵无言并没有进来 好像外面又来人了 我有些奇怪 还有谁能进这黄河神宫呢 这时候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不会是苏廷他们吧 在昆仑神山的时候 他们就守在山下捡死鸭 四个人一个比一个阴险 这次估计也一样 不过无所谓了 反正我们先进 如果遇到 只能大干一场了 黄河神宫里面 真的跟宫殿一样 但很多东西都阴森森地 说他像龙宫 不如说更像明殿之类的 只不过他在水里 所以让我们第一时间想起了东海龙宫 毕竟给电视影响了 宫殿里面很多东西都老旧了 摸着没有灰尘 但能摸出血来 也不知道为什么 宫殿之中的柱子 全是刻着朱雀 就连墙壁也是 中间有一个祭坛之类的东西 上面有血腥味 应该是祭品所留下的 上面有一个石雕 也是朱雀 这个宫殿 不会是朱雀一族建造的吧 我好奇地打量着 可农情压根就不知道 有黄河神宫啊 他身为组长 这种事情应该口口相传 他怎么会不知道 那只能证明 这里跟朱雀一族没有关系 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可能 古老的年代 会有族群用朱雀做图腾 或许这个黄河神宫 就是他们建造的 只要那个族群 或者部落有巫师之类的 那时候的巫师邪得很 建一个只有鬼能 进来看见的宫殿 也不是不可能 祭坛没有太多的东西 除了一些石器 就是石雕 还有一些看不懂的寄句 这些玩意 好像都很古老了 不知道是哪个年代的 这里到处都是朱雀 雕的 雕的 纹的 仿佛掉进了朱雀窝一样 建造这个宫殿的人 八成是以朱雀为信仰 宫殿很大 我跟狐仙随便找了 另外一条道走 张三丰和苏魂他们 早就不见了 不知道跑去了哪里 狐仙走了几步 然后扫了一眼前方说道 这可能不是什么宫殿 是木 木 我有些诧异 这么大一个宫殿 怎么会是木 不过这里阴森森的 而且分叉的道跟木道有点像 周围有很多室 也很像木室 不过很多地方都破旧老化了 不是进不去 就是里面唧唧臭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发出来的臭味 闻着让人有点干呕 可狐仙居然忍着恶心 强行进了这个宫殿 宫殿里面有很多土罐 而且很大很长 有一人多高 臭味就是里面散发出来的 我点起脚王土罐里一看 顿时发现 是一副人鱼的尸骨 上面是人 下面是鱼 是不是每人鱼我不知道 但反正是异类 绝不会是人 这玩意变成尸骨了 也是旁臭 不知道为什么 每个土罐都有这么一具尸骨 你说臭不臭 这些东西 好像是被封印在土罐外面的 外面刻有古老的乌鱼 狐仙能看懂一些 我就完全不认识了 狐仙说 这些都是陪葬品 用现在的话说 他们叫美人鱼 但以前则叫合妖 这些玩意可是会吃人的 而且 古代求语祭祀的就是他们 古人无知 而且 神棍为了骗财 也会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 把活人扔进河里 以祈求老天爷降雨 或者风调雨顺 这些东西都是妖物 哪会降雨 黄河古代死人多 应该不少这种妖物 用这些东西来陪葬 那着实有些大手笔了 因为不好抓 黄河又大 他们也不算太弱 能抓这么多的话 可不容易 不对 陪葬 这里真的是木吗 不然 为什么会有陪葬品 幸亏狐仙能稍微读得懂一些乌文 师父 如果这里真的是木 那木主是谁 我急忙朝狐仙问道 这么大一个木 跟宫殿一样 还千辛万苦 费尽心思建在黄河底下 木主到底什么来头 我也不知道 但可以大胆猜测一下 木主极其有可能是 朱雀 真正的朱雀 胡仙说出了一句 让我非常诧异的话 黄河神宫是一座水底木 而且还是葬着朱雀的木吗 这个木被张道林和叶寒一 用于封印了吗 我总感觉还有什么联系 但一时猜不透 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关键是寻找宝贝 木也好 宫殿也好 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里面东西够好 进来的不止我们两个 就看谁有本事了 虽然我也不知道 这里面有什么 我们又来到了另外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比之前那个小 而且有几具尸体 尸体没有完全腐化 而且看衣服 貌似是现代的人 从衣服上来看 这应该是一个男人 三个女人 他们抱在了一起 四腹躯体的姿势各不相同 甚至看上去 觉得有点变态 以我多年老司机来看 他们应该在做羞羞的事 这四个人都是现代的人 应该不属于这个古老的宫殿 他们到底是怎么闯入黄河神宫的 这让我极其奇怪 现在我们能进来 是因为福街开了 门打开了 还有里面最危险的东西也走了 我们这才能进来 可他们应该是之前就进来的 这是怎么做到的 就算他能进来 那火难如此恐怖 不得直接将其变成灰吗 带着疑惑 我连忙搜着他们的衣服 而狐仙则是双指 放在了这些死尸的天灵盖上 好像能读出死者生前记忆一样 他们和欢修宫 是意外走火入魔死的 狐仙好像还真能读出记忆一样 这男的好像是和欢宗的宗主 名为范剑 睡了人家老婆和小姨子 还有女儿 被追杀逃至此躲起来 没想到天道有轮回 在这里修宫突然走火入魔死了 和欢宗 我的天 这不是我正在找的宗门吗 林儿的盘古批 还等着我开发呢 无奈没有卢顶之法 没想到在这遇到了 盘古的力量 已经跟林儿合二为一了 老子只能将它当卢顶 然后慢慢吸走盘古的力量 可是没有卢顶之法 我也没有办法开PPD啊 听闻和欢宗有这玩意 可我根本找不到这个宗门 有人说 这个宗门古代才有 现代已经销声灭迹 或者灭绝了 有人说这个宗门 就是种马门派 到处采花 早就被正派人士合力绞杀 这样一说 这个宗门确实不是什么好人 虽然老婆家姨子就算了 连人女儿也不放过 真是人渣 败类 畜生 连名字都叫范监 真是人如其名啊 等等 我怎么感觉 我跟他有点像啊 不多会 我已经将四个人的物品 全部摸了出来 但基本没用 就是范监那里有一本书 我二话不说 直接偷偷藏了起来 卢顶之法 终于得到了 林儿妹妹 等我回去 不过我会不会跟范监一样 练到走火入魔呀 应该不会 我分析过了 这家伙主要走火入魔的原因 应该有两个 一个是这王八蛋 直接跟三个女的恋 以一敌三 然后分神 走火入魔 倒也有可能 另外一个有可能 就是有火男在这里 因为范监来的时候 火男还没走 火男的火太厉害 也有可能让范监 浴火爆声 最后导致走火入魔 师傅 他怎么进来的啊 又是怎么躲过那个火男的 我连忙问狐仙的话 分散他注意力 免得他知道我拿了那本书 狐仙摇了摇头 读不出来 只能读出他 临死前后的记忆 这家伙应该进来不短的时间了 那再往前的记忆 我读不出来 能不接伏进来 又可以避开火男 这个范监有点东西啊 不愧是何欢宗的宗主 只是可惜了 居然死于这种情况 所以大家不要贪图快乐 以一敌三 容易死啊 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人 走 胡仙不想在这里逗留太久 也并没有发现我的小心机 直言离开了 走之前 我连忙偷偷双手合一说道 对不起了范前辈 我一定代替你 睡尽天下女人 发阳光大和欢宗 抱歉抱歉 毕竟不问自取 所以还得跟人说一声 道道歉 这才上道 礼貌又规矩 这时候 范监突然某个部位撬了一下 好像人挥手 说着没关系 去吧 哟 这玩意还挺灵 不愧是能不接服 就可以进来的男人 胡仙出去了 我也跟着屁颠屁颠地走出去 这时候 宫室已经几乎是尽头 当然了 宫室不止那么几间 还有其他的道 只是我们这条道 走到尽头了而已 尽头还有一间公式 而且比其他的要大得多 走进去以后 里面全是黄金和珠宝 数量庞大 价值不菲 但这些东西 要全部带出去 也不容易 比如 黄金就太重了 中间有一条大的柱台 柱台上面放了一个黑色盒子 周围全是红色的皱纹 跟火一样 柱台上有 地上也有 而且闪着恐怖的光芒 好像一团火 随时会燃烧一样 这个黑色的盒子 自然是好东西 但是好东西 不会那么容易 给你拿到 看那些红色的皱纹 就明白了 服 狐仙对我伸手道 我连忙掏出一张黄符 递给了它 就是不知道 它想要干什么 它拿到黄符后 并没有怎么使用 而是折叠成了一只鸟 它吹了一口灵气 鸟立马跟活了一样 然后飞向了高高的柱台 可鸟还没接近 突然扑斥了一声 瞬间成了飞灰 那红色的皱纹 好像火一样 可以将靠近的东西 瞬间融化 师父 以你现在的身体 也扛不住这些皱纹吗 我连忙问道 石尾的力量 应该不会怕这个了吧 金木水土火 我唯独怕火 不然也不会让那三阵 难命理火 困住这么久 这红色的皱纹 是火神祝容的火术 极其厉害 硬抗可能得不偿失 狐仙解释道 火神祝容的火术 谁不吓的 不过我能感应到它的力量 确实很恐怖 那黑色的盒子 铁定有好东西 难道我们不要了吗 我极其惋惜地 看着那个柱台 这黑盒子里面 到底有什么 好想知道 好想要啊 狐仙想了一下 然后双掌一合 唯一的办法就是 我用尽全力 压制这个皱纹 给你搬开一条路 但时间有限 你得快点 狐仙说完后 立马灵气大展 石尾仿佛灵蛇一样飘动 巨大的灵气 汇入了皱纹里面 强行将部分皱纹给拨开了 拿个盒子 能要多长时间 简单 只要能让我进去就行 我连忙跑了进去 然后飞快爬上了 那个柱台 接着马上伸手 去拿黑盒子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道身影 快速冲了进来 然后飞踏而上 伸手就要抢黑盒子 我心里一惊 连忙快速去抢 两只手同时 拽住了黑盒子 然后互不相让 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苏婷这个狗东西 没想到他还真来了 这个老不死的玩意 怎么哪都有他 他是怎么知道的 放手 我们先来的 你特么是畜生吧 我连忙骂道 这种东西 还分线来厚道 你在开玩笑吗 苏婷阴险笑着 死活不松手 我们互不相让 拽着盒子 你阵我强跑出了外面 不然胡仙一收工 我们都得死 那红色的皱纹 会将我们烧成灰的 出来 我就不怕了 我跟胡仙两个人 打他一个还不简单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苏婷开始念咒 没多久 傅长生的尸体就出现了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糟糕 苏婷这个老逼灯 想要顾忌重施 用傅长生的尸体 压制胡仙 这样就剩我 跟他的对决了 这老不死真阴险啊 回回用这种肮脏的手段 就不能跟我苏扬一样 光明磊落 堂堂正正吗 真不配信苏啊 傅长生的尸体 已经喝了孟婆汤 可谓半点残留记忆 都没有了 他出现后 直接袭击胡仙 可事情出乎了我的意料 也出现了苏婷的意料 胡仙直接解锁 食尾形态 化人为狐 爆了 深渊巨口咆哮一声 将灵气凝结一体 如巨大的 圣光一样爆开 将傅长生彻底淹没 哄 恐怖的爆炸震天动地 灵气的力量震撼人心 傅长生始终只是 一具死了的尸体 在十位天狐突然的 权力一击面前 依然没有抗中 他瞬间化为了粉尘 消失得无影无踪 仿佛这世上再无傅长生 虽然被秒了 但这是胡仙的权力一击 几乎用尽了浑身的灵气 昆仑山的灵气一滴 就可以让蛇化龙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这一次 我不会再输了 师父 为了守护你 我必须杀了你 苏天 你今天死定了 那个家伙走进来 简直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除了衣服 从头到脚都分毫不差 就连质都是相同的 双胞胎也做不到这点 不过衣服不同 还是容易分辨的 而且 一个是实实在在的人 一个是鬼 吞佛童子想得极其美 打不过苏阳 还想让夜无牙顶着 自己开溜 跑你爹 跑什么 我现在朱雀剑在手 实力大增 你难道什么都没搜到吗 夜无牙直接破口大骂 拿他当挡剑牌 可想太多了 要么一起跑 要么一起打 吞佛童子这时候 拿出了一张古卷说道 搜到了这个 但上面写了什么字 我一个都看不懂 有个鸟样 那苏婷呢 夜无牙又问道 吞佛童子耸了耸肩 我怎么知道 进来都散了 大家都想拿到东西 占为己有 这样看来 我们只能两个人 先合作了 夜无牙看着我和苏扬 依然眉头紧皱 疑惑不解 你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 谁才是苏扬 我这才想起来 之前苏扬 好像跟他们有点恩怨 我马上通透了 连忙说道 打你们的是他 我如果有这个本事 之前早就叫你杀了 夜无牙 你还不懂吗 所以说 从头到尾 都是你们跟他有恩怨 而不是我 他夺射过我的身体 一段时间 我是原本那个 要跟你们合作的苏扬 夜无牙好像听猛了 有点似懂非懂的样子 苏扬子瞪了我一眼 仿佛在说 小子 推得一干二净 甩锅很快啊 可苏扬根本不在意 以他现在的实力 收拾夜无牙和吞佛童子 绰绰有余 所以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而且他跟夜无牙他们 也确实有点仇 少废话 在京都的仇 我该报了 素扬人狠话不多 手指鬼枪 直接就朝吞佛童子 和夜无牙杀去 鬼枪发出一声鬼银 一道道鬼气奔腾而去 实力极其强大 鬼气如十几座大山一样 压在了吞佛童子 和夜无牙的身上 夜无牙奋起反抗 朱雀剑一斩 火光四射 一道道火焰 将鬼气瞬间斩灭 铿枪一声 通红的剑体 挡住了鬼枪 吞佛童子大喜道 可以啊 这朱雀剑哪来的 这腰牛 少废话 快帮忙 你压的是人吗 夜无牙连忙骂倒 这就来 吞佛童子升天而起 一道道佛掌唤醒而下 全部打向了苏阳 双掌拱天 黑佛降临 范茵缭乱 跟夜无牙开始联手了 可苏阳分毫不惊 鬼力大开 鬼气如潮水一样涌了出来 几条黑龙出现在皮肤上 他的鬼气也形成了八条黑龙 恐怖如斯 还真是他 这黑龙在鬼夜的鬼门见过 吞佛童子想了起来 别管这些了 赢不了这个家伙 我们都得死 这利器 十八层地狱里的利鬼 见他都得磕三个响头 夜无牙的猪阙剑 瞬间被庞大鬼气冲开了 八龙齐鸣 他展之不尽 加上剑咒 也是无法完全消灭 这么庞大的鬼气 鬼气发出一阵寒意 三百六十度横扫一周后 将佛掌全部扫碎 然后以高速的快跑 直接瞬移 到了夜无牙的面前 夜无牙愣了一声 没想到可以这么快 变成鬼后 好像被人更厉害 鬼枪一挑 已经刺伤了夜无牙的左胸 夜无牙反应过来后 连忙朱雀剑一斩 一道剑气带着火焰逼退了苏扬 呵呵 这剑有意思 但你还差点 苏扬面对夜无牙再斩来的百道剑气 直接瞬移鬼步躲开了 一剑都斩不到他 接着人枪合一 化成黑龙 张开倾盆大口 扑向了夜无牙 夜无牙后退几步 但他只有一只手持剑 实力大减 可他还是用尽全力 一剑斩出了华丽的剑气 化成一只朱雀冲向了苏扬 哄 火光四散 朱雀如火山一样 与黑龙相撞 两股力量不停交锋着 但最后 黑龙吞噬了朱雀 苏扬更胜一筹 剑意泯灭 鬼气直冲夜无牙 可恶 如果我有两只手的话 夜无牙不敌 气得咬牙切齿 然后大声喊道 吞佛童子 上 可是转眼间 吞佛童子已经溜之大吉了 跌跌撞撞地往外跑 打你娘啊 当初我跟你 跟鬼夜都赢不了他 现在两个人怎么打 吞佛童子居然怂了 撒腿就跑 卖队友卖得极其干脆 但说的也有道理 唯一不厚道的 就是苏扬追杀的他 现在却成了夜无牙背锅 还卖了夜无牙 也算他们倒霉 苏扬找不到苏魂 居然遇到了他们 苏扬做人的时候 被他们围攻和设计陷害 这个仇怎么可能不报 你个垃圾 居然卖我 夜无牙大惊 但是他已经无法躲避 就算拥有朱雀剑 他也不是苏扬的对手 因为他断了一臂 黑龙钻心 直接透体而出 苏扬直枪站在夜无牙的身后 犹如沙神一样 扑 夜无牙吐出了一口老血 眼神涣散 胸口好像缺了一个大窟窿一样 血流不止 鬼气侵蚀他的内脏 他已经没得救了 在京都 若不是那苏家守牧人保你一命 你们早就死了 让你们多活了一阵 也算捡到了 苏扬说完 夜无牙扑通一声 直接倒在了血泊中 这个家伙本来是想杀我的 没想到给苏扬杀了 我本来是想捡那把朱雀剑的 反正夜无牙也死了 不捡白不捡 可没想到 狐仙却突然小声说道 走 别惹他 剑不要了 狐仙貌似看出了我的心思 我也觉得他说的对 他打坐了一会 现在走路应该没有问题了 我们连忙起身打算离开 这个家伙没跟我和解 会做出什么事情来我也不好说 这也是狐仙的顾虑 而且 狐仙现在耗尽了力量 无法保我 走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跟吞佛童子一样 连忙溜之大吉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有什么东西 从后面撞了我们一下 然后嗖的一声 跑在了我们前头 我定睛一看 差点惊掉了下巴 只见苏婷的无头尸体 直接单脚跳着逃跑了 这吞么的怎么回事 抱头也没死吧 这是人吗 不可能 无头断脚 还可以剑步如飞 也不敢这样写啊 这合理吗 这符合逻辑吗 这是人吗 苏婷的尸体不但跑了 还跑到了吞佛童子的前面 差点把吞佛童子 也吓了一大跳 还以为遇到什么奇葩僵尸了 我跟狐仙面面相去 目瞪口呆 这老闭灯怎么回事 等我们缓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不见了 吞佛童子也一六眼跑没了 跑得比兔子都快 苏扬解锁身上的八条黑龙后 早就可以一串三 叶无牙一个人 自然是惨死 我跟狐仙惊讶之余 也没有过多停留 可是已经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连血迹都没有留下 甚是诡异 看来 当年你爷爷发现这里的时候 苏婷也不是一无所获 苏家的历代家主 就没有一个窝囊的 狐仙眉头紧皱了起来 我们已经无心在找其他宝物 人太多成了大乱斗 而且我已经获得 神语和饭剑的秘籍 收获也不错了 当年我爷爷来到黄河 发现了五副棺材后 刻在了千基散上 虽然他没有跟苏婷说 但苏婷跟他同行 有可能也发现了更大的秘密 而且两个人都是老六 都没有跟对方说 我抢那个黑盒子 是跟狐仙搜索而来 但他不一样 他好像直接就是奔着神语来的 只是狐仙突然杀了 傅长生的尸体 打破了他原本的计划 这个老不死身上 不知道还藏有多少秘密 苏家的家主也绝不简单 离开这里吧 人太杂 到时候就成了大乱斗 容易波及到我们 狐仙明显已经力不从心 而且得到的东西也够了 我点了点头 两人原路返回 打算从大门出去 然后回去黄河 可是不知道谁在这里打斗 原本的宫殿和祭坛已经倒塌 出口都被封住了 到处是残垣断壁 宛入废墟 这里的建造物 好像是古老的材料 我从来没有见过 一时之间 我们居然照不到出口了 近来的几个人打得很激烈 感觉黄河神宫 都要毁在他们的手里了 狐仙施展石尾 不断地清理着面前障碍 不是我不动手 是这里的掉落物太大了 前面也是 一条柱子窝两只手都抱不过来 弧线的尾巴大 能够方便清理 这时候 突然一阵哈哈笑响起 张三丰从头顶掠过 他落脚废墟之上 虽然戴着面具 但却能感觉得到他的喜悦 这时候他右手一斩 一道宛如神火的亮光 在他掌心跳远 真正的难命离火 到手了 哈哈 我的恋天大忌 指日可待 踏碎天道 我就是神 不老不死不灭的神 张三丰异常兴奋 自言自语地狂笑着 甚至都没有注意到 我跟狐仙 狐仙见到张三丰掌心的火 突然用手半遮住了脸 有点害怕的感觉 然后往后退了几步 躲在了我的身后 这火怎么厉害吗 全让天狐的害怕 难道是神火 南明离火本来就是神火 只是跟朱雀一组绑定后 感觉就没有那么神了 可张三丰掌心里的南明离火 好像是火种 而且是真正的神火火种 黄河神功 还有这种东西 这样一对比 我好像搜到的宝物也不咋低啊 这老不死的玩意 我花尽心思 就是不想让他得到南明离火 没想到 还是让他得到了 张三丰掌心的火焰一盏 立刻爆出烈焰 可怕的烈焰 瞬间废墟全部化成灰 力量极度可怕 感觉比那个火男还要厉害 张三丰从一开始 就是想来黄河神功 拿这个火种的 这个才是真正的南明离火 朱雀一族的那个 只是被诅咒的 一代传一代 根本不纯 他们也不是朱雀 而且 张三丰让我来黄河 也不是为了找朱雀一族 他是骗我来接服的 只是没想到我接不下来 一切都是谎言 一切都是算计 我在算计他 他也根本不相信我 同时在算计我 废墟化成灰烬以后 大门直接露了出来 我们可以看见路了 张三丰根本不想再理会我们 他目的已经达到了 跟任何人继续纠 都是浪费时间 他的野心非常大 炼天长生 踏破天道 我们在他眼里 可能就是蝼蚁 等我们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他连弄死我们的兴趣都没有 跟他的野心比 我们算不了什么 他火种一收 兴高采烈的踏步如飞 仿佛会轻弓一样 直接朝着门外奔去 我跟狐仙也连忙出去 张三丰消失得很快 化成泡沫般不见了 现在黄河神宫 整个都在颤抖 不知道里面的人 打得多激烈 仿佛随时会崩塌和毁灭一样 幸亏我们出来得早 周围的结界 好像也受到了波动 不知道会不会破碎 这个地方是跟外面隔绝的 活人根本看不见 只有死人能来 我们都是通过赵无言过来的 不然我也看不见 如果这里的结界一破 估计黄河神宫也会瞬间毁灭 建造黄河神宫的人 不会让他出现在世人眼里 一切都早已经设定好 有人在破坏结界 快走 一旦结界坏了 这里面估计所有东西 都会变成粉末 狐仙说道 听到狐仙说得这么严重 我也有点害怕 连忙跟着狐仙出去 近来困难出去容易 狐仙略微施法 就带着我冲出去了 离开这里 出去就是黄河之水 我立刻拿出狐足宝珠 以做避水之用 虽然水性很好 但毕竟这里是黄河 水流很急 我本来打算离开 但是眼睛一瞥 却瞥到了水里另有东西 稍微游近一看 这时候才发现 是一个人身蛇尾的女人 隐约中我仿佛见到 这个女人的脸 这不是黑桃吗 只见她在不停地施法 女娲后人根本不怕水 而且不停地吟唱 一道道法力 犹如波纹一样 在荡漾着 她在水里 跟在岸上差不多 这时候我才明白 黄河神宫的结界 为什么在渐渐毁灭 那个破坏她的人 正是黑桃 我也马上明白 她这样做的目的 原因只有一个 她想杀苏婷 之前胡仙已经说了 结界如果毁灭的话 黄河神宫 可能也会跟着毁灭 因为建造黄河神宫的人 早就设计好一切了 结界一破黄河神宫 就可以被外界见到 这是不被允许的 所以不如毁灭 苏婷就在里面 当然她不知道 我们已经杀了苏婷 她在外面毁灭结界的话 那里面的人都得死 包括苏婷 现在黑桃的力量 增强了不少 她吃了那一具 女娲后人的尸身后 感觉实力提升了一大截 她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今天杀苏婷吗 坑胡仙 让胡仙被困 引我来救 然后就是紧接而来的苏婷 她知道黄河神宫的存在 也知道苏婷迟早会来 她甚至知道 怎么毁灭黄河神宫的结界 她吃了祖先的尸身 增强实力 就为了等今天报仇的一刻吗 等等 她怎么知道 只要我来了 苏婷就一定会出现 仔细想想 我好像到的地方 苏婷也大部分都会出现 难道 就在这个时候 轰的一声 一阵闷响打断了我的思考 黑桃在慢慢成功 她的力量 居然真的破坏了一点结界 只要继续运行 说不定她一人之力 就可以毁灭黄河神宫的结界 可这时候 胡仙却突然拉着我往上游 她说道 别管 别人的恩怨让他们自己解决 没有好处 咱们不掺和 胡仙说的好像有道理 但是我好像错过黑桃了 她也在设计 但只是为了杀苏婷 为妹妹白灵报仇 或许她觉得 自己回去指证苏婷也没有用 而且 还会继续惹来杀身之祸 苏婷能杀白灵 也能杀她 杀一个是杀 杀两个也是杀 她更加不敢回去 和两个姐妹联系 她怕害了子福和亲了 苏婷确实可怕 狡猾狠毒 杀人不眨眼 为了利益 一切都可以抹杀 万一黑桃失败 他们三个都要死 所以 她一直不回去 就躲在黄河这里 谋划复仇大计 就是现在唯一的问题 苏婷到底死没死 这家伙 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且 胡仙和吞佛童子 都看不透她耍的什么手段 苏家当年叱咤风云的两大能人 一个苏圣 人称半仙 一个苏婷 当了苏家家主 号称暴君 这两人无论是谁 都绝不是善茬 因为他们那个时代 高手太多了 但两人合作 却杀出了一片天 硬生生将苏家 推上了阴阳两界的顶流 胡仙也得对我爷爷毕恭毕敬 拿了人皮三跪九扣 苏婷不会落后我爷爷太多 在胡仙的拉扯下 我们已经渐渐到达水面 快要破水而出了 出了黄河水面 我们就可以游上岸 暂时远离这是非之地 管你下面洪水滔天 谁杀谁就让他们杀去吧 反正不关我的事 咕噜一声 我跟胡仙终于破水而出 我心里一个痛快 终于特么地游上来了 天还是黑天 我们下水的时候就是 没想到还没天亮 而且阴风阵阵 吹在脑门上 好像要把头给割下来一样 周围的水声跟消失了一样 非常宁静 黄河的水很急 一般都能听到水声 师父 怎么突然这么邪门 我想拉着胡仙的手跳上岸 可没有听到胡仙的回答 而且我感觉越来越不对劲 拉着的手好像有点 师父 我又叫了一声 叫的时候 我顺便歪头看过去 可他那边也把脸凑了过来 但却是一张极度腐烂和猙獰的鬼脸 差点就把我吓软了 卧槽 我明明牵的师父 怎么是女鬼 而且这女鬼鬼气还不小 这等怨气和鬼力 起码是鬼王级别的 黄河的水鬼 有鬼王级别的 一般来说 水鬼不能上岸 他要害人只能靠运气 有人下水他才能害 或者靠近岸边的时候 他迷惑人的心智 勾魂夺破 将其饮下水吃了 所以水鬼要修成鬼王很难 当然了 水鬼如果修成鬼王级别 那他就可以上岸了 黄河虽然大 而且邪门 但想要这里的水鬼修成鬼王 也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甚至希望到渺茫 可以直接说不可能 没听说过 有水鬼变成鬼王的 可我眼前的这只女水鬼 就是鬼王级别的 美女 你哪位啊 我师父呢 我看着她 一脸的便秘样 这太特么丑了 能不能学聊战那些害人女鬼 杀人变成漂亮的美女 比如迪丽热巴这种 高圆圆也行啊 套你孩子 想吃我还这副鬼样 多少有点不尊重我 西西 你师父 在我肚子里呢 女鬼诡异地笑着 还拍了拍有个窟窿的肚皮 身体被泡得发白 浑身的皮肤都是腐烂的 一个字 恶心 你拉倒吧 还你肚子 你肚子里装的是你妈批吧 你有这本事吗 我骂了一句 女鬼一下子就被激怒了 但她并没有直接攻击我 而是突然发动鬼术 无数的水聚合 然后形成一个水牢 将我牢牢困在了这里面 这里面好像是她的鬼域 所有水都随她使唤 听她调动 这里也不是黄河的水面 刚才游到半路的时候 就中了这个女水鬼的招 不过这点鬼术可挡不住我了 就算是鬼王也不好使 昆仑静在手 天下我有 此时我连忙拿出昆仑静 可是让我费解的是 昆仑静居然不起作用了 一点反应都没有 怎么回事 既然昆仑静没用的话 那我只能用自己的树破了 我只是不用动手的时候 都不动手 能偷懒就偷懒 可这回好像有点不一样了 女水鬼却我呵呵笑道 没用的 在我的水域结界里 法器没用 咒法也会失灵 皇服也不行 除非你有水里用的东西 不然全都作废 我皱起了眉头 不会这么邪门吧 水鬼中的鬼王 在水里就是厉害 一下子限制了我的所有实力 一句话总结完 好像他在水里 我永远都打不过他 这也正常 水鬼在水里本来就厉害 更别提鬼王级别的水鬼了 你就死在这里吧 好好安息 别带有怨气哦 不然你也会成为水鬼 嘿嘿 女水鬼笑了起来 笑声极其阴森 哼 是吗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出来吧 鬼夜 我看向了四周 这个家伙还有三个鬼王 这个应该就是他 其中三个鬼王之一 是他来寻仇了 有意思 就等着你来 惊艳宝宝 在我大喊鬼夜名字的时候 这次总算是出来了 他在鬼王的加持下 居然能飘在水面上 犹如神仙一般 这里是他养的水鬼王的境遇 他自然也可以为所欲为 苏杨 我等你很久了 幸亏你给我留了一只水鬼王 不然你有昆仑镜 我还真拿你没有什么办法 你赢我 阴夜无牙 现在终于被我赢回来了吧 天道好轮回苍天 饶过谁啊 哈哈 鬼夜大笑了起来 他旁边还站着两只鬼王 一共留给他三只 之前去八大财团那紫袍老道 居然放他走了 没杀他 那三个老头 其实还算挺心善的 他走了以后就躲起来 我也找不到 这回可是跟着苏婷来杀我 只是没想到 他会在水里赢我 还真给他阴到了 不过也正常 我赢的人也不少了 且 那也未必 你要能杀我 现在要报仇的 应该就是我了吧 我冷笑了一下 根本不像一个强弩之末的人 鬼夜见我不害怕的样子 好像有点失落 连忙想用语言侮辱我 以达到他发泄仇恨的目的 苏杨 你别装了 在这里你什么都用不了 法术也失灵 你拿什么跟我斗 你要是跪下来舔我的脚趾头 再把那些鬼还给我 说不定我能饶你一命 嘴硬的话 嘴硬 你想多了 我嘴角上扬 然后慢慢拿出了一个黑葫芦 然后慢慢打开 鬼夜 像这样的鬼王 老子有十个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这些兔崽子们 也该出来帮帮他的老父亲了 虽然还没完全成熟 但数量直接碾压了 而且放他们出来 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用鬼夜这三只鬼王喂他们 所以我才称鬼夜为惊艳宝宝 吼 十声鬼吼奔腾而出 恐怖的鬼影惊天动地 十只鬼王争前恐后地出来 鬼气犹如十座大山 我虽然没有完全驯化他们 但他们的母亲小倩还在 可以轻松指挥他们 十只鬼王是我的最后底牌 这次黄河之旅 就算没有狐仙 我也绝对可以全身而退 我既然来了 我苏杨就是有把握 可是我绝对不会让人知道 我有十只鬼王 鬼夜知道了 但他也要死了 十 十 十只鬼王 鬼夜惊恐地看着他们 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 下巴惊得快要掉地上了 不可能 你根本不是羊鬼师 就算是羊鬼的天赋 无人能比得上我 鬼王的数量会比我更多吗 怎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 不可能的 鬼夜好像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随即咆哮了起来 跟个疯子一样 一个是十个鬼王 给他的压力太大了 第二个是自尊心受到了打击 我连这个都赢了他 而且我还不是羊鬼师 哼哼 接受现实吧 我就是比你强 包括羊鬼 我当然羊鬼不比他厉害 我只是杀人诛心罢了 你的三只鬼王 我就收下荡营养品了 感谢老铁送来的三只鬼王 谢谢 孩子们 开动吧 我正比高呼 此时十只鬼王 犹如恶虎扑石一样 什么鬼欲无敌 什么水鬼王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一切都是花里胡哨 十只鬼王数量碾压 他三只鬼王 根本抵挡不了多久 最后一只一只的 被慢慢蚕食掉 随着一生生的哀嚎和惨叫 鬼夜一只鬼王都没有了 水鬼王一死 我的水牢顿时破碎 我自由了 没有什么东西 再能困住我 鬼夜脸色惨白 宛如一只丧家之犬 没有鬼王的他 什么都不是 单条扳手腕 估计都不是我的对手 他拼命潜逃 但在十只鬼王的围攻下 他怎么可能逃脱得了 他被一只巨大的鬼王 抓住了右腿 然后慢慢提了起来 羊鬼师的唯一通病 就是自身实力太弱了 鬼祖叶玲珑 算是我见过本体最厉害的羊鬼师了 就是蓄里有点久 我都快超视他了 他的咒法都没完成 有点搞笑 不过完成以后有点厉害 那只鬼王差不多三米高 巨大的手掌 抓住鬼夜一条腿 简直轻而易举 恐怖的鬼气压制着他 让他喘不过气来 而且是十只鬼王的鬼气 苏羊 你个畜生 你个垃圾 你个狗孙子 啊 放开我 鬼夜不停挣扎 但是那只鬼王饿极了 刚才分食的鬼王 居然都没有喂饱他们 不知道还要吃多少东西 他张开血盆大口 然后狠狠朝着鬼夜咬去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另外一只鬼王来争食 两只巨大的手指 直接拧断了鬼夜的脑袋 然后放入嘴里咀嚼着 那场面极度恶心 血溅出来后 其他的鬼王 一下子就跟发了疯一样 拼命去舔那些血 而且互不相让 另外一只鬼 突然撕掉了鬼夜的大腿 然后一口吞掉 血再次溅出来 接着不停地撕裂鬼夜身体 不停分食着 场面极度残忍 京都的四大高手之一 隐恨西北 死得极惨 连尸骨都没有留下 甚至都没有人知道 他怎么死的 去了哪里 宛如人间蒸发 夜无牙和鬼夜相继陨落 四大高手只剩两个了 他们是做死的 夜无牙找我报仇 被苏阳活活打死了 如果他一直待在夜家 以夜含义的实力 苏阳一辈子杀不了他 鬼夜也是 想杀我被反杀了 尸骨无存 砰的一声 我钻出了黄河水面 这时候 胡仙已经在上面等候我多时 你怎么回事 为什么突然不见了 我上岸才发现 你人没了 胡仙连忙问道 那女水鬼王有点东西 满天过海 将我拉入了鬼域中 甚至连胡仙都没有察觉 在水里 他确实实力倍增 我摇了摇头说 没事 因为已经赢了 没必要跟胡仙说 就当去给孩子们找了点吃的 终于上来了 黄河此时不停有漩涡出现 好像下面出现了很恐怖的事情 河水在倒流 而且有黑光出现 情况极其诡异 黑桃难道真的毁灭了结界吗 我上了岸后 第一句话就是这个 苏杨 苏魂 吞佛童子 赵无言都还在里面 还有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的苏婷 如果结界毁灭 他们跟黄河神宫 一起彻底化为粉尘消失于世吗 黄河的剧烈波动 已经跟我们没有关系了 不管是黑桃成功与否 我们已经离开 只能祝愿他们 相比这个 我更加想知道苏婷有没有死 可是一时之间 我得不到答案 我跟狐仙回了民宿 她继续打坐恢复法力 而我则研究起了 神语和范剑的那本书 将女人当作卢顶的书籍 没什么好说的 跟春宫图一样 不方便透露 我要自己偷偷学 不能外传 至于这个神语 则真的有点神奇 这种羽毛我从来没有见过 虽然不硬 但是韧性却非常高 怎么都折不断 而且很难破坏 我拿刀砍了几下 都没有毁坏 而且 它表面好像有一种力量 十分有光泽 千击伞中 也只是用了几个而已 但千击伞的硬度 已经非常夸张了 基本上能抵挡很多东西的攻击 但我现在有这么多 我该用来干什么呢 做一件盔甲吗 如果真是这样 那这件盔甲 应该非常牛皮 比苏婷身上的那件都要牛 可惜啊 鲁班后人被杀了 但没关系 以八大财团的本事 应该不缺人 我还看了一下 自己的那十只鬼王 他们吃饱喝足后 居然是黑葫芦里面睡了起来 小千在尽力照顾他们 应该很快就能出山暴杀人了 这个数量的鬼王 只要我能控制他们 那真是一件极其恐怖的武器 而且分食了鬼业的三只鬼王以后 我感觉他们又强大了一点 扫屏京都不敢说 但至少能站在京都之巅了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有人来敲我的门了 我忙问了一句道 谁 我 十三 十三个 他不是跟农情在一起吗 怎么会来找我 不管是舞蹈也好 农情也好 都对我怀有敌意 所以 十三应该不可能会来找我才对 什么事 我忙问的 组长和舞蹈叔出事了 求求你帮帮我们 这里我不认识别的人了 十三个的声音非常焦急 而且不停地在催促我 我给了一个眼神给狐仙 他立刻跟隐身一样消失了 狐仙始终不喜欢出现在别人的视野中 我打开了门 这才看到十三个一副落魄的样子 他浑身都是伤 而且好像被火烧过一样 衣服和皮肤都有被烧焦的痕迹 这是怎么了 你自己不就是用火的吗 玩火把自己给烧了吗 我皱眉看着他 一脸都不解 所以说 妈妈从小就告诉我们 不要轻易玩火 不是 刚才来了一个浑身冒火的男人 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 组长和舞蹈叔快被他给打死了 十三哥说到这个时候 我心里立马咯噔了一声 是那个火男 没想到他上来的第一件事 居然是去找农情和舞蹈叔 走 去看看 我急忙和十三个前往他们住的地方 那火男到底要干什么 他跟朱雀一族有什么关系吗 来到十三哥住的民宿后 我发现地上有着一堆又一堆的灰烬 是店里的老板和服务员 他们都遭了毒手 那个火男碰谁谁就变成灰 极其恐怖 十三哥解释道 那个火男确实厉害 比朱雀一族不知道强多少倍 估计舞蹈大叔也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我们连忙来到十三哥的房间 这时候屋内已经很多东西被烧成灰了 不过玩火的那个家伙 把火控制得非常精致 并不是一下子将所有东西都烧光 和火灾不一样 我们进来的时候 农情已经趴在地上不动了 烧得比十三哥还惨 衣服都差不多没了 头发也浇了一大截 估计他们朱雀一族 怎么都没有想到 居然会被火烧成这个鸟样子 舞蹈大叔半跪在地上 浑身是伤 血流不止 还有他的妹妹 也就是那一具女尸 已经被烧得只剩下一半了 就是右边这一半 幸亏是尸 不然早死了 是尸的话 无所谓什么生或许死 那火男宛如天神一样 高高在上地俯视着舞蹈大叔 他身上的熊熊烈火 让人感到畏惧 那种炙热感 甚至可以让你窒息 怪不得忧权说过 只是去感应他 都会被烧成灰 舞蹈大叔看见十三回来 不但不高兴 反而大怒道 你个蠢货 不是让你走吗 你回来送死干什么 我不会走的 我要与你们共存亡 我找了个人来帮你们 十三说道 愚蠢至极 没有人能赢他 快走 舞蹈叔说完后 立马双手一掐 眼前出现一道五星火震 几道火光化成鸟形 直接朝着火男冲去 火男咧嘴轻笑 哼哼 雕虫小技 在我面前玩什么火 只见他轻轻伸手 啪的一声 所有的火都被他给吸收了 火震中 他遏制住了舞蹈大叔的喉咙 宛如杀一只鸡一样简单 不是你们 我会被封印 朱雀一族都该死 火男的火气 随着怨气生长 舞蹈大叔完全不是对手 甚至是碾压的 让他头都抬不起来 十三个连忙出手相救 但他连近火男三步都做不到 直接就被火气弹飞了出去 烧得直接在地上打滚 也幸亏他是朱雀一族 拥有朱雀的半生之火 如果是普通人 估计直接成灰了 你太垃圾了 还不配死在我的手上 甚至连让我看一眼都不配 火男将十三当作蝼蚁 根本不屑一顾 杀他都感觉弄脏自己的手 而十三连碰他一下 都做不到 吐出一口血后 十三连忙将最后一丝希望 寄托在我的身上 苏杨 救人 我一脸猛逼 啊 我没说来救人啊 我是来看热闹的 十三 无道大叔 我是没说过呀 我帮你们干什么 你们不是之前还赶我走 说不拖不欠 老死不相往来了吗 我摊了摊手 一脸都无所谓 他们死现在跟我也没有关系了吧 张三丰已经不需要南鸣离火了 我也不需要 朱雀一族失去了利用价值 而他们之前赶我走的行为 也要付出代价 你救我们 我把族长嫁给你 反正也比这样死了好 十三四心裂肺的呐喊道 我不想死 我们都不想死 这 你是不是有点擅作主张了 但你要这样说的话 我就来精神了 作为一个后宫主角 不收那回托粉的 救人之前先摇人 单打独斗 不是我苏杨的性格 要玩就玩群殴 呵呵 你要救他们 我记得你小子 福没给我接掉 还敢来找事 火南冷眼扫了我一下 敌意立刻转移了 这家伙还挺记仇 不过无所谓 反正我也不是跟他一路人 快走 你绝不是他的对手 苏胜于我有恩 我不能害死他的孙子 无道大叔咬牙挣扎 一道道南明里火不停喷发 可是他却无法伤到火南 只是被狠狠头朝地上砸了下去 轰的一声 顿时脑壳暴血 火炎似箭 两种火相争 但却被碾压 无道吐血 无力趴在地上 宛如一条死狗 无道大叔并不弱 之前跟苏魂交过手 直接断了苏魂一臂 可没想到 在这个火南的面前 却毫无招架之力 不知道是被克制了 还是实力相差太多 火南踩住了无道的头说道 你管我是谁 来 我看看 你有几斤几两 能在我的手上抢走人 这个家伙好厉害 我一个人对付他 估计够呛 但今天命 他们应该很快赶到 那就只能我先小试牛刀了 不知道昆仑静 能不能反制他 如果实在不行 那我只能叫出 我的十个鬼孩子了 我拔出妖刀 一刀斩向了他 妖光发出一声嘶吼 直冲他胸口 火南双掌生火 直接夹住了我的刀 火炎四射 仿佛要将我的刀融化了一样 连刀柄都发烫 这家伙到底什么来头 简直就是一个火人 朱雀一族虽然能发火 但跟正常人 其实没有多少差别 可这个男人 好像他就是火一样 而不是人 就这么 哼 火南冷哼一声 一道火炎如暴龙一样冲了出来 急急地恐怖 我直接丢刀逃跑 不然我自己也要化成灰 刀斌已经生火了 烫得根本抓不住 我连忙躲了过去 然后往后退 这时候 一半的民宿 直接化为了灰烬 风呼呼地往里吹 空洞的一半民宿 孤零零屹立在此 还有一股股恶臭的焦味 极其难闻 哐当一声 腰刀掉了地上 但是只剩一半刀踢了 我眼角抽出了一下 腰刀居然都能瞬间焚毁 如果刚才那一下 我没有躲开 我连尸体都没有了 只剩下一堆灰烬吧 跟这个民宿的老板 和服务员一样 跑得倒挺快的 刀也不错 在我的火下 万物皆可焚 但居然只能烧它一半 可见刀魂很坚毅 火男说完后 再次对我举起了手 掌心仿佛生出了一条火蛇 极其可怕 刚才只是试探 这一下 你又要如何 继续躲吗 话音一落 恐怖的火炎再次袭来 比刚才还要旺盛 我连忙拿出了昆仑镜 一道圣光 直接和火炎相撞在了一起 发出巨大的爆炸声 民宿立刻化为了灰烬 我和火男都静跳了出去 灰烬将十三他们三个 埋在了地下 舞蹈和农琴 好像都没有行动力了 一个晕了过去 一个浑身重伤 站都站不起来 只有十三跌跌撞撞 从灰烬中爬出 昆仑镜 你这个年纪 居然有这种好东西 你如果能接掉那张符 那就说得过去 但你分明不行 火男皱起了眉头 我也一样皱起了眉头 因为我被烫的手都起泡了 昆仑镜现在烫得无法形容 虽然将他的火反弹了回去 但是昆仑镜发烫得很严重 如果再来一次 我怕我就拿不稳这玩意了 那帮大聪明 怎么还不来 老子快扛不住了 可说曹操曹操就到 片刻间 从四处来了十几人 然后将火男团团给围住了 而他们并不知道 火男有多么恐怖 当然了 我让他们来 也没指望他们能赢火男 只要能拖延 让我们跑就行 这什么玩意 火妖吗 还是火鬼 惊天命打量找火男 火妖我不知道是什么玩意 但火鬼就是被烧死的人 成怨鬼 被烧死非常痛苦 怨气很大 极其容易成为厉鬼 也称厉鬼 给我宰了他 我一边下命令 一边给不二打手势 这个老中医也很机灵 急忙配合十三 扶起农琴和无道大叔 悄悄离开 火男并不在乎 因为他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一起上吧 别浪费我的时间 火男扫了他们一眼 只是暴凶冷笑 一副悠哉悠哉的样子 跟打幼儿园一样的态度 这玩意太嚣张了 揍他 人多力量大 唐玲根本不怕 甚至首当其冲 一道道暴雨梨花针 朝着火男扑去 恐怖的针数犹如下雨 可火男朝着他一声咆哮 一阵炙热的风直面而去 所有的针全部消失 变成了灰烬 唐玲转眼之间 一个大活人瞬间没了 只在地上留下了一堆灰烬 这一下的威力 大家都慌了 轻地咕噜一声 吞咽了一下口水紧张说道 这 这什么玩意 为何这般恐怖 十几个人 刚才还一副壮志凌云的样子 但此时此刻 却是慢慢退去 火男见到这个状况 更是冷哼一声 以为你们垃圾 没想到胆子也小 那我送你们一起上西天吧 我本来想跑的 但这帮家伙 居然比我更老六 比我更想跑 我想法刚刚上脑 他们人就开始没了 跑得比兔子都还 卧槽 你们这帮混蛋 卖我居然比我卖你们快 可是 想在火男的手上潜逃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无数道龙岩喷天而起 然后朝着各方落下 好像火山爆发一样 我连忙将冷却的昆仑镜举起 瞬间把火弹了出去 躲过了一劫 可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大部分都化为了灰烬 火男的火 不是什么邪法 也不是什么幽冥鬼火 它是真真实实的火焰 咒法很难抵挡 法器又挡不住 腰刀都被烧一半了 他们的法器 能有我好吗 今天命连忙控制汉拔 三只汉拔挡在了他的上面 但汉拔居然 也扛不住这火 三只汉拔瞬间成灰了 飘落地面 今天命的汉拔铜皮铁骨 砍了头都还能复活 很多法器伤他不尽 是死士的最高等级 没想到在火男手下瞬秒 直接成灰 我终于知道 张道林和叶寒一 为什么要封印他了 这种玩意存于世上 就是一种恐怖的威胁 而我也终于知道 为什么只能封印他了 这东西太厉害了 我估计张道林和叶寒一 连手也杀不死他 汉拔虽然死了 但保住了今天命的小命 他吓得满头大汗 也有可能是热成这样的 不过看着满地的灰烬 他估计也确实吓得够呛 我想卖他们 他们也想卖我 现在大家一锅熟 最后还得想想 怎么逃命 清帝判官比一横 连忙念咒 名下九渊 护我神体 鬼使遇难 八方来住 咒如神雷 阴风不断 地下冒青烟 源源不断地厉鬼出来 挡在了清帝上面 火焰将他们烧个殆尽 一个不胜 与火依然降下 幸亏还有判官比护体 不然清帝小命难保 呼的一声 火焰烧掉了 他手上的皮和衣服 血滋啦滋啦地往外冒 周围只剩下我们三个了 其他人全死 化为了灰烬 风一吹 已经全部不在 恐怖如斯 这群伤 这火焰 这恐怖的力量 是我把它想得太简单了吗 这些人都可以成为 我利益的交换体 我对他们是没有任何感情的 控制他们也是 为了更好的利用 但他们成为了炮灰 我并没有成功脱困 说得明白一点 就是他们全部白死了 清帝第N次受伤以后 还跟小强一样 跌跌撞撞地爬了起来 他继续想逃跑 这家伙新伤加旧伤 好像就没有好过 可今天命却吐了一口吐沫说道 别跑了 跑不过他 要么他死 要么我们死 这一声呐喊 惊住了清帝 他停下了脚步 因为他也知道 今天命说得有道理 跑 永远跑不过他 火会烧得你一干二净 只能跟他拼命了 可清帝随即又反应了过来 你在逗我吗 谁打得过他 打不过就死 没什么好说的 跑是百分百死 今天命突然看得很透 清帝沉默了 今天命说得没错 事实就是这样 呵呵 打也是百分百死 明白吗 火男回应了今天命的话 双手高举 恐怖的火炎由此诞生 一道道火光如流星一样坠落 比刚才的更加凶猛 今天命连忙咬破手指头 然后在脸上画了一道符 从额头游下 一笔勾勒 非常迅速 接着双掌一合 大喝一声 狮微万里 狮祖助我 几秒不到 今天命突然长出了狮毛 还有长牙 整个人都猙獰了起来 仿佛从人变成了狮 身体的衣服全部撑破 青筋爆起 眼睛心红 狮化了吗 但是狮化也没用啊 那火能融化汗拔 变成半人半事的今天命 又能如何 可是今天命 却出乎了我的意料 它居然跳天而起 狮吼震天动地 一拳轰散了这道猛火 落地时 地面完全阵裂 湿气如百刀黑蛇 探头咆哮 游行吞噬 不 不是简单的诗话 它这是 火男眼睛一眯 脸上逐渐有了表情 四大师祖之一的汉拔吗 你是什么人 居然还能请汉拔上身 四大师祖 银沟 后卿 汉拔 江辰 这里的汉拔是真正汉拔 可今天命 好像已经不会说话一样 回应火男的 只是一声狮吼 极其强大的狮吼 哼 果然打工不尽全力 这家伙还留了一手保命 当初能在水下不死 也是靠着这招吗 在没有带汉拔下水的情况下 还能活着回来 我就知道 这家伙不简单 肯定藏头鹿尾了 不过这种请什么东西上身的法术 不会坚持得了太久 是有时间限制的 亲弟这边也有新活 只见这家伙为了活命 也不得不拿出最后的看家本领 他居然拔掉了判官笔所有的毛 然后塞进嘴巴里吞掉 流星一样坠落的恐怖火焰 他比今天命要慌张得多 而且他一副没有把握的样子 好像这个树他第一次用 如果失败了 他会死在这里 他怎么可能不害怕 吞掉判官笔以后 他双指一束 另外一只手拿着笔杆 在空中不断地画着符 每一道符都跟萤火一样闪烁着 他口中念念有词道 弟子有难 判官相助 鬼使欲险 鬼神相助 阴阳两道 通关救人 判官 救我 咒语险灵 一道黑白光 犹如剪刀一样 剪开了一道缝 缝中有一个巨大的人影 显现在清帝的头上 判官英灵 鬼使吗 火男又看向了清帝 眉头皱得更紧了 没想到清帝也有保命技能 轰的一声 清帝头上的巨人影 瞬间将火斩灭 但用的不是剑 也是跟清帝一样 用的判官比 惊天命和清帝都脱险了 此时的我火也到了头上 我顾忌虫师 昆仑山反出光芒 将火炎反制了回去 但无法对火男造成伤害 他甚至把这个火给吃了 昆仑静没废 我的手快废了 哐当一声 昆仑静掉在了地上 烫得我手不知道 脱了几层皮 一手的血和水泡 这个火炎太恐怖了 厉害厉害 火男拍起了手掌 称赞起我们来 但是表情却有了更大的杀气 他整个人都燃烧了起来 估计除了去看博人传 不然没人能灭了他的火 既然如此 我也要认真了 无论你们有何神通 最终都会被我焚成灰烬 火男一语落下 恐怖的火炎 如波浪般荡漾开来 无穷无尽的大火 仿佛要将大地都吞噬一样 周围的民宿 还有各种东西 瞬间成为了灰烬 不行了 看来要释放 十个鬼王语气对抗才行 这昆仑静再这样下去 我怕都要被烧没 惊天命和亲帝都严阵以待 但即使他们这样的神通 也是害怕至极 一次比一次猛 他们也抗不了几个回合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道灵光炸下 直接困住了火焰的蔓延 犹如一只手掌 是狐仙 他灵力恢复了吗 走 头也不要回 狐仙的话响起 有狐仙拖住他 我们应该可以安全逃跑 而狐仙根本没有现身 那火男估计也拿他没有办法 我刚刚想叫 惊天命和亲帝跑 但一抬头 他们已经跑十几米远了 好像长了十二只腿一样 人才啊 你们两个 我连忙也立刻跑 但还是回头对那火男说道 哼 有种来京都找我 我在京都等你 来吧 就算是苏阳来京都 也得喊着师父救我 看着我远走 火男气得牙痒痒的 估计后曹牙都咬碎了 他会来找我的 赶来京都 老子玩死你 你这个被封印了 不知道多少年的老古董 来吧 捡起地上的昆仑镜 和残缺的妖刀 跟着其他两个老六 直接逃离了 此时 天空出现了十条尾巴 一张狐脸 恐怖的妖术澎湃而下 想要将火男镇压 但火男也不是吃素的 火焰滔天 是要挣脱天狐的灵力束缚 不过这样的时间 已经够我们逃脱了 狐仙自始至终都没有现身 只是暗中帮助我们 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他 回到民宿以后 我连忙招呼惊天命他们说道 快走 收拾东西 开车回京都 惊天命看见农晴和十三回来了 也算完成了任务 自然同意地点头说道 快特么走 这黄河邪的一批 鬼官杀人就算了 还能出来一个浑身是火的怪物 我混这行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遇见这么古怪的事情 这算什么奇怪 老子还见过抱头单腿跑的 这回来黄河算是长见识了 可以走 这回好了 还以为朱雀一组两个都给放跑了 没想到又给咱们抓回来了 快走 而且还多了一个买二送一 轻得擦了擦嘴角的血 然后烧伤的手缠上纱布 连药都没来得及伤 我忙问李博二浓情 和舞蹈大叔的伤情怎么样了 有没有大哀 李博二说 男的问题不大 修养可恢复 但这个女的 伤得就有点严重了 也就是舞蹈大叔没事 农情可能有生命危险 可现在没有时间给他救治 简单处理一下伤口后 直接抬上了车 舞蹈大叔和农情都是昏迷着 比较好弄 不然他们醒来之后可能会闹 不可能任我们摆布 更加不可能跟着我们走 朱雀一族是隐居者 不知道在黄河住了多少年 他们是狠牌 外的 十三哥道很听话 他实力弱 而且没有我的帮忙 舞蹈大叔和农情 估计都得挂 来的时候几十人 现在只剩十来个了 刚才的人没全去 留着一些下来 保护天忆了 而这些不去的 也算捡回了一条小命 所有人全部收拾东西 然后紧急上车 直接启动车子 一路飞驰 由于人少了 所以我们就不挤了 我跟天忆一辆车 天忆有点担心的 依靠在我肩膀上说道 我们真的要回京都吗 张三丰会杀了我们的 不如 我们找个地方 隐居吧 反正我们手头有钱 去哪里 都可以过上神仙一般的生活 天忆开始害怕了 他以为张三丰真的要杀他 永生梦破灭以后 他现在只想活着 以他现在手上的财富 确实去哪里都过得滋润 可我是一个有野心的男人 怎么可能跟他去隐居 我又不是被包养的小白脸 就算真的隐居 我也找京都三大美女啊 不说诸葛克 那周宇恩也比他强 他只是一个被我骗的傻瓜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谁作为爱冲锋的男人 谁输得一败涂地 与其被女权嘲笑 不如让女权跪舔 不怕 现在朱雀一族的人在我们手上 等于我们有筹码 他不敢对我们怎么样的 反而可以威胁他 我掐了一下他的下巴 轻易地安慰着他 林莉莉充当着司机 后视镜里见到我跟天忆的关系 有所不同 经验丰富的他 立马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后面都尊称我为苏杨哥哥 叫的那个亲热 不过这种人哪都一大把 根本不稀气 林莉莉的骚一点也不特别 所以对他一点都不感兴趣 而他的魅术 在我这里根本不起作用 我见的美女比他漂亮十几倍的都有 他也只能诱惑一下普通人 天忆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选择相信我 他不知道张三丰早已经得到了 真正的难民离火 朱雀一族根本不是他的菜 我说的这些话都是忽悠他的 车子虽然开得很快 但黄河离京都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开到深夜的时候 也只是走了一半的路程 更糟糕的是 跟来时一样 突然狂风大作 下起了倾盆大雨 而且还打雷 这时候行车是非常危险的 陆华事业不好 一不小心 还有可能被雷劈了 天忆或许做的坏事多 当即就下令找了一个旅馆避雨 雨亭马上走 绝不耽误时间 虽然天忆害怕张三丰 但也不想继续旅途奔波 他伤没好 要回去好好休息 养尊处优的他 根本扛不住伤痛的折腾 你说对吧 亲弟 入住旅馆后 老板给我们安排了房间 我进房 马上猴急地掏出了宝珠 想要联系一下 师父情况怎么样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背后的床上 发出了一阵熟悉的冷声 围尸在这 吓了我一哆嗦 立马回头一看 这才发现 胡仙不知道什么时候 端坐在了床头 跟鬼魅一样 无声无息 师父 你没事就好 担心死我了 我悬着的一颗心 终于放了下来 因为那火男并不简单 尽管分析胡仙应该不会有事 但也怕个万一 没事 那火男虽然厉害 但就是个二愣子 耍他一下 还是没有问题的 胡仙说道 这倒说对了 火男脾气暴躁 又高傲 时成十一个二愣子 遇到棋逢对手的 就他那脑子占不到便宜 除非是杀实力悬殊大的 这倒显得他很牛批了 师父 他会不会追来的 我忙问道 虽然胡仙甩开了他 但保不齐这个孙子 会半路追来 我也没有想到 这时候会下雨 本来是想连夜回京都的 胡仙摇了摇头 随即撅起尾巴 和把白嫩的小脚 放入了被窝里 手撑着头说道 不会 下雨天他不会行动 甚至会躲起来 雨停就不好说了 我点了点头表示明白 水火不相容 火男应该不喜欢下雨天 这时候 胡仙突然瞪着我 依附我还有什么话说 不说赶紧出去的表情 师父 这是我的房间 我挠了挠头说道 哦 是吗 要不 你上来跟威师一起睡 嗯 胡仙眉眼一笑 冰冷的表情化开后 温柔似水 妩媚动人 可我对他甚是了解 这是杀人的表情 打扰了 再见 我宁愿去找天夜 我也不赶上胡仙的床 再不借 我去给灵力理暖被窝也行 小命重要 胡仙把我赶了出来 本来是想去找娘们的 批影有点犯了 可是今天命这一伙人 却围坐了起来 不知道在讨论什么 我怕他们说我坏话 也连忙凑了个热闹 顺便问一下 他们谁会修刀的 老子妖刀 直接给坟的只剩一半了 丢了可惜 不休不得尽 还是自个的法器用着顺手 说什么呢 我拍了一下青帝的菊花眼 吓得他菊花一紧 缩到了一旁 然后鄙视地看着我 青帝本来还算高冷 就是那种 有点桀骜不逊 加势力眼的人 所以我最爱调戏他 我一副自来熟的样子 他也不敢说什么 拍他菊花 只能瞪我一眼 大火箭老板来了 赶紧给我腾出了一个位置 我坐下后 今天命说道 我们正讨论 今天遇到的火男 那晚也不知道是人是鬼 还有他身上的火事 怎么回事 火男身上的火 不是普通火 也算一火的一种 跟南冥离火差不多 但比朱雀一族的南冥离火强 因为朱雀一族的南冥离火 其实算不上真正的朱雀半生火 只是被诅咒了而已 相对来说比较弱 可如果跟张三丰手上的火相比 那就有可比性了 张三丰手上的南冥离火 才是真的 甚至有可能碾压火男 这时候 有一个个头比较小的男人说道 会不会是幽冥鬼火 幽冥鬼火又称明火 是恶鬼的半生之火 苏杨就经常使用鬼火 他的枪也经常有鬼火附在上面 幽冥鬼火是阴间之火 对灵魂和鬼魂都有灼烧的作用 这时候 青帝摇了摇头 不可能 明火我认识 那火男身上的火 根本不可能是明火 倒有点像 像什么啊 你倒是说啊 大伙一着急 都在催青帝 青帝看了一眼外面的倾盆大雨 好像生怕那火男找上门一样 见黑夜无人 这才敲着桌子说道 有点像都天神火 大家听了后 硬实愣了三秒 随即都纷纷发出嘘声 并不同意青帝的看法 说青帝这是吹牛批的 都天神火是祝容的本源之火 这都只是 源于传说 出现的可能性极其低 我们都会火咒 而火咒的咒语 也是有祝容在里面 但貌似跟祝容一点关系没有 他只是被人侍奉成火神 青帝被这么多人喝倒彩 摸了摸鼻子 不再说话了 这时候我说道 不要管是什么火了 反正熟火的 下雨天都不会出现 咱们安心就行 现在大火 帮我一个忙 说到这个时候 我连忙将残缺的妖刀 放到了桌面上 我这刀被那火难烧残了 有没有办法补救 我连忙问道 这时候 大家都纷纷观察着 这残缺的妖刀 之前就见过我这妖刀的威力 所以他们都极其好奇 苏老板 你这刀被烧成这样 恐怕是没救了 今天命喝了口茶 摇了摇头 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 但它是仰湿的 它不行不代表别人不行 可这一次口供 居然出奇的一致 基本每个人都摇着头 说刀损坏太严重了 基本上很难修 已经少了一半的刀身 还不如换一把 确实残缺得很严重 我已经连刀魂都感觉不到了 不知道是不是死了 这是蛇谷打造的妖刀 尸魂是双生魂 已经成长到少女时期了 威力还不错 这么丢了我有点不甘心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长着一张马脸的男人说道 这刀不用修 这个男人 我们都叫他小马哥 他说他祖上三代都是阴商 卖邪门物品的 这种刀他以前见过 而且不下三把 甚至比妖刀更厉害的魔刀 他都见过 妖刀可以自己修复 只要有妖魂存在 就跟人一样 但要会痒 痒 我突然皱紧了眉头 有点意识到 他要说什么了 小马的马脸笑了一下 说所谓的痒 大家应该都知道 妖刀吸血 找一些比较纯的血供养 他自己慢慢地就能好 甚至能修复自己的妖魂 所谓纯的血 就是纯阳 纯阴 少阳 少阴 纯阳纯阴 就是我跟沈洛依这种 少阳少阴 就是少男少女 而且要没有做过那种事的 完毕之身精血 还有一种也可以 那就是婴儿的血 婴儿刚刚诞生于世间 没有受过世俗的玷污 身上的血也很纯 这个办法真的可以吗 我有点怀疑 妖刀都伤成这样了 就吸收一点精血可以恢复 小马哥点了点头 可以 以前我家就有过一把残缺的妖刀 不过没有你这把猫 而且是明朝的 一直残缺到现代 后来我爷爷用精血喂养 很快就恢复了 后面还卖了一个大价钱 我记忆犹新 小马哥这样说我就放心了 如果真的可以 那都不是事 直接让猪老九 给我去地下场买就行 虽然黑市没了 但地下交易还有的 就是没有那么猖狂 而且只做熟人和介绍人的生意 这种血虽然难搞 但只要有钱 那这个世上 就没有什么事办不到的 这时候 轻地叹了一口气 然后拿着自己的笔杆说道 你就好了 这么简单 老子的判官笔 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修好 没有判官笔 我怎么自由行走在阴阳两间 替判官办事 这份工看来得辞了才行 轻地说这个的时候 眼睛一直在看着我 仿佛有我苏阳在八大财团一天 他就没有好日子过 还不如走了 留在这分分钟没命 不就一只笔毛吗 怎么就难搞了 我忙问他呀 怎么修才能好 如果可以的话 我愿意帮忙 毕竟他这笔也算工伤了 我负点责任也正常 轻地说道 要厨子之身的女孩 那里的毛 能听懂吗 判官笔是阴间之物 只能用纯阴的毛 好家伙 我以为是笔毛 没想到真要笔毛 这特么上哪弄去 现在的女孩子 很多读高中的就给了 再往小的 谁好意思动 再再再往小的 压根就没长毛 这判官笔还是扔了 难修 这时候大家都困了 打个哈欠 分别回房休息 外面的雷越来越响 与更是噼里啪啦下个不停 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以后 我也能安心入睡了 我二话不说 偷偷钻入了天意的房间 进入天意的房间后 我才发现 里面的人居然是林莉莉 你老板呢 我连忙朝林莉莉发问 这大半夜的 她身上又有伤 不可能去任何地方的 林莉莉坐在床头 搔手弄姿地看着我 老板就猜到 你今晚会来 但她身上有伤不方便 所以今晚有我服侍你 林莉莉不但搔手弄姿 还使用了魅术 眼睛好像会放电一样 诱惑的黑丝 性感的睡衣 一副 难道这都拿不下你的样子 可我对她并没有多少兴趣 直接将她推了下去 服侍我就站床边 我肾不好 一晚上要上很多次厕所的 谁让你上我床了 你 林莉莉一副想打我的表情 因为自尊心受到了侮辱 一个用魅术的漂亮女人 居然被男人扔下了床 这传出去 能让人笑掉大牙 林莉莉虽然比天忆年轻 但她还不配上我苏杨的床 别说什么关了灯都一样 我从来不关灯 我什么我 得我好好守夜 我要是晚上出了什么事 唯你是问 我骂了她一句 然后直接倒了下去 呼呼大睡了起来 林莉莉有苦难言 只能骂骂咧咧地坐在旁边 跟着老孕妇一样 从来没有在男人那里吃过亏的她 估计今晚第一次在我这吃了亏 能不委屈吗 可睡到半夜的时候 突然有一阵阵风雨 从窗外吹了进来 屋内一阵响动 而且连床都湿了一大片 可我明明记得 睡前已经关窗了 而且不是有林莉莉在吗 这娘们干嘛呢 我连忙起床 这才发现 林莉莉睡得跟猪一样熟 我踢了她几脚都没有反应 睡这么死吗 感觉不是睡 而是晕过去了一样 没有办法 我只能自己去关窗 现在风雨这么大吗 睡前已经关好的窗 居然直接吹开了 又或者是旅馆的设施太老旧 可我刚刚到窗边的时候 突然一张正宁的鬼脸 出现在我面前 苏魂 我有些吃惊 难道黑桃失败了 她没死吗 不对 这不是苏魂的本体 只是一张施法的鬼脸 但苏魂应该也逃出来了 不然怎么施法找到我 看来黑桃还是失败了 我没出手震碎她 就一张鬼脸 我动动手指头 她都没了 鬼脸见到我就开口说道 苏杨 想知道张三丰是谁吗 想知道的话 就来救我 我在赵无言的手上 我把在黄河神宫里 带出来的东西 打进了我女儿体内 你要保护她 还有朱雀一族那些人 都在我手上 我死了 他们全部都得死 苏魂的女儿就是青儿 这家伙从黄河神宫出来了 看来黑桃失败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我现在好奇的是 苏魂在黄河神宫 到底带出来了什么 还有张三丰的身份是谁 我刚刚想发问 但鬼脸瞬间破碎 好像一个传话的东西一样 说完就没了 这家伙 想要我去救她 她本来要倚仗张三丰的 但张三丰拿了火种就走了 根本没鸟她 那她四面楚歌 再无人可依靠了 又被赵无言抓住的她 走投无路之下 只能找我吗 朱雀一族我不想管 没有好处 谁要去救他们 但她从黄河神宫里面 带出来的东西 还有张三丰的身份 我是非常想知道的 可对方是赵无言 一个已经成为 鬼仙的恐怖男人 不对啊 赵无言为什么 又要抓她呢 之前是为了威胁苏杨 现在呢 难道说 她从黄河神宫里面 带出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所以被赵无言给盯上了 极其可能 不然的话 她就不用将那东西 打入亲儿体内了 虽然两妇女跟陌生人一样 但血浓于水 除了亲儿 她也没有什么人可以相信了 呵呵 那这东西应该是归我了 我关上了窗 这时候林莉莉马上醒了过来 不过她浑身都湿透了 冷得直发抖 苏老爸 这怎么回事 你不会玩这么变态吧 林莉莉以为我想来一个 尸身诱惑 而且要趁她睡着偷偷来 那不是变态是什么 明着拒绝 暗地里玩得有点疯 连林莉莉都有点接受不了 别放屁 刚才窗打开了 你看这屋连床都湿了 看来林莉莉不是睡着 真是被那鬼脸迷惑了 不然不会这样 苏浑这老狐狸 各种惊蝉脱鞘的东西 被抓了都还能通风报信 真不是什么善差 如果我去救她的话 要面对一个实实在在的鬼仙 我得思量一下 除非有巨大的好处 不然的话 我不会冒险 天很快就亮了 而且雨也刚停 我们根本不敢休息 怕那火男追上来找麻烦 连忙开车离开 可是我刚刚想上车 突然后备箱 传来了一阵阵刺鼻的血腥味 其他人也闻到了 虽然下雨 但这股血腥味还是很浓 于是我连忙打开了后备箱 而其他人迅速围了过来 打开后备箱后 我看见了一具女尸 这具女尸披头散发 被人开膛破肚 内脏和邪恶心地混杂在一起 然后散落在后备箱内 这时候 我轻轻拨开了女尸的头发 去看她的脸 这才发现是黑桃 黑桃死了 而且死法跟白玲一样 死得极其惨 她好像失败了 苏浑逃出来就足以证明 应该跟黄河神宫一样灰飞烟灭了 这个死法 让我想起了苏婷 白玲也是被开膛破肚的 为的是体内女娲石 黑桃体内的女娲石也不见了 莫非 苏婷这个老鼻灯还没死 而且还杀了黑桃后 故意把尸体放在我的后备箱里 意图很明显 仿佛在告诉我 她会找我报仇的 这时候 天衣捂着鼻子 然后马上把后备箱给关上了 接着说道 不能看 会招来警察的 我不想惹任何麻烦 有死人 而且死得这么惨 招上警察是无可厚非的事 这个胃太重了 李博二处理一下 用化湿水 先开车 半路再做 走 真不知道哪个混蛋 故意把尸体放我们车上 晦气 还得我们处理 就在这个时候 我突然望向了四周 等等 说不定 苏婷还在这里 如果行凶的是苏婷 那他有可能还在这里 我连忙四处寻找 但始终都找不到 这个老不死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都这样了 还不死 还反手宰了黑桃 不用找了 他应该走了 这里没有他的气味 狐仙站在了屋顶最高处 俯瞰着我 宛如天上下凡的仙女 如果再不走 那个火男就要找来了 到时候你就得不偿失 狐仙提醒了我一句 他说的没错 我应该走了 火男追来我们都得死 不止狐仙 天忆他们也在催 没有办法 我只能回头上车 然后飞驰而去 彻底离开了黄河这邪门的地方 黄河神宫到此就落下帷幕了 黑桃死了 夜无牙和鬼夜也死了 苏魂被赵无言抓走 我们带回了朱雀一族 可关于黄河神宫和火男之谜 依然没有解开 这时候就不得不提一个人了 那就是吞佛童子 吞佛童子在黄河神宫里面拿了古卷 那上面记载了什么不得而知 就连他自己也读不懂上面的字 极其可能记载了朱雀 还有黄河神宫的一切起源和秘密 四大高手死了了 我有空得去找吞佛童子喝喝茶才行 就是不知道这玩意 平时都窜去哪里 他住得很偏 跟夜无牙这种有大家族的不一样 京都周边也有高山 说是高山 其实就是穷山恶水 去了也未必能逮住他 可他手上的古卷 我必须得到 我很想知道 黄河神宫到底是谁建造的 朱雀是怎么回事 火男又是怎么诞生的 我跟天忆回了京都 但是他没敢回去见张三丰 而是偷偷找了个地方躲起来 到现在他都还不知道 张三丰其实是狐仙分身假扮的 我回了茶庄 这么多天不在 院子都长草了 我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 所以没想请下人 大部分都是亲力亲为 我不再强为这个骚娘们 也不会来 打扫干净后 我连忙偷偷回房 去练范间的秘籍 这书记载的东西 可真是多 预防术 和修 夕阳西阴 如顶之法等等 何桓宗就是何桓宗 真是天下男人都想加入的帮派 幸亏去了一趟黄河神宫 不然一辈子都得不到这么好的东西 再次感谢范前辈 有空多少几个指人下去 给你慢慢搞 等我大成之日 必是开天辟地之时 盘古兴一定得是我的 三天后 我已经略有小成 但不能操之过急 不然每天早上五次晨薄 也有点吃不消 再说了 范间就是走火入魔死的 我可不能走他老路 趁着空余时间 我连忙叫来了朱老九 希望他能帮我弄多点唇血 来喂妖刀 小马哥已经说了 喂血可以让妖刀自行修复 可是拨打朱老九的电话 却无人接听 一连几个都是这样 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朱老九知道我过着什么生活 基本上都是24小时待命 为爱鼓掌的时候都得揣着 这回怎么回事 第六感告诉我 可能出事了 我二话不说 连忙赶去了茶楼 去到茶楼的时候 我发现门是关着的 今天可是周末 京都什么人流量 怎么会关门呢 我一口气跑了进去 这时候空空如也的茶楼里 坐着一个人 一个矮小的驼背男人 这不是云墨宣里的闺奴吗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其他的服务员呢 朱老九呢 闺奴见到我 立刻站了起来 然后笑嘻嘻地说道 老板说你今天一定会回来 看来没错 沈洛伊 他现在的挂数 这么准了吗 记得第一次见的时候 他连一只母子双煞都打不过 你们抓了朱老九吗 我憋了一口气 虽然沈洛伊变成了这样 我很伤心 但也不至于跟我为敌吧 与我为敌的话 那一切都会往最坏的那方面走 黑市根基稳固 存在了那么多年 还不是给我弄垮了 更别提你区区一个云墨轩 新秀罢了 请吧 回到云墨轩再说 闺奴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这时候恰到好处 就有一辆汽车停在了楼下 还发出让我烦躁的轰鸣声 似乎在提示 闺奴他来了 哼 你们在玩火 我冷哼了一句 然后跟着闺奴上了车 一路去了云墨轩 前堂依然是下棋的地方 一大堆文人骚客样的客人 偶尔有几个学生 走到后堂下去的时候 立刻就有黑市那种感觉 由于来过一次 所以还算比较熟悉的 闺奴一路引落 带我来到了沈洛依的房间 进去以后 我见到了沈洛依 她坐在椅子上 给我倒着茶 鬼王女儿飘在沈洛依的身后 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仿佛随时都要吃了我 可她不知道 我如果想拿她当营养膏 那就跟喝水一样简单 沈洛依依然穿得很性感 黑丝黑裙 低抹胸 高跟鞋 大波浪 以前的纯情少女 已经回不来了 白月光变成了朱砂痣 这是我永远无法改变的事情 就好像一个 穿着校服的清纯女孩 步入了人心险恶的社会 她选择做什么人 都是她自己的意愿 其他人无法干涉 而且京都只是表面繁华 背地里不知道多险恶 傻白天根本活不下来 苏扬哥哥 你来了 坐 沈洛依对我的称呼依然不变 将茶一推 放到了我的面前 我不敢喝她的东西 她已经不是以前的沈洛依了 我能在京都混成这样 是我时刻都能保持清醒 如果真的到那个地步 我第一件 也可以斩衣中人 茶就不喝了 酒言呢 绑我的人什么意思 我背着手 冷冷说了一句后 和鬼王女儿对了一眼 她眼神都是杀气 已经将我当情敌来对待 可我已经强大到 根本不需要将她放在眼里 十个鬼王也好 昆仑静也罢 她都不是对手 我的成长是恐怖的 除了那个家伙 没有人升级比我更快 沈洛一面对我的态度 并没有生气 反而笑脸硬硬地回道 苏扬哥哥误会了 我并不是绑你的人 我是保护他 你是不是得罪了 什么有势力的人 有势力的人 我眉头一皱 突然脑海里浮现了 一个人的名字 修罗 修罗想杀猪老九吗 这也不是不可能 之前他来茶庄找过我麻烦 知道我加入八大财团后 已经对我动了杀心 只是我早有准备 让惊天命等人 全部拿着手机在那里等候 他不敢乱杀人怕曝光 所以就灰溜溜地走了 我去了黄河他找不到我 拿猪老九摸到 也不是不可能 这样说 沈洛伊是在帮我吗 不对 应该是一半帮一半威胁 不然不会是这种方式和态度 既然如此 那我回来了 你把人放了吧 我回了一句 然后看沈洛伊的反应 可这小妮子 现在城府深了 只是轻轻一笑 并没有其他表情 苏杨哥哥 我帮了你 你是不是也要帮我一回 怎么说 猪老九也是你出生入死的伙伴 这个恩情不能不还吧 沈洛伊抿了一口面前的茶 舔唇的姿势非常迷人 我皱了下眉头 你要什么直说 不要拐弯抹角的 没什么意思 我要 你在黄河神宫里带回来的东西 沈洛伊突然说道 我愣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 我去了黄河神宫 而且 知道我带回什么东西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沈洛伊说道 这时候我深呼一口气 然后大声喊道 我猜你还没有这个本事 背后应该有人 出来吧 告人 一进屋我就知道 这里还有别人 而且我猜 应该是那天打退清帝的空童老祖 如果是他的话 应该能算出这些 沈家的算卦不可能这么强 我话音一落 沈洛伊脸色就变了 然后看向了房间后面的屏风 这时候 一阵爽朗的笑声从幕后传出 一个老头走了出来 果真是那天打跑清帝的空童老祖 云墨轩全是空童派的人 之前交手过一些空童派的弟子 但实力堪忧 不过这个空童老祖 却是有真东西的 清帝在他面前犹如小孩 小兄弟可真不赖 老夫已经摒弃了 甚至还故意放慢了心跳 这你都能发现 不简单啊 空童老祖笑起来倒很亲切 而且笑容很有感染力 对比黑着脸 还凶神恶煞的鬼王女儿 不知道要强上多少倍 只是这个老头 想谋我的劳动成果 不像什么好赢啊 哎 老头 你堂堂民门正派 把我的人威胁我换东西 这不太好吧 我故意站在道德制高点谴责他 老人爱脸 我看他怎么说 空童老祖收住了笑容 回道 小子 少在这里给我嘴瓶 上次你捣乱云墨轩 那个清帝到处张扬说 我们坏话 毁了我们云墨轩的招牌 你知道我们损失多少吗 现在我们以怨报德 还救了你的人 你不用补偿我们的吗 则则则 可以压着老头 嘴皮子比我还溜 哼哼 云墨轩是空童派的呀 早说啊 不然我多多少少 都给你老人加一点面子 我故意套他的话 如果云墨轩是空童硬操控的 那沈洛依就是个明面老板 也就是傀儡 可这时候 空童老祖却摇头道 这你就说错了 云墨轩是沈老板的 我们只是给他打工 他出钱请我们做事 空童派也要吃饭啊 不入红尘 难道去讨饭吗 时代不一样了 现在空童派扫地的 也要用苹果十四啊 不赚钱怎么样 他喵的 说得我无言以对 跟真的一样 请空童派做事我相信 但请空童老祖来看店 那我真不信 苏杨哥哥 你就补偿 我们一点嘛 不要多 就给我们三根神语 就三根 沈洛依不但知道 我去了黄河神宫 还知道我带回来的东西 甚至知道我带回了什么东西 他派人跟踪我 还是空童老祖 真这么神 跟踪应该不可能 下黄河神宫 就那几个人 再没多的了 而且知道我获得神语的人 只有苏廷和胡仙 如果是算出来的 那这个空童老祖就恐怖了 对空童派的了解 只停留在武侠的七伤权上 再不知 此等卦力 只有我爷爷能相提并论了 论算卦 我爷爷应该是苏家最杰出的 可能打架还是苏廷厉害一点 毕竟这次是亲儿子 苏家的资源不少 但算卦是看天赋的 无论你怎么练 没有天赋是不行的 洞悉天意 本来就是要天选之人 可以给 反正我神语多 不差那么几个 我答应了下来 一盒差不多有几十根吧 三根真的无关痛痒 那就谢谢苏杨哥哥了 沈洛依高兴了起来 就连空童老祖也鞠躬直线 这老头还挺讲究 毕竟这是我出生入死的来的 还挺尊重我的劳动成果呀 但是 我又停顿了一下 然后折指鬼王的女儿 给你三根神语不是不行 你得借鬼王女儿 给我玩三天 我苏杨从不让人占便宜 三根神语 虽然对我来说无关痛痒 但是要拿走 也绝非一事 这时候 沈洛依一脸惊恶 空童老祖 也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 鬼王女儿 更是恼羞成怒直接骂道 臭不要脸 你在说什么 谁要给你玩三天 这时候 沈洛依摸了木耳环 鬼王女儿立刻闭嘴了 好像暗号一样 看来沈洛依 已经将鬼王女儿 训得服服贴贴了 苏杨哥哥 这是干慎 人鬼殊途 你不会有什么特殊爱好吧 你如果需要女人的话 我可以 不需要 我直接拒绝了 现在的沈洛依 不是我要的沈洛依 我也没有这个兴趣 我就要她 我指了指鬼王女儿 继续说道 什么人鬼殊途 你们不是睡一张床吗 跟我扯这个 沈洛依有些为难 这怎么一样呢 我是九阴之女 与鬼是阴阴之和 你是正阳 不可与鬼同床的 不然要么你出事 要么鬼出事 六根 我给六根 每个人都有架 鬼也有 我虽然还不知道 神语有什么作用 但是我知道 他们很需要 几根就可以让千击散 坚韧无比 六根神语足够了 这时候 沈洛依和空童老祖 都露出了贪婪的眼神 看来 他们要妥协了 只有鬼王女儿 还一脸倔强 人心啊 比鬼要黑 妈某个八子的 我早看这个鬼王的女儿 不顺眼了 一天到晚 对老子吹鼻子瞪眼的 要不是看在 沈洛依的面子上 我早将她打得灰飞烟灭了 老子一辈子 做得最错的事情 就是将她带回了谷屋 换还是不换 就三天 三天物归原主 而且毫发无损 我不会伤她 我再次问道 如果不换 那一根神语都不给 他们自己看着办吧 至于朱老九 他们要赶不放人 我直接拉人 将她云莫轩都给填平了 八大财团不缺钱 也不缺人 不然的话 也不会成为京都顶级人物 一个刚刚崛起的云莫轩 我们八大财团 还暂时不放在眼里 张三丰现在估计 在研究自己带回来的火种 不会有空管我的 这时候 空童老祖突然俯身在 沈洛依的耳旁说着什么 太小声了 我听不见 鬼王女儿不乐意了 连忙喊道 喂喂喂 死老头要教唆主人干什么 闭嘴 沈洛依喝了一声 鬼王女儿虽然万般不情愿 但也只能委屈地闭嘴了 然后怨恨地看着我 厉鬼的眼睛特别毒 全是怨气 而且是肉眼可见的红色怨气 空童老祖和沈洛依商量完后 沈洛依突然仰头 对鬼王女儿说道 紫苑 只能委屈你三天了 就三天 三天后 我接你回来 鬼王女儿愣住了 她没想到沈洛依会卖了她 随后怒气冲冲地质问道 你 你居然将我卖给这个男人 可恶 就算是三天也不行 那你走吧 我们以后断绝关系 沈洛依冷若冰霜 绝情得很 为了沈宇 已经不跟鬼王女儿讲情面了 甚至威胁了起来 这说明沈宇对沈洛依非常重要 如果真有这么高的价值 那我几十根不适 直接起飞了 那满满的一大盒 还真别说 鬼王女儿就吃这一套 她居然妥协了 别 别 我依你还不行吗 这就对了 乖一点 回来我奖励你 沈洛依说着鬼王秘语 听得鬼王女儿心花怒放 笑容随即邪恶 顿时忘记了要卖给我的痛苦 大爷的 两个女的能翻出什么浪花来 我真不信能有多爽 能干点啥 除非我亲自体验一下 这时候 鬼王女儿慢慢飘了过来 臭小子 算你狠 这三天我是你的了 我迟早吃了你 别得意 哼 真幽默 你能吃我 我把你有毛的地方都舔一遍 真是白日做梦 我将鬼王女儿 收进了收魂湖里面 这湖是百度人那里抢的 有时候还挺有用 当然了 这种法器是困不住鬼王女儿的 是她自愿进去 东西我没随身带 放了猪老九 跟我回茶庄哪 我说道 行 记着 六根 神洛一鼓了一下掌 闺奴进来后 带我去了另外一个房间 打开房门后 猪老九正在吃着火锅 旁边围坐着两个旗袍美女 长得挺标致的 而且身材也不错 她左拥右抱 一边吃一边摸 日子爽得不行 有一个旗袍美女上身 都被她撕烂了 真是畜生 这样看来 沈洛一没有亏待她 还算给了我一点面子 走吧 回家再吃 我踢了一下桌脚 猪老九 一人亲一口后 连忙跟在我后面离去 小哥 这云墨轩挺不错的 黑市没了以后 我都找不到有钱什么都可以玩的地方了 妞也挣点 我还办了个会员卡 出来后 猪老九还沉浸在刚才的温柔乡 这几天在云墨轩 好像过得不错 猪老九都发福了 可这时候我打断了她的话 还给了她一大笔钱说道 九爷你走吧 离开京都 拿这笔钱出国也好 回乡下也罢 找个地方养老吧 猪老九万般不解 挠了挠头问道 小哥这是什么意思 之前跟八大财团 逗你也没让我走 怎么这次 我叹了口气 有点无奈地说道 哎 上次跟八大财团逗 我是有修罗做背景 他可以保证我和其他人的安全 白骨有难 就是他在苏家捞出来的 可现在对手换成了修罗 那事情就不一样了 八大财团不一定保得住你们 而且 我已经跟张三丰闹翻了 后面会怎么样 我自己也不知道 猪老九是有势在身的 修罗要收拾他太容易了 无论是盗墓 还是在黑市行事 都可以让他进去 和反反采缝刃机 修罗虽然不是鬼神 但比鬼神恐怖 有权有势者的威力 不比鬼神低 我们都是人 要活在某些人规划的圈子里面 猪老九继续待下去 可能会死 或许这一次 真亏了沈洛依 虽然他是有目的的 我懂啊 我绝不会成为小哥的累赘 保重 猪老九活得通透 也知道自己的立场 是个江湖儿女 而且他年纪也大了 该退休养老了 我找了今天命和和尚送他走 以防万一 他自己离开我不放心 和尚已经苏醒 而且伤好的差不多了 之前夏皇和被幽权上身 现在恢复正常了 青帝这傻鸟还真的不干了 而且他判官比没有了笔毛 他现在实力也相当于减了一半 他要去找笔毛了 没有这个桀骜不逊的沙雕 我乐趣少一半 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回来 他住湘西 可能回去找虫儿了 要那种毛 才能做判官比的笔毛 送猪老九离开后 我回了茶庄 可进入客厅 胡仙就在那等我了 他脸色拉得老长 虽然轻轻地抿着茶 但我感觉气氛有点不太对劲 因为这个时候 他都在房间里面修炼的 而且 真不多见 师傅 怎么了 我咽了咽口水 有点紧张 女人心 海底针 胡也是 还记得为师跟你说过什么吗 胡仙放下了茶杯 然后问道 我摇了摇头 师傅说过这么多话 弟子不知道 你要讲的是哪句 你提示一下 鬼 胡仙倒是言简一概 就说了一个字 可如此聪明的我 怎么能猜不到他的话 什么人都可以上 就是不能上轨 男人有七情六欲正常 不经历七情六欲 容易被美色操纵 但鬼是底线 不能碰 我回答着 胡仙以前说过的话 估计他知道 我把鬼王女儿带回来了 胡仙冷哼了一声 你知道就好 你本来就是麒麟之体 跟鬼不相容 到时候不是你出事 就是鬼出事 而且阴阳相隔 人鬼殊途 女人多的是 你去玩鬼干什么 不对啊 你老人家 好像是为了不让我 跟鬼弟有关系 才提出这样的要求吧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胡仙这层关系 我还真没考虑进去 之前定的规矩也忘记了 现在他出来当的拦路虎 我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师父误会了 我只是想折磨一下他 没动的念头 我连忙解释 胡仙冷哼一声 那就最好 不要忘记我 给你定的规矩 不然的话 为师也该给你施加 一点皮肉之苦了 也好让你尝尝记性 弟子不敢 我连忙低头回道 狐狸果然天性狡猾 防鬼弟都防到这个份上了 我当然狡猾 不然怎么保你活到现在 胡仙说出的话 让我下意识捂住了嘴巴 好家伙 他怎么能听到 我心里想的话 这也太邪门了 自己好自为之 胡仙话成一道 清风进房了 喷的一声 房门紧紧关上 我连忙拍着胸脯 心说好险 要是他大发雷霆 那就惨了 那这鬼王的女儿 我该如何处置 拿回来不能玩 真的要折磨他吗 可是我答应过 沈洛伊不会伤害他 送回去的时候 要毫发无损的 这时候 龟奴已经在外面催了 我连忙拿了六根神语 让他赶快滚 这次可真烦人 完成任务的龟奴喜笑颜开 直接驾车离开了 不知道沈洛伊 要拿沈宇做什么 但我知道 这玩意的用途极其厉害 不然沈洛伊 不会用鬼王的女儿跟我换 现在鬼王的女儿 相当于他的另外一半 也就是情人 这个筹码 对于他来说有点大了 而且 苏婷更是不顾危险地冲进来 与我抢夺 说明神语的作用 超乎我想象 我思索了两久 最后决定 将所有神语 打造成一件软甲穿在身上 以此来增加自己的防御力 不说别的 刀枪不如是肯定的了 我说的枪是AK 机关枪 冲锋枪 可我自己不会打造 但如果找人的话 一定要找信的过的 不然神语交到他手上 他直接跑路了怎么办 我打了一个电话给天翼 让他介绍一下 有没有会打造软甲的人才 八大财团的手下这么多 总会有的吧 而且 孝命八大财团的枝根枝底 比较安全一些 天翼说有 而且有两个 一个是祖上在春秋战国时期 就很有名的 姓史 虽然跟鲁班这种有名字的没得比 但传承了几千年的手艺 没有遗失 本事还在 另外一个 就是精通现代技术的 虽然说现代打造 内甲之类的比较少 都是做防弹衣 但现代技术完美 精湛是古代的改良版 他姓王 这两个人 一直给八大财团效力 打造了不少东西 本事在京都可称上城 一个是祖上流传下来的技术 一个是现代的科技技术 选谁好呢 他们有家人吗 我又朝天翼问道 姓王的叫王大头 是个孤儿 有个女朋友 姓史的叫史真香 有父母 有老公有孩子 有两个弟弟 史真香 这人的父母 可真是起名小能手 那就他了 找他来见我 把他亲人给我全绑了 我对天翼说道 有一些事情 我不得不防 这也是最保险的做法 史真香的亲人在我这里 那他必定不敢乱来 那个王大头就一个女朋友 到时候不好说 你还挺心狠手辣的 又狡猾 怪不得我们八大财团 死两个在你手上 天翼不是嘲讽 也不是阴阳怪气 而是欣赏 无独不丈夫 谁不爱慕一个有手段 能做大事的男人呢 马上给你安排 我做事你放心 天翼随即挂了电话 大概三个小时后 史真香就出现在我的茶庄门前了 他长得高高瘦瘦的 年龄大概二十七 八岁左右 斜刘海 长相普通 穿着一身休闲装 身后背着一个老大的工具箱 里面不知道装的是什么东西 我将他请了进去 然后也不拐弯抹角了 直接打开了那个黑色的盒子 让他看神语 然后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就要一件能穿在里面的那甲 之前也有过要重新制造千击伞的想法 如果全部用神语制造一把伞 防御力肯定比之前的千击伞要猛十几倍 但是伞太容易被人抢走了 这个我穿里面别人都不知道 而且有时候鸣枪一躲 暗箭难防 鬼知道谁会在我背后放冷枪 里面穿一件刀枪不入的那甲有保障 逼伞管用 史真香看见神语 居然情不自禁地摸了起来 然后赞叹道 这是什么动物的羽毛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神奇的材料 仿佛有一种力量在羽毛中流动 真是千年难得一见 史真香没有见过很正常 我也是第一次见 至于是什么动物的羽毛 具体我也不知道 只能猜测是猪雀的 它能一眼认出来是好材料 说明是有点东西的 我没有找错人 怎么 可以吗 我再次问到 史真香已经被神语吸引到自我忘怀了 都忘了回应我 只是不停地抚摸着神语 直到被我叫醒 这时候 史真香连忙点头 当然可以 这种材料做成的内缘甲 一定很坚韧 就是 苏老板 我的家人 你接去哪了 天意做事还挺快的 说绑他家人马上就绑了 真没让我失望 放心 只是带他们去旅游了 等你做好了 你家人估计也旅游回来了 到时候给你一大笔钱 保证不会让你白干的 我假人假意地笑着 但其实心眼还是防着他的 小心使得万年传 神语太重要了 不能让人给我偷了 明白 史真香点了点头 他的亲人在我手上 不得不按照我的吩咐去做 我将他留在了茶庄 然后留了一间房 给他慢慢造 还叫来了 强威看住他 我对强威说 只要史真香有什么异常的举动 立刻杀了他 然后夺回神语 绝不留情 找人处理神语 那就该修复妖刀了 按照小马哥的吩咐 妖刀要靠血位 本来是找猪老九的 后来他出事 而且京都有危险 于是 我就让他去安享晚年了 那这个血正规途径是 无法获取的 而且肯定需要大量 都鲜血 所以只能走歪路 黑市没了 猪老九走了 我该找谁呢 我以为强威可以代替 猪老九的位置 但问他这个却是不知道 地下黑场卖血的人很多 但是什么血都有 根本无法分辨什么纯阳 纯阴或者铜血 而且这些市场很乱 有些血还带有病毒的 想要找纯阳或者纯阴的血 必须有专门的渠道 但强威没有这种渠道 他以前跟地藏爷 更像是打手之类的 不像猪老九混了几十年 基本上样样都吃得开 我自己倒是纯阳血 但有时候低一两点 让刀发力还行 如果用来喂 腰刀吃上瘾了 到时候会吃了我的 这可麻烦了 要不我上于墨轩去问一问 他那边算是 以前黑市的替代品了吧 不行 不能欠他人情 刚刚抓了鬼王女儿回来 找他估计又得当筹码 要回去了 没有办法的时候 只能又打了个电话给天意 然后把要求给他说明了 本来不想要他出手太多 因为我们都在 静观张三丰的动态 我跟他都不能活动 太频繁 我要看张三丰下一步棋怎么下 我才知道怎么走 这个老不死拿了火种 以后就跟消失一样 再也没有出现过 连孔明楼都不去了 到处找不到他的人影 天意说要等 这种血根本不好找 而且我还是要大量的 这已经不是钱的事了 而且他可能要亲自走一趟 至于亲自走一趟哪里 他倒没有跟我说 八大财团在京都根基稳 关系往复杂 有些人低调 为了不让别人发现 跟八大财团有关系 一般来往都是保密的 而且每个八大财团 都有亲信之类的人 其他的也无权干涉 不过收服了天意作用 还是蛮大的 虽然是以拐骗的方式 不过他真心帮我的时候 我确实少了很多麻烦 甚至可以说是如鱼得水 我说时间久没有关系 我等得起 毕竟腰刀这一次 残得太严重了 想要彻底修复 也不简单 挂了电话后 我剩余的时间 都在修炼饭间的那本秘籍 大成之后 灵儿就可以成为我的炉顶了 晚上的时候 我用强威试炼了一下 果不其然 比以前好太多了 强威的叫声 估计几里外都能听到 和欢纵的东西 果然不一般 就是结束以后 强威跟虚脱一样 跟以前的内部一样 这次仿佛被吸干了似的 因为这种功法 本来就是 把女人当卢顶链 吸取其力 精 气 这可不能多来 就跟女鬼吸男人的阳气一样 总有一天会死的 强威基本上没什么法力 练了也白练 只是图一世快乐 但盘古之心在灵儿体内 那就不一样了 本来挥汉如雨后 都是大睡一觉的 可这时候 却有人给我打了个电话 虽然没有备注 但这个电话号码 我是记得的 这特么不是苏一峰吗 此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多 除了使真香的房间 传出叮叮当当的声音 现在鬼都没有一个 他打电话给我干什么 这家伙不用睡的吗 喂 我接了起来 然后冷淡地说了一个字 可苏一峰那边却不淡定了 一边喘着粗气 一边痛苦地说道 苏杨 救我呀 救我 快拿钱来 他们要剁我的手 剁我的小牛子 这话都没说完 苏一峰又挨了一顿揍 然后手机 好像被人抢了过去 但是却传来了龟奴的声音 他在电话那头说道 苏老板 我们好像又要见面了 龟奴 那小子在云墨轩 搞什么废街 怎么挨揍了 现在云墨轩果然火呀 黑市没了以后 大家都去他那里玩了吗 他怎么了 我冷冷地问道 龟奴比翼一笑 苏一峰这混蛋 在我们这里玩姑娘 不给钱 赌博又欠了一身债 苏家 没有一个人愿意替他还的 你说怎么办 你要是也不愿意 那他双手和牛子就别要了 乃都有规矩 赌桌上的规矩 出老千和欠债不还者 剁双手 过夜债不给者 剁牛子 苏一峰这丝 自从他爸死了以后 长老也没当上 现在依然被人看不起 哪个人会给他还债 他爸虽然是大长老 而且应该给他留下了不少遗产 可对于一个赌徒来说 多少钱都不够输的 他这个结局意料之中 苏一峰救我 我求你了 我以后再也不赌了 再也不嫖了 救我 除了你 发出了杀猪一样的惨叫 如果我不救他 那他基本废了 剁了双手 又没了牛子 那估计比死了还难受 等我一下 我马上就到 想了一下 还是决定保他 到时候 让他给我在苏家 当一个内鬼也好 来到云莫轩 我很快就见到了苏一峰 他被人打得鼻青眼肿的 而且按在了地上 闺奴踩着他的头 不让他动弹 堂堂一个长老之子 居然会落到这种下场 苏一峰这个人 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实力垃圾就算了 而且有老婆有孩子 还经常出来找女人 又喜欢赌博 这样的人迟早得在坑里面 杨哥 杨爷 你来了 你快救我 我叫你爹都行 苏一峰见我来了 仿佛见到救命稻草一样 一个劲的喊我爷 这辈分有点乱 但叫着得劲 这人什么都不好 就是能屈能伸 脸皮厚 没有底线 这点可以算是他的长处 欠你多少钱啊 我朝闺奴问道 闺奴查了一下账本 然后说道 所有一起大概四千多万 给你某个零头 四千万吧 四千万对于其他苏家人 可不少了 你说就其他人还好 就苏一峰这个废物 呵呵 任何理也有个想 而且他肯定有下次的 毒鬼怎么见 剁了手 也能用嘴巴雕牌 奈何我钱多 就当养了条狗 我给闺奴写了一张 四千万的支票 收了钱以后 闺奴立马放人了 那些空同派的人 还挺狠的 临走前还踹了两脚 给苏一峰的屁股 估计挺恨这种老赖 苏一峰跟着孙子一样 在我面前不听道谢 谢谢羊爷 谢谢 钱我以后会还给你的 这话说的 我差点笑得屎都喷出来了 你会还钱 我不如期待明天 中的彩票实际一点 钱就算了 以后听老子的话 老子保你 我摸着他的头 宛如摸着一条狗 苏一峰高兴地连忙 点头哈腰 好 羊爷叫我往东 我绝不往西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那我问你 苏婷回来了吗 我朝他问道 先打听一下苏婷的状况 回来了 刚刚回来没几天 你怎么知道他回来的 苏一峰有些奇怪 这时候我皱紧了眉头 他有什么事吗 受伤之类的 苏一峰摇了摇头 没有啊 挺生龙活虎的 而且好像又变年轻了 你说 家主他是不是第二春来了 怎么频繁变年轻 第二春 这老家伙都几岁了 还三春都盖过了吧 苏婷他 就没有缺胳膊少腿之类的吗 我极其奇怪地问道 这老不死到底有何神通 为何抱头和断腿都能恢复 这不可能 苏一峰摇了摇头 没有啊 他什么事都没有 生龙活虎的 一点皮外伤都没有 苏一峰再次确定了自己说的话 可我非常奇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过有一点我明白 就是他又变年轻了 也就是说 他吸收了第二块女娃时 黑桃是他杀的没跑了 怎么了 你很想他死啊 我早看出来了 苏一峰黑黑说道 仿佛很了解我一样 我斜眼瞪了他一下 对 怎么滴 你要替我杀了他吗 苏一峰自讨没趣 摸了摸鼻子 不敢说话了 全世界谁不知道 我想苏婷死 他现在到处带苏家的人杀我 我能不想他死吗 再问你一个是 最近苏家有死人吗 我又朝苏一峰问道 苏一峰还是摇了摇头 说苏家风平浪静 最近也不逮我了 都在出任务赚钱 而且任务顺利 没听说过有谁出事的 没人死 这就怪了 苏命最近在干嘛 我又问道 苏命 苏一峰挠了挠头 问那个贪钱鬼干什么 没看见他做什么呀 任务也不出 整天游手好闲 可恶啊 苏命在搞什么飞机 收了我的钱 为什么不动手 他到底想怎么样 有没有职业道德 我明明让他帮我杀一个苏家人 可到现在都没有消息 也没有回复 这小子太不靠谱了吧 你先回去吧 有事我再找你 随传随到 不然的话 这钱我不但要你还 甚至还收利息 多给我留意一下苏家的状况 我嘱咐着苏一峰 并且威胁他 这家伙烂泥服不上墙 也就只有这么一点作用了 现在估计苏刘都看不上他了 行行 我一定听你话 苏一峰生怕我让他还钱 连口答应了 然后捂着伤口 一蹶一拐地离开了云墨轩 苏一峰走后 我叫来了闺奴 然后吩咐道 以后他来你再给他赌 我就烧了云墨轩 我说到做到 找女人还花不了几个钱 而且 黄这玩意要精力和体力 上限就摆在那 但赌是个无底洞 老子能替他给几回钱 这次是四千万 下次就是四个亿 四十亿 多少钱都能输的 闺奴深知我的厉害 不敢招惹我 连忙点头说道 好好 我知道了 交代完以后 我也离开了云墨轩 我以为鬼王的女儿会 忍不住出来找沈洛伊 但没想到 她居然忍住了 收魂湖风平浪静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回去以后 我不停地去翻阅资料 查着古籍古典 研究各种传说中的古法 古咒 但人始终是人 不可能在抱头和断脚的情况下 还可以活着 并且快速逃跑 除非他是狮 可苏婷明明就是大活人 会喘气的 至今为止 还没有任何记载 有过这样的情况发生 如果发生了 那这个一定不会是人 可就是发生了 而且还是一个大活人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了 女蛙石 女蛙石本来是用于补天的 可剩下的几块 后来被女蛙 用于就自己死去的女儿了 很多传说中 女蛙石也是有复活的作用 苏婷即使有再大的本事 那个情况下 也百分百死了 无论什么树 都不可能让她起死回生 那就只有女蛙石了 她拥有了白龄的女蛙石 很有可能 这就是她没死的原因 但都是我的猜测 具体是怎么样 我也还不知道 不过还有一 各坏消息 现在黑桃的女蛙石 也被她给吞了 这老家伙 那不实力 更上一层楼了 按照苏一峰的说法 她又变年轻了 跟上次一样 基本上错不了 不行 我得赶紧让自己 也变强才可以 妖刀不能用的情况下 我的实力无疑也下降了 看来是手去找林儿了 不能再等 不止苏婷 还有一个火男 张三丰 这些全是特么的怪物 不知道赵无言 会不会找我麻烦 但苏魂将东西 打进了她女儿 轻儿体内 赵无言如果知道的话 找轻儿的几率 会更大一点 可我不变强的话 轻儿估计保不住 毕竟赵无言 已经是鬼仙了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出发了 一想起林儿 我的屁影就犯了 一线天中 光滑无比 一根草都不长 此等美景 怎能不让人向往 只可惜啊 以前没有功法 光凭一枪孤勇 无法攻破盘古之地 甚是可惜 如今归来 我必定在阵男人雄凤 林儿跟属仙 住在偏僻的山上 搭了好久的车 才到 这里虽然山清水秀 但是蚊虫多 之前在这里打过战 咬了老子一屁股包 刺激归刺激 但也有点受罪 我没敢大摇大摆的上山 而是偷偷摸摸的 之前属仙就不同意 生怕我拐了 她的好徒弟 她如果知道了 一定万般阻止 所以我不能让她知道 一定得偷偷摸摸 鬼鬼祟祟 上了山以后 我来到了林儿住的地方 那间木屋门前 没有看见属仙 只有林儿一个人 在荡秋千 很多小动物围着她打转 她可以跟动物通灵 也可以跟植物通灵 这是她与生俱来的能力 林儿 这里 这里 我连忙朝林儿低声喊道 怕被属仙听见 可能声音太低了 她居然一点都没有察觉 没有办法 我只能就地捡了一坨 狗屎扔了过去 林儿发出哀哑一声 然后捂着头喊道 谁啊 谁拿狗屎砸我 出来 这里 是我 看我看我 我连忙吸引她的注意 打算将她引过来 然后跟上一次一样 带往树木茂密的山中行 不轨之事 苏杨 你怎么会来 林儿瞪大眼睛看着我 有点惊讶 嘘 我连忙做了一个 近生的手势 示意她别吵 然后让她过来 怕什么 我师父还在睡觉 老鼠晚上才出来活动 你到底要干嘛 林儿一脸的不剪 来就来呗 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跟做贼一样 到底要干嘛 废话 当然干 过来 哥哥带你去 糠好糠的 糠好糠的 什么玩意 林儿挠了挠头 一副疑惑的表情 我朝她勾了勾手 示意她先过来再说 林儿一走过来 我马上拉着她就走 你要干嘛 去哪呀 你倒是说啊 飞奔中林儿的话 一喘一喘的 可我哪来得及解释 先上车再说 找到了一个丛林茂密处 我直接就将林儿 推了进去 林儿扶着粗大的树干说道 你可跑死我了 到底要干嘛 让我歇会 干上回的事 不要问了 你闭上眼睛享受就行 老子修了大能 定能破你这盘骨屁 我黑黑一笑 立马行事 萝莉就是好 身胶体柔意推倒 林儿稚嫩的脸庞 仿佛还有疑惑 但我已经来不及细说 直接大展拳脚就可以 可是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就应该发生意外了 这裤子一拉 突然发现 这丝比我都大 等等 林儿怎么变成男的了 卧槽 怎么回事 臭小子 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幸亏上次我逼问林儿 问出了真相 知道你贼心不死 这回 让我逮个正着了吧 我乃属仙 这山头的动物 都是我眼睛 你上来的那一刻 我就已经知道了 林儿的声音 突然变得粗犷了起来 听着有点违和 但我已经差不多知道 是怎么回事了 蜀仙故意变成林儿的样子 来诱骗我 这死畜生 嘿嘿 蜀仙前辈 男怀女爱很正常嘛 搞得 我好像十恶不赦一样 再说了 林儿本来就没有 我热的只是盘骨而已 蜀仙听了后 脸色一沉 随之变回了自己的样子 然后捋了一下 自己长长的胡子说道 你少放屁 还日盘骨 这等话你也说得出来 论狡辩 整个京都应该没人 是你对手了吧 有我在 你休想碰我涂的一根寒毛 林儿天生单纯 心智未全 更不懂情爱 你就是一渣男 哎 死老鼠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盘骨之心本来就是 我从昆仑山拿回来的 只是你这个小偷偷了而已 要不是你 会变成这样吗 就算我不上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 还有谁能偷他 老子上次差点都折了 他嫁给谁能幸福 死老鼠给脸不要脸 本来还能叫他前辈的 这样的话 那就别怪我翻桌子了 不是他偷我的盘骨心 根本就不会 闹出这么多事来 这你管不着 他爱跟谁就跟谁 反正不会给你炸 鼠仙冷哼一声 一副绝不同意的表情 李奶奶的 老子今天就要上 我看你拿什么拦我 成交的蛇仙 当日也赢不了我 就算我没有妖刀 我也不把鼠仙放在眼里 叫你一声鼠仙是人情 既然你不同意 那接下来就是事故了 你偷我盘骨之心 酿成今天大祸 老子就是 要抢抢你女徒弟 说吧 一道斩妖咒随即响着 灵符射出一道金光 鼠仙立马变大 祭出了自己的法天向地 身长脊杖 直接压扁了旁边的树木 鸟兽皆惊 轰的一声 他一拳朝我砸来 斩妖法与其对抗 爆出滚滚惊雷 鼠仙随即张大嘴巴 两根牙齿立马疯涨 形成了两把巨大的长剑 直接朝我刺来 这家伙想杀了我 那是一点都没有留守 烽火雷电 赤炼扶妖咒 斩 一道道法咒如半月弯刀 直接轰击在了鼠仙的身上 他被打得步步后退 咬牙憋气 仿佛极其难受 皮毛也破损 流血不少 臭小子 进步真快 法力又增长了 修炼一个月 比我几年都多 鼠仙说完后 吐出了一大口妖毒 绿紫色的剑形 被这个穿透的植物 全部枯萎发黑 瞬间死掉 无疑幸免 我连忙躲避 然后用佛印将其余的全部挡掉 佛印发出泛音 震得鼠仙耳朵发聋 然后飞升而起 宛如一座大山一样 压在了鼠仙头顶 佛印不断发出黑光 一阵一阵的冥王之力闪烁着 仿佛有一个黑佛站立在天外 浮力对着鼠仙邪笑 鼠仙高大的身躯 直直挺立 双手高举 宛如举着一座大山一样 妖气冲天 想要摆脱佛印 但是并不轻松 让你尝尝古咒法的厉害 你自己找死 我只能成全你了 今时不同往日 你早就不是我的对手了 斩妖绝 玄冥煞 灵符燕 在咒语的加持下 浮如火箭 金光通透 灵符贯穿天地般 飞向了鼠仙 咒玄如鸣 威力无比 鬼有杀鬼咒 摇有斩妖绝 古法古咒古服 威力无穷 配合佛印的镇压 效果翻倍 鼠仙感知到了危险 全部含毛倒立 妖气聚集在胸前 然后形成了无数面盾墙 想要阻止我的进攻 轰的一声 力量交错 浮影通天 咒如火焦 鼠仙被打得飞了出去 妖气被我锁破 倒地滚了十几圈 周围净是被他 压倒的花草树木 周围飞禽走兽 惊得屁滚尿流逃窜 佛印落回 我戒于掌中 然后打出了十二道符 十二圣符 震 十二章符化为十二生效 然后漂浮于空中 发出闪烁的灵光 将鼠仙围了起来 不断转圈 还形成了一个十二圣结界 将其重伤的他 阵主无法动弹 十二种动物 十二生效 十二圣 十二伏 十二咒 这些压得属仙头 都抬不起来 最后慢慢变小 化为了原来的大小和模样 可恶 属仙落败 只能跪地吐血 他不甘心 但只能怪自己无能 傅长生的鼓咒 罚我越来越熟练 我还没用最强的那一招出来 当日跟叶寒一 就是用那招对抗 但好像不需要了 随着法力的渐长 法术也越来越强 之前估计连百分之五的威力 都没有发挥出来 现在已经能发挥百分之五六十了 傅长生的树是最原始的树 简单粗暴 而且威力无穷 就跟天下武功出少林一样 大部分的风水咒树 都是出自他 他是风水士的祖师爷 当然了 也是有一些弊端 信不信我杀了你 我举起了双指 现在的属仙已经被降服 我随时可以贯穿他的脑袋 取其性命 要杀要寡 悉听尊便 输了我无话可说 属仙还算坦荡 不是什么贪生怕死之徒 我随即放下了双指 并没有取其性命 看在林儿的面子上 我饶你一命 但你阻止不了我 臭小子 有什么冲我来 你不要找林儿 属仙恨的后槽牙都咬碎了 但是他努力挣扎了一会 也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重伤的他根本无力 破了我这十二胜幅 他已经被困死在里面了 我只是找回我要的东西 你别整得你好像很委屈一样 都是因为你 而且能带林儿 走向幸福之路的 只有我 我不再管属仙 转头就走了 他已经恨得不停用脑袋 去撞十二胜幅的结界了 撞得满头鞋也没有用 谁也阻止不了我 我要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盘古之心 我是在昆仑山 冒着性命夺回来的 差点死在了苏婷手里 属仙只是窃取了我的成果 而且他 还把这个当成自己的东西了 我跑回了山上 此时的木屋 还是被反锁着 很明显 属仙将林儿关了起来 怕我祸害他 不然以林儿的性格 怎么可能在屋里待得住 他跟个野丫头一样 得不停地在山上奔跑 单单一个锁自然 也无法关得住林儿 还有许多妖法 属仙自己也不了结界 就是为了给林儿禁足 我花了一点时间折断了锁 破了妖法 坏了结界 这才推开了木屋的门 屋里的林儿 见到光射进来 立马奔腾了起来 嗖一声就跑了出去 估计都没有看清我是谁 这得关多长时间了才这样 人都快锁风了 我立马就逮住了他 林儿吓得连忙挣扎了起来 师父放了我 我以后再也不见苏杨了 我发誓 你别管我了 林儿哭丧着脸 举起了四个手指头 而我则轻挑一笑 不见谁 听见声音不对 林儿立马转过了头来 然后惊呼一声道 苏杨 你怎么来了 不行不行 不能见你 等下师父又说我了 林儿连忙摇着头 然后掩耳盗铃一样 捂上了自己的眼睛 林儿估计 说了上一次跟我做的事 所以属先才关他 不过上次没得逞 差点牛子都折断了 怕什么 我这不是来救你了吗 没事 你师父下山泡妞喝酒去了 一时半会 应该不会回来 我撒谎骗了林儿 不过没事 反正属先也死不了 林儿一听倒来气了 插腰嘟嘴骂道 臭老鼠 自己去喝酒泡妞 结果锁住我不让我见男人 什么狗屁师父 气死我了 我都一个月没出来晒太阳了 终于能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了 说完后 林儿做了一个深呼吸 然后张开双臂 想拥抱太阳 自由真好 胸前虽然小小的 但很可爱 这时候 我连忙在后面抱住了她 上次没完成的事情 今天我们继续 可林儿这次却非常抵触 拼命挣扎着 将我往后推 然后摇头说道 不行 师父说 这个是羞羞的事 不能做 以后才可以 以后才可以 那为什么不现在 万一很好玩 那不是白耽搁了几年吗 再说了 你不想知道 你新长出来的东西 有什么用吗 我黑黑笑着 跟杰哥一样 在劫难逃的劫 好像也对哦 我蛮好奇的 这玩意也不尿尿 你说她有啥用 林儿一副好奇的样子 不过有时候好奇 是会害死猫的 不过没关系 总要有人去打开 她新世界的大门 那个人为什么不可以是我呢 当时吓死我了 还以为盘古星 在我身上开个洞 不痛不痒的 这怪圣人的 林儿嘀嘀咕咕着 还以为是伤口之类的 所以有些担心害怕 毕竟法器附体 不是夺赦就是 杀人 谁不怕 别磨葬了 在你师父没回来之前 咱们得抓紧时间 我一把抓住了林儿 然后将她拉回了木屋 这里好歹有张床 不像那个森林 蚊子钉一屁股包 林儿一开始还扭扭捏捏的 不过渐渐就安稳了下来 有了上一次的失败 我不由得紧张了起来 不过这一次 我有功法在身 默念范剑前辈 赐予我力量三次后 便使出了浑身解数 这一次我成功了 而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体验 不知道为什么 我想起了佛家的一句话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我仿佛进入的 不是女人的身体 而是另外一个世界 一道道亮光朝我蜂拥而来 好像潮涌一样 瞬间将我淹没 我知道这是力量 我连忙吸收着 身体瞬间 好像有把铁锤一样 在不停锤打着我 跟造剑有点像 一次又一次地锻造成 我感觉自己越来越强壮 力量越来越强大 法力在膨胀 而且一次根本就吸收不完 根本无边无际 宛如浩瀚的大海 这就是盘古之星的力量吗 等我缓过神来的时候 灵儿已经晕过去了 我刚才仿佛意识进去了一样 根本无法回神顾及到她 但她也只是虚脱罢了 加上第一次的疼痛 其实并无大碍 我虽然拿她当颅顶 但并未吸收她的力量 只是吸取了盘古之星的部分力量 与她无关 话又说回来 这盘古星画坯 还整全套的 初回有血 破旧的床上有春泥 虽然不多 我感知了一下自己的力量 从身体 法力 还有各方面都变强了 而且不是一个档次的墙 跟坐了飞机一样 有意思 昆仑山带回来的东西 终于有了成效 无论是盘古星 还是昆仑境 都带我进入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领域 那次的冒险 还是很值得的 给灵儿盖上被子 关上门 我默默离去了 以她的虚脱程度 最少也得睡到晚上 还有可能更晚 我可没有时间陪她睡那么久 而且 鼠仙最多关的三四小时 那结结不是永久的 我并没有马上离开这座山 而是又回头找了鼠仙 因为一次只吸了一部分 我估计还得来 带走灵儿不限时 她不会心甘情愿跟我走的 上一次也是奉尸命而已 要她在都市生活 比杀了她都难受 这种事 我不能勉强她 不然她起逆反心理 就不跟我了 所以让她继续留在这里 回到原处 我解开了十二圣符 放了鼠仙 鼠仙愤愤地抬起了头 然后朝我怨恨地说道 臭小子 你 你对灵儿做了什么 我邪魅一笑 只是简单地回了二字 很润 鼠仙知道我得手了 可却恨得眼睛都发红 明知道打不过 我还要找我拼命 我跟你拼了 你这个无耻之徒 她呲牙咧嘴地冲过来 但就她这个残破之躯 没病没伤的时候 都打不过我 现在走两步就得吐血的她 就更打不过我了 还是她觉得 我刚刚完事会腿软 所以有机会 她露出两个尖锐的爪子 如两把钢刀一样 想要给我开肠破肚 但是我双臂一震 她打在我身上 不但不痛不痒 她自己还震飞了十来米 然后在地上 狠狠砸出了一个深坑 哦 属仙吐出了一大血 然后苦苦支撑着半跪了起来 好强 吸收了盘古之心的力量 我也有点惊讶 没想到会进步得如此恐怖 属仙虽然受伤 但起码有千年修行 不至于双臂一震 就击飞十几米 这力量太强了 我看着自己的双手 忍不住笑地颤抖了起来 哈哈哈 属于我的时代 终于要来临了吗 在京都狗了这么久 也该大展神威了 苏婷游女娃时 我有盘古力 苏家的账 该跟他清算了 如果我把盘古之心的力量 全部吸取 那我将会进步到一种 无法言语的境界 配合昆仑镜和妖刀 我可以与其他人抗衡了 属仙 我已经放过你一次了 但你不要挑战 我的忍耐度 我念你修行不义 又是灵儿师父 再来着死 我一定成全你 我浑身充满杀气 眼睛如狼一样盯着他看 这一眼盯着他直哆嗦 我认真了 给脸不要脸 饶你一命不珍惜的话 那就别怪我无情 现如今 我得到了部分盘古力 又有昆仑镜 他根本无法阻止我 无非就是找死 好好 你厉害 我惹不起你 还躲不起吗 属仙跌跌撞撞地爬了起来 扶着段数慢慢离去 我明白他的意思 他要带着灵儿走了 可我没练完灵儿这个颅顶 怎么可能让他走 盘古之心本来就是我的 我吸完也不会对灵儿 有什么伤害 我知道 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罢了 你特么的一个小偷 倒不乐意了 走吧 千万别让我找到 不然的话 我会杀了他 我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既然他不怕死 那怕不怕灵儿死呢 他愣住了 随即愤怒地回头看向我 他怕 他怕因为这样 害死自己的徒弟 愤怒又无能 握紧的双拳也毫无用处 只能瞪着我 我一掌击碎了旁边的段木 突如其来的一下 火了他一击灵 然后冷冷说道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你要是让我得不到 那就谁也别想好 不过我如果变强 以后你们师徒俩我照 谁敢动你们一下 就是跟我苏扬过不去 威胁也好 恐吓也罢 不择手段大豪杰 不改出众真英雄 弱肉强食 这就是现实 仁慈和善良 不会让我得到任何好处 仔细想一下 如果我实力不够 没有比属先强 那当时他偷我的昆仑镜 和盘古之心 是不是就永远落入他的口袋了 而我赢不了他 我就拿不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谁也别自作正义 你死了以后 我就是正义 五长老就是例子 他们死了 随便我怎么说 历史也是这样 我转头走了 给他的威慑力和恐吓已经足够 他不敢带着灵儿离开的 回去谷物以后 我不停打坐修炼 吸收这些力量也是 需要消化 运转 熟悉的 到了夜里的时候 李博二奉天意的命令来了 他开来了一辆面包车 打开车后 香全是大 大小小的血包 够了吗 苏老板 就算是喂僵尸 也够喂一个月了吧 李博二黑黑笑着 这些血可不容易搞 花了十几个亿 你啥时候成为天意老板的心头爱了 这些我拜托天意带给妖刀的血 没想到他搞了一车来 这种血本来就难搞 他上哪整的 你这么八卦 不如透露一下 这些血上哪弄的呗 我倒对李博二反问道 这家伙倒不羡慕 我那天将灵力里按在身前 就是崇拜 我能搞定天意 富婆的滋味 估计是他一辈子都无法尝到的 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 是手段和魅力 李博二摇了摇头 这我可不知道 我就是送个快递的 不过一般这种 血能搞一车的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找那种养人的 养人 我皱起了眉头 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这时候 李博二在我耳边偷偷说道 就是将人当初上养起来 有些血的人比较稀有 那可是大买卖 值钱 养人可是缺大应得 这是太损了 而且很危险 被发现的话要蹲耗子 不知道谁在冒险干这种事 不会是天意吧 应该不会 干这个对他一点好事都没有 而且 他不是淫人 要这个血没用 也不缺钱 所以没有必要 留下血后 李博二开车走了 不过今天有些劳累 对灵儿狠狠输出了一波 有的就有失 有取就有亏损 我问他要 勒一点补肾的药材 五碗水熬成一碗 然后喝下去 补一补身子 补完肾以后 我上了三炷香 这是未血的仪式 血迹之类的 也会上香 人对血 天生有敬畏之心 焚香过后三分钟 我将第一包血 淋在了腰刀之上 出乎意料的是 腰刀居然迅速 将血吸收干净了 速度快到无法想象 我还以为 他已经半死不活了 没想到吸血 比之前还快 这样的话 他恢复只是时间问题 小马说的没错 接着就是第二包 第三包 第四包 我一口气到了二十包 全部吸收干净了 一点不剩 比姨妈精还能吸 而且还不侧漏 可是刀身 依然没有长出来 只是稍微有些发热 而且 我依然感受不到 原来刀魂的所在 可能急不得 所以我停止了威胁 但只要他还能吸 那就还有得救 不用太着急 我又去看了一眼史真香 他的内甲已经完成了一半 而且 他非常兴奋地对我说 这个内甲加入神域以后 必定是一件矿石神甲 可这个甲还没等他完成 第二天早上 就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张三丰回孔明楼了 而且召集我们 所有八大财团的人回去 也是因为接受了 我爷爷的恩惠 加上又救了 他们的恩人白姑 所以 吴道大叔才帮我爷爷 完成了千积伞 还把朱雀一族最宝贵的 几根神羽 送给了我爷爷 那几根神羽 就是当年朱雀一族的祖先 从黄河神宫里面 偷盗出来的 不过朱雀一族 根本不知道 神羽有什么作用 该怎么用 后来就到了我爷爷的手里 然后成了千积伞 不可多得的材料 朱雀一族的祖先 被诅咒以后 深知罪孽深重 然后就举报了那个 诱拐他进黄河神宫的人 那个人也偷了东西 至于偷了什么 无道大叔也不知道 很多事情虽然代代相传 但也会有缺失的部分 或者传歪了之类的 那个人 就是要杀我们的火男吗 龙琴连忙问道 无道大叔也不确定 因为按照时间来算 那个人应该连骨灰都没有了 都不知道是多远骨的事情 可是按照他的说法 是朱雀一族害他被封印的 那又应该是他 这时候无道大叔 也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说 这个人永远不死了 还是说 火能让人永生 只要火不灭 人就不死吗 咱们老祖宗 向谁举报的啊 那玩意猛得很 谁能封印他 十三哥连忙好奇地问道 这是我知道 于是我就插了一嘴 回答十三的问题 是张道林和叶寒一 两人联手封印了他 布了封印镇和结件 门上还贴了 风水师祖师爷 傅长生的灵符 那谁手这么欠 将他给放出来了 虽然说是他不对在先 拐了 我们祖先进去偷东西 但这玩意也不讲理啊 出来第一个 找我们朱雀一族报仇 真会气 十三哥 就骂骂咧咧了起来 这不是纯纯害他们吗 封印得好好的 愣着将他放出来害人 我不说话 反正不是我 不过无道大叔说的这些 还不足以解开我所有的疑惑 火难偷了什么东西 他身上的火怎么回事 为什么经历了那么多年 他还没死 黄河神宫是谁建造的 还有 他身上的火 到底是什么神火 既不是咒火 普通的火 也不是南明里火 可他身上的火 却极其恐怖 他以前又到底是什么人 什么身份 这些疑问 可能要问他本人了 还有吞佛童子手上的古卷 可能也可以解答一些问题 吞佛童子那怪物 我迟早都要找他 就为了抢他手中的古卷 无道大说 怎么这些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当组长 也没有你知道的多啊 农情好像有点不服气的样子 就算这个人是他亲属说 那他也是组长 级别肯定是要比他高的 怎么他是一点都不知道呢 无道大叔又叹了一口气 本来组长应该是我当的 后来跟你姑姑治病去了 你姑姑死后 我也没有回去 所以组长才到了你那里 你应该算是临时的 所以很多事情 你父母没跟你讲 农情确实太年轻了 当组长还是稚嫩了一点 但无道大叔一直不回去 所以他这个临时组长 也只能一直当下去 所以有些东西就出现了断层 农情不知道也实属正常 再问你们最后一个问题 你们知道真正的南明里火吗 我说道 这时候 无道大叔皱了皱眉头 南明里火是朱雀的半生之火 听闻存在于朱雀体内的某个部位 有人说是心脏 那就是火种 可具体是什么 没人知道 不过 既然是半生之火 那应该就是出生燃起 死亡烟灭 朱雀已死 火种应该熄灭了吧 那有没有可能重新点燃火种 我也皱起了眉头有些疑惑 无道大叔没说错 半生之火自然是死亡的时候就烟灭了 可张三丰拿出来的时候明明是好的火种 而且还威力无穷 比朱雀一族的这些不知道强多少倍 被朱雀诅咒的火 自然无法与真正的南明里火相提并论 无道大叔摇了摇头 这就不知道了 真正的南明里火我们也没有见过 但朱雀已死的话 火种哪那么容易燃起 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啊 朱雀已死 火种应该已经熄灭才对 为什么张三丰拿在手上的却是火火种 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休息吧 我有事先走了 既然已经问完了自己的疑问 那就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里了 临走的时候 农情又问了开头那个问题 什么时候放他们走 要知道 朱雀一族还在苏魂的手上 只有农情一个人逃了出来 虽然有些死了 但也有生还的 农情要去救他们 苏魂现在都被赵无言抓了 上哪救族人去 现在剩余的那些人所在哪里 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啊 所以你们还是乖乖待在这里吧 等我有空再说 待着吧 等你伤好 我们入完洞房以后 再放你走 堂堂朱雀一族的族长 不会耍赖吧 我虽然心里不是这样想 但嘴上却是这样说 就想调戏调戏他 这族长属没气惯的 脾气有点烈 但他越这样 我越兴奋 我就喜欢骑最猎的马 喝最猎的酒 草最暴躁的女人 行行行 洞房洞房 到时候你别不来 我看你段子绝孙的时候哭不哭 我们朱雀一族的女人 不是说上就上的 农情冷哼了一声 阴阳怪气地说着 好像之前说的都是真的 要给我来一个火烧筋 我一定来 说完后 我关门离开了 什么户刑老子没有征服过 你有张良记 我有过强踢 万物相生相克 除了冷如霜这口枯井 老子还没怕过谁 火劈照样上 本来我还在考虑 要不要去孔明楼 但现在答案好像已经出来了 我必须去 张三丰手上的难兵离火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是活的火种 不搞清楚这点 我晚上都睡不着觉 只要天衣不去的话 他人就不够 除非再找一个大清朝的后裔王族 所以他应该练不成 我去看看情况 以我现在的本事 就算有什么风吹草动 打不过跑 还是没有问题的 盘古坯总不能白日了吧 去孔明楼 再去会一会 这个张三丰 孔明楼已经好多天没来了 人站在底下跟楼椅一样 虽然来这里 还是伴随着一定的危险 不过我还是来了 当然了 狐仙长伴我左右 毕竟张三丰也不是好惹的 而且我腰刀还没好 没有狐仙 我虚得想尿尿 进来以后 那些手下对我鞠躬点头 跟见了爹一样 要不是心情有些沉重 肯定调戏几个妹子 再进去开会 八大财团的妹子 一个个都是水灵的 而且这些身份比较低的女人 全都有门槛 之前听天忆说过 要厨子之身才能进来这里 因为练长生丹 穿方式服 需要比较圣洁的环境 人也是 不过这些门槛和要求 只针对身份比较低的女孩 但她们的工资可不低 一个月肯定是百万起 而且还要背井干净 这可不好找 长得漂亮的女孩子 大都给得早 只能说八大财团 确实很有势力 我换上了方式服 然后来到了集合的地方 这时候 大家早早都来齐了 就是缺个天忆 我没让他来 这样张三丰就凑不过人练天了 而且天忆也不敢来 到现在还以为张三丰要杀他 不过这次多了两个人 一男一女 女的叫姬希 听李天说是姬姓和刘姓的皇帝族亲 有姬姓的皇帝吗 后面一想才记起来 皇帝其实就姬姬 文王姬昌听说 是皇帝第十九代孙 反正就是有姬姓皇帝 而且还挺牛的样子 那这个姬希 是不是有皇帝的血脉 不知道他有没有轩辕剑 另外一个姓刘的叫刘波 听闻是刘邦的族亲后裔 之前八大财团被我杀了两个 然后剩六个 就算我加入也只有七个 但他还是练不成功 于是在出发黄河之前 张三丰就有了一个想法 九世纪数 可能要九个人才可以 八个不行 七个也不妥 于是李天和其余的人 去找另外的皇族血统之人 而我跟天意 则去了黄河 找南鸣离火 可人还是不够 少了天意 依然只有八个人 不知道张三丰到时候 会不会气得翻桌子 也证明我骗天意是对的 始终让他无法顺利开炉练顶 姬希和刘波明显有点紧张 毕竟他们是新人 和天意这些从小到大 都跟着张三丰的不一样 他们估计连规矩都还不懂 也不知道 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 自己会怎么样 所以两人非常拘谨 也不怎么说话 其余五个老人 则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这时候 李天突然朝我问道 天意呢 怎么没见他人 你不是跟他一起去黄河了吗 大哥 我只是跟他去黄河 不是跟他睡一会被窝 回来就各回个家了 我咋知道他为什么不来 你没通知他吗 我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那一脸疑惑的表情 简直可以拿奥斯卡影帝 演技完爆所有小鲜肉 通知了呀 不过今天早上他就失联了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李天也是一脸猛逼 完全不知道 天意在搞什么飞机 如果耽误了张三丰 那后果是很严重的 天意不会不知道这个的 他怎么敢的呀 你们都给我进来 一声缥缈的声音落下 所有人立刻齐刷刷地站了起来 然后前往炼丹的地方 还是熟悉的房间 还是熟悉的炼丹炉 就是不知道张三丰 什么时候添了一个 已经变成九个了 九九归一 九为吉数 张三丰这样做 是有寓意的 每个炉顶都有自己的名字 而张三丰背手力 满意地看着九个炼丹炉 哈哈哈哈 终于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张三丰面朝丹炉 被炒我们 虽然我们看不见他的脸 但却能感受得到 他的疯狂和兴奋 等等 怎么少了一个 只有八个呼吸 张三丰说着 突然转过了身 然后扫了我们一眼 他还以为是我不来 所以看见我的时候 有点惊讶 但 不来的却是天意 李天连忙报告道 主人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天意我已经通知了 但他没有回应 今天早上就失联了 任何方式都联系不上他 这时候 张三丰朝我一步一步逼近 气势凌人地说道 把天意藏奶了 杀了 哈哈 主人说笑了 我藏他杀他干嘛 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不来啊 我嬉皮笑脸地答道 跟一个有嘴滑舌的老无赖一样 张三丰冷哼一声道 哼 跟你没关系吗 苏杨 你居然还会来 你不恨我吗 不恨我拿你当公居 不恨 我又没损失 而且 我已经是八大财团之一 自然要忠心耿耿 替你办事 就算主人现在要我菊花 我也毫不犹豫地给你 但你要轻点 我这话一出 其他人通通扑斥笑了起来 气氛变得有些沙雕 张三丰好像庄严全无 而我只是跟他溜着嘴皮子 但说话的时候 却是一本正经 并且 我是在表明真心 这时候 张三丰扫了他们一眼 吓得他们立马不敢动了 甚至有些冷汗马上流了下来 这个眼神代表什么 他们比我更清楚 刚才笑得咬紧了嘴唇 哼 如果你说的话属实 那真是如此可教掩 但你苏杨 好像并不是这样的人 张三丰并不相信我的话 甚至好像看透了我一样 看来乱说是没有效果的了 得认真忽悠才行 不然张三丰不会相信我的 其实吧 我是吴家可归了 修罗要杀我 苏家要灭我 我如果不报警你这个大术 估计得死得老惨 我说道 这是实话 完全没有骗张三丰 张三丰的眼神柔和了下来 他信了 因为这话实在 也是真的 可以 只要你铁了心跟我 包你不会后悔 我能给你的是 所有人类梦寐以求的 长生 张三丰又开始画饼了 我不信 但其他几个 蠢货相信啊 他们露出了贪婪的眼神 然后齐齐跪下 开始跟拜神一样 三拜九叩 仿佛这样 张三丰真会赐予他们长生一样 好了好了 别拜了 李天 你去抓天翼回来 如果抓不到 那就找他的两个女儿吧 他的女儿也行 张三丰挥了挥手 给李天下命令 我愣了一下 张三丰知道 天翼有女儿 天翼居然还在哭哭隐瞒 糟糕 白苏苏和白木梁姐妹 有危险 你们都下去 苏杨静如鼎 张三丰又说道 糟糕 我特么也有危险 其他人都走了 单独留下 我是什么意思 这丝不会想容了我吧 静如鼎啊 愣着干什么 刚才不是还说 要对我忠心不二吗 张三丰发出了阴冷的笑声 表情捉摸不定 不知道在想什么 恋我一个人 还有 这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自然没有那么听话 甚至想打听一点消息 八大财团跟狗一样 至今为止 我估计没有一个人知道 张三丰在干什么 他们想着 只要听话 张三丰就会给他们想要的 依依 哈哈哈哈 你说呢 你们这些龙啊 凤啊 麒麟啊 不都是所谓的天之骄子吗 长生就是逆天行 不踏破天道 如何冲出六道轮回 苏杨 我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来问 我可以保你 但你只能乖乖听我的话 张三丰依然狂妄地 说着魔棱两可的话 踏碎天道 你真的有这种能耐吗 还有 真正的张三丰 是信奉阴阳之道 无极乾坤 太极两仪 怎么会想着踏碎天道 超出六道呢 虽然这样 确实有可能超脱轮回 永远不死 现在是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 他要我进 卢顶只能进 不然的话 前期的憋屈和前服就白费了 我当然可以现在走掉 我猜他不会拦我 而且有狐仙在 他也未必拦得住 行 我进 我磨蹭了一下 然后钻进了那个 写着苏杨的卢顶 还是一股熟悉的药味 一闻这个药味 就有点迷迷糊糊的 好像产生了幻觉一样 这要什么成分 我心里自然清楚 可跟这回不一样的是 卢顶开始热了 而且非常热 有一股恐怖的炙热 传遍我全身 我知道 这是难鸣离火 张三丰得到了真正的火种 大概一分钟不到 我仿佛置身火焰山 周围全是火焰 头顶上的不是天 而是一只巨大的猪雀 我也看不到卢顶了 好像换了一遍天 又好像被拉入了 另外一个世界 每次进卢顶前 闻到那个味道 都会产生幻觉 一真一假 已经完全分不清 跟上一次 还有不同的地方 那就是 我被四根铁链 分别绑住了手和脚 脚下有一个 无极八卦在旋转 它好像粘住了我的脚一样 让我无法动弹 再加上四根铁链 无论我如何挣扎 都完全不可能挣脱 虽然是幻觉 但是我却冷汗直流 而且感觉非常真 就在此时 天空中的朱雀口吐大火 然后朝我喷了下来 那火焰极其恐怖 瞬间将我吞噬 浑身都要遭受 这股烈火的洗礼 一阵阵从来没有 经历过的巨大疼痛 瞬间布满全身 小时候也有玩过火 偶尔会被烫一下 没有被蒸烧过 但那个疼痛 已经难以忍受 可在这个幻觉中 我所遭受火烧 简直比那个 要痛苦一万倍 这是幻觉吗 如果是幻觉 为什么会遭受 如此真实的疼痛 活活被朱雀的南鸣 离火灼烧 而且无法动弹和反抗 这滋味太痛苦了 换成其他的八大财团 他们能受得了吗 可既然我已经进来了 就不能有怨言 我一定要找出他的秘密 我看向了朱雀 一言不发 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但这个朱雀 仿佛根本没有灵魂 只是南鸣离火的化身而已 为了转移注意力 减少一点痛苦 我不停地 数着朱雀喷火术 直到第七七四十九下 此时我的身体 已经接近崩溃 就算硬抗 也再无法承受 我怒吼一声惊天动地 身体 好像有什么东西 要钻出来一样 吼 一只浑身火光的麒麟 突然从我天灵盖冲了出来 对着朱雀 就是一声咆哮 明明这里没有天地之分 只有乾坤两半 但我却感觉天地为之变色 麒麟愤怒 周围的一切仿佛 都要破碎一样 麒麟之力如雷电 清洗着幻觉中的世界 哈哈 出来了 终于出来了 这 就是天道吗 张三丰的身体 如鬼魅般出现 朱雀再现神火 火炎形成了巨大的热浪 周围好像都要被溶掉一样 麒麟一出 我跪地满头大汗 身体虚弱至极 仿佛被人抽掉了 浑身骨头和血液一样 甚至感觉灵魂都没了 张三丰 我好像知道 你要做什么了 也隐隐约约猜到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真是个疯子 虽然遭受了极大的痛苦 但我已经得到了一半的答案 不 不 今天还不是练你的时候 石身未倒 张三丰说着 突然朱雀变成了火种 周围开始变暗 乾坤收缩 阴阳倒转 太极慢慢消失 我的眼皮子也开始加重 慢慢暗淡下去 然后就失去了知觉 等我再醒过来的时候 人依靠在炉顶里面 浑身都湿透了 满头大汗 衣服能凝出水来 我比上一次更虚弱 好像被吸干了一样 手脚酸软 爬出来都费了好大的劲 这就是南明里火和普通火的区别吗 有了南明里火 这个家伙好像 这个家伙好像 真的能成功 等集齐九个人 他就能完成自己的梦想了 辛苦了 这次我很满意 苏扬 你真是上天送给我的最好礼物 张三丰站在房间里 看着费精力气爬出来的我 满脸笑容 但他的笑容却看得我发颤 这是在看猎物的笑容 是吗 那你不得感谢我 啥也不说了 叫我一声爹吧 我摸了摸脸上的汗水 虚弱的扶墙站了起来 害我这么痛苦 口头上得占他一点便宜 就他现在对我的满意度 估计我求他杀我 他都不愿意 所以我口无遮拦也没关系 哈哈 只要你能让我成功 别说叫你爹 叫你爷爷都行 这是一次壮举 从傅长生那一代开始算起 修行界几千年 谁又我张三丰厉害 成功了 我就是神 傅长生也不如我 苏扬 你可别去惹是死了 你们九个人 一个都不能少 哈哈 我会带你们 走向永恒的国度 不老不死不灭 你们将是第一批 真正意义上的神 所谓的神 不就是永远活着吗 哈哈 张三丰大笑着 化作一道清风不见了 犹如鬼魅 瞬间无影无踪 我也露出了一个 狡黠的笑容 到时候不知道 是你练了我 还是我吃了你 按照今天的强度 我只要吸取 全部的盘古之心力量 我就有信心挣脱 张三丰 你是不是忘了 我就是天之子 你想控制我是认真的吗 那些八大财团的人 只是天子的后代 比如刘邦是皇帝 那他就是真命天子 但他的血脉不是 我就不一样了 九个人中 我才是真正的天 想恋我麒麟 你了心可真大 张三丰离去以后 突然一个若隐若现的狐狸影子 出现在我身后 好像是狐仙 我不准你继续下去了 太危险 万一有什么事 我对不起你爷爷 狐仙的声音响起 仿佛在反对我冒险 或许我能赢 获得的东西也极其可观 但是万一输了呢 这个人不知道是不是张三丰 但他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自古以来 追求长生 逆天而行的人大有人在 可是想恋天的人还是第一次见 狐仙已经活了不知道多少个年头了 可从来没有哪个人敢恋天的 逆天而行和恋天是两个概念 这个人居然敢做这么恐怖的事情 这个险 很大 我如果输了 必定万劫不复 张三丰已经不把老天爷放在眼里 更何况我这个天之子 狐仙还是挺了解我的 我都没跟他说什么 他已经洞悉我内心的所有想法 师傅 你是不是忘记了 江辰 我突然朝他问道 狐仙愣了一下 随即沉默没有说话 我接着说到 两年时间稍纵即逝 他从昆仑山下来 我们师徒俩能赢他吗 有些显不得不冒 我必须得到所有可观的力量 如果不是有江辰这个危险存在 我可以慢慢苟着发育 这个炉顶 我是绝对不会进去的 可是面对如此强大的江辰 我必须贪心 狐仙吸了一口气 然后悠悠说着 这个你可以放心 他不会杀你的 他最多杀我 那我更要变强了 我斩钉截铁 毫不犹豫 就算是江辰 也不能杀你 这个险 我一定要冒 我隐忍了这么久久 为的就是反噬他 你要逆施命吗 现在连我的话 都不听了是吗 如顶的世界我进不去 根本无法保护你 在外界 看你只是好像睡着了一样而已 一旦出事 谁负责 狐仙虽然有点感动 可语言更加强势 一点也不退步 而且因为感动 他更加不会让我出事 如果我真的被炼了 后果是什么 我突然问道 要么死 要么变成傻子 或者更惨 具体他在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但下场是肯定的 狐仙答道 这些下场我早已经预想过 也在我的意料范围 谁输谁死 再正常不过了 走吧 不准再来这里 江辰的事 我们在想办法 天下之大 总有能克制他的办法 狐仙背身想离去 再次否决了我的想法 用命去冒险他不赞成 也绝对不想我有事 那我一定要来呢 对不起师父 这一次 我想自己做主一次 以前你每一句话 我都会听 但这一次 我想按照自己的想法 拼一回 没有办法对付江辰的 只有变强 那家伙根本就跳出了三界 不在五行中 哪有克制的办法 狐仙很生气 突然回头瞪了我一眼 但是我没有退步 反而与之对视 两人都是为了对方 谁也不想让步 我以为狐仙会伤我 但他并没有 而是突然说道 好 我给你一个 自己做主的机会 你只要能赢我 你做什么事我都不管 如果连我都赢不了 你休想 跟这种怪物博弈 在真正的力量面前 你的所谓聪明才技 全的都是花里胡哨 何为赢 难道要我们 试图拒绝生死 也分高下吗 我握紧了拳头 在做艰难的抉择 这一次 对手是狐仙吗 那你要怎么样 狐仙问道 徒弟不敢 师父说什么 就是什么吧 我又把问题 抛回给了狐仙 有些人情世故 得玩弄明白 你小子比狐狸都狡猾 既然你不想兵戎相见 那我就跟你玩个有趣的 谁能追到诸葛克 谁就算赢 在你没赢之前 你不准再来孔明楼 狐仙的话 确实让我意外 而且赌注跨度太大了 突然就扯到了诸葛克身上 让人有点反应不过来 但我也能注意到 狐仙的一些小心思 第一 诸葛克不好追 就算我再努力 短时间内再努力 也弄不到手 这样拖着 或许我自己就放弃了 第二 我们避免了冰龙相见 而且 他永远不会输 必要的时候 他杀了诸葛克 那最多平手 可他说了 在我没有赢之前 我不能来这里 第三 三大美女之中 诸葛克最难得心 而且也是最聪明的那个 并且 狐仙想让我与女人纠缠 到时候 或许就忘记这事了 狐仙才是真的狐猎 他不狡猾 谁狡猾 只不过对我用的 只是小心思 这个对赌也不是完全不用实力分高下 一旦他要杀诸葛克 我要保 那就是力量的对决了 赢不了他 就无法跟张三丰博弈 按照他的说法 我还不配 好 一言为定 我答应了下来 没有半句怨言和不满 他了解我 我也了解他 他决定的事情 就不必废话了 哼 答应的还挺爽快 既然如此 那你就好好给我呆着 狐仙说着 突然念动妖法 一道灵气如光圈一样 想从头落下 将我捆住 他想绑我 然后自己去追诸葛克克吗 可真是老狐狸 狡猾的性格 和我如出一辙 可我却及时躲开了 因为我也早预料到 灵气扑了个空 但狐仙并未罢休 虽然没有完全险形 但是十条尾巴 却如灵蛇一样 将我包围 想将我伏法 你妖刀未好 可逃不出我的手掌性 师父要抓你 你还是束手就擒吧 唉 他明明可以 直接抓我关起来 却还故意给我 附加一个赌注 真是好师父 可想我束手就擒 那也太妄想了吧 就算你是十尾天狐 想留住我苏杨 也绝非一事 我冷笑一声 师父 你也未必太看不起我了 声音一落 我放出了 黑葫芦里的十只鬼王 恐怖的鬼气 席卷整栋大厦 十只鬼王高矮不齐 鬼影重重 霸气侧漏 狐仙被逼得后退了几步 十只鬼王确实有些硬了 而且他没显露真身 估计怕张三丰没走远 面对如此数量庞大的鬼王 着实有点需要小心 趁此机会 我直接跳窗而出 然后黑葫芦一收 都回来 再见了 师父 跳出窗外的时候 小倩魂飘了出来 然后说道 还有一只呢 怎么只回来了九哥 啊 这时候 只见一只鬼王满眼淘心 跟个傻子一样看着狐仙 走都走不动到了 处在那跟一根木头一样 狐仙姐姐 你好漂亮 能等我交往吗 嘿嘿 靠 鬼王就是鬼王 没出来过 就悟性这么高了 还会整这些 不知道是不是遗传了我的基因 交往你妹啊 给老子回来 小倩一声大骂 舌头突然伸长 然后席卷着那只鬼王回来了 等等 这里是多少楼来着 小倩突然意识到了一个 更严重的问题 嘿嘿 没事 你是鬼妈 又摔不死 可你不是 卧槽 一股重力直接牵引着我 身体落空开始往下坠 眼睛看了一眼子顶了吗 救我呀 小倩姐姐 我喊道 但嘴巴一张 开封就往喉咙里面灌 小倩连忙企图去抓住我 可是却捞了一个空 她极其奇怪地说道 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抓不着你 此时的狐仙从窗口 伸出了一个脑袋 然后低头看着我们 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刚才小倩伸手去抓鬼王的时候 一定被施了妖法 小倩中招了 卧槽 你是不是要杀你 怎么回事 小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没事 她杀不了我 如果连这点考验都经受不住 怎么跟张三丰斗 唐刀 迎风呐喊 一道失隐随风而至 以极其快的速度 从上面踏墙而上 而我则是从上面往下掉 卧槽 小倩说了一句国粹 僵尸就是厉害 不但跳出三界之外 不在五行之中 而且还无视重力 牛顿估计都管不了他 只能归牛逼管了 你懂什么 这叫轻功 做人的时候没有这么夸张 当了僵尸 那不是轻轻松松吗 话音一落 唐刀已经接住了我 然后双脚沿着墙壁滑行 即使脚滑出了火花 也没任何事 最后安稳地跳落到一辆车顶上 砰的一声 所有玻璃爆裂 车顶凹了下去 车子发出警告声 不停地叫着 当然 你没事吧 唐刀连连忙问道 我从他怀中跳下 当然没事 快走 后面追来了 狐仙不用多久就能下来 赶紧跑 而且很多人围了过来 各种拍照 刚才的荧幕没有什么人看见 但掉下来动静太大了 所以引起了不少人围观 现在还是在上班时间 是 当然 唐刀拾去地离开了 瞬间消失在众人的镜头前 我也赶紧无脸逃掉 免得被人拍照到处传 我可不想成为网红 离开的第一时间 必须去找诸葛克 他有点无辜 但狐仙挑了他 我也没有办法 可我不能让他遭罪 狐仙为了迎杀他 根本不会犹豫 狐仙有多恨我非常明白 可我不能强行带走他 也不能直接说事情 那样只会引起他的愤怒 而且他这么绝 到时候可能还不走了 也影响我泡他 虽然跟他有过肌肤之亲 可他对我没有爱情 甚至对我明说过很多次了 上女人我有经验 但追女人我是头一次 像我这么帅 都是别人追我的 敲门半想 还是那个臭脸管家 他一见到我就火大了起来 又是你个臭小子 上次打晕我 我还没找你算 算林奶奶 这次也是打晕你 我话音一落 已经同时出拳 拳速很快 那个管家中招后 两行鼻血流了出来 他两眼一黑 再次倒了下去 来猪 格家的习俗 来了先打管家 免得他废话多 诸葛家不差钱 而且在京都也挺有名的 但下人真不多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他们喜欢亲近 我对诸葛家挺熟的 来了几次 已经摸清了门路 虽然每次都是不请自来 甚至诸葛克的闺房在哪里 我都一清二楚 闭眼都能找到 就是不知道 诸葛克这次能不能算到 我来找他 反正上次他是算到了 这次有点急 我都不敲门了 直接闯入 狐仙速度不会比我慢多少 每一秒都是抢回来的 可门一打开 在里面的根本不是诸葛克 而是一个面目苍白 嘴唇无色的中年大叔 他时不时咳嗽着 身体很单薄 他在写着毛笔字 虽然看着虚弱 但手中的笔 却如游龙一样 苍静有力 这就是诸葛克的爸爸吗 曾经有人跟我说过 我忘记是谁了 但我记住了那句话 其实有人畏惧的 根本不是诸葛克 而是诸葛克的父亲 要不是诸葛克的父亲 当时诸葛克就跟曹毅一样 死翘翘了 可他现在这个状态 跟短命鬼一样 我都害怕他 咳嗽一口气喘不过来 然后当场挂掉了 这样老子 直接成为杀人凶手 他知道我进来了 但是没有抬头看我 只是依然不紧不慢地写着字 呃 那个 是诸葛叔叔吗 我先打破了沉默 以免气氛尴尬 我也不知道他叫啥呀 你说呢 这家伙依然没有抬头 然后反问着我 听他说话 就知道不是个善茶 那个 我是他的男朋友 我来找他 他不在家吗 我假意冒充诸葛克的男朋友 这样 或许他能对我善意一点 而且可以告诉我 诸葛克的下落 不然以我这样 冒犯的冲击人姑娘归房 他能对我好脸色看吗 我苏杨闯荡江湖这么多年 讲究的就是一个随机应变 哼 男朋友 便宜你小子一次 还想继续占便宜 他抬起头瞪着我 眼神不善 玩犊子 他知道 我跟诸葛克的事 那时候跟诸葛克打赌 他输了第一次给我 这要是给父母知道 那确实是这种反应 能理解 他 给你说了 我紧张地咽了下口水 有种想立刻跑的冲动 这种见家长的压迫力 让我感到毛骨悚然 他给我的感觉 就好像我是一个精神小伙 然后搞大了他女儿的肚子 穿着痘痘鞋 染成黄毛来到他家 还问他鬼火 停他家门口安全部 反正就一句话 他想杀了我 而且 他的眼神已经告诉我了 他现在就想这么做 需要说吗 他冷冷回答道 虽然瘦骨灵循 但却压迫感十足 想象不到他健康的时候 有多么厉害 诸葛叔叔果然厉害 这都能不问自知 我尴尬笑着 然后挠了挠头 在他面前 我好像一个没有穿衣服的小孩 什么都给他看透了 你带了吗 他又问道 这个诸葛科的父亲 居然问出这种问题 莫非 他快病死了 然后想趁早抱外孙 诸葛家好像现在 就诸葛科一个女儿 他能有这个想法 也不足为奇 而且看他病烟烟的样子 能活两年 估计都得天天烧香拜佛了 没 我是爱他的 怎么会用这种 隔绝爱意的东西呢 我直接爽快地回答 这句话有赌的成分 但是 我好像没有赌对 他目入凶光 然后手上的笔 突然朝我飞射了过来 速度非常快 而且极其很辣 是那种追求一击毙命的人 直冲我咽喉而来 我反应过来后 连忙歪头躲过 但是那只笔 还是断了我一根头发 最后轰的一声 直接射进了墙里 直接墙面直接军裂了 有很多墙灰掉了下来 整面墙都在颤抖 好像随时会弹一样 此笔中我 必定贯穿喉咙而死 这玩意 是个快病死之人吗 这身体 居然还有这般力量和手法 诸葛叔叔 这样不讲武德不好吧 偷袭小辈乃是卑鄙所为 刚才的话 也是你自己要问的 我只是如实回答而已 我回头看向了他 幸亏刚才躲过了 好险 你跟我提卑鄙 你可真会开玩笑 他冷哼了一声 收回了手势 你做过什么心理清楚 要不是给面子你爷爷 我刚才不会手下留情 这还叫手下留情 差点没把老子给杀了 不过不是偷袭的话 他伤不了我分好 你认识我爷爷 我假装惊讶地问道 谁都认识我爷爷 我惊讶个屁 不过借此机会攀攀关系还不错 京都挂厉能与诸葛家相匹敌的 只有苏圣 我十岁的时候 曾有幸跟他讨教过 受益匪浅 一师之恩吧 他说得很认真 但仿佛是临死之人 回光返照 在回忆生前往事一样 我很怕第一次见面 他就挂了 那诸葛克不得把我当杀父仇人 怪不得 原来与我爷爷有缘 既然你知道我是谁的话 能否开开恩 我找诸葛克有事 很急 我不想再跟这个病猫再纠缠 只想快点找到诸葛克 我怕狐仙先我一步 狐仙神通广大 赢他可没有这么容易 可这个病猫却并不开口 又转移了话题问道 你真喜欢小女吗 我皱了皱眉头 一脸的疑惑 这个人到底想干嘛 在玩我吗 刚才我说 喜欢诸葛克差点杀了我 现在又问 有什么说什么 我不会再动手 因为今天的我 已经没力气了 他说完后 放开了握紧的两个拳头 这时候 我看见他的双手再颤抖 脸色也更加苍白了 刚才那一下 把这个病猫的所有气力 都耗尽了吗 现在他想动手 估计也干不了什么 嗯 是的 我回答道 刚才话已经出口了 根本没有办法收回来了 而且 我必须这样 不然问不出诸葛克的下落 那丫头不在家 待着出去外面乱逛什么 行了 把彩礼放下 我同意了 但你得有拿得出手的东西 不然也太寒酸了 他语出惊人 一共没说几句话 但却每句话 都让我极其不淡定 这人怎么回事啊 我犹豫了许久 决定跟他玩一把大的 我必须迎护仙 这时候我拿出了 何图说道 听说过何图洛书吗 这就是何图 我愿意把这个 送给诸葛加荡彩礼 他看到我手上的东西后 瞳孔立即放大了 这家伙是石货的 但这么宝贵的东西荡彩礼 他比我还震惊 没想到我玩这么大 他捂住了心脏 好像喘不过气来一样 然后咽了几口气 才说出话来 小子 你是认真的吗 何图这么宝贵的东西 你用来当彩礼 废话 我样子像开玩笑吗 一份何图换一个诸葛课 划算 而且何图到诸葛加的手里 比在我这好 我参透一点点而已 后面就学不太会了 听闻当年袁天刚和李淳峰 也是根据这玩意 推出的推背图 我无法做到他们这种程度 但我相信诸葛小姐可以 不过 我不会给你 如果找到诸葛课的话 我会亲自交到他的手上 以表明我的爱意 钓鱼不用点诱饵 还真钓不上来了是吗 不过话又说回来 何图我是真想给诸葛克 因为这玩意太深奥了 我对这方面 估计没有诸葛克理解深 我学的也就这样了 何图很牛批 如果我不能物尽其用 那有点暴殖天物 我宁愿用他换批 行 小子 我相信你 他果然上当了 还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何图之前我已经说过了 这玩意如果参透了 那是极其恐怖的东西 能预测未来 对占卜算卦者 魔力特别大 诸葛家如果能拥有何图 那就真的可以起飞了 可惜我没有遗传爷爷的天赋 占卜算卦方面 只能算优等 离大神二字还差得远 诸葛克天赋比我好 如果利用何图能追到诸葛克 我认了 天天杀人夺宝 不差那么一件两件东西 反正我无法无尽其用 小女去理音寺了 一般一个星期去两天 去跟孟一师太学习 大成佛法了 小伙子 我看好你 这家伙跟个双面人一样 拿了何图出来后 马上转换了另外一副面孔 就插交我一具女婿了 一般这种将死之人 无非就两个心愿 第一希望诸葛克平安幸福 第二 就是希望诸葛克 能将诸葛家发扬光大吧 有了何图 诸葛克一定能起飞 超越他也不在话下 而我一个能拿出何图的少年 又是苏圣之孙 绝对不简单 保护诸葛克还是可以的 离音寺没有什么问题 但这个师太特喵的 为什么叫孟一呢 我听着有点怪怪的 一个星期去两天 学习大乘佛法 省省吧 不用猜 许久都没有下落的冷如霜 肯定被他藏在那里了 我说 怎么翻了全城都找不到冷如霜 原来是藏在了佛家重地 那种逆关 一般人真进不了 别说馊了 而且真正的寺庙拜可以 但你要进那堂 那还真不行 除非有允许 可以啊 诸葛克 这招葬人 我是没有想到的 一个庙里两个美人 佛祖 不要怪我了 黎英寺离这不算太远 在京都算一个不冷不热的寺庙 周末有些人会去供奉香火 但平时几乎没有人 清朝的时候是和尚庙 但不知道为什么 民国以后就成了尼古安 十年前翻新装修过一次 看上去不算老 我告别了诸葛克的父亲 临走的时候 依然连他名字都没有问 这个家伙不但病烟烟的 而且语出惊人 跟他多说一句话 我都感觉自己马上会死 诸葛克可没他这个性格 不然好感直接降至冰点 来到黎英寺后 有两个尼古在门前扫着落叶 现在是中午时分 庙门前没有什么人 我见到的庙一般 都是在山上或者山脚 这是第一个 不是在山中的庙 而且 好像一般和尚的地方才叫寺 尼古的教庵 可能是之前的没有改名 也有可能是别的原因 我对佛文化不算太熟 阿弥陀佛 两位师太 我找诸葛小姐 请问她在此吗 我双掌合一 向着虔诚的教徒 非常有礼貌 两个尼古面面相去 左边的尼古皱起眉头问道 施主 你是诸葛小姐的哪位 他这样问我就知道 诸葛课确实在这里了 这两个尼古年龄不大 还是不够老油条啊 我是他男朋友 他父亲让我来找他回家的 家里出了点事 我说谎不打草稿 虽然出家人不打狂语 但我不是出家人 希望佛祖原谅 阿弥陀佛 右边的尼古一惊 连忙问道 是否诸葛先生病危 我皱起了眉头 看来他们跟诸葛家交往甚密 不然不会这么清楚 诸葛家的事情 而且还这么担心 我摇了摇头 这倒不是 只是一些不大不小的事 但比较急 虽然谎话连篇 但也不能造谣人家父亲出事 这有点不礼貌 听了我的话后 两个小尼古讨论了起来 虽然窃窃私语 但还是被耳尖的我听见了 诸葛小姐有男朋友了吗 我怎么没听说过 要不要通报 通报一下吧 不然出事了 我们负责不起 你在这等一下 我进去告诉师傅 左边的尼古仰起了头 然后朝我问道 施主叫什么 我好进去通报一下 苏杨 我如实告知 诸葛克听了我的名字 也会出来见我的 万一我是带好消息来的呢 比如 已经杀了修罗 苏杨 这个名字 我怎么听着有点耳熟 左边的尼古挠着头 不停回想着 这个名字 是哪里听说过的 当然耳熟 我一来就拍卖了冷如霜 还是卖它第一次 当时几乎全京都人都知道 后面也是捅了一些搂子 苏杨二字 可谓臭名远扬 只是最近低调了 可是出乎我的意料 那个尼古出来后 却是对我摇了摇头 对不起施主 诸葛小姐并不想见你 还有 他说 没有你这么见的男朋友 请回吧 我摸了摸鼻子 有点尴尬 没想到诸葛克 居然不见我 我迅速寻找着原因 很有可能 这里关着冷卢霜 所以 他不想让我知道 直接拒绝见我 以绝后患 可我苏杨 哪是这么轻易放弃的人 我没有说什么 直接告辞了 等夜黑风高的时候 才是行不轨之事的最佳时机 天一黑 我直接翻墙而入 区区一个破庙 还能拦住我苏杨不成 可我从高墙落下的时候 一抬头便见到了十八罗汉 他们十几丈金身佛法无边 附身看我犹如蝼蚁 金光刺眼 十八双眼睛瞪着我 好像十八座金山 压在我身上一样 浮虎和降龙罗汉身后 有猛虎和金龙 佛力可怕至极 可我得告诉各位猛古作 这 不是真的只是换阵 跟苏家的姐姐一样 以防外人进来 但他这个应该不是什么 提前不好的阵法 毕竟不是跟苏家一样 闲人免禁 总得有人来拜佛 设立这些是不行的 应该只是有人临时搞鬼 早预料到我会翻墙进来 所以再次拦我 何人 我只是想进来找诸葛小姐 我没有恶意的 我朝着周围喊道 十八罗汉金光阵 这玩意破起来 比破诸葛科身子都费劲 这个庙的人实力不弱 看来不好惹 他不想见你 请回吧 尼姑庙晚上不能擅闯 不是诸葛小姐开恩 我今晚定让你吃吃苦头 只见降龙尊者开口说话 但却是一个女生 臭尼姑 可给你装的 要不是老子过来泡妞 把你庙都给拆了 我不信 除非你让诸葛小姐亲自出来说 我怎么可能走 就是为了诸葛克而来 我就算死在这 我也得抱紧他大腿 你可真是明顽不灵 再不走 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尼姑一声大喝 声音极其严厉 我再不走他就要制裁我了 李奶奶的 拿着鸡毛荡令箭 真以为我怕你 没让你客气 给你脸了是吗 我掏出昆仑镜 镜光乍现 一道金光直接穿透了十八罗汉 面前虚影荡然无存 佛光消失 化为了泡沫 所有的虚幻在昆仑镜面前毫不起眼 照妖镜这种破幻象的镜 跟昆仑镜都不是一个档次的 十八罗汉不是金身 而是拦路的假身而已 昆仑镜 小小年纪居然有此等法器 好生厉害 一个长得跟灭绝失态差不多的尼姑 出现在我面前 那表情好像不孕不欲似的 盯着我眼中有怒火 这是尼姑庙 我一个男人三更半夜闯进来 确实不合适 你就是这间庙的梦仪失态是吗 别废话了 快把诸葛克找出来 不然我一把火烧了你这间庙 本来不想动粗的 没想到还是要硬闯 这就怪不得我了 是你们要找事的 好大的口气 欺负我们佛家人没脾气吗 俗话说得好 佛也有三分火 给我赶他出去 孟医师太一声令下 顿时十几个拿着棍子的尼姑 跑出来给我团团围住 他们不乏沉稳 一看就全是练过的 虽然是女的 但绝对能一个打五六个男的 别小看从小练武的女孩子 而且人家手里还拿着棍子呢 哟 你们没有这么多人啊 但你们这不是人多欺负人少吗 我掏了掏耳朵 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孟医师太见我如此嚣张 二话不说 直接手令一下 那些尼姑立刻对我提棍猛打 此时我也伸手敏捷 直接把裤子往下拉 那些尼姑一见 立马面红耳赤 吓得纷纷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就连孟医师太 也是双手合十 紧闭眼睛念着阿弥陀佛 罪过罪过 罪过什么呀罪过 没有这个 你们能在这里念阿弥陀佛 等他们偷偷睁开眼睛的时候 我早已经闪身进去了 等我冲进内堂的时候 一个倩影跪拜在巨大佛像面前 不停地诵经 这个女人正是我要找的诸葛克 找到你了 找得好辛苦啊 我对诸葛克说道 这时候 孟医师太和其他尼姑都追了进来 而诸葛克也睁开了眼睛 臭小子 敢在佛祖面前耍流氓 岂有此理 孟医师太大发雷霆 而那些红韵未去的尼姑 也是有的愤怒 在他们的思想里 哥的牛子 估计都是污秽东西 看了要洗眼睛的 师太 你是佛门中人 发火就犯戒了呀 还是萧萧起 原谅我吧 我也是 想见诸葛小姐而已 我佛慈悲啊 我双手合十 对着佛祖拜了几下 嘴上祈求着佛祖的原谅 原谅 原谅你是佛祖的事 我要做的 是送你去见佛祖 话音一落 孟医师太已经忍不住了 拿起弟子手中的棍子 就要叫我做人 可这时候 诸葛克却说道 师太 你下去吧 我跟他说几句 实在抱歉 以他的性格 会把你这里闹得鸡犬不宁的 可是 诸葛小姐 孟医师太欲言又止 好像并不想放弃打我 惹怒了他 活了大半辈子 估计还没见过我这么无赖的人 这还不算无赖 如果不是诸葛克在 我都想问他大不大了 反正我都没有功德可扣了 拜托了 师太 诸葛克鞠躬说道 态度非常虔诚和礼貌 好吧 有什么事叫我 孟医师太终于同意了 带着重途的退了出去 然后关上了门 只留下我和诸葛克两个人 苏杨 你真是我见过最无赖的人 佛门重地也乱来 我真的不想和别人说认识你 太丢脸了 你有什么话快说 诸葛克也有些生气 不过我不以为然 因为他说的是实话 确实有事 但暂且不提 现在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 冷如霜是不是在这里 我开门见山 直接朝诸葛克问出了一个炸雷的问题 诸葛克愣了一下 不过他很聪明 知道我能找上来了 那铁定是瞒不住我了 只能点头说道 没错 那天冷轻松为了演戏更逼真 把冷如霜都搭上了 我动了恻隐之心 不想冷如霜被曹爽糟蹋 所以带他来了零音寺 孟一师太是我爸的好友 而且佛门重地 又加上是尼姑庙 无人敢闯 看来我猜对了 虽然诸葛克现在还没有 把冷如霜还回去 但是一开始确实是好心 他是为了帮曹一对付冷家 而不是帮曹爽这个人渣 良心还是有的 只是没想到曹一输了 也死了 现在冷如霜成了他的一张底牌 苏杨 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我出行非常隐秘 只有我爸知道 可是我爸不可能告诉你 诸葛克非常疑惑地看着我 因为如果他能暴露 早就暴露了 冷清松一直都在找冷如霜 甚至可能派人跟踪他 可到现在 诸葛克一样没有暴露行踪 冷清松也找不到人 可见诸葛克没有说谎 他来这里只有他爸知道 是的 咱爸知道 他告诉我了 我说道 等等 诸葛克做了一个暂停的手势 我没有听错吧 咱爸 你在瞎叫什么 怎么 你是我爸的私生子吗 我可从来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弟弟 那可不是 他只是同意你嫁给我了 我黑黑笑道 拿捏一个老丈人还不容易 反正在他们老一辈的思想里 我这都算生米煮成熟饭了 虽然这个时代煮成爆米花都没用 哼 苏杨 你要是有空去挂个精神科 想娶我诸葛克的人数不胜数 但你病的时候最终那个 诸葛克自然 不幸 甚至出言调侃我 这时候我拿出了河图 然后说道 我真没骗你 以河图为彩礼 你爸同意了 不信你 跟我回家问你爸 这总想了吧 只要诸葛克一同意 那我就赢了 都答应做我老婆了 还不算追到吗 师父 你还是嫩了一点啊 不回 就算是真的 我也不会答应的 我说了算 我爸说什么都没用 我也不稀罕你的河图 诸葛克突然转过了头 然后继续诵经 还敲起了沐鱼 炒得我头都要炸了 反正就是不给我机会 我连忙抢过了他的沐鱼 然后烦躁地问道 河图你都不稀罕 那你到底稀罕什么 河图一出 引起的风波 绝对不会比其他法器小 只是早早被我收入囊中 而且很低调 没什么人知道 这玩意对于占卜之人来说 根本就是无限大的诱惑力 诸葛克居然没有兴趣 杀了修罗 诸葛克看向了我的眼睛 满脸仇恨 好执着的女子 居然到现在 都还是想着杀修罗 宁愿什么都不要 替曹义报仇 我愣了一下 不知道说什么好 修罗如果单打独斗 我拧他脑袋下来 给诸葛克当凳子做都行 可是这个人有权有势 国家的人 不是你想杀就杀的 不管哪一行 最强最厉害的人 都是在国家那里 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包括我们这一行 想要杀修罗 只有一个办法 利用法律杀他 让他走跟曹义一样的路子 当日苏婷 为什么不直接杀曹义 就是这个原因 不行你就打消你的念头吧 诸葛克抢回了沐鱼 继续敲着 他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杀了修罗 我要怎么样都可以 包括娶他 他这辈子就一个心愿 杀修罗替曹义报仇 这样只是交易 不是爱情吧 我说道 诸葛克突然停下了手中的棒锤 然后笑了 爱情 被爱的前提 应该是长得好看吧 如果不是我长得漂亮 你苏扬会看上我 既然所谓的爱情需要外貌 又怎么能称之为爱情 哼 爱情 你以为像我这种女人 会相信爱情吗 我相信友情 亲情 爱国之情 什么情都相信 就是唯独不相信爱情 唉 只是见色起义罢了 那倒未变 我仰起头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印度巨蜜三嫂曾经说过 只要被爱 你是什么都可以 连物种都可以跨越 诸葛克 诸葛克面对我灵活的舌头 突然有点招架不住的感觉 硬是憋了一分钟 没有说出一个字 别想了 跟我走吧 有了河图 说不定你自己就可以杀修罗了 言归正传 说到底诸葛克还是想杀修罗而已 其他的诱惑都无法让他动心 河图可以推算未来 拥有他必定让你占卜实力大增 我举起了手中的河图 为了赢下狐仙 我真是割肉了 没兴趣 你走吧 这是尼古庙 你再待下去不合适 明天我就会回去 但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 诸葛克再一次拒绝了我 我已经记不起 这是第几次了 不过他如此执着我倒不慌 我不行 那无论狐仙化成什么样子 前来也是一样不行的 最多平手 谁也赢不了谁 可这样我就无法跟张三丰博弈 在没有赢下狐仙之前 我不能再去找张三丰 那冷如霜呢 我想见他一面 我突然提出了另外一个要求 冷如霜已经被诸葛克囚禁了很多时日 到现在都没有放出来 可诸葛克依然是拒绝 冷言道 你杀了修罗 我就把冷如霜给你 不然你休想见他 我手里没点底牌的话 我还真的没有安全感 哼 不给我见 那我就把这个寺庙给翻一遍 既然来了 两个美人我一定要带走一个 诸葛克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 连忙警告道 你可别乱来 这个黎音寺可不简单 到时候出了什么事 我保不了你 庙宇是一个神圣的地方 不是你能撒野的 这你不用管 我自有分寸 我转身离去了 诸葛克可真硬 居然用河图都无法让他动心 难道要我当舔狗每天追他 可像他这样的女人 京都的舔狗不会少 就算我如法炮制 也绝对不会 从这些田狗里面脱颖而出的 我得想办法 追求特别的女人 那就要用特别的办法 不然的话 基本上是白搭 可眼下既然知道了 冷卢霜的下落 那我就要先把他带走 美人关着不让用 那不是暴天天物吗 披醉嫩的几年 待在尼姑庙 真是天大的浪费 钱没有慢慢挣 但女人再不跑都老了 美人也斗不过时间的摧残 我只是离开了那堂 但没有离开寺庙 走出来一秒后 我如闪电般跑掉了 那些守在门前的尼姑 一下子躁动了起来 梦怡师太也是愤怒至极 打骂一声道 臭小子 还闹事 刚才是看在诸葛小姐的份上 这次给我打死他 话音一落 十几个尼姑怒气冲冲地 拿着棍棒朝我追来 我跑得快 趁着黑夜绕到了 后屋的一根大柱子躲了起来 等他们及时而过的时候 我才从柱子后面走了出来 然后闪身进入了一间杂物房 这个寺庙还算大 少说有二十间屋子 毕竟光尼姑都十几人了 不过这个杂物房臭烘烘的 灰尘又多 周围全是蜘蛛网 这里破桌子 破凳一大堆 还有一些残破的墓鱼 断裂的佛珠 残缺的佛像 就袈裟等等 我坐在了残破的桌子上 等待他们搜完 然后再出去 我必须留在这里 找出冷如霜的所在 他们跟要杀人一样 真打起来 我可能得涂光他们 这样做不太好 我选择潜伏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道火光落下 一个人形的东西 出现在房间面前 我有些奇怪 这是什么东西落下了 萤火虫吗 还是火把之类的东西 不可能吧 县庙里都通电了 而且也有手电筒 谁会用火把啊 好奇心大起 连忙扒开了门中的一条缝 想要一探究竟 可是门前什么都没有 但地上有两个焦黑的脚印 好像被火烧过一样 就在这个时候 周围又响起了搜刮我的声音 脚步声折返了回来 师父 找不到啊 明明看见他往那边跑了 师父 我这边也没有 都搜了 师父 这边屋也没有 真奇怪 那小子去哪了 找不到 都找了 师父 怎么办 声音四起 这些迷雇不停地在搜刮着我 而进入这个房间 也是迟早的事情 别松懈 他肯定没逃走 挖第三池 也要给我把它挖出来 孟一师太说着 声音有些颤抖 但是是那种被气的 发抖的抖 颤抖中带着怒气 我连忙缩了回去 然后翻开了破烂的恶臭杂物 钻进去以后 用那些东西 完全盖住了身体 希望能瞒得过他们 这里要搜吗 这个杂物间 都不知道多少年没打扫过了 好恶臭啊 而且灰尘多 全是蜘蛛网 搜 鬼知道他再不在里面 那臭流氓 如果躲在庙里 晚上我们睡觉都不会安乐的 两个尼姑在门前嘀嘀咕咕 商量好后 两人推门而入 近来就呛得直咳嗽 灰尘确实多 我是不敢出声 才强忍着 刚刚进来的时候 也是一阵呛鼻胃 难受得要死 没人啊 走吧 其中一个尼姑扫了一眼 可能太嫌弃了 都不想再进来仔细看 我本来都松了一口气 但另外一个尼姑 却摇头说道 不行 那一堆杂物能躲人 不能马虎 这个尼姑倒不怕脏 不怕累 拿着手电筒就开始靠近 还徒手去翻那些 破旧又恶心的杂物 好像不把我找出来 是不罢休一样 眼看藏不住 我直接先发制人 在他掀开我身上的桌子后 我直接一个苍龙出海 手扼住他的咽喉 让他无法发声 别出声 你要敢说一句话 我让他当场死在你面前 我连忙瞪着那个尼姑 利用手中的人质威胁他 那个尼姑被吓倒了 可能害怕同门残死于我手上 双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一点声音不敢出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不远处 好像有一个人在问他们 里面情况怎么样 搜到了吗 这时候我直接加大力度 将尼姑提了起来 手握重力 意思是 你敢说我就杀了他 绝不留情 那个尼姑还算有义气 缓了一会后 摇了摇头 没有 什么都没有找到 好吧 师太让我们集合了 不远处的尼姑说完后 直接走了 我们三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啪的一声 门重新关上 两个尼姑都落到了我的手上 接下来的时间 该问出冷卢霜的下落了 我不可能在这里躲一晚上 你想怎么样 两个尼姑依偎在一起 然后紧张兮兮地看着我 仿佛我是大色狼一样 两人紧紧裹住自己的尼姑依 生怕我上去就撕 像我这种流氓 没什么事做不出来的 放心 我素杨只吃荤 不吃素 我看着他们俩 瘦不垃圾的身材 两个人夹起来 胸都没我大 谁有空非理他们 什么婚啊素的 我们听不懂 两个尼姑还是非常紧张 不相信我 也害怕我 但他们落在我手里 可没有挣扎的余地 我想杀他们太简单了 反抗的话 只有死路一条 只能暂时委屈求全 他们估计也不知道 我的武力值 比他们强这么多 虽然从小练武 但在我面前 还是跟着小孩一样 别害怕 你们叫啥 我先安抚着他们的情绪 跟他们随便聊聊 没有前夕植入的话 他们估计会不适应 话题太干也不行 两人睁大眼睛看着我 居然不想回答 甚至在想着 怎么逃脱出这里 再不说 我把你们俩的衣服包了 然后扔出去 见他们不配合 我只好出言威胁 来软的不行 偏要割来硬的 那啥 那谁 我傻眼了 周梅说道 你们两个在耍我 谁耍你了 我法号就叫那啥 对 我法号就叫那谁 不幸拉倒 我 行 懒得跟你们掰扯 那谁你说 庙里关着的女人在哪 我指着其中一个尼姑问道 只要问出冷如霜的下落 那今天此行 也不算空手而归了 那谁有些为难 又拒绝说话了 低头沉默 明显是不想背叛师太 那啥你说 这个不说 我只能问那个了 那啥更是直接拒绝 摇头说自己不知道 那脖子比驴都绝 行 你们吃硬不吃软是吧 那我让你们吃一下最硬的东西 说着 我又开始拉裤子了 这些尼姑都害怕这些 打他们杀他们 估计都没有这个好使 你要干嘛 两个尼姑怕了 抱作一团 响喊却被我一手一个遏制住了喉咙 一言都无法发出 不说你们清白就别想保留了 我可不是什么好人 你们是知道的 不上点手段还真不行 而且时间也急 等下孟一师太知道少两人后 肯定会再次找到这里的 他们最终还是怕了 小白兔怎么斗得过大灰狼 小尼姑又怎么反抗得了大流氓 我松开一点后 内水捂着疼痛的嗓子说道 在寺里的最后一间房 那间房下面 有一个地下牢 那是清朝建造的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关着人 但师太每天都带着吃的进入那里 这个妙历史有点悠久 有地牢也不奇怪 冷如霜这种大小劫 居然被关在地牢 不知道他受不受得了 如果敢骗我 我一定回来糟蹋你们 我放下狠话后 两人都缩着脑袋 有点害怕 明显没有那个胆量骗我 我仰手就是两下 他们眼皮子一翻 直接晕了过去 倒在了满是灰尘的杂物里面 终于问出冷如霜的下落了 我趁着无人 急忙推开了房间 最后一间房在北边 另外一边有火光冒出来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而且 这里突然一个尼姑都没有了 庙里着火了吗 那真是天助我也 如果所有的尼姑都去救火的话 那我就可以直接就冷如霜走了 无人拦我 轻松惬意 按照那啥说的 我趁黑摸到了最后一间房 不过房门是锁着的 但小小一个锁 怎么拦得住我 我直接把门都给踢爆了 可发出如此大的动静 都没有人来 那边火光越来越大 估计真着火了 欣喜若狂之际 我连忙闯入了房间 一番摸索后 我发现柜子的后边有一个机关 旋转机关以后 房间的中间打开了一块板 然后下面就有楼梯 可以顺着下去 应该就是那谁说的地牢 庙里有地牢 那以前是为了关谁 这一庙不会是邪庙吧 不过清朝的时候 好像是和尚庙 到了民国以后 才突然变成了尼姑庙 感觉有点蹊跷 没有想太多 我直接钻了进去 地牢黑乎乎的 伸手不见五指 我连忙打开了手机手电筒 这才寻求到了一点光亮 下去以后就闻到了一股霉味 地牢空气稀薄 而且坑坑洼洼很多 造得并不精致 墙也是掉得非常难看 仿佛快要塌了一样 下面有很多跟监狱一样的牢房 我数了一下 至少有二十间 而且很奇怪 几乎每一间里面都有尸骨 有些牢房 甚至有十几具尸骨架堆放着 好像死前抱在了一起 尸体虽然已经只剩白骨了 但是衣服没有腐化 这些人都穿着僧衣 而且每个牢房的尸骨架起来 数量就不少了 起码有三十多具 甚至更多 我有个大胆的猜想 当年庙里的和尚 不会全都死在这里了吧 是被尸骨关在这里 然后杀死 或者活活饿死的吗 我佛慈悲 如果真是这样 那这些尸骨也太残忍了 图庙然后取而代之吗 想想我就感觉 鸡皮疙瘩起来了 这是佛还是魔啊 走到第十九间牢房的时候 突然看见一个女人 失魂落魄地坐在地上 她的屁股 下面垫有一张席子 但也是那种破烂不堪的 她劈头散发 蓬头垢面 浑身也是散发着一股恶臭 双眼无神 面无表情 好像一个麻木的傻子一样 眼睛的空洞 让人看着有点心酸 即使这样了 我也依然认得出 她就是京都三美之一 冷家的千金大小剑 冷轻松地掌上明珠 冷如霜 一个美人变成了这样 着实让人有点难受 不过她看上去 只是精神受了折磨 外表并没有什么事 就好像一个被关久的人 人都抹了 身体倒没有任何损伤 如霜 是我 如霜 醒醒 我敲击着牢门 故意发出尖锐的声音 去唤醒她 冷如霜终于回过了神来 看见我后 两只空洞的眼睛 终于多了一份光彩 苏扬 说出我的名字后 两行热泪终于落了下来 让本来就脏的脸 更是跟大花猫一样 如霜 我来救你了 冷如霜听见我这句话 突然掩面而泣 整个人都激动得浑身颤抖 诸葛克虽然不会杀她 但没想到是这种待遇 曹一死了 冷轻松也有份 诸葛克估计不待见冷如霜 别哭 我来了 说完后 我一手刀将牢门 披了个粉碎 将冷如霜解救了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整个地牢 都颤抖了起来 好像地震了一样 而且一股热浪 在上面传了下来 好像上面的房子着火了 糟糕 火烧到这边来了吗 那些尼姑在干嘛 不是在救火吗 地牢抖得很严重 跟快塌了一样 冷如霜可能营养不良 居然站都站不稳 本来这个地牢就造得不好 现在很多灰墙掉了下来 这样下去 它只是迟早的问题 没有时间了 我背着冷如霜就往上跑 虽然非常艰难 但还算顺利爬了上去 我没有猜错 这房间已经是一片火海 我不知道是诺医师太指导 我在下面故意放火烧我 还是之前那里 着火了 连烧到了这里 如果我是自己一个人 冒火我都能冲出去 但是背着冷如霜 我还真不敢冒这个险 它随便烧了哪里 都得不偿失 这张美人皮可娇贵着 这个房间熊熊大火 已经没有任何突破口 我大喝一声道 出来 鬼王的女儿 这时候 收魂湖里面一阵青烟冒了出来 鬼王的女儿 跟神灯里面的魂体一样 飘在了空中 只见她双手抱胸冷 哼一声道 你凭什么命令我 我又凭什么听你的话 你给我闭嘴 不照做的话 我保证 让你回不去沈洛伊身边 要不要试一试 冷如霜壳得很厉害 里面太呛了 而且温度高 并且马上就要烧到我们了 冷如霜身胶体弱 我怕她扛不住 切 算了 懒得跟你计较 说完后 鬼王女儿双手一挥 一股巨大的鬼力 带着阴风 仿佛剪刀一样 直接将整间火房都撕裂开来 然后轰隆一声 房间朝外分崩离析 破碎不堪 死鬼 还挺有能耐 我黑黑一笑 背着冷如霜跑了出去 总算成功脱困了 可出来后 我傻眼了 黎音寺一片火海 所有房间都被大火淹没 浓烟滚滚 怎么回事 孟一师太他们又不是不在 怎么没有灭火 这么大一个寺庙 应该也不可能没有灭火器之类的吧 就算拿水泼 也不会让火势蔓延这么快 现在直接把整个庙都给烧了 有点恐怖 糟了 诸葛克 我心里咯噔一声 担心诸葛克的同时 突然又产生了一个想法 狐仙 不会是狐仙放火烧庙吧 为了杀诸葛克 想到这里 我一下子就慌了 立马背着冷如霜 冲向了大堂 诸葛克可千万别出事 这时候 突然杂物房里冲出了两个泥菇 他们脸躯黑 而且衣服也烧破了几个洞 正是刚才被我打晕的那谁和那啥 幸亏他们及时醒了过来 不然要被火火烧死了 也多亏了刚才我下手不中 他们出来就瘫软在地了 然后眼睛流泪 不停地咳嗽着 明显没有我逃出来这么轻松 我管不了他们 直接朝着佛堂奔去 此时佛堂也是一片火海 佛像都被烧得滋滋作响 这时候佛堂之前全是半截尸体 还有一堆堆灰烬 那些尼姑全部惨死 他们是被烈火焚尽的 佛堂之前站着一个男人 他身披黑袍 头戴黑袍帽 但即使有衣物遮盖 也依然火光四射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身上的衣袍 不会被烧成灰 我心里一惊 不是狐仙 而是火男 这家伙真找上来了 之前跑掉的时候 我嚣张地朝他喊道 让他有种来京都 没想到他真有种 可我很奇怪 他为什么首先出现在黎音寺 别告诉我是 寸我而来的 我来这里除了诸葛克 他爸谁都不知道 孟一师太没有死 他跟狗一样趴在了地上 满身是血 衣服破破烂烂的 极其狼狈 身上的佛珠也散落一地 火男不是杀不死他 而是故意留他一命罢了 我扫了一眼地上的尸体 没有诸葛克的 不会变成灰了吧 佛堂这么大海 傻子也早该跑出来了 火男此时如神一样 屹立在孟一师太面前 然后冷言道 为什么和尚庙变成了尼古庵 孟一师太脸上黑漆漆的 看不出是惊恐还是镇定 他仰起头 看着这个满身带火的怪物 然后答道 我不知道 这个庙民国后 就是尼古庙了 清朝是和尚庙 更以前的 我就更加不知道了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来杀人毁庙 我们跟你有仇吗 杀人放火 需要理由吗 火男冷冷笑了起来 呵呵 呃 才是人的本性 这时候他来到了孟一师太面前 然后问道 佛连在哪 说出来的话 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一点 早死早投胎 不用浪费时间 孟一师太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庙里没有什么佛连 要杀要寡随便 我敌不过你 无话可说 阿弥陀佛 孟一师太打起了座 然后双手合十 口念佛经 好像在超度自己 佛 呵呵 这个世界肯定有魔 但不会有佛 如果有佛 你们相信的佛 怎么不来帮你们 哈哈 火男指着满地的尸体说着 一脸的嚣张 根本不把佛放在眼里 而且如他所言 如果真的有佛 那这些尼古所敬爱的佛 怎么不下来救他们 不是我佛慈悲吗 孟一师太不再说话 只是继续念着经 闭目不语 火男确实想杀了孟一师太 但我的出现 让他马上分了心 嗯 还有活人 火男歪头 看向了我这个方向 而我则背着冷如霜 慢慢靠近 这时候 冷如霜趴在我耳边说道 这个人怎么跟怪物一样 满身是火 看起来不太好惹 苏扬 我们还是快走吧 这些尼古关了我这么久 死有余孤 我们不要管他 走 好像 迟了 火男看见了我 那张活脸 马上兴奋了起来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缘分啊 小子 火男摩拳擦掌 估计在想丢我来个几分熟 我走之前那句话 把他气得半死 现在终于逮到我了 火男虽然盛气凌人 但我第一时间并没有理会他 而是朝着孟一师太问道 诸葛小姐呢 孟一师太听出了我的声音 但也只是睁开了半只眼 然后什么都没说 又马上闭上了 然后继续诵经 居然不理我 什么意思 我问你诸葛课呢 我咆哮着喊道 臭尼姑 都这时候了 还记着这些小愁 火男手一摊 好像在听孟一师太回答 这里满地都是 你自己慢慢找咯 全在这了 可恶 我瞪向了火男 这家伙不会真杀了诸葛克吧 有些尸体成了灰 我也无法辨认 别用这个眼神看着我 因为你也快要变成灰了 火男扭了下脖子 好像在热身一样 在黄河杀不了我 现在可不得 把我烧得灰飞烟灭 上冷如霜的身 带尸太走 我对鬼王的女儿说道 啊 鬼王的女儿有些惊讶 你不会想跟这种怪物单挑吧 这火恐怕我都扛不住 别废话 上冷如霜的身 然后带尸太走 我又说道 行行行 你自己找死 我也懒得管你 鬼王女儿说完后 嗖的一声 直接钻入了冷如霜的身体里 冷如霜打了个机灵 立刻被鬼王女儿控制了身体 然后她跳下了我的后背 扶起了孟一师太 孟一师太有点惊讶地看着我 因为她没想到 我会舍身救她 当即有些感动 人也立马软了下来 毕竟在这之前 她还是把我当成一个无耻的流氓 更别说 我会舍身救她了 诸葛小姐没死 她被人救走了 但是谁我也没看清 当时我们都在对付这个怪物 孟一师太 最终还是告诉了我真相 我松了一口气 诸葛克原来没事 谁就走了她 狐仙吗 还是她爸 又或者另有其人 她爸病奄奄地 不可能来这里 十有罢 九世狐仙 走 我来会一会她 本来没想到跟她打的 但没办法了 现在只能硬着头皮上 如果打不过 等鬼王女儿带她们离开后 我在脚顶抹油开溜 也不是不可 我吸收了一部分盘骨的力量 也刚刚好用她来测试一下 可火男见到孟一师太要走 突然有点不乐意了 连忙化成一道火光 掠过我想拦住他们 佛连在哪里 休想走 很明显 火男来这里 是为了佛连 而不是我 只是中途碰见了我 而想杀我 可我瞬间挡在了她的面前 灵符如盾 轰的一声 一道青色的符灵 挡住了她的火 土灵符 火男话音一落 火势加猛 一道火光如金龙 直冲而来 犹如太阳般灼眼 我拿出昆仑镜 以静光反射 火反火 以加倍的力量 反还了回去 可火男根本不怕火 而是直接将 反回去的力量 全部吃掉 脖子咕噜一声 吃掉了原来的火 可对付她身上的火 就算是昆仑镜 也极其烫 虽然有效 但几次过后 镜子就会烫得 融化皮肤 昆仑镜 能抵挡火的温度 但人不行 不过我用昆仑镜 挡住了她 鬼王的女儿 已经带着孟一师太离开了 切 臭小子 火男大怒 火势在她身上更猛了 恐怖的火焰喷天而起 如神火之柱 一样落下 想要我烧成飞灰 我今天要是拿不到佛帘 我就让你生不如死 每天烧你一寸皮肤 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火男咆哮喷火 神火柱无限落下 一道道火焰恐怖如丝 我除了躲避 根本没有还击的手段 不是实力不够 而是面对这种火 根本找不到手段还击 也挡不住这些火 法器 灵符在她的熊熊大火面前 会瞬间成灰的 而且超高的温度 让使用者也会瞬间受伤 这里瞬间一片火海 黎英寺被夷为平地 烧成了飞灰 我避无可避 啪一声双掌合一 口念咒语 看来得开天门请天雷了 那天对付叶寒一的时候用过 虽然没赢 但这招在傅长生的咒法里面 算上乘之作 非常恐怖 成功了一次就有第二次 这招之前用了 就会浑身无力 法力耗尽 但现在 我得到了盘古之心的力量 根本不用担心这个 咒语一出 灵符升天 咒法如朱砂 满地生风 席卷而起的时候 灵符引雷 寂静地天空热闹了起来 雷锁如灵蛇一样 在天空行游着 哄 一声天雷响 二声天雷降 天门一开 雷攻三声叫 火男不愧是怪物 他好像有点怕天雷 凡是妖魔鬼怪 无不怕天雷 邪恶怕两样 要么怕太阳 要么怕天雷 雷降渡劫 挨不过去就是身死 跪天门 尹天雷 你小子居然有此等本领 火男立刻进攻便防守 火焰筑墙 一道道神火形成九重高墙 护住了自己的命脉 哄 天雷轰向了他 电闪雷鸣 火焰四射 白烟滚滚 一道火墙破碎 三道火墙破碎 五道火墙破碎 七道火墙破碎 火男有些紧张了 可这时候 天雷停了 风轻云淡 雷鸣消失 哈哈 小子 你还是插了点火后 天雷虽猛 但我神火护体 你破不了我身 那死的就是你 唉 小子人呢 浓烟散去 我早已溜至大吉 破不了你神火 我不跑留着 在那里过年吗 这火男还是猛 九重火连天雷 都破灭不了 始终破不了最后两重 这次没有耗尽气力 而且还有剩余 跑得飞快 如果吸干那些盘骨之心的力量 可与一战 修好妖刀 火男未必是我对手 这次先溜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活着才是重点 见到在不远处 等我的鬼王女儿 和梦一师太 我连忙喊道 快特么走 那个怪物追来了 梦一师太有些惊讶 他实在想不出 我是怎么逃出来的 那怪物异常强大 而我这么年轻 如何能逃生 我懒得解释 带着他们往反方向跑了 火男没有追上我们 因为我这个反向跑很灵性 我们都活了 就是不知道诸葛克怎么样 正所谓角途三窟 我怕火男追过来 所以不敢回谷 于是将梦一师太和冷卢霜 都带到了天忆这里 天忆有自己的独立酒店 而且这个酒店非常隐秘 它并不对外开放 是用来招待客人的 农情他们也被关在这里 林莉莉带了很多人 在这里守着 怎么又来两个 还有这个女人 林莉莉看着冷卢霜 欲言又止 她好像把这个美人认出来了 鬼王女儿 本来上了冷卢霜的身体 离体后 本来就虚弱的冷卢霜 直接晕了过去 我将她安置在了另外一个房间 然后软禁了起来 我并不打算放她离去 如果还给了冷家 总感觉做了这么多事都白搭了 冷轻松最多给我一点钱 或者说谢谢 可现在我已经被赶出了苏家 本来就与苏家交好的她 就算我救了她女儿 也未必会待见我 最多表面上做一些文章 寻觅了这么辛苦 而且刚才还差点 跟火男拼了命 我可不想只换来冷卢霜的一句 我是个好人 我也不瞒你 她就是京都三美之一 冷卢霜 我对林莉莉说到 这个女人有点本事啊 冷卢霜浑身恶臭 蓬头垢面 她还能认出来冷卢霜 眼力不错 也能从侧面反映出 冷卢霜的姿色 确实不错 美人再鼓不再皮 真正会欣赏的人 确实一眼就能看出 一个女人的美丑 林莉莉本来就是练媒工的 苏阳 那你胆子也太大了吗 美人谁都爱 八大财团里面也有男人 可他们也不敢绑三大美人啊 周宇恩是自愿加入进来的 林莉莉不知道 是不是特别欣赏我 还是有木墙心理 看我的眼神跟别人不一样 眼睛会放电 能勾人 不过我并不在意 以她现在的魅属 还无法勾引得了我 如果上了我苏阳的床 她估计身价翻倍 总比当的金盆好 在天忆的手里 她也只是个工具人 难道指望 天忆会把她当姐妹吗 那你就错了 我不是绑她 而是救她 无法跟你详细解释 你找天忆来 她女儿有危险 之前张三峰说了 如果找不到天忆 会抓她的女儿 白苏苏去当替补 毕竟血脉传承 白苏苏身上 也流着天忆的血 林莉莉不敢怠慢这件事 连忙去找天忆了 而且现在李天 也在找她 唐朝李家的血脉 不知道能不能对付爱心绝罗 如果被李天找到 天忆 估计日子不好过 林莉莉走后 我推开了孟一师太的房门 她在床上打坐念经 我找李不二 给她处理了一下伤口 小命算保住了 但被火烧伤的皮肤 可没有那么容易 就痊愈 而且过程极其的痛苦 施主 找我何事 孟一师太停止了诵经 睁开眼睛看向了我 她满眼血丝 伤得并不轻 火男故意不杀她 但重伤了她 李不二医术高明 才让她减轻了不少痛苦 你认识那个火男吗 她为什么袭击了林斯 我朝孟一师太问道 孟一师太仰起了头 仔细回忆着 仿佛在想着什么 过了一会她才说到 佛本上有记载这种人 以怨恨为火种 是位世间最恐怖的火魔 想要将其消灭 只能以佛祖第二大徒金蝉子 坐下佛联当以镇压 金蝉子 那特末不是唐僧那个死混子吗 虽然她前世 是恐怖的六次金蝉 以万千圣灵为食 妇如无底洞 但投胎成唐僧 确实就是一个死混子 听说是当年佛祖开会的时候 她开小差被开除了 别给我整神话那出 佛联哪 我连忙伸手向孟一师太要 我救了她 要个佛联不过分吧 不是我 她之前已经死无全尸 化为灰烬了 听闻有东西可以克这个火难 我自然是兴奋不已 不然那玩意 是真的难对付 孟一师太却摇了摇头 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什么佛联 但是师父曾经跟我提过 黎音寺有三宝 佛印 佛联和紫金波 可是三样法宝都被偷到走了 这都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我们三代都没有见过这三样法宝 听说过就是有 只是被偷了吗 谁会偷我们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 孟一师太的话是真是假 或者他有 只是不想给我而已 毕竟这玩意也厉害 谁能给一个陌生人 救过他命也没用 利益为重 这时候 我又想起了地牢的尸骨 那全是穿着僧衣的和尚 我没敢直接问 而且也怕他隐瞒 只能旁敲侧击一下 听说 黎音寺以前是和尚庙 而且传闻 那些和尚都死了 你们是后来者居上 对吗 当然没有这种传闻 都是我献编的 我想看他孟一师太什么反应 我总感觉黎音寺的更替 没有那么简单 和尚庙突然变尼咕庙 真的闻所未闻 这个应该是首例 那些和尚 为什么会被关在地牢 为什么全部都死了 这不奇怪吗 我以为是自然消亡 然后尼咕才取而代之 没想到是人为的屠杀 孟一师太 果然嘴角抽出了一下 好像被什么东西直击心灵了 但他只是双手合十 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施主 这个我也不知道 前人所经历的事情 我们后人只能猜测 无法具体得知 民国所更替的黎音寺 现在都2022年了 你说我能知道原因吗 孟一师太很聪明 他没有直接回答是与不是 而是说不知道 这样就不用回答了 可他的反应有些古怪 黎音寺这事有点蹊跷 施主 我累了 想休息一会 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之前的恩怨一笔勾销 我过两天会离开 多谢 孟一师太看在我救了他命的份上 前面的事就不再追究了 死尼姑 算得真轻 救命之恩就这样抵销了 惊得很啊 好的 那就不打扰 师太休息了 我关门退了出去 不过对于孟一师太说的 佛连念念不忘 金铲子坐下的佛连 真有这么一回事吗 可那个庙宫的佛像 只有佛祖和十八罗汉 根本就没有金铲子啊 哪里来的佛连 火南能直接找来 说明他以前就在这个庙里吃过亏 而且被那个佛连克制过 不然不会出山 就找上门来了 那么 佛连到底给谁偷了呢 现在在哪里 如果能找到 老子是不是可以吊打这个火南了 黎英寺有三宝 不止佛连 还有佛印和紫金波 这么重要的东西 居然能被人偷到 那不用猜了 一定是出了内鬼 不然外人很难得手 说到佛印 我手上也有一个 不过这个佛印是地藏爷的 我杀了他后 占为己有了 而且之前杀了冥王 佛印和妖刀 都获取了冥王的力量 这个佛印本身就是黑印 是黑佛的 具体我也不知道 听闻是无天的佛印 应该跟黎英寺没有关系吧 虽然黎英寺是有蹊跷 但是庙还是光明正大的 并不是什么黑庙 佛也是正佛 不行 我得想办法找到这个佛连 这样我就有办法对付火南了 我打电话给强威 让他去帮我高架收佛连 只要是开过光的都要 主收金铲子做下佛连 这样一来 或许有机会能找到 黎英寺丢弃的佛连 而且也只有这么一个办法了 丢失的年份太悠久 很难去根据线索找到 只能大海捞针 挂了电话以后 我只能静等消息了 晚上的时候 突然收魂壶剧烈抖动了起来 好像有什么东西 要破壶而出 出来吧 我打开了收魂壶 鬼王女儿从里面钻了出来 苏杨 时间已到 该放我回去了 鬼王女儿说道 经她一提醒 好像确实是时间快到了 不过也还差两个小时 这段时间太忙 我都没有时间料理她 本来想给她一顿收拾 结果又受到了狐仙的阻碍 这样放她回去 我心有不甘 不给她一点教训 下次见我还是 吹鼻子瞪眼的 着实让人讨厌 虽然她这次也算帮了我的忙 但并不影响我对她的讨厌 她抢走了沈洛依 还对我态度恶劣 我人时忍尿 也不可能忍她 还没到 还有两个小时呢 急什么 我黑黑一笑 嘴角上扬 露出了一个阴险的表情 鬼王女儿双手抱胸冷 哼了一下 两个小时又怎么样 你还想干什么 我可不想继续待在这里了 两个小时能做什么 能做的事情可多了 我突然有了一个变态的想法 既然都是鬼 那结合应该没有问题吧 我突然用术定住了她 然后将她打入了黑葫芦里面 还将小倩抽了出来 我的鬼王全是儿子 没有一个女的 虽然刚刚出生没多久 但鬼不是人 即十八种误会东西 而生的鬼中之王 自然有那种信号信号存在于里面 鬼王女儿长得不差 既然这样 那就帮我的儿子们开开婚吧 苏杨 你干什么 走开 走开 鬼王女儿进入黑葫芦里面 放出了一声声惨叫 仿佛无助的少女 掉入了火坑 十个鬼王不是她能反抗和对付的 不狠一把 她根本分不清大小王 敢对我阴阳怪气 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黑葫芦的声音渐渐消失 她的声音被隔绝了 里面的正宁笑脸 我却能猜到 能有我这种老父亲 真是他们前世修来的福气 终于不用带娃了 可累死我 小倩漂浮在屋顶 打了个哈欠 依靠在房梁上 睡起了安乐觉 两耳不闻窗外事 真是一个与世无争的鬼 等到时间够的时候 我再将鬼王的女儿放出来 她被糟蹋的面目全非 不过鬼依然是鬼 一秒可以恢复 只是怨气更重了 恨归恨 但雷霆手段带来的效果是可观的 鬼王女儿根本不敢再瞪我一眼 生怕我在收拾她 带着惊恐和怨恨 连忙逃窜了 从窗口飘出去后 头都不敢回 直接消失在窗外 应该试回云墨轩找沈洛依了 呵呵 狗东西 下次再敢 对我出言不讳 我让你比这次更惨 就是不知道 沈洛依知道她的女人 被我这样糟蹋 会是一种怎样的反应 回去 结束以后 我将小倩收回了黑葫芦中 这时候只听见小倩 骂骂咧咧地说道 别摸 我是你老娘 还摸我大腿是吧 你急什么 刚才你不行怪我咯 滚开 一群二娃子 估计完嗨了 小倩进去的时候 还遭了几次毒手 看鬼王女儿痛苦的表情 EV时确实有点苦逼了 不过这些鬼王都是第一次 估计撑不了几分钟 一群垃圾 黑葫芦还是太挤了 等段时间得放他们出来 不知道靠着十个鬼王 能不能统治苏家 总有一天 我会跟苏魂一样 他失败了 但我会成功 反了苏家 接手苏家 改革苏家 不过最大的阻碍 应该是苏婷 还有一个守墓人 反苏家 这两个人如果赢不了 那永远都不可能登上王位 十个鬼王是我的底牌 所以我才好吃好喝地 伺候着他们 给他们找女鬼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灵力给我打电话了 电话那头他非常慌张 说话都有点语无伦次了 支支吾吾 断断续续的 听了几分钟 我才把他的话题 整理了出来 天忆死了 死在了他的秘密别墅里面 是上吊死的 我脑子嗡了一下 没想到会是这么一个结果 天忆居然死了 谁干的 我在电话那头 对灵力吼道 灵力吼说不知道 他来到的时候人已经死了 别墅里面全是尸体 天忆寝的那些人 全部一刀封喉 干净利落 无疑幸免 别墅里面全是血 墙上 地上 已经被染成了一片片 就在这个时候 电话那头传来了警笛声 灵力吼道 说了一声警察来了 就把手机挂了 非常匆忙 我想跟他说 小心一点都没来得及 因为可能凶手还在附近 警察这么快到来 很明显是杀人后在报警 真是嚣张 到底是谁干的 难道是张三峰 但这个不可能啊 张三峰抓他回去 炼天就行 反正他也反抗不了 何必杀了他 这不纯纯浪费吗 可除了张三峰 还有谁能杀他 天忆现在依然有 八大财团的身份 外人又不知道他出事了 所以不敢动他的 而且他请了很多人保护他 到底是谁 为什么杀了天忆 应该不会是张三峰 那还有谁呢 本来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工具人 没想到就这样嘎了 还有 不知道白苏苏知道 这个消息会怎么样 天忆一死 这里估计也待不下去了 没多久 百分百会被八大财团的其他人回收 看来其他人要转移了 这样一来 农情他们得安置去哪里呢 还有冷如霜 这个娘们 我可不想放他走 至于那个老尼姑就算了 他想去哪就去啊 我也不想留他 没多久 林莉莉就回来了 我的担心好像有点多余 他没出事 就是可能跑得及 脸色煞白 他一见到我就给我跪下了 把我吓了一愣 这是怎么回事 苏老板 天忆已死 以后让我跟你吧 我求求你了 我什么都可以做 一定会让你舒舒服服的 林莉莉回来的第一件事 居然不是跟我报告天忆的死 也不是说明现场情况 而是要我收他 这让我极其费解 天忆死了 他所表现出来的 不应该是这些 为什么 我冷冷抛出了三个字 如果主子死了是这种表现 一点伤心都没有的话 我可不敢要他这种人 谁也不是傻子 林莉莉说出了实情 像八大财团这些人 他们每一个都有忠实的手下 林莉莉跟金天命 亲弟他们不一样 那些人是忠于八大财团 而不是天忆 但林莉莉就是天忆养的 天忆很多事情 也是他亲手去办的 也就是说 他知道很多天忆的事情 也对八大财团的事情 有大部分的了解 像这种手下 主子一死 他的下场只有一个 那就是陪葬 天忆死了 他的手下如果还留着 那有可能会泄密 所以必须陪葬 这样说我就明白了 天忆一死 林莉莉如果想活着 必须让我收他 这是保他命的唯一办法 怪不得他这么害怕 收你不是不行 但有一个条件 你能不能做到 林莉莉想都没想 直接就疯狂点头说道 能做到 我什么都能做 让我吃屎都行 只要苏老板喜欢 林莉莉为了保命 什么都做得出来 其他任何东西跟命比 那都是微不足道的 他已经跟其他人不一样 今天命他们 是为了钱 或者还人情 但林莉莉是跟天忆绑定的 他的命 已经由不得自己了 帮我调教一个女人 我要她 我调起了林莉莉的下巴 然后阴朗地笑道 我要她 跟你一样骚 明白吗 冷如霜这块冰 交给林莉莉调教的话 不知道会开出什么花 结出什么果 那天晚上 我供她城门 久供不下 这娘们如万年枯井一样 怎么都凿不出水来 真是让人捉急 这个还不简单 包在我的身上 我一定让她比品如都骚 林莉莉信心满满 拍着胸脯保证 因为她就是干这个的 这种事情就是她的强项 如果这个都不行 那她真的可以去死了 可冷如霜不是那么好调教的 能不能听林莉莉的话都另说 行 以后你就跟我吧 你有什么秘密基地吗 带冷如霜去赞助一下 这里应该快要被回收了 我吩咐着林莉莉 希望她能先给冷如霜 找个安身之处 我不可能带回我家的 出什么事的话 冷清松一定会把账算到我的头上 而且修罗知道了 说不定连和冷清松来定我罪名 他们当初就合作过 整死了曹毅 我才没那么蠢 林莉莉带走了 有什么事林莉莉可以背过 我置身事外的话 更加可以运筹帷幄 有 我自己在京都也有房子 虽然不及你们的豪华 但藏一个女人 还是足够的 林莉莉非常懂男人心 我想做什么 她已经一清二楚 冷如霜 在京都受尽千万男人的跪舔和追求 哪个男人不想跟她心好心好一刻 我想做什么 那不是司马昭之心吗 那你先带她离开 帮我好好调教 记住 不要泄露她出去 不然 你必死无疑 冷清松爱女成狂 林莉莉敢暴露冷如霜的行踪 那她肯定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明白 林莉莉知道该怎么做 叫来了一辆非常隐秘的武林红光 将昏迷的冷如霜带走了 至于朱雀一族的三个人 我小看他们了 等我来到他们房间的时候 三个人早已经离去 看守的人全部昏迷 无道大叔出的手 他们脑门一片焦黑 估计被南明里火袭击了 不过没有下死手 能这么精准控制火焰 伤人不致死的 应该只有无道大叔了 农情还重伤 十三个没有这个本事 房间里留有一纸条 上面写道 感谢救命之恩 可我们实在不喜欢被人软禁 若有缘 再相聚 欠你的 会还给你 农情 看完后 我笑着 将纸撕成了碎片 京都鱼龙混杂 没有那么好混 朱雀一族的组长 不可能带着完毕之身离开京都 我说的 这个火匹我要定了 还有 火南也来的京都 朱雀一族与他有仇 这三个人 必定在京都危险重重 现在全部都走光了 还剩一个老尼姑梦一失态 我没有敏感他走 而是在他隔壁整夜的播放小日子之片 酒店隔音不好 一整夜的哼叫 让他彻夜难眠 第二天红着脸 不告而别了 都走了以后 我花了大价钱 将天翼的尸体强行领了回来 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邀功和将天翼的尸体献出去 以此来证明 我跟他没有关系 天翼的尸体回来后 我查看了一番 他确实是吊死的 至于是被人吊死还是自杀 那我就不清楚了 如果是杀了再吊起来 那脖子上的勒痕不会伸 也不会吐舌头 但要是吊死的话 勒痕非常深 而且会吐出半截舌头 杀光了天翼的人 一见封猴 还吊死了天翼 到底是何人所为 我已经分析过了 不会是张三丰 或者是八大财团的人 那还会是谁 天翼在京都有天大的仇人吗 我有一个猜想的人 那就是周宇恩 周宇恩八戒 我就是为了杀八大财团 以此完成曹帅给他的任务 现在天翼托团 正是杀他的时候 而且好多天不见他了 也没有再来找我 就在我猜来猜去的时候 中午里天就来了 张三丰要他找出天翼 如果找不到 就拿他的女儿白苏苏来顶替 可没想到他来的时候 天翼已经是一具尸体 他非常惊讶 因为除了我 还没有过任何人敢杀八大财团 如果我不是正好被张三丰需要 我也得死 在李天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突然朝我瞪了过来 一副怀疑我的样子 刚才他也说了 只有我敢杀八大财团 你看我干什么 我杀他有什么好处 你不会觉得 凶手是我吧 我差点没笑出来 这里天真逗 我杀的还会献尸给他 我直接就毁尸灭迹了 李天没有证据 但还是不相信我 他开始仔细勘察起了尸体来 想找出一点蛛丝马迹 毕竟他要给张三丰交差的 他想看就看 我也不拦着他 因为人根本就不是我杀的 我没有必要心虚 可在李天查看尸体的时候 突然天忆的眼睛睁开了 布满血丝的死人眼 极其恐怖瞪着李天 李天一个猝不及防的语气对视 然后猛地打了一个冷战 你没事吧 我看李天突然脸色煞白 好像被吓到了 但不就是死人睁眼吗 他手下有能人 就算天忆诈尸了又怎么样 用得着吓成这样吗 没 没事 就是感觉 好像被针刺了一下 李天说着奇怪的话 这时候他带来的手下 连忙将天忆的眼睛重新抹闭了 后面再也没有睁开过 他们还问李天有没有事 可李天却摇了摇头 说什么事都没有 可能只是被突如其来的一幕吓了一下 天忆的睁眼虽然恐怖 但也不至于吓成这样吧 我不相信 李天没有杀过人 这个也只不过是正常死人的睁眼 不过有一种说法是 死人有怨恨 所以死了会开眼 估计是死不瞑目 有点口渴 给我倒杯水来 李天吩咐道 他被扶到了椅子上坐着 没多久 手下就给他端来了一杯水 他一饮而尽 但是扭了扭脖子后 好像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说还渴 又要了一杯 接着他又连喝了三杯 而且越喝越渴 这时候 我已经感觉不对劲了 忙问他 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之类的 刚刚来的时候明明没有事 怎么突然就可成这样了 李天说他也不知道 没什么不舒服的 就是口渴 而且还在继续喝水 可我看见他嘴唇和皮肤都在干脸 而且清筋爆起 越喝越渴 喝到第十一杯的时候 他的肚子已经跟皮球一样圆了 这时候 他的手下也开始慌了 因为李天还在淘水喝 而且怎么喝都不解渴 老板 别喝了 快叫李博二 那些手下虽然知道不对劲 但却看不出端倪 未经之际 只能请李博二这个诡仪 可李博二还没到 李天突然喝水的时候呛了一下 可他吐出来的不是水 而是血 喉咙跟喷泉一样 不停地涌 鲜血立刻染红了他的脖子 染红了他的衣裳 他双眼翻白 只能发出呜呜呜的声音 老板 他带来了四个手下 这四个人立马慌了 连忙分别按住李天的手脚 然后去点他的穴位和命门 还有一人按人钟 但好像已经迟了 突然听见喉咙喷的一声 李天的喉管炸开了 血肉模糊 血末中有一些恐怖的细小虫子 怪不得他一直喊渴 那些虫子依附在他的喉管上面 给他制造了渴的假象 所以要不停喝水 一喝水 那些依附在喉管的虫子 就会被冲下去 进入体内 进入五脏六腑 进入胃里面 虫子啃咬吸食五脏六腑 李天就吐血了 整个过程非常快 大概也就六分钟左右 喝水李天也是一口气喝的 李博尔终于来了 他看着那些血末中的那些虫子说道 蛊虫 李老板什么时候种的蛊 他一边说话 一边用手术刀 慢慢去割开李天的肚子 李天已经死了 poster也没有什么问题 跟我猜的一样 肚子里全是这种虫子 非常小 但是会吸食血肉 非常恐怖 而且数量也很多 李博尔说 这种虫子御水会瞬间分裂 极其恐怖 跟细胞一样 这种蛊虫应该灭绝了才对 由于太毒 连蛊狮也不会去养这种蛊了 种了这种蛊 无药可解 而且会死得很惨 这时候 李天的手下 突然把毛头对准了我 因为李天今天谁都没有见过 就见了我 而且根本没有去过任何地方 也就是说 下手的 只有可能是我 我当然没有对李天下蛊 我也不懂蛊 虽然接触了白蛊 但我可没有学过这些 这时候 我想起了刚才天忆的睁眼 立刻察觉到了什么 然后马上要李博尔检查天忆的眼睛 因为刚才李博尔跟天忆对了一眼 他人就开始不对劲了 说来也怪 天忆谁都不瞪 就睁眼瞪李天 李博尔连忙小心翼翼地去解剖天忆的尸体 剖开以后 天忆的喉咙居然塞了满满的一大团头发 还有脑子已经不见了 脑袋里全是跟蜂窝一样的东西 看到我密集恐惧症都犯了 但是没有看到任何虫子 李博尔说这是古种 比刚才产生的古虫还要小 眼睛连同脑袋 刚才那一下 估计李天就中招了 当然了 古术邪门无比 博大精深 李博尔也不知道原理是什么 古术都不知道多少年了 除了古师 谁也说不清其中的奥妙 这下我懂了 有人利用天忆的尸体杀人 而且选中的就是李天 我们这么多人都没事 就李天中招了 也就是说 凶手就是要杀他 杀完天忆杀李天 毫无疑问 这个凶手就是冲八大财团而来的 一剑封喉 说明是个用剑的高手 用古术 那凶手是个古师 有可能是苗疆那边的人 现在凶手不确定是一个人 有可能是多人协防作案 杀人灭口 天忆托团 所以可以直接杀之 可李天还是有人保的 而且都是高手 但凶手却用了古术 还是利用尸体作案 我们都很难防范 而且无法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李天直接被做了 短时间内 死了两个八大财团的人 张三丰知道后 不知道是怎么表情 还想九个人练天 现在就剩七个了 我看你怎么办 这个凶手也牛批 不知道是何许人也 真想会一会他 古师不多 恐怕很快就能被张三丰查出来 那老不死也不是赤素的 李天一死 还真别说 我的嫌疑就增大了 谁也不知道 天忆的尸体 有没有被我动过手脚 但尸体却是我领回来的 李天的手下走了 估计得回去 报告给其他的八大财团 到时候张三丰也会知道 我私下问过李博了 问他对这个事情什么看法 李天死于古独 外门人很难看得懂 太邪乎了 就连我都不知道 这古独是怎么做到 瞪眼就中招的 这也太恐怖了 李博二说 苗疆古师已经越来越少 能用这种古独的人 几乎已经死绝了 他也没有头绪 凶手敢冲八大财团而来 那也绝对不是普通人 只要一查京都用谷的高手 或者就会水落石出 凶手用谷看着精妙 其实已经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既然如此 那事不宜迟 我让李博二赶快去查 不惜任何代价 反正用的也是八大财团经费 花多少钱都跟我无关 不过我特意嘱咐了李博二 亦有消息 先跟我联系 像这种人才 被杀那就太可惜了 凶手坏了张三丰的计划 被抓到是必死无疑的 如果有可能 我想那为己用 虽然风险很大 李博二连忙点头乘势 跟了我一段时间后 虽然属于公家人 但也算有求必应 老中医圆华 谁也不想得罪 像急了在职场 莫爬滚打多年的老油条 李博二离开后 我托人将天意和李天的尸体 运回了孔明楼 这两具尸体中了古毒 而死贼恶心 我是一秒都不想看到他们 而且送回去 让其他六个人 慢慢研究更好 反正我不是凶手 我本来想通知白苏苏的 可这个女人带着姐姐 已经不知所踪了 她之前来京都 被我赶出去后 再没有出现过 如果离开了京都最好 那张三丰就不会抓她了 就是不知道 她得知母亲惨死 会是怎么样的心情 或许他们母女俩 感情并不深 毕竟没有生活在一起 白木深受前世怨魂折磨 可天意并没有伸出援手 估计早已经闹翻 而白苏苏 却是对姐姐不离不弃 他们注定不会感情太好 既然找不到白苏苏 那我也只能搁浅了 反正告诉她 妈死了不是什么好事 不说也就不说了 因为我 还有别的事情要去做 现在对于我来说 诸葛克更加重要 天意的酒店没多久 就被八大财团回收走了 包括她的所有财产 离开那里后 我到处打听诸葛克的下落 我去过一趟诸葛家了 可是诸葛克并没有回来 后来才打听到 诸葛克被一个叫公孙强的就走了 现在在公孙家 公孙家族 以前占卜术也非常厉害 差不多能与诸葛家并驾齐驱 可后来慢慢就沦落为二流家族了 十里一日不如一日 新一代的 也就这个叫公孙强的厉害一点 不过跟高手比也就那样 但公孙家好像对坑蒙拐骗 多了一层认知 包装好自己后 一顿吹嘘 所以公孙家在普通人眼里 还算吃得开 有不少明星和豪门 找他们算命看风水 可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公孙家什么水分 我们都知道 阴阳江湖的人都低看他们公孙家一眼 最不屑就是这种假大控 谁不知道 他们公孙家一日不如一日了 只不过时代不一样了 现在无论什么 都讲究包装和营销 公孙家这一点 还是做得很好的 就跟娱乐圈的小鲜肉一样 所以赚得盆满钵满 可有钱不代表有地位 公孙家还是想重铸往日荣光的 于是公孙强一直有个梦想 那就是与诸葛克珠连闭合 再创公孙家辉煌 如果有诸葛家的占卜算卦辅佐他 那公孙家必定能崛起 而且诸葛克倾国倾城 三美之中身材最好 智慧最高 谁见了不迷糊 可诸葛克根本不掉他 追诸葛克的人太多了 能入诸葛克法眼的男人只有曹义一个 其他的男人 基本上连见他一面都难 我也是耍流氓 不然根本进不了诸葛克的身 他有红湖大志 一般的男人真瞧不上 公孙强当了几年舔狗 但依然一无所获 我查过这个公孙强 他把自己比作入云龙 但实力也就个二流水平 这还是指的占卜算卦 斩妖除魔 估计更菜 那天怎么就能从火男手中 就回诸葛克呢 还是说 当时火男根本没理诸葛克 一心想要佛连 只是逮住了孟仪师太 所以给公孙强有了可乘之机 不对啊 诸葛克行踪非常隐秘 根本没有人知道他来了零四 公孙强又是从何得知的 他能算出来 我总感觉有人从中作梗 说不定狐仙就是那个人 想利用公孙强来 与我决一胜负吗 那小子行吗 话不多说 我直接前去公孙家 会一会这个小强 他救了诸葛克 来了一回英雄救美 不知道会不会趁虚而入 或者向诸葛克提出什么过分要求 毕竟救命之恩 那可不是什么都能报的 公孙家的人高傲得很 好像他们高人一等似的 就连管家都有点瞧不起人的样子 见我穿着普通 话不多说 就要赶我走 我说是来找公孙家办事的 可管家却说 公孙家只招待贵宾 我这种普通人 去天桥下面 找个算命老就可以 还赶来他们公孙家 真是不知道 自己几斤几两 我让他别狗眼看人爹 我出一千万 就要公孙强一挂即可 要求不多 管家半信半疑 看了一眼我穿着朴素 眉头紧簇 严重怀疑我能不能拿出一百块 别说一千万了 可一千万对于公孙家来说 可不算少了 而且还只是 求一挂而已 好不容易来个大活 管家要是搅和了 那他不得脱层皮 挂数这个东西 价值可高可低 厉害得一挂难求 千金难买 垃圾得两块钱到五块钱不等 天桥底下的算命先生 随手都能帮你算 准不准看他猜得准不准就完事了 不过公孙家的话 应该也就一两万的水平 包装营销成大事后 有个十几万吧 一千万谁还找他 王思聪曾经说过 人家只是有钱 不是啥 管家考虑再三后 还是去通报了一声 让我在外等候 他也虚 怕耽误了公孙家的生意 毕竟京都卧虎藏龙 有些人就喜欢穿的拖鞋 拿一大串钥匙收租 那些才是大佬 没多久 有一个看着像空虚公子的人出来了 脸很白 不知道涂了什么 但黑眼圈很重 看上去确实很空虚 他就是公孙强 也不能怪公孙强由头粉面的 毕竟这个年代 干什么都看脸 风水是有颜值 那别的不说 富博肯定是一大把的 万一遇上个什么老公不孕不育的 那代孕肯定给整上 而且 风水是本来桃花孕就不少 可这个公孙强 看上去一副肾虚的样子 就这还想追诸葛克 胸那么大 你扛得住吗 不是我说 公孙强如果娶了诸葛克 最多活不过三年 粉骷髅可是要折瘦的 身体不好 就不要想美人了 公孙强跟管家差不多 也是一副看不起人的样子 见我如此穿着打扮 刚才兴奋的心情一下子没了一半 估计是听管家说有一千万 人都快笑傻了 出来一看 啪 一千万没了 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小伙 穿着半旧的衣服 哪来一千万 而且 京都的有钱人 他应该大部分都见过 根本就不认识我 哪来的普姓男 还一千万 你可别在我公孙家撒野 不然我报警抓你进去坐牢两年半 真是不知好歹 哪里都敢来坑蒙拐骗 公孙强急了 还以为有一千万 一下子泡汤的感觉不好受 上来就要骂我 油腻的刘海一飘一飘的 有点像我汉哥 虽然不丑 但很油 公孙家这么狗眼看人低吗 这是一千万支票 我是带着诚意来的 你这么整不好吧 我连忙写了一张一千万的支票 让他过目 不给点东西他看看 他不会相信的 真的假的呀 你这鸟样 还拿得出一千万 唬人的吧 公孙强拿着支票 连忙开始打电话去查 得到银行答复后 脸上的表情 开始两极反转 笑得抬头纹都要裂开了 哟 大老板 不好意思 别人眼捉了 眼捉了 我长嘴三下 公孙强一副舔狗嘴脸 开始轻轻 长了自己嘴巴三下 笑得跟太监一样 这时候 我连忙夺回了支票 转头就走 把他吓了一愣 差点没跪下来求我 不是为了一千万 而是怕得罪 能拿出一千万的客户 一挂出千万 那可不是小人物了 现实不是 哪里一出手 就是十几亿的 这种就是误人子弟 写这种的作者 就是傻鸟 别 别 我真错了 是我狗眼看人爹 老板给我一次机会 包你不会后悔 我们公孙家的占卜术 天下无双 不准包陪 看风水也可以 一定能让你多子多福 万事太平 后事无忧 公孙强着嘴皮子 不去德云社可惜了 但说开花也没用 还得看真本事 天下无双 真不真啊 我皱眉假装半信半疑 这家伙也真敢信口开河 不过也就骗骗普通人 我听了有点想笑 真高人不会太美精 当然是真的 你是一下就知道了 公孙强连忙将我往回拉 然后大喊一声道 管家 给我把82年的龙井拿出来 我要招待贵客 在半推半就的情况下 我进了公孙家 这家伙是生拉硬拽啊 我要是有他 拉客这么强 估计以后都能跟马哥平起平坐了 公孙家的院子重归重矩 可能是我豪华宅子看太多了 数额上去的宅子 没有门路买不到的 有钱也不行 这就是京都 公孙家的下人还可以 一个管家几个保姆 反正比诸葛家要强 不过人也多 毕竟一个家族住一起了 不像诸葛家陆续凋零 好像就只剩诸葛克一个独苗了 可能是诸葛家泄露天机太多了吧 反正这种厉害的占卜算命家族 一般不是短命就是绝后 或者后人稀少 毕竟有老天爷刁难 为了让诸葛家重振雄风 看来诸葛克 还得找我这种精壮的男人才行 公孙强 估计怕别人影响生意 将其他人都赶走了 然后亲自给我沏茶 贵心啊 老板 公孙强一边倒茶 一边问道 姓苏 叫我苏老板就可以 我暂时不想泄露自己的名字 怕有什么变故 我来主要还是为了诸葛克 但公孙强不可能让别的男人见诸葛克 除非是他爸 为了见到诸葛克 我只能用另外的办法 顺便细耍一下情敌 可别小看舔狗 舔狗舔狗 舔到最后 应有尽有 好的 苏老板 请问苏老板要占卜 还是看风水 刚才管家说了 你的要求是算一挂 一千万 公孙强怕我反悔 还故意提醒了一下 真是掉钱眼里了 是没办 句句不离钱 我把一千万支票拍在了桌上 对 一挂一千万 但要准 不准的话 能不能双倍赔偿 公孙强愣了一下 明显底气不足 过后呵呵两声来掩饰自己的尴尬 哼 苏老板 你先说算什么吧 姻缘 仕途 财运 健康 你给我算算世界杯下场谁赢吧 我输妈了 再不回本我 都想上天台了 我直接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扑的一声 公孙强刚刚入口的茶水喷了出来 脸色极其不好看 苏老板 你在逗我吧 公孙强说道 我呵呵一笑 怎么 算不出来啊 算不出来 那我找别人了 自己本事不够 不要怪别人的要求苛刻 懂吗 我这样一嘲讽 公孙强立刻来劲了 当即派出说道 开玩笑 我入云龙会算不准 什么都能算 你太小看 我们公孙家的挂数了 但我们不提倡赌博 赌博 我没说买球啊 你想哪去了 我就是想知道结果而已 一千万买个结果 公孙强有点诧异 这是有钱还是 闲得蛋疼啊 没错 就是买个结果 但是算错了 你要赔我两千万 我倒要看看 这个家伙敢不敢见 他算不出来的 只能靠猜 猜错了 我让他得不偿失 可这家伙还是淹了 估计钱的数目太多 他有点不敢 苏老板 算挂这种东西 天意难测 挂不算尽 就算半仙苏胜来了 那也不敢包准了 你这是为难我 爷爷不愧是 算挂界的泰斗级人物 居然还被公孙强 拿来当偶像 但他好像在扯淡 爷爷一生全挂无措 无漏 谁说不包准了 那我再给你家九千万 凑够一个亿 你敢不敢接 支票改成了一亿 公孙强一下子就站起来了 眼睛都看得直直的 一个亿的大单啊 2022年就剩两个月不到 赚了这单 就可以过肥年了 他表情开始了微妙的变化 这家伙开始打歪主意了 没错 就是这样 小强 他不知道 他的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中 犹如一只傀儡 一步一步被我操控 直到见到诸葛克为止 公孙强虽然很想赚这一个亿 可是这也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算不准的话 那是要双倍赔偿的 公孙家虽然不是顶流算卦家族 可也是有金字招牌的 他也怕砸了自己的招牌 所以不敢当老赖 怎么样 公孙少爷 我见他虽然贪婪 但也犹豫再三 于是便忙着催促了他一下 不过我相信 他根本抵挡不住一个亿的诱惑 世界杯这种事情不能盲目算的 因为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跟福利彩票一样 命运的转轮有自己轨迹 算出来极其难 公孙强没有拒绝 但也没有马上同意 而是拱手对我说道 苏老板稍等 我等一下给你答复 说完后便悄悄退去 我知道他要去干什么 不用问 一定去找诸葛克了 他算挂不行 只能找诸葛求助 毕竟救了诸葛克的命 这一个亿 自然是要靠诸葛克赚回来 这 就是我利用钱来诱惑他的原因 等一下我自然能见到诸葛克 而且 理由很正当 大概十几分钟后 公孙强偷偷摸摸地出来了 然后一脸肯定地对我说道 苏老板 妥了 在下算出来了 哦 是吗 说来听听 我假装极其高兴 这时候 公孙强偷偷在我耳边说了结果 好像生怕给别人听到一样 还说天机不可泄露 毕竟一个亿买来的结果 谁也不能白听啊 听了后 我这我没说道 公孙少爷 要是不准怎么办 公孙强答得很快 当即就说道 不准的话 两个亿奉上 绝无戏言 我呵呵笑了起来 公孙少爷 刚才还支支吾吾 迟疑不绝 现在怎么突然又算出来了 而且 不但算到谁输谁赢 还精准到比分 这 不像你算的吧 莫非 公孙府上 还有其他高人 嗯 这 公孙强支支吾吾了起来 明显跟我刚才猜的一样 这家伙铁定是找诸葛克帮忙了 诸葛克看在救命之恩的份上 绝对不会推辞的 不过 就算诸葛克算出来了 他也不能去买 依靠这个赚钱的挂师 不会有好下场 我连忙收回了支票 一副做事要走的样子 公孙强急了 连忙拉住了我 哎 你要干嘛 结果告诉你了 钱敢不留下 我冷冷一笑 公孙强 这挂师谁算的 我都不知道 给哪门子钱啊 你敢发誓 是你算的吗 来 起个誓 说 如果不是你算的 你家户口部只有一页 你少给我扯犊子 结果已经给你算出来了 不给钱休想走 公孙强怒了 上门耍无赖 那不是踩他头上吗 他公孙强 怎么能忍 给钱可以 帮我引荐一下那位高人 我有的是钱 这一个亿给你 如果见的人确实厉害 我还有额外介绍费 怎么样 我又开始寻寻善诱 就是为了最后见到诸葛克 公孙强很难摆脱金钱的诱惑 不断地犹豫不决 那个 苏老板 你这么年轻有为 你应该成家了吧 或者 有女朋友了 公孙强突然转移话题 他当然 不是故意转移话题 这家伙心眼多着 他怕我单身遇到诸葛克难以自拔 最后跟他抢诸葛克 呵呵 女人 我可对那玩意 没有什么兴趣 我其实是基建选手 你懂吗 我说完后 拍了拍他厚实的屁股 公孙强顿时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不过表情却非常高兴 原来喜欢基建 有钱人十个 有八个有怪癖 看来没错 既然这样 那我就放心了 苏老板 那钱 钱先给你 我直接把一个亿递给了他 现在他已经 对我放松了警惕 应该不会出而反而 收了一个亿的支票后 公孙强笑的 何不拢嘴 这种大单 估计他一辈子都借不到 而且还是 毫不费力的情况 苏老板 实不相瞒 其实给你算挂的是 诸葛后人 诸葛家的千金 京都三大美人之一 诸葛克 果然和我猜的一样 但我还是得装作 很惊讶的样子 连忙说道 怪不得 早已经仰慕 诸葛家的占卜书多年 公孙少爷 请快给我引荐 我有众筹 好 他现在就在我府上 苏老板 请 公孙强为了留住 我这种大客户 只能按照我说的做 而且我出手阔绰 他不可能跟钱过不去 来到后院 公孙强打开了 其中一个客房 里面住着的 正是诸葛克 他伤得不轻 现在正躺床上休息 不过应该没有生命危险 诸葛克看见我有些惊讶 没想到我 居然能找到这来 不过以他的聪明才智 应该很快就能反应过来 找公孙强算卦的是我 我给他使了一个眼色 是以我有话跟他说 但公孙强在这里不方便 得支开他 诸葛克很快就明白了 公孙强都没有说话 他倒是先说上了 直接就对公孙强提出要求道 你先下去吧 公孙强一脸猛逼 他本来是要引荐的 可是他还没说话 这两人是咋认识的 你们 公孙强仿佛意识到了什么 别你们了 你也不想失去 我这么大的客户吧 走吧 我有话 跟诸葛克小姐说 那一定当作 你对诸葛克的救命钱了 我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公孙强马上明白自己上当了 正想赶我走 但诸葛克却挥手说道 你先下去吧 我有事跟他说 与你无关 公孙强还想说什么 但却感觉极其无力 最后只能转头离开 我把门关上以后 诸葛克却冷哼一声 苏杨 你也太会死缠烂打了吧 居然还能追到公孙强来 冷如霜 应该也找到了 又何必再来纠缠我呢 冷如霜哪能跟你比 要是知道你有危险 我绝对不会管你 第一时间救你的人 只能是我 我拍着胸膛发肆 鬼知道火男会出现在零四 那也太巧了 当然了 我只是说着玩的 两个我都要 最多我不就孟强失态了 老尼姑早点上西天找佛祖 也不见得是坏事 少有嘴滑舌了 我可不相信你这种臭男人 还是那句话 我对爱情没有兴趣 你要是为了这个 大可不必 诸葛克可真是硬啊 想追到他真不容易 狐仙来了也不行 那你就错了 我花了一个亿 可不是来找你谈情说爱的 黎因斯被烧了 那个火男差点杀了孟强失态 我想找你商量一下 怎么对付那个火男 我转移了话题 既然无法直接追 那就只能继续用手段了 老实人只能吃屎 辽妹还得靠渣 那个怪物着实棘手 我暂时没有头绪 甚至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更别提找出它的弱点了 诸葛克似乎也在考虑 怎么对付那个火男 这种怪物来京都的话 是极其危险的 而且黎因斯跟诸葛家交好 现在黎因斯死了那么多人 妙被烧 诸葛克自然想帮其报仇 我也不再隐瞒 将黄河神宫的事情说了出来 关于火男的一切 我所知道的一字不漏 凭诸葛克的智慧 我相信可以想出对付他的办法 还有关于佛连的事情也说了 那是克制火男的东西 希望诸葛克能算出来 诸葛克听完后 突然皱紧了眉头 他说 当年黎因斯的三样宝物 都是被人盗走的 而且那样的宝物 外人基本上很难偷到 因为你连放在哪里都不知道 极其可能是庙里的内鬼所偷 再者 就是火男故意来黎因斯找佛连 也知道这个东西能克制他 说明他以前肯定是知道佛连的 而且知道其作用 分明就是 对佛连非常熟悉 再说到黄河神宫的事情 当年朱雀一族 是黄河神宫的守护者 那是朱雀墓 也属于守墓人 后来被火男蛊惑 一起进黄河神宫偷盗 朱雀一族的人 带出了一些神语 而火男带出了什么无人之道 出来后 朱雀一族的人 由于坚守自盗 被朱雀诅 所有族人后代 被南鸣离火折磨 要靠水地而活 身体虽然拥有南鸣离火 但是却要从效 接受火焰的影响和侵蚀 苦不堪言 火男则成为了怪物 变成浑身是火的火人 没人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佛门偷盗 三宝师妾 又去黄河神宫偷盗 蛊惑朱雀一族到朱雀墓 又熟悉佛连 知其作用 诸葛克的逻辑感很强 一下子就连在了一起 他大胆猜测 这个火男的前身 或者就是黎音寺的和尚 就是有一点诸葛克想不明白 如果佛连已经被火男偷走了 那他为什么还会来黎音寺找佛连呢 因为有一点想不通 所以诸葛克没敢完全断定 自己的想法是对的 可是我有一件事 没有告诉诸葛克 那就是地牢里面的和尚死士 可能被偷到的三宝 其实已经找回了 而火男就是为了躲避佛门的惩罚 才逃去黄河的 可和尚被杀 尼姑接手黎音寺 他们害怕三宝继续被夺 于是依然撒谎 三宝被到至今下落不明 也就是说 三宝其实还在 只是孟一师太撒谎了 靠 不是说出家人不打狂语吗 你知道 为什么黎音寺从一个和尚庙 变成尼姑安的吗 我终于忍不住问了诸葛克这个问题 因为诸葛家跟黎音寺交好 或许能知道实情 当初我都不敢问孟一师太 因为如果是杀人的活 他不会如实告诉我的 黎音寺有多少秘密还未知 出家人不打狂语 只是一种妄想 多少和尚尼姑 六根未尽的 诸葛克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孟一师太从未跟我说过 我也不好意思问 这种事情比较敏感 我们都是红尘中人 难管佛门中士 那你能算出佛连在哪吗 我又问道 如果佛连真在孟一师太手中 那他为什么不拿出来对付火难 佛连根本就不在黎音寺吗 被孟一师太藏在了别处 诸葛克还是摇了摇头 不行 我爸或许可以 但他这个身体 也是 岳父大人身体抱恙 不宜再算挂了 谁是你岳父 不要脸 诸葛克翻了翻白眼 一副嫌弃的表情 你没认 但他可认了 可不是我乱说 何图就是聘礼 只是我没给他 要亲自交到你的手里 诸葛克虽然对何图没有兴趣 但是他父亲有啊 何图是多么厉害的东西 他父亲已经命不久矣 诸葛家最后还得交到诸葛克的手上 有了何图 诸葛克就可以独当一面了 甚至可以将诸葛家更加发扬光大 再震诸葛之光 何图 介意给我看一下吗 诸葛克好像突然改变了主意一样 怎么 回心转意了 我嘿嘿笑道 看来诸葛克也只是嘴硬啊 想什么呢 何图如果真这么神奇的话 或许我可以算出佛联的存在 诸葛克突然说出了一句 让我目瞪口呆的话 要献学献卖 何图知难知复杂 不是一时半会就可以参透的 好 我倒要看看 诸葛家的独描千金 有多么厉害 当真可以拿何图来 献学献卖 我毫不吝啬地 将整张何图给了他 他接过何图后 开始认真地研究了起来 而且非常专注 估计我在旁边打个票的 他都不会察觉 何图就是八卦 诸葛克好像对八卦的卦数 非常精通 很多我要学很久的东西 他一眼瞟过就行 一边看孩 一边用手势 乾坤里砍队 八八六十四卦 每一卦拆分 又可以得到新的卦数 大概研究了两个小时后 诸葛克好像就有了眉目 这让我有点惊讶 难道真的书页有专攻吗 我学了两年 估计也没他两个小时厉害 这就是诸葛家的天赋吗 他已经开始利用 合图算卦了 不出一会 他紧掐的中指和大拇指 松了开来 紧皱的眉头 也慢慢舒缓了过来 他长欲出一口气 然后说出了一个地址 但他不敢保证 因为是现学现卖的 有什么漏洞 或者算错也正常 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总共用15个钟 当跟我对比 已经是天壤之别 我没有遗传爷爷的占卜天赋 而诸葛家代代相传 挂数无双 京都难有人出其左右 以前还有一个苏圣 现在应该没有了 不过诸葛克还嫩 他爸重病 现在诸葛家的情况 也不容乐观 而且诸葛克为了给曹一报仇 不顾一切 算是追星追到命都不要了 当我听到他说出的地址后 整个人愣了一下 这地址 不是地藏爷的茶庄吗 也就是 我现在住的地方 佛莲在茶庄 不可能吧 那个地方我都住了有一段时间了 从来没见过什么佛莲 之前刚刚接手的时候 我已经翻遍了整个角落 也就找到了一个佛印 没有什么佛莲啊 等等 佛印 黎音寺有三宝 佛印 佛莲 紫金波 在茶庄找出了一个佛印 难道说 本来想着 不可能有这妖巧的 但是现在诸葛克又利用和图 算出了佛莲的所在 不会真这妖巧吧 我手上的佛印 就是黎音寺的佛印吗 佛莲还在茶庄 那紫金波呢 苏扬 诸葛克突然将沉思的我唤醒 然后将和图扔给了我 这东西还可以 但我不会要的 算出的那个地址 你可以去找 或许是对的 我只能做这些了 诸葛克并不是想要和图 只是想帮忙 毕竟火难之前差点杀了他 而且还屠杀了黎音寺的尼姑 还烧了庙 跟我一起消灭那个怪物吧 我需要你 克克 跟我一起冒险的话 一定会爱上我 我以前进入过你的身体 现在我想进入你的心 我知道自己的实力 那火难非常厉害 我去了只会给你拖后腿 诸葛克说道 你 在担心我吗 怕自己连累我 我眯了下眼睛 有点猥琐地说道 你不会真的爱上我了吧 你少自作多情了 我只是不喜欢成为一个累赘 爷爷以前说过 火是文明诞生的重要之物 但火诞生 除了带来光明之外 还给人类带来了 无穷无尽的星号星号 有了火以后 人类的野心更大了 有些火就是星号星号贪婪燃烧所成 那个怪物就跟远古火魔一样 你要小心 诸葛克的话很重要 火魔进入黄河神宫 得到的不是南明离火 而是一种怪火 能让它不死不灭 成为一个火之怪物 到底是什么 让它变成这样呢 它不是守墓人 并没有受到朱雀的诅咒 可还是成了火人 明白了 找到佛连 我就回来找你 记住 如果见到狐仙 千万别靠近 能逃就逃 我提醒诸葛克道 为什么 诸葛克皱了皱眉头 一脸的疑惑 因为他要杀你 除非你嫁给我 我说的话 一半真 一半假 不过狐仙估计 不会真面目出来 或许是变了一个 超帅的帅哥 这样就可以追到诸葛克了 不过这样说的话 诸葛克至少会提防他 不会什么都不知道 呸 两仕途都一样 无赖 流氓 卑鄙 无耻 下流 诸葛克有点愤怒 把能想到的词汇 都想了个遍 但我早就已经离去 见诸葛克这一面 非常重要 或许真能找到 克制火难的佛联 虽然我不知道 为什么佛联会在茶庄里面 或许茶庄里面 若有若无 又查找不到的灵气 跟佛联有关 离开诸葛克的房间后 公孙强瞪了我一眼 这家伙一直守在外面 未曾离去 不知道刚才我们的对话 他有没有偷听到 小强啊 这一个亿不是白给你的 可给我好生照料 诸葛小姐 别拿钱不办事 他给我白眼 但我却笑嘻嘻 公孙强入不了 诸葛克的法眼 这我很清楚 胡仙应该不会 找这么窝囊的人 可公孙强 好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居然当即 把支票给我撕了 一个亿 居然分毫不要 诸葛小姐是我的 你的臭钱我一分不要 以后你要赶再来 腿给你打断 公孙强似乎极其愤怒 好像被我 钻了空子一样 可就算我不跟他抢 诸葛克也不可能 看得上他 是吗 走着瞧 我冷笑了一声 没跟他较劲 然后直接走了 我要回茶庄 没工夫跟他在这里扯 我要来的话 他挡不住 只是要用点手段罢了 不过诸葛克估计也住不长久 我只是过来看一眼 他有没有事而已 等稍微好一点 诸葛克必定离开 公孙府回自己的家 他家还有一个重病的老爸呢 回到茶庄后 我再次开始翻箱倒柜 可一遍又一遍 掘地三尺 也找不到所谓的佛联 刚刚住进来的时候 已经翻找过一遍了 因为胡仙说 这里有灵气 但感应不到灵气的源头 这次再找 也是一样的结果 白忙活一场 就是一无所获 难道诸葛克算错了 可茶庄明明 本身就有点古怪 胡仙找不到 老乞丐也说 不知道源头在哪 我更是毫无头绪 就差找挖掘机 来将这个屋子推平了 如果真有佛联的话 那佛联到底在哪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另外一间房 传出了一阵阵 亢奋的叫喊声 成功了 终于成功了 我可以回家了 这是使真香的声音 现在已经是凌晨一点半 找不到佛联的 我刚想睡觉 突然就听到了 使真香在那里嚷嚷 成了吗 我的神语内甲 没多久 使真香就拿着 一件软内甲找到了我 那内甲看上去 好像并没有多特别 可摸上去的质感 却极其神奇 比千积伞还韧 但却软绵绵的 而且表面流转着 一层层奇怪的力量 说不出来的奇特感 仿佛在摸着一只 说不出话的神鸟 苏老板 成功了 我终于制造出来了 你穿上去 看合不合身 使真香连忙让我是穿一下 套上去以后并不合身 有点偏大了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它居然跟蜘蛛网一样 自动收合 收紧以后就合适了 不大不小 套身上也不闷热 穿里面 别人估计也看不出来 这玩意 真是水火不清 用火烫没事 用水灵也不湿 用刀戳更是分毫不坏 不知道是使真香的手艺好 还是这个神鸟牛批 不知道能不能挡子弹 跟防弹衣一样 苏老板 放我走吧 我想见我的家人 使真香完成神鸟内甲以后 对着我苦苦哀求 找他来的时候 已经挟持了他的家人 就怕他出卖我 我挥了挥手让他走了 还打电话把他家人放了 由于造工我极其满意 所以还额外给了他一千万 使真香感恩戴德般地和我告别 而他造的神鸟内甲 更是让我无比满意 所以 这些都是他应得的 我留了个心眼 找人穿了这个内甲几天 没事才自己 穿了回去 毕竟人在江湖走 不小心不行 不过结果是 我想太多了 使真香也没敢动什么手脚 毕竟我是八大财团之一 捏死他 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当然了 神与内 甲对于我而言 光是刀枪不入 水火不清可不行 我还得在实战中测试他一下 我想到了一个最合适的人选 那就是吞佛童子 吞佛童子手上 有黄河神功拿到的古卷 本来就计划着找他了 只是有事一再耽搁 现在神与内甲已经完成 那就拿他来测试一下 内甲的强度吧 八大财团那些手下中 也有一个佛门弟子 就是那个下了黄河 被幽权附体的死光头 那个和尚在黄河回来 已经彻底恢复了 找他帮我搜刮吞佛童子出来 不知道行不行 吞佛童子在黄河神功后 已经销声灭迹 我其实找人 去过他的居住地 可他根本没有影子 不知道躲哪里去了 这家伙惊得很 以前苏杨就去杀过他 结果他直接联合 其他两人想反杀苏杨 相比较夜无牙和鬼夜 吞佛童子更加狡猾 而且有些怕死 都是和尚 或许找到他的几率更大 我想都不想 直接打电话让他来了 反正一定要抢到 吞佛童子手里的古卷 我想知道 黄河神功是谁建造的 所谓的朱雀墓 是不是真有朱雀 为什么火难进入以后 会变成那种怪物 而且那么长寿 张道林时期的人 现在估计连骨灰都不剩了 那和尚也挺上道的 老板随传随道 而且去过一趟黄河以后 我们也更加熟络了 虽然第一面的时候打得很 但也算不打不相识 阿弥陀佛 苏老板 这么晚了 让平僧来有何吩咐 这家伙虽然说自己是和尚 但已经一半身子 再红尘了 也不叫施主 直接叫老板 要钱比谁都恨 我还怀疑这家伙吃喝嫖赌样权 帮我找个人 有重限 我私人的活 不能跟其他人说 钱少不了你的 我说道 和尚面露喜色 接丝活 那不是最喜欢的吗 谁不想争外快 苏老板 你要我帮你找谁 吞佛童子 我敲了一下桌子 找他干嘛 这家伙不好惹 本事可不小 和尚眉头皱了起来 我让他别管 帮我把人找出来 就算任务完成了 不用他插手吞佛童子 这样 那好吧 我尽力 和尚犹豫了一会 还是答应了 找人没有危险 又不用他帮忙杀人 何乐而不为呢 可就在和尚快离开的时候 他突然回头说道 苏老板 你这个茶庄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有股灵气 若隐若现啊 我一听愣了一下 随即将他拉了回来 这死光头 不会跟狐仙 还有老乞丐一样 也能感应得到什么东西吧 将和尚重新拉回来以后 我连忙问他 是不是感应到了什么 他也是和尚 会不会跟佛连之类的 佛门法器有感应 虽然他这个和尚不太正经 和尚这时候 双手合十 然后非常虔诚地看着屋子 仿佛在寻找着什么 找什么 找到了吗 我见他不说话 连忙再次问道 如果这个和尚能找出佛连 那真是天主我也 可和尚却摇了摇头 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三千大世界 三千小世界 身在此中 又身在此外 不是有缘人 怕是无法遇见 啥意思啊 说明白一点 达雅弥呢 我听得一头雾水 少给我念经 能不能痛快一点 意思就是 有东西在这个屋里 咱们感应得到 但它又在屋外 我们看它不见 有缘有眼 无缘无相见 和尚又解释了一通 虽然我感觉他好像说了 又好像没有说 什么在屋里 但又在屋外 你一定要扯 这些花里胡哨的吗 能不能直说 我实在有些不耐烦了 意思是 你太垃圾了 看不见 套你猴子 和尚突如其来的一句话 让我明白 刚才他的话 有多么高情商 不过一句套你猴子 应该要扣五点功德 虽然话难听 但直白还是好事 意思就是 有东西在这个屋里 但又不存在这个空间 我倒横不过看不见吗 佛曰 三千大世界 三千小世界 佛连存在的地方 不是肉眼可见的 首发王指 阿弥陀佛 苏老板 刚才平僧失礼了 和尚意识到 有点冒犯上司后 连忙念经道歉 我摆了摆手说 没关系 我也是个敞亮人 说直话并不会冒犯我 反而说一些一头雾水的话 会耽误我时间 那 如果我找一个高僧来 会不会能看见屋里的东西 和尚也看不见 说明他道横也不够 那只能找一个 更厉害的和尚来了 说不定可以将佛连找出来 可刚才和尚 还强调了一个原字 或许可以 最好是功德无量的大师 所谓的至高至尽 并不是 你多能打 而是佛缘身后 功德无量 虽是凡身 却已成佛 和尚说的这个可不简单 上哪找这种大师 现代的和尚 可跟古代不一样了 你看黎音寺的尼姑 都六根未尽 孟一师太说怒就怒 还要杀了我 哪有什么功德无量 给他的电子木鱼 无限敲吗 有什么大师推荐吗 我连忙问和尚 反正我是不知道 哪个寺庙 还有此等高僧 和尚居然噎住了 不止我 连他都找不出来 自己说的这种高僧 可他脑子转得很快 居然半分钟 就反转想到了一个人 他对我说道 或许 吞佛童子可以 我目住了 吞佛童子可以 这思算功德无量的大师吗 听说他修的是邪佛呀 以无天为尊 不杀人放火 已经谢天谢地了 虽有半仗金身 可却走的是歪路子 他哪是功德无量的高僧啊 苏老板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和尚突然压低了身影 他虽然没有功德无量 但他修出了金身啊 有金身算半佛 邪佛也是佛 虽然我不敢肯定 但他是有可能看得见的 和尚这样一说 好像也有道理 那妥了 吞佛童子必须找出来 然后打败他 一方面要他手上的古卷 另一方面 逮他来给我找出佛连 那吞佛童子就拜托你了 希望早点找出他来 我将所有希望 都寄托在和尚的身上 没想到吞佛童子成为了官剑 就算翻了天也要逮到他 这个可能急不了 八大财团那还有事 我只能尽量帮你 有事 什么事 天忆和李天死了的事情吗 难道要你们去查凶 八大财团被杀了俩 这分明是在挑战张三丰的权威 而且耽误了张三丰的计划 就算绝第三尺 张三丰也得找出凶手来 不然估计 他拉屎都拉不安心 晚上被窝一拉里面 估计都是蛊虫 可和尚却摇了摇头 不是龙虎山的子袍老头来了 我皱了下眉头 他们来干什么 寻求帮忙 殷山派第三代掌门赵无言 居然没死 他已是鬼仙之体 扬言要杀光天师 血洗龙虎山 和尚解释道 我一听 马上站了起来 整个人都有点激动 什么 赵无言要挑战龙虎山的天师吗 这消息可真令我震惊 不过随后想想 我就明白其中的缘由了 天师祖师爷张道林 将赵无言封印在棺材那么多年 这家伙是为了复仇 可张道林早已死去 所以只能屠杀天师 以此泄愤 这下有好戏看了 龙虎山的紫袍老道 能赢得了鬼仙吗 可他们居然下山求助八大财团 那估计是有点虚的 不然不会请求外援 赵无言真的刚 而且有殷山派一向的作风 居然出来第一件事 就要干龙虎山 万一输了 估计不是死又是封印 这是没快活几天 又得打回原形 不过我竟他是一条汉子 龙虎山可不是善查 扬言要灭龙虎山 绝对是个勇士 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好消息 赵无言跟龙虎山厮杀那天 我就可以去救苏魂了 那家伙知道张三丰的真正身份 就他就是为了这个 其他的在说 你们去多少人 我忙问和尚 这样的话 那不是没空帮我找吞佛童子了 而且去了不一定能活着回来 赵无言可是鬼仙啊 不闹事的话 都能活到天荒地老了 但不闹事修鬼仙干嘛 修那么长寿天天刷抖音 跳广长舞吗 还有人说我 只会玩女人 死肿马 老子笑了 那我赚那么多钱 练那么好本事干嘛 用来做慈善吗 天天去斩妖除魔 敲电子沐鱼 行善积德 是不是没脑子 和尚叹了一口气回道 还没定 再跟子袍老道商量 我也不是傻子 八大财团的套路 我还不懂吗 所谓的商量 就是商讨人情嘛 帮龙虎山一回 子袍老道是要还的 不然八大财团 以后怎么请他们下山 自然不会那么快答应 可八大财团 最后肯定会帮他们的 就为了这么一个人情 龙虎山的人情债可贵着呢 也就是说 赵无言要挑战龙虎山 加八大财团了 有意思了 既然和尚还有事 那我就不耽误他了 最好先找到吞佛童子 他再去龙虎山 不然的话 我怕他回不来了 什么意外都有可能发生 对方可是鬼仙 和尚说他一定尽力的 毕竟我还会给他额外的钱 而且只是找人 不用他动手 这钱还算轻松 没有危险 和尚走了以后 李博尔给我来电话了 之前天一和李天死的时候 我让他帮我去找 京都会古独的人 也就是苗疆古诗 可李博尔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他根据天一身上的古独 找到了能下这种古的古诗 可当他说出那个人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愣住了 因为他说的人是白姑 李博尔说 只有白姑会这种古独 就连古王都不会 因为这种古独 是白姑那一族特有的 以前也有一小部分的古诗会 但全部失传了 没有人再念这种古 白姑那个族群 虽然全部都死了 但还剩他一个独苗 也就是说 京都会这种古的 只有白姑 我突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白姑是凶手吗 不可能 他根本没有 沙巴大财团的动机 而且也没有机会 凭他的本事 根本找不到天一的位置 因为当时天一 为了保险起见 连我都不见 他害怕张三丰顺藤摸瓜 通过我找到他 天一是在秘密别墅里面的 基本上很少有人知道他的位置 可现在只有白姑会这种古独 除了他 难道真没有别人了吗 这事先不要跟任何人说 你再查一下 可能有纰漏 不可能只有一个人 会这种古独 我连忙吩咐李博尔 这是如果让八大财团的人知道了 白姑必死无疑 就算是冤枉的八大财团 也会明杀错 不放过 他们就是这么狠毒 我没时间了 八大财团紧张 我要回去 李博尔突然拒绝了 这时候 我想起刚才和尚说的话 估计全部人都要回去 然后上龙虎山了 行 那你先回去吧 记住 这是千万别跟其他人 不然 我杀光你全家 出来混要讲信用 说 X你全家就要X你全家 为了保护白姑 我不得不用点手段 李博尔年纪不小了 属于战战兢兢的人群 怕这又怕那 我这话把他吓得不轻 或不连家人 可我狠的是人杀 他自然忌惮于我 苏老板放心 杀了 我也不说 这事 我就当没有知道过 你放心 李博尔声音都变了 吓得急忙保证 我这才让他回去了 估计为了对付赵无言 八大财团会倾尽全力 帮助龙虎山 到时候所有人都会上龙虎山 那是不是八大财团总部就空了 估计孔明楼里 不会留下多少人 我突然有点想法 但是又不确定 孔明楼有没有关于张三丰的秘密 而且 张三丰去不去都另说 我还答应了胡仙 没应不进孔明楼 所以 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睡前我 喂了一下腰刀 冰箱里的血越来越少 早中晚各一带 只要一道道刀身 立刻就吸得干干净净 一滴不留 跟马脸哥说的一样 腰刀居然跟人的身体一样 在慢慢恢复 一点一点地长出来了 而且肉眼可见 就是握住刀柄的时候 无法感应得到刀魂 不会是刀魂被烧毁了吧 没了 那老子不是要重新升级 你大爷的 狗火男 老子迟早有一天要弄死你 刀魂没了 那刀肯定弱几倍 我都不知道 为了多少东西 才把刀魂为这么大 现在也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希望刀魂还在 只是重伤沉睡了 只要我不停为他生血 那就可以补全刀身 唤醒刀魂 搞定后 我就进入了梦乡 可是梦中我感觉 有人一直在舔我 睁开眼睛 发现是一条双头的蛇怪 但双头是人的头颅 少女的样貌 一头黑长发大眼 长相清纯 但眼神勾人 一头白短发 长相妩媚 长眼角 瓜子脸 表情骚气 他们脖子以下就是蛇身 而且只有一个身体 两个都是长长的蛇蛇 灵活无比 他们在舔着我的身体 贪婪无比 我立马就意识到 他们在吸取我的精气 我翻手阻止 可却砰的一声 翻身从床上摔了下去 剧烈的疼痛 让我马上醒了过来 原来是梦 我揉了揉摔疼的地方 长叙了一口气 然后站起来 身去寻找 放在桌子上的腰刀 可很怪异 腰刀不在桌面上 而是在我的床边 也就是说 昨晚我和腰刀同床共枕了 难道我记错了 我明明记得刀 放在了桌上 并没有带刀上床 我挠了挠头 感觉有些奇怪 因为我也向来 没有带刀上床的习惯 我拿起了床上的腰刀 发现它的刀身 又恢复成紫色了 但依然感受不到刀魂 而且刀身到现在 都没有掌权 所以没能用 可按照这样的速度 应该不用太久 就能完全恢复了 没有腰刀真不习惯 赤手空拳的 我总感觉少了什么 希望它尽快恢复 我把腰刀放回了桌面上 对昨晚的梦不以为然 然后简单吃了一个早餐 早餐一晚 我就接到了林莉莉的电话 她的那边很吵 全是摔东西的声音 噼里啪啦的 林莉莉在那边 非常焦急地说道 老板 冷如霜太难伺候了 一直嚷嚷着回家 不然就摔东西 不吃饭 根本拿它没有办法 你能不能来一趟 林莉莉好像苦不堪言 不过冷如霜这个行为也正常 被关了这么久 以为总算逃出来了 没想到还是不能回家 谁都会疯掉的 等等我 我马上到 关了电话后 我马上前往林莉莉的住所 冷如霜不认识林莉莉 她性子恋 很难屈服于林莉莉 最后就只能是这个结果 还得我亲自去一趟 安抚她的情绪 林莉莉的住宅 跟我们这些富豪 完全没有的比 也就是一高级公寓 不过小区环境好 还算挺安全的 但我知道 肯定不能住太久 冷清松从来没有放弃过 寻找冷如霜 这里不如佛庙 被发现只是迟早的事情 顺着给的地址 进入屋里后 地上一片狼藉 林莉莉正在收拾 看见我后翻了翻白眼 极其无奈地说道 我真没办法 这妞太烈了 死活要走 差点没把我这房子拆了 她给了我一个眼神 示意冷如霜在房间里面 打开房门后 冷如霜被绳子 以一种奇怪的方式 绑在了床上 嘴上塞着破布 她无法动弹 只能呜呜呜呜地叫 拿开破布我才知道 那是一条穿了 十几个洞的苦茶子 估计是林莉莉自己的 还有原味在上面 恶心地我直接甩手了 你不是来救我的吗 为什么派人关着我 大小姐 是你闹人家才绑你 不是我让她绑的 我连忙给她松绑 不然等下大小姐脾气又上来了 被关了这么长时间 生不如死 跟畜生一样在地牢里面 现在又不能回家 有情绪我能理解 她不让我走 不然我会闹吗 冷如霜答道 在我解开她身上绳子的时候 她二话不说 直接就往房门冲 林莉莉一个急步挡在了门前 不让她出去 苏阳 你看 滚开 我要回家 冷如霜生气地瞪着林莉莉 两人算是犯上了 可林莉莉根本就不怕她 是一点都不让步 林莉莉是江湖中人 冷如霜不是她的对手 让她走 我挥了挥手 示意林莉莉走开 不要挡她 林莉莉一脸猛圈 心想我是不是搞错了 如果想让冷如霜走 一个电话就可以放人 我根本不需要亲自来 现在来了 居然要放人 林莉莉不明白 我想做什么 听到没 滚开 我要回冷家 归家心切的冷如霜 现在恨不得将一切 挡在前面的东西都推掉 她现在只想回家 冷家早没了 你回去也是遭辱 曹爽满城找你 你一出去 我都保不住你 还记得曹爽是什么人吗 在冷如霜出去之前 我帮她回忆一下 她自己被抓走前发生的事情 冷家反转 那是她被抓走之后的事情 在这之前 曹爽赢了 冷家被送去精神病院 要不是诸葛克保她 她估计已经被曹爽糟蹋了 之后发生的一切 她都不知道 包括其中的计划 冷轻松不会把计谋告诉她 而她也早被诸葛克抓走了 在她的记忆里 曹爽赢了 冷家溃败 冷如霜愣住了 估计回忆起了曹爽那一张 猥琐又暴力的脸 她整个人发着抖 脸色惨白 本来已经踏步出了 但这时候 却稍微退回来了半步 那个混蛋 冷如霜愤怒至极 双拳紧握 咬牙切齿 恨不得将曹爽碎尸万段 但她不知道曹爽早死了 作为一个渣男 骗女人不是基本操作吗 不然怎么维持我 为所又阴险的人设 曹爽为非作歹 就是因为有个厉害的个 你知道的 曹一连你们冷家都能整垮 我可斗不过他 为了救你 我已经是冒着生命危险了 一旦暴露 我必死无疑 我叹了口气 假装隐隐不安 但看了一眼冷如霜后 又表现得极其坚定 仿佛做一切都值得 冷如霜有些愧疚 连忙自责地对我说道 苏阳 对不起 都怪我太任性了 你不惜一切救了我 我还给你添麻烦 冷如霜不但给我道歉 还给林立 立道歉 甚至鞠躬代表自己的诚意 因为他辱骂了林立立 甚至差点砸了人家房子 而我们只是想保护他 他自己也明白曹爽的手段 一旦发现我们救了他 包庇他 那我们肯定是死得很惨的 所以他自责内疚 林立立更猛圈了 因为他也知道曹爽死了 曹一落狱病死 他看向我的时候 眼里好像写了两个字 高手 如霜 你知道我的心意 为了你 我什么都愿意做 大不了我们苏家跟曹家拼了 为了你 我什么都不怕 第一眼见你的时候 我其实已经深深爱上了你 我京都第一深情 绝非浪得虚名 这还拿捏不了你 林立立听到这个时候 突然有了生理反应 捂着嘴说自己不舒服 其实是去厕所见吐了 对不起苏阳 我现在心很乱 没办法谈情说爱 我非常担心我的家人 我爸怎么样了 我哥怎么样了 能带我去见他们吗 冷如霜确实非常担心 冷家输了 曹爽这种人 怎么会让冷家的人善终 我叹了一口气 哎 恕我无能为力 曹爽控制了你的家人 带你去那就是狼入虎口 曹爽一直想着你的身子 满世界找你 那 那怎么办 我害怕 我想我的家人了 想起曹爽这种恶棍 是个少女都害怕 而无助的冷如霜 又不能怎么样 甚至连家人都见不到 楚楚可怜的她眼睛一红 差点就哭了出来 可她好像心智更加成熟了 一时之间居然忍了下来 不用怕 有我在 除非从我尸体上踏过去 不然的话 没有一个人能伤害你 包括曹家 我素杨说到做到 为了你 我甚至不惜得罪了诸葛克 我顺势将冷如霜抱了过来 给她一个可以哭泣的怀抱 她柔如无骨 身体暖暖地贴合在我胸膛之中 楚楚可怜的样子 让人没法不心动 冷如霜仿佛找到了依靠一样 顿时再也忍不住 因为在我怀里哭了起来 哎 堂堂千金大小姐 居然落到这种田地 有家不能回 家人生死未卜 还被恶霸觊予 身陷险境 谁能忍住不哭呢 换我我也哭 太特么惨了 苏杨 你真好 以前我还觉得 你是个大混蛋 除了长得帅一无是处 是我看走眼了 怪不得我爸如此欺重你 冷如霜带着哭腔 对我一顿夸 仿佛找到了唯一的依靠 京都谁敢惹曹爽 就算敢惹曹爽 敢惹曹爽吗 还不是只有我苏杨 京都第一深情 敢保你这个美娘吗 除了我 还有谁敢救你 还有谁敢现在对你好 没错 我就是要颇爱你 此情此景 冷如霜正 陶醉于我的深情之中 林莉莉则在卫生间 我抓紧机会 猝不及防地吻了下去 冷如霜没反应过来 身体呆了一下 可我们火热的双唇 已经吻到一起了 她没反抗 也没推开我 不知道是没有反应过来 还是接受了 反正我已经不管 开始了我的吻技 一寸一寸侵略 熟练地让人心疼 见冷如霜 还是没有反应 而且似乎已经进入了状态 仿佛闭眼享受了起来 见此情景 我知道能再进一步了 舌头顶开她的齿关 想与她的舌头交缠亲吻 可是这时候 她突然惊醒了一样 身体抖了一下 迅速推开了我 靠 怎么回事 轻都轻了 为什么还不能伸舌头 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错 对不起苏杨 我 我 我没想好 冷如霜擦了擦 我留在她嘴唇上的口水 红着脸支支吾吾说道 可恶 居然没能一关到底 别说拳雷打了 连二雷也没能上 没事 我也知道太突然了 不过我会等你想好的 这个城市 只有我一个人敢爱你了 就算你不喜欢我 我也会拼命保护你 这句话看着很甜 实则是 不 因为我已经暗示她了 只有我能保护她 只有我爱她 京都无人敢再靠近她了 如果失去我 她会很惨 落到曹的手上 不如跟我 谢谢你苏杨 冷如霜很感动 仿佛对我的情愫 也上升了一分 不过一个 被这么多人追过的女神 不会那么容易 把自己交出去的 她也不完全傻 不客气 你先休息吧 我尽量去救冷老爷 希望你们一家能团聚 然后到时候找机会 送你们出国 这样或许你们能躲过一劫 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远离曹爽这个恶霸 冷如霜一听 整个人都开心了起来 如果我能拯救她一家 那真是她八辈子的大恩人 临走的时候 她突然亲了我一口说道 苏杨 全靠你了 一定要把我的家人救出来 我点了点头 让她放心 我一定会尽力的 接着她就乖乖躲回房间里面了 都不用 我们再进步她 因为她害怕曹爽 这个恶霸 给她很大的心理阴影 亲一口 哼 你真把我当信号信号司打发了呀 冷大小见 苏老板 以你的本事 还需要我搬门洞府吗 林里里出来后 以一种在我面前 现丑了的表情看着我 三言两语 就已经夺得美人纯 骗上床 也是止于可待 何须她林里里插手 而且她还搞不定 我不来林里里 估计得给冷如霜烦烦死 还要把她家里的东西全砸了 冷如霜如此高傲 林里里根本调教不了她 软硬兼施都不可以 这女人天生冷淡 找你绝不是搪塞 我有过一次机会 但她根本没有感觉 最后以失败告终了 我回忆起了那次在冷家 冷如霜如千年枯井 完全无从下手 后面就放弃了 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你不行 要么她不行 林里里说道 我这时候瞪着她没有说话 无言的质问最是严厉 也最可怕 我不行 那百万六家俊看什么 看抓鬼 还是看风水 嘿嘿 那应该是她本身有问题 这是一种病 我给她吃的东西 里面加点药 慢慢调理一下 林里里在我眼神的责骂后 立刻掠过了 那一个绝对不可能的答案 冷淡确实是一种病 妇科上有的 但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 因为老子没看过妇科 我去一趟冷家 你看好她 她要不见了 你也会永远在这个世界消失 林里里吓得连忙点头 不敢有丝毫怠慢 冷如霜就是她的命 可是 你这时候去冷家 林里里极其不解 我刚刚那是完完全全骗了冷如霜 现在去冷家干什么 不心虚吗 我让她别管那么多 看好人就行 我留冷如霜 在身边还有其他原因 我要好好利用冷清松一番 把冷如霜作为自己的筹码 跟林里里道别后 我来到了冷家 这个地方已经很久没来过了 还记得以前是常客 脱离了苏家以后 基本上不跟冷家来往了 因为冷家跟苏家是试交 但我加入八大财团以后 苏家也不再追杀我 苏婷跟八大财团交手过 从楼上掉下去 差点惨死 他再让苏家的人追杀 我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不过他 还是没有放弃的 想联合其他京都三大高手 在黄河搞我 只是又失败了 冷清松 见到我有点惊讶 而且态度明显没有以前好了 见到我后 直接就问道 听说你要欺失灭祖 以下范上 想杀苏婷谋朝篡位 现在还加入了八大财团 不知道是苏婷告诉他的 还是他消息灵通 居然都知道了 加入八大财团是真 但以下范上 那可真是冤枉 不过怎么说呢 杀苏婷也是真 因为他要杀我 现在已经是2022年了 不是古代 我没有那么愚昧死忠 不管谁杀我 我都会反抗 我的命最重要 我企图解释着什么 但冷清松却眉色不动 仿佛根本就不在意 事情的真相 这个已经不重要了 你跟苏家闹翻 也已经被赶了出来 我跟苏家走得很近 自然不能再 给你有什么往来 你走吧 以后不要再来了 冷清松挥了挥手 示意我快点离去 他不想再接待我 不管我有任何事 我知道你的女儿在哪 我没有走 还把底牌翻了出来 冷清松的反应果然大 一下子就从座椅上站了起来 双手激动地在颤抖 什么 你有双的消息 在哪 他在哪 求求你告诉我 快点 冷清松最疼这个女儿 为了冷如霜 茶不思饭不想 夜不能寐 听到冷如霜的消息 就打了兴奋剂一样 冷老爷 刚才我还是对你有 几分情义的 但你也说了 你为了苏家 跟我断绝来往 那我为什么还要告诉你 我阴险地笑了起来 冷清松果然非常在乎冷如霜 那他应该是 被我随便难捏的 冷如霜肯定比苏家重要啊 听到我有冷如霜的消息 冷清松马上换了一副面孔 哪还管我是什么苏家叛徒啊 苏阳 刚才是我不对 你先坐 冷清松从冷面换成了热面 然后将我扶到了座椅上坐下 接着吆喝了一声道 二嫂 天气燥热 把包好的糖水 拿出来给贵客喝 没多久 冷家二嫂就出来了 还很风骚地叫我喝糖水 他老公死后 却看上去更加滋润了 不知道为什么 苏阳 我给你道歉 刚才都是我不对 你快告诉我 双儿在哪里 让我给你磕头都行 冷清松果然爱冷如霜如命 为了冷如霜什么 都愿意做 文老爷 你这赚得太快了吧 刚才可不是这样的 这是一声道歉 一碗糖水就能过去的事情吗 我冷哼了一声 装作非常生气的样子 冷清松果然极了 好不容易有了冷如霜的消息 他绝对不能就这样放过 而且如果我是来送消息的 那他刚才这样对我确实该死 苏阳 刚才是我不对 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我一定满足你 只要把双儿给我找回来 什么要求都能满足 当真 我歪头露出了一个阴险的笑容 终于等到你这句话了 冷清松 当真 你说 冷清松非常着急 恨不得把命都给我 冷如霜失踪了这么久 就算找不到有他的消息也好 至少可以知道 他没有死 这时候 我收住了表情 一脸严肃认真地说道 我要 修罗死 或者落马 要么他命 要么他的乌纱冒霉 这下冷清松愣住了 整个人待在不动 差不多四十多秒 好像一个木头人 为什么 你是曹家的人 冷清松 长吸一口气问道 我摇了摇头 我跟曹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害他 他的职位比我高 我想弄他比登天都难 冷清松万万没想到 我会提这样的要求 这样确实有点难为他了 但我知道他有办法的 修罗确实级别比他高 但冷清松当了几十年的官僚 而且几代都是 修罗才刚刚上任曹义的位置 其实他嫩得很 虽然跟了曹义不少时间 但是应该只学会了打仗 其他的 他是一知半解 冷清松如果弄他 胜负未定 一切都不好说 就是不知道 冷清松为了冷如霜 会不会出手 我现在跟他是仇人 他不死 我就得死 明白吗 你做不做 我不会给冷清松太多时间考虑 只能不断地去逼他 这个时候的人 脑子都有点迷糊 因为事情太突然了 而他又有很重要的人要保护 必须这么去做 冷清松犹豫了半会才说到 你说你知道双在哪里 你有什么证据 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空口无凭 你一句话 就让我去对付修罗 这时候 我拿出了林莉莉当初拍掉我的照片 还有冷如霜的物品 一条银色的项链 看着照片上的冷如霜 冷清松差点眼泪都掉了下来 眼眶一红 摸着照片说道 他瘦了 这是怎么回事 你哪来的照片 还有这条项链 可我还没有回答 冷清松跟触电了一样 立马站了起来呵斥道 苏扬 刷在你手上 冷清松不愧是老狐狸 居然一下子就想到了 这个重要吗 就算是在我手上 也是我就回来的 现在是他能回到你的身边最重要 既然他已经猜到了 那我就不再掩饰 不过 我也没有明说 苏扬 你好大的胆子啊 用我的女儿来威胁我杀修罗 你知道自己在干嘛吗 冷清松企图吓唬我 如果我把这件事告诉修罗 你猜会怎么样 我们两个人联手 告你绑架我女儿 到时候 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猜会怎么样 哈哈 说到这个时候 我狂笑了起来 然后夺过了冷清松手上的照片 撕的一声 直接撕成了无数款 不是我猜怎么样 是你猜怎么样 你的女儿 可能会跟照片一样 你试一下跟修罗联手 嗯 我现在可是八大猜团 你想对付我也没有那么容易 苏扬 冷清松气的脸色都白了 咬牙切齿 双拳紧握 轻筋抱起 恨不得杀了分尸去喂狗 可她不敢动我 没有我 你女儿已经被火烧死了 我没跟你大话 这个救命之恩 你得报 一命换一命 用修罗的命来换 当然了 也可以简单一点 你把她乌纱帽弄没了就行 说完后 我举起了一根手指头 一个星期 我只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 我的耐心不多 你自己看着办 说完后 我不再废话 直接转头走了 任冷清松 如何叫我都不回头 这个老家伙 必定会沉浮于我 不做也得做 离开冷家后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不过走在街上 却感觉有几双眼睛 在盯着我看 我笑了起来 老家伙动作挺快啊 一下子就找人跟踪我了 不过就这些垃圾 给我提鞋都不配 我拐进了一条巷子后 一分钟不到 就有六个人跟着我进来了 随后传出了声声哀嚎 最后只有我一个人出来了 六个人横七竖八地 躺在里面 全部没有了知觉 哼 老家伙太小看我了 居然以为能跟踪我 不过还是得小心 小心使得万年传 万一暴露了冷如霜的行踪 一切都完了 所以短时间内 我不会再去林立立那里 出了巷子以后 和尚给我来电话了 是个好消息 在上龙虎山之前 他连夜给我找到了 吞佛童子的落脚点 吞佛童子果然阴险 他没有躲在自己的老巢 你猜他躲在了哪里 他现在在鬼夜的羊鬼门 好家伙 鬼夜已经死了 他躲到了别人的门派里面 为所欲为 而且我们还想不到 真是阴险啊 怪不得寻他不到 吞佛童子真不是善茶 这都能让他想得出来 我挂了电话 静止去了鬼夜的羊鬼门 之前我去过 所以认得路 吞佛童子 我们又要见面了 我以灵符开天门 一道道昼光升天 灵符如龙 游入云中 轰隆隆 轰隆隆 云中天门开 天雷翻滚 比之前更加强大 你小子 会开天门 不可能 吞佛童子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我确实不会 这都是傅长生的术 狐仙教我的 雷电咆哮 我以扶 咒 法控制着天雷降下 云层被劈开 天雷轰击在吞佛童子的身上 吞佛童子毫无退路 只能迎难而上 用精神硬顶 不然的话 他逃不掉 而且会被天雷劈死 他双手上顶 佛光普度 巨大的佛影 犹如大山一样 照于他身 佛法密密麻麻的上升 跟蝌蚪一样飘散空中 形成了一层又一层的金钟罩 苏杨 来 吞佛童子也不服输 毕竟是京都四大高手之一 心中有傲骨 哄 第一道雷劈下 只见大佛动摇 吞佛童子颤了三颤 小腿有些不稳 但还是能勉强顶住 哄 第二道雷又劈下 大佛突然破碎 双掌已经顶不住 佛影暗淡 黑色的佛咒 被天雷驱散 哄 第三道天雷又降下 只听见砰的一声 佛影彻底消失 金钟罩荡然无存 天雷如金蛇狂舞 威力无穷 哀小的吞佛童子 犹如蝼蚁 在天道面前 简直微不足道 我跟你拼了 吞佛童子孤注一掷 金身一跃 金光大闪 只见他直接金身 与天雷抗衡 一道道佛掌打向了天空 巨大的佛掌冲天起 哄 力量相撞 周围荡漾出了一道道旋风和火花 不闻一样的力量四散开来 吹动着黑云 可吞佛童子 在天雷的轰击下 渐渐体力不支 金身被破了一半 身体欲言又止 这时候 他做了一个极其冒险的决定 张口吞天 佛口大张 犹如深渊巨口 可他失败了 天雷再次降下 直接将其嘴巴都劈穿 金身完全被破 他如风筝一样 从高空落下 狠狠砸出了一个人形深坑 七孔流血 身体残破不堪 甚至有泪积的胶味 与此同时 我也跪地吐出了一口鲜血 力伐神皮 这树虽然猛 但耗费的法力极其恐怖 吞佛童子也没有想象中弱 硬是顶了好久 如果不是我坚持了下来 那输的人就是我 想要完全驾驭这个树 还得等我完全得到盘古之心的力量 越是威力无穷的树 越是法力 耗费极高 有得有失 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变强 不断地变强 不然的话在这方面只能止步不前 可不管我再怎么样 我的情况也比吞佛童子好 他输了 我咬牙站起来 然后杀气腾腾地朝他一步一步走去 我以为吞佛童子已经束手就擒 可没想到这家伙还想垂死挣扎 突然起身朝我扔了一把沙子 然后转身就要逃 虽然狼狈 但谁都不想死 小手段也是手段 可我别过脸去 直接躲过了沙子对眼睛的伤害 双掌一合 用尽最后的力量念出了咒语 吞佛童子的脚下突然出现了一个八卦 犹如生根的藤条将其牢牢抓住 不让其动弹 苏杨 放开我 吞佛童子用力挣扎 可在他咆哮过后 我已经一拳打在他的脸门之上 他直接头朝下栽了下去 牙齿掉了一颗 带血飞了出去 纪分高下 也决生死 放你去何处 去黄泉吗 我一步一步走向了他 踏入八卦 可他居然还不放弃 矮小的身体跳上来打我膝盖 我膝盖一曲 直接将其压在了地上 重伤的他连我体重都承受不住 如何挣扎 从黄河神宫带出来的古卷呢 交出来 不然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我怒吼一声 他输了 只能任我宰割 给你可以 但不能杀我 放我一条生路 吞佛童子说道 我没有答应他 而是将其掐着脖子拎了上来 狠狠砸在了地面上 一下 两下 三下 你凭什么跟我讲条件 我现在要你死 阎王都不敢留念 砸了第十六下的时候 吞佛童子 已经浑身是血 全身没有一处好的 他终于屈服了 满是血的手 掏出了那份古卷 我看了一眼 正是黄河神宫里面 他带出来的古卷 可里面的字我也不认识 这好像是很古老的文体 得找个专业的人看一下 而有钱的八大财团 从来都不缺这些 我松开了手 啪的一声 吞佛童子跟个血人一样 狠狠栽在了地上 这家伙真不是凡人 这时候居然还开口说话 只见他有气无力地 对我说道 成王败寇 输了我认栽 杀了我吧 不要再折磨我 这时候我蹲了下来 然后擦了擦 他脸颊上的血 对他露出了一个 甜甜的微笑 我没说 一定要杀你啊 什 什么意思 吞佛童子的眼里 突然有了光 好像重新燃起了 生的希望 帮我找样东西 找到了 我放你一条生路 找不到 那就不能怪我了 找什么东西 在哪 吞佛童子 见我跟他讲条件了 那就是 有生还的可能 他一下子就振作了起来 跟我来就行了 到了自然告诉你 我解下皮带 将他捆得结结实实 然后提着回家去了 和尚曾经说过 或者吞佛童子 可以看到茶庄里面的佛帘 这也是 我留他一命的原因 回到茶庄 我直接将他扔在地上 然后解开了皮带 对其说道 感受到了吗 这里有别的东西 将他找出来 吞佛童子 跌跌撞撞地站了起来 然后闭目聆听 奇怪的是 他闭着眼睛 好像也看得见一样 这就是佛眼吗 听说修佛者 境界一高 可以生出第三只眼睛 可看三千事件 那就是佛眼 吞佛童子果然有点东西 至少比那和尚厉害很多 只见他 好像看到了什么一样 闭眼轻不追逐 而我却什么都看不见 看上去好像 吞佛童子中邪了一样 一个人在屋里瞎晃悠 而且还有模有样 这家伙是真的能看到 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还是为了活命 在这里装神弄鬼呢 来的这个人 看起来就不太像 有文化的样子 而且灰头灰脸的 穿着一件老旧的衣服 胡子拉叉的 大概三十岁左右 在我没有请他进来之前 他都一直在挠屁股 有点像市井之人 一番询问之下 我才知道他叫王志 是个三合大神 所谓的三合大神 就是经常混迹网吧 几乎一年四季 都在网吧渡过的 社会闲散人员 没有钱了 就去做几天日节 然后继续躺平过日子 这种人在深圳那边尤其多 我皱了皱眉头 这种人也能看懂古老文字 那不是在侮辱专家吗 我差点就把他赶走了 但他很快就对了 我说了一句话 他道 朱雀和十二后屋 十二后屋我还当他瞎扯 但他说出朱雀的时候 我已经知道这个三合大神 已经有点东西了 王志说 我截出来的那句话中 有朱雀 还有十二后屋 但字太少了 他看不全 王志说自己祖辈是盗墓的 不是什么知识分子 但这种文字他爷爷教过他 不说精通 但也能勉强识的 至于他爷爷 为什么会认识这种文字 他也不清楚 但他爷爷开玩笑说过 是一个墓里的女鬼教他的 他被困墓里一个月 跟女鬼成亲 出来的时 仿佛做了一场大梦 劫后余生的感觉 后面就再也没有 去道过墓了 彻底断了这门手艺 估计心里有阴影了 可王志家里人不信 盗墓归盗墓 射击牛鬼蛇神 都说他爷爷在扯淡 他爷爷也不辩解 只是呵呵笑 我见这个三合大神 有点东西 连忙将其倾入 然后把那份古卷给他看 只要能将古卷彻底翻译 钱不是问题 王志也高兴极了 本来就穷 只要给他钱 估计让他吃屎 他都乐意 他二话不说 急忙去翻译古卷 看了一遍又一遍 然后整理完后 才问了我这么一句话 兄弟 你这古卷是Langga吗 神话故事吗 我顿时明白 古卷里大概记载着什么了 我让他别问 有一说一就行 王志也上道 立刻不敢再问了 而是告诉我 整份古卷到底说了什么 古时候的文字非常简陋 表达的意思有时候都不全 王志整理了一下 才能组成词汇 他说 这古卷讲的是一个远古部落的故事 那是一个巫族 以神鸟诸雀为图腾 他们部落的人精通巫术 并以此来对抗猛兽 寻求食物 他们生活的地方环境阴暗 一生都在寻求火种 他们相信诸雀的存在 也一直仰望诸雀之火 后面皇帝与吃油大战 吃油大败 巫族只是一个很小的部落 虽然没有参与 但也受到了影响 战争让他们食物匮乏 人员大减 后来巫族有一小部分人 为了活下去 竟然去战场吞噬 吃油军队死尸 虽然不人道 但他们也确实靠着这个 活来了下去 并且度过了南熬的冬天 至于其他的人 活下来的少之又少 可熬过冬天后 巫族又可以正常生活了 活下来的人 开始繁衍生息 可是问题还是出现了 吞噬了吃油大军尸体的人 开始狂暴是血 杀人不眨眼 他们迷恋上人的味道 犹如野兽一样 烈食着同部落的人 而且一到黑夜 立马失去理智 仿佛被一股邪气控制着一样 这些发狂的人 仿佛得到了某种力量 其他人根本无法将其制服 也完全不是对手 或者 这就是啃噬吃油大军 带来的副作用 也得到了吃油一族的力量 为了拯救部族 一个较脚的少年 踏入了神火森林 听闻那里有神鸟朱雀 还有恐怖的南鸣离火 进入者不是被猛兽吞噬 就是被火烧 成灰 可脚为了不足 只能以身探险 进入神火森林 寻求神鸟朱雀帮忙 或者得到南鸣离火 为同胞驱除身上的邪气 二十天后 脚没有回来 但朱雀出现了 它庞大无比 双翅生风 羽毛亮丽绝艳 如神一样降临于巫族 跟他们图腾上的朱雀一模一样 朱雀大口一吞 将那些被吃油邪气所控制的人 全部吃掉了 南鸣离火将一切邪碎烧毁 消灭得干干净净 也算彻底拯救了这个族群 不然的话 那些人会被自己同伴 一个一个吃掉 而剩下来的发狂者 也会在护吃之中慢慢消亡 可朱雀吃完这些人后 突然喷出了两股火 一股火炙热无比 乃是自身之火 另外一股是完全不一样的邪火 而且完全不受控制 大肆地烧毁着部落 人人自危 拯救的神鸟 突然变成了杀人的邪鸟 在大家都以为自己 必死无疑的时候 突然朱雀自杀了 他留下了两条遗言 一条是将他身葬于黄河之下 另外一条是选出十二人 当其守墓人 世世代代护着他的尸身 不让旁人所动 朱雀一死 巫族的人发现 他羽毛之下居然有熟悉的印记 那是巫族成年里刻下的巫之记号 是脚的 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不知道为什么朱雀的身上 有脚的印记 按照朱雀的遗言 部族选出了十二个最强的人 统称十二后巫 他们利用巫术 在黄河建造了神宫 将尸身葬于里面 并且世世代代守护 说到这里的时候 古卷的内容就讲完了 王志讲得口干舌燥 直接大口灌着茶水解渴 他以为这是神话故事 所以根本没有在意 只要他最后能拿到钱就行 这家伙虽然看上去不太靠谱的样子 但说的事情并不像瞎编的 理由很简单 他并不知道古卷跟朱雀有关 但他说的故事里面 不但有朱雀还有黄河神宫 基本上对上了的 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根本编不出来这么一套故事 听完古卷后 我思考了一番 然后得出了几个结论 第一 那只所谓的朱雀 很明显就是寻找朱雀的少年 脚 有点类似于屠龙者变成了龙 但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也不知道 因为古卷里并没有交代 至于有没有真实的朱雀 我也不知道 因为古卷里说了 出现的这一只朱雀 跟他们的图腾一模一样 可巫族根本没有见过真正的朱雀 为什么出现的朱雀 会跟图腾里面一样呢 再怎么样 也会有点差别吧 所有原因只有一个 叫按照部落里的朱雀图腾 变成了朱雀 这里面可能涉及到了什么巫术 远古的巫术 极其诡异邪门 甚至有会求雨的 我还听说过中了巫术 浑身掌灵掌脚 变成邪龙的 反正巫术一切都有可能 但具体是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道 第二个就是 朱雀一族 其实就是那十二后屋的后代 也就是说 朱雀一族的祖先 建造了黄河神宫 也是朱雀墓的守墓人 有趣的是 现在的朱雀一族 什么都不知道 特别是农秦这个新任族长 可能朱雀一族后代被诅咒后 就再也没有继承后面的意志了 如果他们一直守墓 说不定黄河神宫 我们也没有那么容易闯进去 第三 所谓的朱雀吞噬了那些人后 身体和南冥离火 可能被邪气污染了 然后生出了第二种火 这种火是有邪性和意识的 不然朱雀也不会控制不了它 也就是说 南冥离火 和赤油大军死去的邪性融合 诞生了第二种火 这种火 可能拥有赤油大军的邪性意识 可以污染任何人 可以控制人的身体 我大胆猜测 火南身上的火 就是这一种火 这种邪火跟鬼一样 可以附在别人身上 控制别人身体 也就是说 真正的火南 其实早已经死了 根本不存在不死的说法 毕竟是人 他可是跟张道林一个时代的 真正的火南早已经死了 是那团邪火控制了火南 是赤油大军的邪灵 火南不会只是一句死事而已 真正的主人 其实是那蛊火 之前火南的身份和火源 我们有过诸多猜测 没想到的是 居然是赤油大军邪灵 和南冥离火诞生的火源 而火南 其实早就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控制着身体的是那一股邪火 幸亏有这一份古卷 不然的话 事情那么久远 根本无法知道真相 只能靠猜的 如果靠猜 猜一辈子 也猜不出 黄河神宫 其实是朱雀一族祖先建造的 里面葬的也是朱雀 喂 兄弟 我翻译完了 给我钱啊 王志一句话 打断了我的思考 这个三河大神 居然怕我赖账 急忙催我给钱 真是的 我住这么大的房子 我能欠你钱吗 我给他写了一张支票 不多 也就五百万吧 如果不买房 不买车 不给彩礼 够他活一辈子了 王志看着支票 直皱眉头 这家伙 该不会连支票 都不知道吧 他琢磨了一会 最后居然把支票 给递了回来 我不要这个 我要现金 给我一张纸算什么 套你猴子的 真是烂泥服不上墙 支票都不认识 那可是五百万啊 对于普通人来说 那可能得用一辈子来赚了 我没什么现金 微信支付宝之类的钱也不多 而且还限额 一天最多转一万 要不你过几天来 我提现金出来给你 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只能先缓缓 谁没事 家里放那么多现金 可这家伙 听见一万口水 都要流干的样子 急忙伸出手机 要我转账 说怕我过几天人跑了 到时候 他上哪要账去 这真是个人才 不过也是 不是人才怎么能当三合大神 我也不跟他磨叽 直接给他转了一万过去 这家伙居然跟傻子一样 高兴得走了 五百万的支票不要 要一万 能遇见这种大聪明 也算我三生修来的福气了 首发王旨 古卷终于被我所破解 我直接就烧了 留下来也没有用 如果被其他人知道 又该去找黄河神功了 黄河之谜 几乎全部解开了 除了朱雀的身份 不能肯定以外 其他的 我都已经得到答案 抓吞佛童子夺古卷 这是确实没错 到了晚上的时候 我又去招呼吞佛童子了 他终于扛不住 直接就跪在我的面前 这家伙 估计一辈子 没有这么落魄过 如果他不妥协 接下来也是 无穷无尽的折磨 相比较这个 还不如直接死了算球 既然死比生好 那就不在意 我杀不杀他了 帮我找出佛连 让我给一个痛快 也算是没事 解开吞佛童子的枷锁后 我带他重新回到了谷物 这家伙 已经被我折磨的人 不像人 鬼不像鬼 可为了能痛快地死去 他还得撑着完全任务 不然连死都是奢求 落到我手里 是何其恐怖的下场 他终于明白 苏扬一个比一个恐怖 他那晚应该祈祷 去找他的苏扬不是我 吞佛童子顾忌重施 闭眼开幕 身心放松 呼吸均匀 仿佛一只不存在的眼睛 在看着周围 佛眼一开 佛连立线 他再一次看见了佛连 但我依然看不见 苏扬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你去门口堵着 我把他往外赶 出来的一瞬间 你将其打出来 除了这个 我别无他法 吞佛童子的办法 好像可行 他能看见佛连 那就可以驱赶 一般这种佛器 已经有了自己的灵石 好 我答应一声 立马跳出了房门 然后挡在了门外 听我信号 记住 出手切记不可快 也不可慢 要刚刚好 不然必失败 吞佛童子叮嘱了一声 然后开始运功 他并不需要 多大的力量 有益 时的法器生人 一靠近 立马会受惊而跑 他夺步而行 口念咒语 双手一慢一快 混圆而起 在靠近某个地方的时候 突然就起了一股风 是一股沁人心脾的灵风 跟狐仙说的灵气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也就是说 茶庄若隐若现的细小灵气 就是这朵佛连散发出来的 看来江城说错了 可不止昆仑山有灵气 就在此时 吞佛童子大喝一声 准备 他去了 就在你五步之外 我立马做好准备 双指竖起 手绝一掐 蚂蚁响灵绝 破 轰的一声 灵符出手 火花四剑 我以为得手了 可没想到快了一步 虽然我看不见佛连 但他确实靠近了 而且我能感觉得到 我出手完他才到 也就是说 我出手快了 没赶上 不对 不是我出手快了 是吞佛童子从中作梗 他故意说小了距离 这佛连起码在我十步之外 根本不可能是五步的距离 我意识不对 连忙抬头瞪了他一眼 可他却在笑 苏阳 这确实是佛连 但不是什么金铲子的坐下佛连 这是一朵黑莲 他散发出灵气是诱补 而不是天生之灵 你以为在吸收他的灵气 其实 他是在吸收你的修为 以你现在跟他的距离 他会无情地吞噬你的 刚才我压根没有靠近他 都是骗你的 我只是驱赶他 吞佛童子大笑着 他的诡计终于得逞了 这家伙摆了我一道 而他并不是简单地骗了我 他是故意不从的 然后让我折磨他 折磨得他生不如死 再对我无奈屈服 从而降低我的警惕性 不会再怀疑他 这个家伙从一开始就在挖坑给我跳 为了让我相信他 他自导自演了一出戏 他见到佛连的时候 已经在打歪主意了 吞佛童子没有说错 突然嗖的一声 虽然我看不见 但却感觉有什么东西 撞进了我的身体里面 如果吞佛童子没有猫腻 老老实实配合我 那佛连就会正中我的咒 可是我出手快了 佛连冲门而出 直接就灌体而入 这真的是一朵黑莲 他好像想吃了我 但他不是主动吃的 而是吞佛童子在丛中作梗 他只会被动地吸收别人的修为 怪不得狐仙虽然感受到灵气 但修为之前也没有大涨 而且修得也并不快 就算昆仑山回来以后 他吸收消化灵气的速度 也极其慢 一切都是 这朵佛连在作祟 他放出的灵气只是诱饵 其实是反向吸收我们的力量 江城还真特么没说错 除了昆仑山 没有其他的灵气吸收了 我承认我 刚才说话的声音有点大 黎音寺三宝已经得了两 还有一个紫金波在哪 而且这两玩意都是黑暗的 那所谓的紫金波不会也是 这东西应该不在茶庄 因为整个茶庄都没有关于波的东西 不过无所谓 只要有缘总能遇见 这样看来 所谓的黎音寺以前供奉的佛 应该也不是什么正经佛 可这样的庙能有人成立 能有人拜吗 不会供奉的是无天吧 现在的尼古庙还可以 供奉的佛像都是正儿八经的 难道说以前那些尼古士替天行道 杀了和尚是为了佛证明吗 可佛家不是禁止杀戮吗 但这是没有证据 我也只能瞎猜 要是孟一师太配合一点 将真相告诉我多好 可是他好像有很多秘密一样 根本什么都不说 或许是跟我不熟的原因 后面的两天我都在研究佛连 可是一点进展都没有 它不像佛印一样可以随便用 而佛家的东西我又一知半解 完全无从下手 还要提防它突然消失 这真是丑死人了 可就在这两天时间里 八大财团的人 已经全部上龙虎山了 就连打算离开八大财团的亲帝 也被召集了回来 我不知道八大财团 开出了什么条件 居然让亲帝屁颠屁颠地回去了 这家伙的判官比恢复了吗 张三丰也曾召集我回去 但我拒绝了 因为我不能再回去孔明楼 而且我可不想跟鬼仙打 赵无言已经踏入鬼仙的境界 这一战可不简单 张道林留下的仇恨 赵无言要全部撒在 后代天师身上 龙虎山虽然有三个紫袍老道 可是未必能赢赵无言 加上八大财团的人就算赢了 那也肯定是损失惨重 我坐山观虎斗就行 算着时间 诸葛克应该回家了吧 反正他爸同意 我得拿着河图再去一趟 因为我不到黄河不死心 征服诸葛克是次要的 赢下狐仙才是主要 狐仙也真是沉得住气 跟我下了赌注以后 居然再也没有出现过 他到底在搞什么 想搞什么 仙不管他那么多 他不出现的话 我抢占先机也是我赢 到时候他可别耍赖 小小一个诸葛克 办他 我刚刚想出门 突然一道身影挡在了我的面前 先是一个女子 后面嗖的一声 一分为二 重叠的身影分开后 白苏苏和白木再次出现了 一个妩媚动人 身材妖娆 一个三分像人 七分像鬼 行动受限 仿佛中了鞋一样 白苏苏不驱动他 他就劈头散发地站在阳光底下 犹如一粒鬼 白苏苏 你去哪了 我连忙关心地问道 他们两个回京都后面 被我赶出去后 再也没有出现过 也没有去找过他们的母亲天意 不知道去了哪里 可是白苏苏却无视我的关心 直接毫不客气地掏出了刀子 然后迅速架在了我的脖子之上 苏杨 是不是你杀了我妈 白苏苏语气非常冰冷 好像是奔着沙姆之仇而来 杀气非常重 如果我回答是 估计他不会留情面 直接就会割破我的喉咙 你知道了 我叹了口气 还想着怎么跟他说的 现在他知道 那就省得我说了 别废话 告诉我 是不是你杀了我的母亲 冰冷的语言过后 刀子又进了一寸 他在等我的回答 可我突然双指一弹 他的匕首立刻断成了两截 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白苏苏一惊 立马后退 手又往后摸 不知道想掏出什么大杀气 我没杀你母亲 但你别得寸进尺 我不喜欢别人用刀指着我 我回了他一句 天忆的死完全与我无关 他要找我报仇 简直就是无理取闹 不过我第一次见白苏苏 这么认真严肃 以前他一见我都是比品如还骚 看来我低估他们母女俩的感情了 我还以为他们的感情不会很深 当真吗 白苏苏放松了一点 手没再往后摸了 应该放弃了对我的进攻 他如果真的不理智朝我动手 那他们两姐妹都会死在这里 我可不是什么好人 我苏杨是个挑食 都不会偷吃的老实人 绝不会骗你 放心好了 我信誓旦旦地回答道 如果天忆真是我杀的 他们已经死了 我不会留任何一个复仇的种子 活着威胁我 好 我信你 我妈的那些人呢 白苏苏居然信了 而且只是简单地回答 她对我这么信任了吗 八大财团吗 我皱了下眉头 犹豫赖一下 还是说道 上龙虎山了 好像全员都已经上去 好 谢谢 白苏苏说完后就要告辞 虽然她什么都没有说 但是我能想到 她想去干什么 我连忙提醒她道 八大财团不好惹 你别冲动 不然你会死的 可白苏苏却一无反顾地回答道 我只想找出凶手 为母报仇 哪怕豁出性命 白苏苏的眼神极其肯定 没想到她这么孝顺 不枉天忆如此爱她们 为了她们不受伤害 居然什么都愿意做 我算是低估 她们母女的感情了 姐姐 走 一声落下 白苏苏已经不见了 白母也慢慢消失 两姐妹来去如风 也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白苏苏 可八大财团未必是凶手 白苏苏如果冲动行事 难免会死在她们手上 而且张三丰本来就想 捕获白苏苏姐妹 替代天意 她们这样一去 是不是极其危险 我刚才是不是不应该说出 八大财团的去向 这算害了她吗 不管了 我拼命地摇了摇头 自己的事情都没有搞定 哪有时间去操心别人 我只能默默祝福她们平安了 龙虎山必定凶险万分 希望她们不要出事才好 我继续着今天自己的计划 前往了诸葛家 诸葛克果然已经回来了 而且还是公孙强亲自将她送回来的 说来也巧 就在今天 而且公孙强那小子 还故意把排场搞大 好像想告诉全天下的人 诸葛克在她家住过 这样闲言闲语 就对她有利了 真是有心眼啊 这王八蛋 诸葛克虽然回来了 但诸葛管家不让我进啊 这王八犊子 好像有经验了 我都已经应不到她 而且为了提防我 甚至养了三条哈士奇开门 看着哈士奇智慧的眼神 我急忙躲避 决定从后墙翻门而入 以我现在对诸葛家的熟悉 翻墙太简单了 来过几次后 我都已经当作是我家了 趁着四下无人 我急忙翻上了高墙 然后跟贼一样跳了下去 打算偷偷摸摸上二楼 然后跳进诸葛克的闺房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我感觉背后一阵阴凉 好像有一股杀人的眼光在注视着我 我吓了一哆嗦 急忙回头看去 发现正是跟我有仇的诸葛管家 嘿嘿 小子 我就知道你会偷跑进来 我不但养了狗 还装了监控器 没想到吧 诸葛管家一副洋洋得意地说道 如果他赤手空拳 那自然不会是我的对手 可他右手现在正提着一桶屎尿 且散发着可怕的恶臭 我顿时知道他想干什么 二话不说 急忙提腿就跑 君子不予小人论 用屎尿做武器的人最卑鄙 别跑 你个浑小子 打我多少次了 这回我定让你屎尿升天 诸葛管家对我仇恨极其大 提着屎尿桶就追了过来 我在前面跑 他在后面追 我连忙跑进诸葛家 可没想到大厅内的人还不少 诸葛客扶着诸葛先生 坐在中间的靠椅上 孟怡师太也在 公孙强带着两三个人 正在跟人谈笑风生 有说有笑 首发王指 见到我突然跑进来 大家都愣了一下 公孙强更是有点愤怒 直接质问道 又是你小子 你进来干什么 人家有请你吗 我甘大一笑 没有 我是不请自来 不请自来 你当诸葛家是什么地方 给老子滚出去 公孙强居然上来就赶我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他家 可这时候 我已经感觉到 管家在后背了 连忙躲开了公孙强 此时管家也上头了 没有指的助手 居然不想后果的 直接朝我泼了过来 我一躲 公孙强吃了一个满大 食尿全泼他身上了 卧槽 管家反应过来后 立马喊了一声国粹 连忙对公孙强说对不起 公孙强对着管家怒目而逝 可又不好发作 他为了诸葛克 还得讨好诸葛家 不想有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这时候 管家立马反应了过来 然后指着我骂道 都怪这小子 他硬闯进来 才会这样的 随着矛头的指向 公孙强立马找到了发泄的点 然后对我骂道 又是你个王八蛋 老子今天非得砍死你 你私闯民宅 老子自卫 杀你不过分吧 对 砍死他 我这就给你去拿刀 管家见公孙强矛头指向我 立马也附和道 可就在这个时候 捂着鼻子的诸葛先生 咳嗽了几下 然后挥了挥手 管家 你下吧 管家很惊讶 诸葛先生居然不怪罪我 而且他不得不下去 这是主人的命令 不是吧 诸葛叔说 就放过这家伙了 公孙强立马感觉很冤 他不知道 我跟诸葛家是什么关系 诸葛先生居然如此地纵容我 你也回去吧 回去洗洗 太臭了 诸葛先生捂着鼻子 一副嫌弃的样子 不但不赶我走 还对公孙强下了逐颗令 这也不能怪诸葛先生 确实很臭 留他多一秒都是折磨 公孙强没有办法 只能冷哼了一声 对我吹鼻子瞪眼的 人气呼呼地走了 仿佛再对我说等着瞧 等着瞧就等着瞧 他不会以为我怕他吧 真搞笑 公孙强一走 其他人捂着的鼻子才放了下来 不然是真的连呼吸都不敢 苏杨 你也太过分了吧 当这里是自己家呢 诸葛克忍不住吐槽了我一句 他也挺惊讶的 没想到 他爸居然这么护着我 想起之前我跟他说的合图当彩礼 他爸已经答应了 这时候 估计不得不信了 不然他爸不会这么护着我 我连忙回道 这可不能怪我 这管家跟我有仇一样 不让进就算了 还不通报 那我只能硬闯 这时候 诸葛先生突然举起打断了我的话 他好像压根不想听我解释 而是突然问道 你护送小女和孟一师太上龙虎山 可否愿意 我愣了一下 随后说道 我 为什么要我送 等等 你们上龙虎山干什么 这时候 孟一师太站起说道 那怪物一身火焰 他不但烧了我的林音寺 日后必定会去祸害世人 到那时候 就会血流成河 死伤无数 我必须上龙虎山 请子跑老道 不然的话 这怪物就会一害八方 孟一师太说的 应该就是火男 他的思路也没有问题 请龙虎山的天师 下山斩妖除魔非常合理 可是龙虎山正在干仗 现在去不成炮灰了吗 那是什么级别的打架 实力不过去了 都会被殃及 孟一师太你有所不知 殷山派掌门人赵无言 已经跟龙虎山宣战了 你现在去 那不是找死吗 我连忙提醒孟一师太 让他别做傻事 或许等这事过了 再去也行 但什么时候结束 我就不知道了 孟一师太有些惊讶 估计不知道 连忙扭头说道 啊 居然有此等事 殷山派这种歪门邪道的门派 居然敢宣战龙虎山 诸葛先生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可诸葛先生这时候却说道 那就更应该去了 殷山派邪妹 我们名门正派李英去帮忙 这样一来 龙虎山就欠我们一份人情 到时候 请他们下山杀那怪物 估计他们也不好推辞 嗯 有理 孟一师太连忙点头 表示同意诸葛先生的话 这尼姑 就算不是魏苍生 他也要为了自己弟子 为黎英寺报仇 所以 他上龙虎山义无反顾 那里有能帮他报仇的人 火南屠光了黎英寺的弟子 烧了庙 孟一师太怎么会放过他 有理个屁啊 你知道赵无言是谁吗 我连忙骂道 那是殷山派第三代掌门人 他跟张道林一个时代的 已经修成鬼仙 去了能回来吗 还杀怪物 我怕你自己也搭进去 小子 别废话 你就说 跟不跟我们上吧 你还有点本事 保护我们应该没有问题 你也是风水师 斩妖除魔 除恶阳善是你的本分 你出一份力怎么了 你一个男人怕什么死 我们两个女的都不怕 孟一师太 站在道德之高点 对我殉道 我去腻麻个别 老子没有道德 别跟我扯这些 你不怕死 我怕 我不上龙虎山有两个理由 第一是实在太危险了 没必要上去冒险 本来就不光我们事 是赵无言跟天师的私人恩怨 我上去万一当了炮灰 那得有多怨 第二就是为了苏魂 赵无言一走 就去救苏魂了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不想错过 苏魂知道张三丰的真正身份 我一定要从那个家伙的嘴巴里 挖出点东西来 所以 我想都不用想 直接就拒绝了孟一师太 他还想站在道德之高点威胁我 我呸 孟一师太见我骂他 一下子就急了 连忙要诸葛先生说两句 如果实在不行 那找刚才的公孙强也行 至少人家态度比我好 毕竟是诸葛克的舔狗 忽来喝去随传随盗 我笑了 那你最好找他 哈哈 诸葛先生说道 师太别急 我给你们算一挂 补个急凶 要是没有任何问题 你们再上也可以 小子 你信得过我们诸葛家的挂像吗 诸葛克都这么厉害 他爸自然不会差到哪里去 虽然病重 但应该不会太影响 你算吧 出来结果再说 我敷衍了一句 就算上龙虎上安然无恙我也不想去 我主要想救苏魂 然后逼他说出张三丰的身份 这才是最重要的 可诸葛先生要说算挂 我不给他面子 也得给诸葛克面子 以前还无所谓 现在我得奉命泡妞啊 诸葛先生见我点头 连忙起挂 不出一会 挂像历险 可他本来就苍白的脸色 立马变得更白了 而且立马藏挂 不让我们看 爸 补了什么挂 拿出来看看 藏着干什么 诸葛克好奇地问道 他也想知道算出了点什么 可诸葛先生并不露挂 直接藏进了长长的衣袖里面 而且还给了我 一个特别糟糕的眼神 我此时不知道为什么 心跳得特别快 都快跳到了嗓子眼 但我并不紧张 也不害怕 这种情况 还是第一次遇到 他到底算出了什么 我不乐意了 连忙说道 诸葛先生 到底算出了什么 说啊 算出结果不说 也太仗义了 诸葛先生呵呵一笑 笑容有点僵硬 明显是为了缓解尴尬的 你不用上了 小女和孟一失态 我另寻他人保护 你走吧 诸葛先生不但不露挂 还态度大变 突然要赶我走 诸葛先生 有什么不能直说吗 我突然更加好奇了 这跟我看没卡文了一天 极其难受 好像浑身有蚂蚁在爬一样 满脑子都在猜 这个挂箱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他态度大变 直接不让我上龙虎山了 没什么 你走就是了 我们不需要你了 诸葛先生依然不愿意说 继续下竹克令赶我走 本来还想说河图彩礼的事 但已经有一股不愉快的气氛 而且 如果龙虎山之行我不能同行 那估计我跟诸葛克的时候 也告吹了 好 告辞 诸葛先生再三地驱赶 我只能掉头就走 不然就显得不礼貌了 可他算出来的挂箱 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突然放弃 让我去了 是故意布局 引我上钩吗 越不让我去 我反而越想去吗 还是说 他真的算出了什么 我离开了诸葛府 诸葛克没有送我 只是给了我一个 他也很不解的眼神 说明他也不知道 诸葛先生在玩什么 到了第二天的时候 诸葛克跟孟一师太 真的上龙虎山了 而且搞笑的是 还真找了公孙强 这小子能当护花使者 孟一师太 果然是个人才 可他们要做什么 我是无法制止的 只能任由他们离去 只要诸葛克没事就可以 其他两人的话 生或者死 都与我无关 我忍住了 没有跟他们上龙虎山 因为我真的有其他事要做 无法跟他们一起去 而且也怕诸葛先生 故意布局 网猜不会中计 可我始终对诸葛先生 算得挂心有余计 一直想知道 他到底算出了什么 诸葛克走后 我本想继续拜访诸葛先生 可能那天人多他不方便说 可这家伙 居然闭门不见客 无论我用什么办法 都无法见上他 一怒之下 我把他家哈士奇毛发 全剔成了地中海 算挂不说挂 子孙全得挂 你真缺德呀 没有办法 我只能算了 回去琢磨关苏魂的地方 应该没两天 两方就会打起来了 可赵无言走后 我得知道 苏魂关在哪里啊 不然的话 怎么救他 要么赵无言重新找了一个地 要么他回了黑木崖 也就是苏杨现在的老窝 不知道那里 是不是阴山派 一直以来的基地 不管怎么样 我得去查探一下 就算不在黑木崖 估计苏杨 也知道他在哪里 只要找到苏魂的所在 那时就好办了 等待赵无言上 龙虎山即可 可到了半夜的时候 我突然感觉有点不安 有一股炙热的火焰在靠近 我一下子惊醒 立马想起了火难 他不会追到这里来了吧 想到这里 我思考了一下 然后急忙背上弗莲走了 这家伙 要么冲我来 要么冲弗莲来 如果他杀到 还有可能让他一箭双雕 既然如此 我就引他上黑木崖 来个祸水冬影 反正我也要去黑木崖 我一路急行 一开始那种感觉还消失了 仿佛甩掉了他一样 但没多久 他又追了上来 感觉再次靠近 这家伙是嗅到了我的味道吗 甩都甩不掉了 估计去茶庄没有找到我 现在又重新追上来了 没有办法 我只能越跑越快 幸亏现在我的本事也不差 体力够用 一路保持着距离 将他带到了黑木崖 黑木崖还是老样子 阴风阵阵的 跟焚山一样 乌鸦不停地叫 晚上鬼哭狼嚎的 不知道是野兽还是厉鬼 我想了一下 最后还是上了黑木崖 而后面已经有一团火跟着 越来越热 仿佛要将我烧成灰一样 这火难就是这么恐怖 跟个火魔一样 我上到黑木崖的时候 山上突然好多树木 都开始慢慢枯萎 也有一些成了灰 乌鸦拼命地逃离 阴风消散 那个火难终于追上来了 我刚刚伸到黑木崖 一股火球 立刻如同流星一样 直接朝我降下 恐怖的炙热气息 想要瞬间将我融化一样 我急忙躲开 虽然轰隆一声 地面炸出了一个大火坑 周围花草树木瞬间枯萎 化为了灰烬 一个带着火的男人 从火坑里面 一步一步追了出来 找到你了 臭小子 独子可真是难缠 一路追到了黑木崖 跟狗一样死咬着我不放 这里可是黑木崖 阴山派的地方 你最好别放肆 不然的话 别怪我不提醒你后果 我故意挑衅他 让他在这里尽情拉屎拉尿 这样 苏阳就会出来收拾他 我引他出来 也是因为这个 阴山派 哈哈 小丑门派 还能挡得住我吗 他们算个勾巴 出来一个 老子杀一个 火难果然嚣张了起来 压根没想 把阴山派放在眼里 他从出来到现在都很狂 他话音一落 黑暗中突然出现了一点寒芒 枪如惊雷 疾风而来 带着恐怖的鬼气 画出无数骷髅头 来了 来得真快 正合我心意 火难反应也很快 立马双手合一 一道火光形成盾墙 直接挡住了飞来的鬼枪 哼 小丑出来了吗 火难居然还出言挑衅 丝毫不把阴山派放在眼里 鬼枪出来的同时 一道鬼影带着几阵阴风急冲而来 他接回了飞出去的鬼枪 随后以横扫千军之势 奔雷一扫 鬼气万千 恐怖如斯 只见枪头化作游龙 将其火枪瞬间打灭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火难的火灭了 虽然我一共也没见他几回 跟他交手的人也不多 火难力阵而退 亮枪三步 身上的火大气 明显感觉有点丢脸 所以生气了 闯阴山者 煞 千年寒冰 眼中只有面前的猎物 呵呵呵 有意思 我小看你们阴山派了 不只是个小丑 还是跳梁小丑 火难话音一落 顿时火冒三丈 他要动真格了 三丈烈火化成各种牛鬼蛇神 然后奋出几十道 朝着苏阳急冲而去 他扬动鬼枪 挥舞出一道道阴风 可火势不转 反而更猛烈 明显动真格的火难 没有之前好对付了 火炎极猛 所到之处 寸草不生 就连苏阳也不敢应接 当时这伙可是把妖刀都给烧毁了 不容小觑 硬炕的话会被烧成灰的 苏阳避过以后 鬼枪发出一声鬼银 力震八方 挥动着朝火难刺去 一秒十枪 快如闪电 恐怖的进攻 让火难也兴奋了起来 身上的火焰 一圈一圈地荡漾而出 如水波一样 他扬起右手 掌心绽放出一朵火莲 巨大无比 我连忙躲得远远的 不然就被蒸发了 火莲爆开 黑木崖都要被烧得焦黑无比 寸草不生 火焰冲天 威力无穷 什么情况 那家伙不会被烧死了吧 我睁大眼睛看着战况 火莲太大 连同整个黑木崖和苏阳 都瞬间被吞噬了 火难这怪物太恐怖了 无法想象 当年张道林和叶寒一 是怎么封印他的 苏阳是鬼还好说 但如果是人身星号星号 那不得瞬间就融吗 浓烟中 我无法看清 苏阳是不是活着 但数秒后 这家伙瞬间将黑烟劈开了两半 阴风形成八个龙头 将其全部残火和黑烟冲开 如果继续打下去 估计苏阳也不是他对手 这家伙的火 貌似可以烧鬼 且异常恐怖 火量太大 一招就烧一个芽 半个山 简单地交手一下 就知道火难有多么难缠了 这么一个怪物 又凶残无比 确实要封印他 不然死的人 估计是数以万计 可这关我什么事 我目的已经达到了 让他们打个痛快吧 我先溜了 再见 就在我想车的时候 突然一道鬼影出现在我前面 挡住了我的去路 强大的鬼气遮天蔽日 如寒冰一样 冰封着周围一切灰烬 和植物残躯 是赵无言 他居然也在黑木崖 虽然我有猜到 但是没想到这么快 就暴露了自己 我本想隐藏自己 或者让他们 打我趁乱逃走的 话说这家伙的注意力 不是应该在火难身上吗 他找我干什么 不怕 以苏阳的脾气 肯定不会屈服于任何一个人 到时候三方混战 我一样可以跑 知道赵无言在黑木崖就可以了 到时候他上龙虎山 我直接偷偷来这里寻找苏魂 这里不大 应该可以搜出来 去哪呀 来了不多坐一会 喝杯茶吗 赵无言皮笑肉不笑 对我呵呵说着 一副阴冷的样子 我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火难那边 然后随时做着逃跑的准备 我要走 无论是赵无言还是苏阳 都留不住我的 而且 他们还有一个火难要对付 见我不说话 赵无言又朝向了火难说道 你也要留下来喝茶吗 还是说在黄河神宫没关够 话音一落 赵无言眉头一皱 阴风呼啸周围 阴风所到之处 皆是阴冷的冰晶 被烧毁的花草树木 化成灰烬处 全部长出了妖艳诡异的彼岸花 与此同时 苏阳鬼枪举天 风云唤醒 诡异滔天 形成了八个龙头在天上咆哮 两人恐怖的实力 全部展现在火难面前 让其突然皱眉犹豫了起来 刚才的嚣张荡然无存 他单挑苏阳 应该是不惧的 但如果 加一个鬼仙赵无言 那他的胜算就要低一点了 这两鬼合力 恐怕京都都没几个人 能招架得住 只能请守木人 和叶寒一一起出山 才能有得打 什么 你刚才说什么 我们阴山派是小丑 你说大声一点 我听不见 赵无言背手而立 眼睛紧紧盯着火难 一旦火难不退 那这将是一场恐怖的死战 算你们狠 等我找到火莲 我让你们全部变成灰 火难居然真的怂了 不过他也不傻 好汉不吃眼前亏 之前被张道林和叶寒一封印 现在再给搞那就麻烦了 说完后 他化作一道火光 冲天起 然后消失不见了 奶奶的 失算了 赵无言居然没有跟苏阳闹翻 两人好像还合作了 怎么会这样 之前在黄河神宫的时候 可不这样 我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后 连忙捏手捏脚地往后退 想偷偷溜走 可赵无言却从背后将我提了起来 依然问道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确定不喝杯茶吗 火难都没敢跟这两人打 我更是直接放弃挣扎了 别杀我 我是主播 呸 不对 别杀我 我是主角 面对强势的两人 我只能跟火难一样认怂 打是不可能打得过的 可这赵无言 好像并不想放我走 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我跟他无冤无仇 他不会想杀我吧 把这怪物引上来 想让我们殷山派背锅吗 你可真聪明啊 赵无言一眼 就看破了我的轨迹 直接拆穿 这回真是偷鸡不成十把米 我连忙裴笑道 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这也不是为了保命吗 咱们无冤无仇 你放我走吧 以后来京都我照你 那磨空拳 给你整得明明白白的 多个朋友多条路吗 哦 朋友啊 赵无言突然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好像真的要让我做朋友一样 半分钟后 却突然开口说道 既然是朋友的话 那两天后 我攻打龙虎山 你去对我做先锋吧 什么 我失声叫了出来 怎么 有意见 不是说朋友吗 赵无言阴险的眼光看着我 好像比我还阴险 我巴急了一下嘴 杜囊间问候了一下他祖宗十八代 随后只能假笑道 行 没问题 我哪里有什么意见 那群臭天师 我早看他们不顺眼了 装得跟什么似的 严格你放心 有事您说话 出发那天记得通知我 我一定帮你揍死他们 我电话是 143843812138 再见 说完后 我想转头就走 但赵无言却伸出了 无数只鬼手按住了我 并不想让我离去 不用走了 阴山派有床 过两天 跟我杀上龙虎山 你当先锋 首发王指 话音一落 赵无言鬼气开道 他抓着我直接飞向了一个山洞 然后一脚踢开了洞口 进入里面后 几乎和我们见到的所谓门派一样 而且更加古老 原来阴山派的老巢真在这里 可是我并没有住上所谓的床 而是被压下了地牢 这山洞虽小 但却五脏俱全 连地牢都有 这地牢 还是按照奇门之阵法布置的 到处都是鬼符和机关 关人关鬼都行 赵无言一脚 将我踢入了地牢 好好待着 跟我杀上龙虎山立功了 我自然会放了你 你说是吧 朋友 啊 对对对 你说什么都对 我已经知道赵无言在戏耍我 所以他说什么我都是敷衍应付 哈哈 这家伙最后还大笑着扬长而去 气得我后曹牙都咬碎了几个 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火难没搞死 把我自己搭上去了 为什么他能跟苏阳相安无事 就因为都是阴山派的吗 现在想这些已经没用了 我得想办法先逃离这里再说 至少他没杀我 那我就还有机会 他如果真的 让我跟他杀上龙虎山 那这事的糟糕程度 跟杀了我没有什么区别 龙虎山是名门正派 我站在他们的队里面 那我以后还能出来混吗 我观察着这个地牢 希望能找到破绽之类的逃出去 可是破绽没有找到 倒是在黑暗的牢房中 找到另外一个人 在牢房的另外一端 坐着一个劈头散发的人 不对 应该是鬼 一只劈头散发的恶鬼 我一步一步地靠近 他突然抬起了头看向我 看见他脸的时候 我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真想抽他一顿 可他却抢先说道 苏杨 我让你救我 不是让你进来 你特么好意思说 不是为了救你 老子也不用出这险招 快告诉我 张三丰到底是谁 我愤怒地揪着他衣领提了起来 然后问道 可苏魂却挣扎开了 冷哼一声道 你不救我出去 我告诉你做什么 我有什么好处 不说 老子就打死你 我对他喝道 苏魂突然斜眼瞪着我冷笑 就凭你 你要是真有本事 你就不会进来这里了 亏我还把最后的希望压在你身上 没想到你如此 让我失望 是吗 那你要不要试试 说完后 我直接抬脚踢向了他的胸口 他连忙出手挡住 可他只有一只手 另外一臂 已经被朱雀一族的 无道大叔给废了 他一只手 怎么挡得住 拥有盘古之心力量的我 直接被踹飞了出去 然后在地上打滚 直到撞墙 可墙有阵法 他一碰 宛如撞到电网一样 浑身抽搐之鱼 又个弹了回来 火花四溅 然后半跪于地 臭小子 几天不见便这么强了 我是魂体 居然直接就能伤我 不用术不用皱 不用法器 这可是智得飞跃 苏魂看着我变强 并没有感到害怕 反而是开心地笑了 杀你是绰绰有余的 快告诉我张三丰是谁 不然的话 我让你灰飞烟灭 我直接插住他脖子 将他提了起来 可苏魂已经不挣扎 反而说道 小子 我们都是阶下囚 何必自相残杀 你如今变强 我们想办法一起破开牢门 只要能出去 我保证告诉你 你们出不去的 省省吧 突然一只女鬼 从阶梯慢慢走了下来 昏暗中依然能看出 他精致的脸庞 穿着超短裙 黑丝 身材凹凸有致 线条美感十足 就是脸色有点白 没有人的红润 此地牢已经被赵无言加固过了 奇门之阵千变万化 你们一辈子都别想硬闯出去 女鬼来到牢房前 将一个碗放了进来 里面有油饼 我们都是鬼 你是人 还得给你准备吃的 只有油饼了 你食不食 他看向了我 食物明显也是给我准备的 因为一旁的苏魂 根本不需要 可我看着油饼 却皱起了眉头 他是不是 在骂我 这个女鬼 好像就是阴山派二师姐赵梦彤 那个生前破产的千金大小剑 可恶 凭什么那个家伙有黑丝看 想起这个我就难受 你真该死啊 苏杨 这时候 苏魂好像见到救星一样 连忙挣脱了我的手 然后跟狗一样 朝照梦彤祈求道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平时我最疼你了 你也是最善良的 求求你放了我吧 就当抱我以前对你们的恩情 不然赵无言和苏杨 一定不会放过我的 苏魂真卑鄙 居然还在利用别人 可他这个以前师父 好像压根就把人家当牲口来利用吧 还好意思求人家放了他 真是搞笑 还不如有骨气一点 就算最后死也死得有尊严一点 二师姐 求你放了我吧 我是无辜的 看在我和大师兄长一样的份上 偷偷叫我放了 反正多我一个不多 少我一个不少 你们杀苏魂就是了 对了 我要举报他 刚才他想逃跑 谁能为了尊严不要命啊 这不是傻批吗 再说了 我永远为黑司和超短群臣服 你们少在这里跟我瞎扯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会放你们走的 苏魂 把我们骗得很惨 还有你这小子 堵我大师兄的身体 你们都该遭报应 赵梦彤恨苏魂 也恨我 所以想让他放了我们 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你们就在这里 给我好好待着吧 赵梦彤说着 不再听我们的鬼话 直接走了 就单纯地来给我送点吃的 估计怕我饿死了 赵无言还要我给他打先锋呢 想起这个我就窝火 早知道吸收完 铃儿体内的力量再说了 可天天都太阳人家 铃儿这小身板 也受不了啊 来一次 他都虚脱成那样了 我不能那么自私 臭丫头 早知道当初我就该杀了你 苏魂见诡计没有得逞 只能臭骂一声 做地上无奈的长叹 我也被关进来 那他就彻底没有办法了 还指望我救他的 而且现在地牢 已经被赵无言加固 就算苏魂以前是掌门 对这里非常熟悉 但也不可能突破牢房再出去 快点 告诉我张三丰到底是谁 言归正传 赵梦彤走后 我再次绕回了这个话题 我非得从苏魂的口中 逼出张三丰的真正身份不可 不说 老子就杀了你 可苏魂面对威胁 根本无动于衷 他只是冷言道 我都这样了 你以为我还会怕死吗 说了我就不用死了 只有离开这里 我才会真正安全 不然对于我来说 结果是一样的 你杀了我也没用 苏魂极其狡猾 他说的话没有错 就算我杀了他也没用 没出这里 他依然是必死无疑 他为什么怕我威胁 除非你救我出去 不然的话 你别想了 苏魂呵呵笑着 根本不怕我杀他 记住王子 我也累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本来就跑了一路 现在算彻底无力了 我自身都难保 怎么救苏魂 没想到 我们两个成了难兄难弟 都被殷山派 抓为了阶下囚 我也懒得杀他了 杀了他 那就没人知道张三丰的身份 既然威胁不成 我也没了办法 肚子一饿 我直接拿起赵梦同送的油饼 拾了起来 就算死 也要做个饱死鬼吧 不过我应该不怕 赵无言不会杀我 只是想让我打个先锋 苏魂我就不知道了 苏杨肯定想杀他的 他能活多久 只能靠运气 哎 我女儿怎么样了 她醒了吗 我放她身体里的东西呢 苏魂看我吃的喷香 连忙朝我问着问题 可能她没得吃 有点嫉妒 谈女儿 亲儿吗 对了 我想起来了 苏魂之前跟我说 她将黄河神宫里面 带出来的东西 打进了亲儿体内 你带出了什么东西 我连忙问道 我带出了神语 吞佛童子带出了古卷 张三丰带出了南明里火的火种 那苏魂带出了什么 还有其他人呢 我不相信 他们都空手而归 苏魂这时候皱起了眉头 然后朝我问道 你小子这样问 是不是压根就没去找青儿 他见我问是什么东西 居然想到 我没有去找青儿 不然很大概率已经知道 我直接承认了 点了点头 这段时间忙 而且 青儿和子福 没有跟我们一起回 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在哪 操 你个家伙一件事都没有办成 本来还想让你 做我女婿的 可惜你不配 苏魂对我摇头说着 表达了他对我的极度不满意 可我压根不相信这家伙 青儿跟他不合 我需要你准可 再说了 青儿跟其他女娲后人不一样 他对男人没有兴趣 也不想生下后代 四个女娲后人中 只有青儿我完全没有碰过 你少来 你就说你 带出了什么东西 其他少给我扯 苏魂不但利用其他人 连自己女儿也利用 真是畜生一个 将东西打进青儿体内 要是什么邪乎 或者不利的东西 这对身体很不好的 苏魂还是人吗 连青生女儿都利用 为了隐蔽 用其身体藏东西 可苏魂死活不说 他已经给过我机会了 如果我早点去找到青儿 说不定就知道 那是什么东西了 可惜啊 我不上心 不说拉倒 我也懒得再追问他 现在同事接下球 我自身难保 哪有时间想其他问题 吃饱就睡 保全体力 后面发生的事情 我才有能力去应对 可到半夜的时候 又有人来了 铁门推开的瞬间 赵无言走了下来 这时候苏魂突然极其害怕 他吓得浑身都颤抖了起来 眼神有点惊恐 很明显赵无言是来找他麻烦的 在赵无言没有走下来之前 他突然趴在我耳边小声说道 救我 我皱起了眉头 然后看向了赵无言走过来的方向 大哥你在逗我吗 我怎么救你 我自己都自身难保 我不管 只要你救我 我可以回答你任何一个问题 除了张三丰的 苏魂明显慌了 但时间已经不多了 赵无言已经来到地牢前 他看了我一眼 然后无视了 明显不是来找我的 接着看向了苏魂 然后恶狠狠地问道 东西呢 我再问最后一次 你想清楚了 可苏魂却疯狂摇着头 我没有拿 黄河神宫的东西 我一样都没有拿 我是两手空空出来的 真的 可赵无言根本不信 直接一脚将苏魂踢飞 隔着牢房 都将其打得痛不欲生 而且只是轻轻地一掌 鬼仙真的很强 苏魂在他面前就跟婴儿一样 你还敢骗我 杀我阴山派掌门 还到掌门之位 屠了我阴山派弟子 你死一百次 都还不够这笔债 把东西交出来 我那天明明看见你拿走了 不然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赵无言越说越愤怒 隔门一吸 直接将苏魂吸到面前 他鬼手一入 破苏魂胸膛而出 幸亏苏魂是鬼 不然已经没了 苏魂发出一声惨叫 魂体淡弱 忽明忽暗 随时都可能被打得灰飞烟灭 赵无言手段就是这么强 我没有耐心了 我再最后问一次 东西到底在哪 赵无言杀气已起 好像并不打算放过苏魂 他要真动杀手了 怪不得留着苏魂 原来是基于他带出来的东西 那轻儿如果给赵无言知道 那不是危险了 苏魂被赵无言毒打 估计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不然苏魂不会见到赵无言 就那么害怕 可这家伙嘴是真硬 一字都不说 他也不傻 以为说了就不会死了吗 就算赵无言不杀他 苏杨也不会放过他的 除非走掉 不然都是一个死 这家伙比贼都惊 苏家全特么是老六 这时候苏魂眼睛瞟向了我 仿佛是在求救 可我又能怎么办 我也打过鬼仙啊 而且我还是接下求 我尼菩萨过疆 自身难保 赵无言好像也失去了最后的耐心 手画成阴风锥 然后立声道 再不说你就去死吧 可苏魂紧咬牙关 就是不说他只能赌 赵无言不杀他 但赵无言现在浑身力气 他赌得有点大 见苏魂没有要说的意思 赵无言不再说话 杀气一起 直接对苏魂下死守了 苏魂还在指望我救他 可老子也只能看戏 呼的一声 阴风锥带着黑雷 直接贯穿了苏魂的肋骨 半个鬼体瞬间湮灭 可苏魂毕竟是鬼 没有灰飞湮灭就不会死 少半个鬼体依然能活 就是实力大不如从前 鬼体忽明忽暗 好像快要变透明一样 我估计 他现在连孤魂野鬼都打不过 这一击没杀死他 但直接将他废了 哈哈 赵无言大笑了起来 看着苏魂惊恐的样子 仿佛玩得很开心 他手一松 苏魂立马坐在地上 表情惊悚无比 原来这个家伙也怕死啊 死了一次再死 那就永无轮回之日 鬼死变成什么我不知道 就算有 那也是六道之外的生物了 害怕吗 惊恐吗 我就喜欢看你这种表情 犯我阴山者 生不如死 哈哈 赵无言狂笑着 然后扬长而去 最后甩下一句话道 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下一次再不说 你最后一半鬼体也得眉 苏魂赌对了 他胆子真的很大 赵无言没杀他 刚才的一切都是 装出来的 主要是吓唬苏魂 没得逞就折磨他 阴山派的人都这么变态吗 看来东西没到手 赵无言还真的不会杀苏魂 这家伙好惊 当时那种情况 我都以为赵无言必杀他了 可他还是不改初心 就是不说 此时 苏魂跟一条狗般爬了起来 狼狈至极 可是他的眼神 却极其阴狠和毒辣 他愤愤地说道 赵无言 你别让我活着出去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我要让你 十倍奉还 你省省吧 就你现在这个样子 狗路过都能踹你两脚 还十倍奉还 我无情地打击着他 苏魂本来就断了一臂 现在胸膛以下 腰以上一半体不见了 看着怪恶心的 能看见他体内的器官 一副凌王满目的感觉 不过他的器官都不跳动了 苏魂怨气十足地看着我 你刚才为什么不救我 我救你干嘛 我跟你很熟吗 我自己都自身难保 我笑了 这个家伙不会觉得 我会拿命救他 然后换一个所谓的问题吧 就算知道张三丰是谁又如何 我人万一死了 张三丰是谁关我屁事 苏魂听着无语 但却并没有继续对我存在恶意 反而挥了挥手道 你问吧 这个家伙真的很聪明 虽然我没有救他 但他现在这个情况 只能依靠于我 如果不和我打好关系 他靠自己只能等死了 他现在的魂体已经算重伤 所以就算我没有完成他的要求 他也想讨好于我 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来 只是一副快要死的 然后什么都会告诉你的样子 我也不客气 直接问道 好啊 你告诉我张三丰到底是谁 苏魂立马责了一声 好像极其不满 刚才不是说了吗 不让你问这个 我就想知道这个 其他的都派在后面 这个不知道 我死不瞑目 我非常执着地说道 哼哼 我就指望你活了 你却告诉我死 真是晦气 苏魂嘲弄地笑着 一副心酸的样子 你到底说不说 你如今重伤 不管怎么样 都只能靠我了 或者你把这个秘密 吞进肚子里 然后一起灰飞烟灭吧 面对这种老狐狸 我只能软硬兼尸 不然的话 很难让他就范 他再次站了起来 然后有点不安地思考着 最后终于开口说道 真正的张三丰早就死了 他也就是一个长寿的老人吧 那个不是张三丰 但我不能告诉你 他是谁 我只能给你透露 他也是苏家的人 等你救我出去的时候 我自然会告诉你 他是苏家谁 不然的话 我带着这个秘密 灰飞烟面 也不会透露 苏浑很聪明 说了一半留一半 真是狡猾中的狡猾 可听了他的话后 我愣了一下 八大财团真正的幕后黑手 称自己为张三丰的人 居然也是苏家之人 到底是谁 可后面无论我怎么说 怎么软硬兼尸 苏浑就是不开口了 好像嘴巴沾了502一样 难道真的 要我救他出去 才能知道真正的答案吗 可现在我怎么救他 好 既然你不说 那我就问另外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不可以揭开傅长生的福 而他可以 当年爷爷真的抽出自己亲孙子的魂了吗 我真的是傅长生吗 这个问题也相当重要 苏浑是我爷爷的徒弟 而且死后也一直在阳间活跃 他应该知道很多事情 可苏浑却摇了摇头 我也不清楚这个 我死了以后 一直都不敢出现在你爷爷面前 甚至你爷爷死了 我都没敢马上出现 直到确定他投胎 才敢向你们家报复 可他当年确实对某人说了 他为了和江城的协议 抽出了自己亲孙子的灵魂 让傅长生的魂间接投胎 不经地府 获得了世间罕有的麒麟体 出生即巅峰 从小赢在起跑线上 让这个风水师的祖师爷 获得最好的先机和特权 何某人说 谁 我皱起了眉头 原来苏浑也是从他人之口得知 也就是我爷爷告诉了别人 他从别人之口再获知此事 他压根没有直接看到 或者参与此事 这个某人 又会是谁 这么重要的是 爷爷应该不会随便跟人说 除了苏婷 还能有谁 当初他们穿一条裤子的 为了苏婷 把我都杀了 苏浑一想起这事 依然怨念极深 如果当年我爷爷帮的是他 那现在做鬼复仇的就是苏婷 做人当家主的 就是苏浑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啊 胜负一瞬间 全在我爷爷苏圣的手上 不过现在看来 爷爷应该把他们都杀了 然后自己当家主 嗨嗨嗨 这一笑把功德全笑没了 你的意思是说 这些东西都是苏婷告诉你的 他凭什么告诉你 他跟你不是有大仇吗 这个某人是苏婷 也不是没有想到 只是不知道 为什么苏婷能告诉苏浑这些 其实他们也是互相不对付的 这你就不用管了 我自有办法 当然我可以利用苏院的尸体 参加你们长老考验 那我什么时候混入苏家都行 我对苏家的户宅阵法了如指掌 打听事情还是没有问题的 苏浑好像还很自豪 但据我所知 他装苏院的时候 其实苏婷早看穿了 就是没有识别出真正身份罢了 本来想通过苏婷 了解一下事情的具体经过 但没想到他 只是通过第三人之口 那他跟苏杨 说的那些 有很多水分 真正知道内幕的 只有苏婷和我爷爷吗 江城估计都不知道 只是我爷爷告诉过他 傅长生投胎成了麒麟体 所以他一看见麒麟身 就以为我是傅长生了 而令外长的像我的苏杨 便自然而然地 成为了麒麟子 事情如此复杂 不是目击者很难知道其真相 因为始终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 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人会拿 亲孙子的身体给别人吗 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可能 我不是我爸亲生的 这个可能很大 我长得比我爸帅多了 空铜印呢 当年他们争的空铜印 去哪里了 我继续问道 这我乃知道 空铜印就没有流出来过 有人说在苏婷手里 有人说苏胜拿了 还有人说 江城带走了 当年那场仗打得很激烈 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 苏婷这小鳖三 知道的事情这么少 我还以为他啥都参与了呢 没想到连门槛都够不着 苏家没有见过空铜印 也没看苏婷用过 就算生死存亡之计 他也从来不用 说明不在他这里 江城应该也没有 昆仑山的宝贝 都被我偷得七七八八了 就是没有空铜印 我家也没有空铜印 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 空铜印到底去哪了 当时就三个人 江城 我爷爷苏胜 还有苏婷 可是谁也没有空铜印 怎么爹 捐给贫困山区的孩子了 这是其实还有许多未解之谜 绝对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祖上三十六代加起来 也未必有一个麒麟子 谁家愿意换这样的亲孙子 到现在 我都没有找到答案 而所谓的知情者 根本不一定知情 怎么 你怀疑自己 不是傅长生 苏婷朝我问道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总感觉怪怪的 如果黄河神宫之前 我有八成性的话 那黄河神宫之后 我只信三成了 有些事情往回想的时候 全是问题 好像说得通 又好像说不通 比如傅长生的尸体 可以吸收我的魂 可以镇住我的魂 傅长生特么 都死多少年了 尸体还特么往回吸魂 这合理吗 人死魂里 他要是能魂尸合体 那他就不会死 他还吸魂 怎么地 想诈尸啊 当时我完全没有怀疑 甚至觉得很合理 现在想想 好像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还有傅长生的尸体 能镇住我的魂 在昆仑山的时候 苏婷就靠这个 让我动弹不得 然后杀了我 诗能镇魂 三魂七魄 魂尸相等 有魂无尸不行 有尸无魂也不行 尸是死尸 魂是活魂 尸凭什么镇住魂 我翻遍了古书集 也没有这样的记载 可傅长生的尸体降临之时 也曾镇住很多人 如果是实力弱的敌人 配合苏婷的法咒 本来就有镇人的效果 我那时候并不强 就算是单纯的傅长生尸体 也足以震舍我 跟魂尸根本没有关系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胡仙没有意识到 江辰没有意识到 苏婷没有意识 所有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 只有我注意到了 那就是苏扬的实力 我今年22岁 他跟我一样 我自认天赋极极极出众 加上一路开挂 运气爆棚 又因很毒辣 疯狂掠夺资源 可我依然不及他分毫 我如果没有麒麟体 没有人王骨 没有一切法器 没有盘骨力 没有傅长生的骨咒 单靠修炼 我根本连仰望他都没有资格 万丈高楼平地起 天赋高得有底蕴 用武侠的话来说 就是内力 这些需要靠积累的 就算我天赋再好 也不可能靠自身的情况下 几年拥有几百年的法力 我全是靠外物加持 吸收力量等等 这跟天赋完全没有关系 可他呢 一把鬼枪在手征战天下 全是自身的力量 可他跟我一样的年龄啊 我曾拥有他的记忆 他从一开始就很厉害 吃鬼 杀鬼王 越打越强 越来越变态 记住 他是从小时候开始 就有一股很特殊的力量 不然他早死了 这不是天赋 这特么 是本来自身就有力量 只是慢慢激发了 所以 我怀疑他才是傅长生 我不是 想到这里 我突然有点心惊肉跳 爷爷玩这么大吗 如果真是这样 江城知道 苏家几百口人 瞬间全部尸骨无存 爷爷拿权足完这个 我冷汗流了下来 不敢继续想下去 应该不可能 这样醉太大了 爷爷胆子再大也不敢吧 下去皇权祖宗 不得用皮鞭抽他 这多不孝 再说了 江城知道 自己亲孙子 也活不下来吧 这样做根本没有意义 江城估计也是 猜爷爷不敢这样 才选择完全相信 猜错了 那到底真相是什么 爷爷啊爷爷 你到底在搞什么飞机啊 你们怎么看 苏魂这家伙 我问了两个问题 他只回答了半个 其他的全靠我猜 不过他都这样下场了 我也懒得再刁难他 他能不能活都另说 时间过得很快 一眨眼两天过去了 我也特么吃了两天的油饼 我们只见到了赵梦桐 其他的人都不来 这对于苏魂来说是好事 如果赵无言来 那他估计就凉了 可第二天的午夜 我被放了出去 这时候我也知道 他们该上龙虎山了 按照赵无言的说法 我要给他们打先锋 也就是首先杀上龙虎山 是我就有点尴尬了 那我不成炮灰了吗 可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啊 我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 现在八大财团的人 还有整个龙虎山 都在虎视眈眈看着 我真上去杀人 第一个就会被容了 鬼果然很讨厌白天 所以故意安排在了半夜 等我出来的时候 黑木崖鬼影重重 有很多恶鬼盘旋在周围 没有一千眼八百 殷山派能号令恶鬼 加上赵无言这个鬼仙 招来多少鬼都正常 鬼虽然多 但是一点也不拥挤 这就是人跟鬼的区别 即使你们半夜看恐怖电影 突然挤满了一屋子鬼 你们都不会发现的 我一出来 那些鬼全部发出古怪的叫声 然后阴冷的眼睛 不停盯着我看 毕竟这黑木崖上 只有我一个大活人 赵无言为首 苏扬毫不在意地飘在空中 不知道这家伙在想什么 看来他已经接受了 这个第三代掌门的鬼仙回归 这对于他来说是好事 阴山派变得更强了 而且他有人指点 而且是已经成为鬼仙的人指点 记住王指 他一直差一步 就能踏入鬼仙之境 可就是这一步 让他到现在都没有突破 那一扇门仿佛异常的厚重 他推不开 也见不到对面的风景 所以赵无言的回归 对他非常重要 再说了 他是跟苏魂不合 不是跟阴山派不合 他虽然是苏魂骗进来阴山派的 但跟阴山派没有任何仇恨 而且阴山派还保了他 不让鬼差将其抓走 他跟赵无言也没有仇 赵无言的身后 站着两只鬼 一大一小 大的就是穿着黑丝大长腿的 大小姐赵梦桐 另外一个 就是长得像蔡文基的那小鬼 肩扛大铁锤 撅着那嘴巴 好像威风凛凛的样子 赵无言正在号令中鬼 一开始确实是鬼哭狼嚎的 什么样的傻鸟鬼都有 可赵无言一挥手 所有鬼都安静了下来 接着就是长达一个小时的心灵鸡汤 跟校长开会一样 听到我打了十多个哈欠 直到他喊了我的名字 将我叫到了跟前 我颤了一下 本以为混在这些鬼里面摸一下鱼的 没想到赵无言根本没有想放过我 苏扬 你带这些鬼杀上龙虎山 我们在背后掩护你 你要是能杀一个子袍老道 我就算你立大功了 到时候你随时离开 我放你走 赵无言的话跟放屁一样 龙虎山是什么地方 就带这些鬼 能杀一个子袍老道 还你们在背后掩护我 你们可真会想 怎么 你不愿意 赵无言看向了我 脸色一沉 阴风呼啸 周围又开始结冰 行行行 你别冰了 我去还不行吗 我只能勉强答应 不然这王八蛋不放过我 在你手里 各任所 不就是一个小小龙虎山吗 办他 这就对了吗 赵无言拍了拍我的肩膀 然后喊道 大家都听他的话 争取将龙虎山拿下 扬名立万 颠倒阴阳 鬼杀天师 正邪要逆转了 赵无言给这些鬼话的 禀逼我的头都大 那些鬼也亢奋至极 跟着口号 嚷嚷了起来 好像真的能扬名立万一样 龙虎山是什么地方 你们不知道吗 你们最多是炮灰 上去转移别人注意力的 走走走 别叫了 叫得我脑袋疼 鬼哭狼嚎的 我谈了谈刚刚挖的鼻屎 带着众多厉鬼 前往龙虎山 赵无言一干鬼等 虽然没有现身 但都在后面跟着 随时随地盯着我 鬼虽然多 但不可能靠着他们 屠杀龙虎山的 而且厉害的没几个 给我那些鬼儿子 当夜宵还差不多 最猛的鬼都是吃鬼的 同类而食 一般都是暴力和强大的象征 虽然有点变态 赵无言就是要我当炮灰 带着这些鬼去刺探敌情 可我也暂时没有什么办法 只能同意 东汉中叶正义道创始人张道林 曾在此炼丹 传说丹城而龙虎县 山一而得名 其中天门山最高 靠着这些鬼的帮忙 我们很快就来到了龙虎山下 一进入特定的区域内 所有鬼立刻伸斗星颤 仿佛有股霞光阵 环绕着山转 到复刻时 三圈内有阵法 鬼门纷止步不前 前方有一颗最大的挡路石 刻着大道二字 两字铿锵有力 散发着一股股骤力 仿佛天然之物 与天地呼应 与日月星辰相照 恶鬼们毁不坏这颗石头 也绕不过 走不近 然后统统都看向了我 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呀 这龙虎山 可谓阵法重重 大道拦路 你们鬼能进吗 我也没有办法呀 我他妈就是来混分的 你要我吸你们 你没搞错吧 我两手一摊 不知天南地北 除了调戏几个女鬼以外 问我什么都不知 问还给出了另外一个 非常有价值的建议 不如改天再打吧 回去从长计议 这样赢的机会大一点 赵无言本来偷袭还好 这次直接宣战 人家早就有所准备 打个锤子啊 偷偷没有作为 那必定是群龙无首 重鬼怨声载道 堵在龙虎山前 进退两难 此时一个声音里喝道 苏阳 把石头搬开 你来旅游的吗 屁事不干 声音正是赵无言的 他本来是隐身状态 暗中观察 没想到硬是给我逼出来 破口大骂 我能搬得动大道吗 我上道都难 我并不想做这种苦力活 可是赵无言却踢了我一脚 让我不敢也得干 你是麒麟子 你不搬谁搬 快点 赵无言来硬的了 我没有办法 只能撅着屁股 用尽全部力气 去搬那块石头 石头一动 天地变色 龙虎山有一响 大道二字 仿佛让石头更沉了 搬不动啊 哥 嘿嘿 其实我根本没用力 战斗一触即发 天师与恶鬼的战争 从来都不少见 两方交缠 一下子就撸到了一起 法器乱飞 头颅滚地 血液溅四方 灰飞满天 可这是他们天师 跟鹰山派的战争 跟我无关 我是被胁迫来的 所以我选择溜之大吉 五脸慢慢向后溜 趁乱逃走 是我的拿手绝活 哪一边我都不想帮 留在这里面对赵无言的紧逼 我不如回去面对灵儿的紧逼 本来想趁乱 没人注意逃走的 可是赵无言这丝 注意力不在那些天师身上 居然还在盯着我 苏扬 你要去哪啊 一阵风吹来 仿佛风在低雨 还带来了赵无言的话 鹰风对着我张牙舞爪 仿佛一个人形的魔鬼 在跟我说话 嘿嘿 杀敌啊 这些臭天师 我杀 我杀 杀 我挥动着手 跟作战演练一样 但人都在前面 我这显得有些假 战役这么高啊 没事 我送你上去 看到那个黄衣道袍的没有 你帮我宰了他 我给你记一大功 赵无言说完后 没等我回答 突然一股力量 犹如大山一样 朝我撞来 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飞了出去 掠过众鬼和天师的头顶 直接摔在了几个天师的面前 天师府门前 坐着三个紫袍老头 还有那黄袍天师 四人仿佛坐镇神兽 谨守龙虎山 没有一只恶鬼能上前 除非赵无言亲自出马 砰的一声巨响 我狠狠摔在了他们四个面前 我一声哀嚎 撕掉的布也掉在了地上 本来适用于 遮住我美好的容颜 没想到露脸了 这样露脸 跟当年乔碧罗露脸没有区别 太特么尴尬了 首发王指 嗨 三个老头 别来无恙吗 我打着招呼 然后慢慢爬起来 然后脑子飞快思考着 这个黄袍天师 估计更能打 三加一打我一个 赵无言这是要我死 千万不能动手 一旦为敌我 必死无疑 可中间的紫袍老头 却突然高喝一声 站起来骂道 苏扬 你居然加入了阴 这正是吓我一跳 好像要废了我一样 他若动手 我也只能自保了 可黄袍天师 却突然出手 震住了这老头 紧紧压住他肩膀 不让他再说话 甚至要他重新坐下 紫袍老头一脸不解 看着黄袍天师 仿佛不知道什么意思 黄袍天师 本来一脸严肃的 可见我却笑呵了起来 麒麟子大驾光临龙虎山 张某有事远迎 如今厉鬼围攻 希望麒麟子 保我天师府门前无事 拜托了 请吧 黄袍天师说完后 居然站起来主动让路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示意我站于门斧之上 镇牵轨 驱邪妹 保他龙虎山平安 掌门 就凭他 左边的紫袍老道 好像不太乐意 甚至想打我 一脸怒容 上次跟我的账 还没算清呢 掌门 他跟殷山派一伙的 刚才就混在鬼中 以为我们能看走眼吗 右边的断臂紫袍老道 也一起说着 一左一右 意见极其大 中间的紫袍老道 则是愁眉苦脸 好像在思考着掌门的意图 但又看不透 只能睁眼看着事态的发展 黄袍天师果然是掌门 他没有说什么 只是举了一个闭嘴的手势 其他三个人都不敢言语了 仿佛在说 你在叫我做事吗 别说他们 我也梦了 这四个人都不简单 怎么可能不知道我的小把戏 我这张嘴再怎么厉害 也不可能搬回来了 赵无言明显要我死 可掌门都给我这样的礼遇了 那我也只能勉为其难地接受 行吧行吧 真拿你们没有办法 今晚你们龙虎山 我照了 我大步踏上了天 师府门槛 站立于门前 一下子就成了龙虎山这边了 众鬼一剑都傻眼了 刚才我还是他们那边领头的 怎么一眨眼就跑到对面去了 虽然是赵无言风的领头羊 但领头羊都叛变 这无剑道玩得也太溜了吧 不止众鬼 估计赵无言自己都傻眼了 他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况 这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 就这一惊一呆的情况 那些鬼瞬间被天师反杀了 仿佛气势减了一半 瞬间平衡被打破了 两方虽然数量相差甚远 但形势逆转也极其快 如果赵无言再不出来 那他们可能会输 这些鬼会被无情屠杀殆尽的 至于我 关我什么事 我特么就是墙头草 哪边安全 我站哪边 此时阴风大起 一阵阵黑烟营绕 赵无言果然出现了 天空鬼影重重 真正的阴山派 似鬼飘落于地面 鬼气马上如山一样 压在所有天师头上 阴气无比沉重 怨气遮天 龙虎山上风云变色 仿佛马上就要经历 一场腥风血雨 我也不禁为天师府捏一把汗 就这些天师 估计苏阳一个人 就可以干他们全部 那家伙就是 事战的恐怖恶鬼 而且他也洗食生血和白肉 人鬼他都爱 手段极其暴力和恐怖 龙虎山虽然还有这四位坐镇 可赵无言应该要他们对付 唯一的胜算应该就是八大财团的外援了 你总算出来了 鹰山派第三代掌门人 赵无言 掌门立马紧张了起来 手紧握桃木剑 严阵一带 其他三个子跑老道 也紧随其后 四人一起抗衡着赵无言庞大的鬼气 这家伙鬼气源源不断 宛如大海无量 恐怖的实力让人捉摸不透 我实在想看看 鬼仙的真正实力到底有多恐怖 怎么 你认识我 赵无言冷哼一声 随后盯向了我 眼神凶狠无比 仿佛在对我质问道 你小子出卖我 我挖着鼻屎 假装摇头四顾心茫然 看看天 看看地 就是不与他对视 当作无事发生 等下他要是赢了 我就说四个天使胁迫我的 我也没有办法 我虽然在这里 但心永远都在你那里 先祖有留下手闸 曾记录过你的一切 掌门冷哼道 你杀人修行 夺魂造阴兵 嗜血无度 控鬼图生灵 封印你阵妖邪士给你积德 洗刷你的罪面 你又何必以怨报德 呵呵 厉害 赵无言鼓起了掌 你知道他封印了我多少年 老子堂堂鬼仙 需要积德行善 弱肉强食 给我装什么圣人 今晚你们龙虎山的天使 一个都别想跑 今晚 我要用你们的血 祭我这千百年的怨恨 所有人 都 得 死 赵无言有多恨张道林 那就有多恨龙虎山的天使 怨气一起 战斗就一触即发 多说无畏 实力见真章 赵无言建议出 党于前面的几个天使 立刻变成了冰棍 那种阴寒的冰冷 跟我们冬天的冰 又不太一样 而是那种黄泉之下的 彻骨冰寒 难道这是一种黄泉之剑吗 这剑极其厉害 实力弱一点的 靠近就冰封 鬼气缠绕 瞬间成了一根木棍 鬼仙就是鬼仙 实力真不是盖的 小喽喽还是不要自寻死路好 不然就是炮灰 当然了 甲乙丙丁不会知道 自己是甲乙丙丁 小喽喽也不认为 自己是小喽喽 可赵无言这一剑 顿时无人赶尽了 甚至灵力的目光和杀气 都只有那四个老头赶接 赵无言凌空而起 挥舞寒剑破空而去 三千道鬼气 如蛟龙踏云 再如彩虹般下坠 卧槽 这么忙 我是不是站错队了 这四个天使 能扛住吗 用雷法 掌门一声大喝 三个紫袍老道 连忙凌空而骑 一人一道五雷正法 雷法轰鸣 灵符如箭出鞘 咒语无双 一正一邪 一阴一阳相抗 谁能取得胜利 只能各凭本事了 这时候 掌门突然回头对我说道 麒麟子 你切不可离去 帮我护住府门 天使府内供奉的 降魔护道天尊 不能有任何损失 不然龙虎山必定师道 会大乱 记住王旨 降魔护道天尊 就是张道林祖师 祖师被砸 那龙虎山的天师 也就不用混了 龙虎山也是多亏祖师爷庇护 这就跟两军对战 旗帜不能倒 不能毁一样 可我很不理解 他找我干什么 他明知道我不靠谱 还对我为以重任 这不是脑子有问题吗 可他一说完 便身轻如燕 拿着陶木剑 朝赵无言杀去 四天师战一鬼仙 很快就混战 到了一起 龙虎山最高战力的四人 不知道能不能对付赵无言 现在暂时不分胜负 但赵无言绝对不止这么一点本事 此时苏阳站了出来 屹立在所有天师的面前 他手持鬼枪 冷面如炎罗 浑身杀气 见众天师却是不屑的眼神 鬼枪一挥 地动山摇 山石滚动 连天师府都抖了三抖 今晚 我只想打死各位 或者给各位打死 这句话一出 天师们沸腾了 立刻朝苏阳杀去 如此嚣张 那必定要群殴你 就这样 我很喜欢 苏阳舔舌一笑 邪魅的脸全是鬼气 仿佛镀上了一层黑色的神秘面具 鬼枪如龙 轻松载杀着前来的天师 人头落地后 被他如西瓜一样踩爆 枪挑尸体 仰天长笑 再来再来 不够不够不够 血剑四方 暴力的气息弥漫着四周 赵梦彤和蔡文基也进入了气中 挥舞着大锤的小鬼 将天师砸得天灵盖粉碎 然后被恶鬼分时 赵梦彤漫步黑夜上空 石爪如银钩 撕裂着天师们的尸体 长子内葬掉一地 折断着神圣的陶木剑和八卦镜 他们三个一加入 战局立刻逆转了 就苏扬一个 就能打很多个 天师们步阵也没用 以他们的实力 完全无法困住恐怖的苏扬 阵法形同虚设 被一鬼枪彻底粉碎 人死阵亡 现在这种情况 八大财团的人必须出来 再躲着龙虎山的天师 就要输了 果不其然 三秒后 周围不断窜入人影 然后加入龙虎山的天师当中 正是今天命他们 清帝 和尚 礼不二全在 而且还有很多很多殷人 其六门 顿八门 鬼剑一族 师派 其门顿甲分家 各成一门 所以有了其六门 顿八门 鬼剑就是邪剑 有魂寄托在其中 嗜血又邪恶 鬼剑一族 就是以自身之血 去饲养鬼剑 以此来达到人剑合一的境界 但如果失败 鬼剑会吞噬剑主 这是一个风险非常大的办法 师派就是把自己练成师 但又区别于传统僵尸 传统僵尸就是那种一跳一跳的 长白毛 两个长牙见人就咬 没有意识 行尸走肉 失派则是有自己意识 而且借助是僵尸这一特点 让自己长生不死 跟唐刀有点像 但他们近似于人造僵尸 很不稳定 我猜今天命 他就是经常突然变成僵尸 但交换的代价 肯定是非常大的 具体是什么我不知道 不过应该不会轻松 如果失败成为半人半尸 更是痛不欲生 而且练不好 也会变成真正的僵尸 成为行尸走肉 彻底没了意识 事先 尸魔这些 都是失派的最终目的 但能练成者 寥寥无几 看得出来 八大财团这一次 真的上心了 居然请了这么多道上的人来 这些人一加入 那牵鬼就不算什么了 主要看能不能 对付殷山派那三人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还是苏杨 原来苏杨有两个 这一个是鬼 还是殷山派的 之前在塔顶没仔细看 现在算是彻底琢磨明白了 嘖嘖嘖 真的像 但为什么这个鬼好像要帅一点 那个反倒猥琐 惊天命一边靠近 一边说着 好像他很懂的样子 而其他人也慢慢靠近苏杨 大家都知道 想要赢必须先解决谁 赵无言就让那四个天师去对付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鞋头飞过来 狠狠砸在了惊天命的头上 他下意识哆嗦了一下 然后急急小心地喊道 谁TM偷袭我 谁 难道还有高手 高你大爷 骂谁猥琐呢 你是不是审美有问题 眼睛是邪士吧 我耳朵很灵的 不要以为我听不到 我对着惊天命破口大骂 老子一日为老板 终身为老板 敢侮辱上司 信不信我给你穿小鞋 卧槽 怎么是你 刚才飞过去的是你吗 你怎么也来龙虎山了 天比较黑 刚才惊天命他们没有出来 确实没有看清我是谁 可惊天命话音刚落 一道鬼影掠过 他直接飞了出去 屁股着地划了机米 差点屁股都磨出火了 胸口重了一下 嘴角直冒血 可恶 这个家伙 浩强 惊天命艰难地 抬头看着冷面苏杨 在我面前有废话的时间 是在侮辱我 苏杨低头俯视着他 表情冰冷 就算又来了这么多人 这个家伙依然不惧 他就好像战神一样 藐视一切 就怕来的人不够多 惊天命一出场就被重击 面子上有点挂不住 立刻暴跳而起 口念失皱 然后长出惊悚的尸毛 慢慢化成半人半尸的怪物 他咆哮一声 双掌合一 双指竖起 频繁地念着咒语 挤到怪位袭来 十几只汉拔顿时飞身落地 然后将苏杨围了起来 惊天命把老本都掏出来了 之前去黄河神宫的时候 带去的汉拔全军覆没 一个都没有回来 被火男全部烧了 现在汉拔在死 那他就可以提前退休了 没有汉拔 他的总体实力减半 几乎不用再干了 申请个退休金滚蛋吧 不过他这么拼 看来八大财团的人也下血本了 汉拔没有人性 直接狂暴地对苏杨发起进攻 其他人也纷纷加入 只围攻苏杨一个 杀了苏杨 这边几乎赢一半了 其他的都好解决 清帝绕道身后 他的判官笔居然已经修好了 举笔激发阴阳之力 一道道波纹般的力量荡漾出来 风起云涌 可是苏杨早已经提前知晓 鬼枪往后一阳 与判官笔相抗 两样阴间法器互不相让 但苏杨明显鬼力更强 清帝根本扛不住 没几秒就到飞了出去 苏杨鬼枪一扫 周围风尘大起 阴气如龙卷 鬼气发出龙吟 八条黑龙冲天而起 将汗拔逼地跳出三尺之外 迟迟不敢近身 哼 在我的鬼枪之下 连五秒都坚持不住 也算真男人吗 发出一声嘲讽 清帝听了 立即脸青一阵白一阵 羞愧难当 可苏杨确实太强 拼硬实力 他们没有一个是对手 只能群殴 清帝擦了擦嘴角的血 直接骂道 都给我上 其他鬼仙不管 就杀他 这家伙太特么狂了 清帝话音一落 周围鬼剑开眼 实际把鬼剑 仿佛活魔一样 剑意吞噬着周围的鬼气 剑影缭乱 剑剑逼命 苏杨不慌不忙 鬼枪一下一下抵挡着 发出一阵阵火花和铿枪声 失派众人也不闲着 人人如僵尸 呲牙咧嘴就围殴了上去 双爪如钢刀 獠牙硬如铁 用汗拔在掩体 躲在汗拔后面搞偷袭 可苏杨根本没怕他们 手中长枪如龙 将其一个一个打退 但人也确实太多了 而且 这帮人可不是小喽啰 全是八大财团请来的高手 一时之间 苏杨倒不如先前那样 占太大便宜 战斗肯定胶着 两方打得如火如荼 只有我一个人在看戏 谁输谁死 大家都不敢懈怠 全在玩命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我后背有一只手搭了过来 吓了我一大跳 因为我没想到 天师府里面居然会有人 我回头一看 发现居然是诸葛克 还有公孙强 跟孟一师太二人 苏杨 你不是说自己不来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 诸葛克瞪大着眼睛 有些惊讶 估计没想到 会在这里遇到我 看来他们早已经登山 而且是以做客的方式 所以开打的时候 被安排在了天师府里面 没让他们参战 嗯 这个 我欲言又止 没敢说实话 因为太逊了 我是因为太担心你了 放心不下 所以才上来的 没想到一来 这里就打成这样了 切 我猜不信 你就嘴巴会说 真担心我真登上来了 诸葛克翻了翻白眼 一副嫌弃的样子 而且 他从不信我的话 这时候 公孙强立马上来踩上一脚 苏杨 你还是省省吧 诸葛小姐由我保护 谁能伤害得了他 我皱了皱眉头 差点就笑了 没想到遇到了 比我更会吹牛皮的人 等一下你别哭 孟一师太则不关心我们 只是满面愁容地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本来想请龙虎山天师 下山斩妖除魔 消灭那带火的怪物 没想到龙虎山也遭难 我们该依靠谁好 这场仗得打到什么时候 又是否能赢 这老尼姑屁话真多 佛门来请道门斩妖除魔 可现在人家有难 你也上去帮帮忙啊 屁事不干 还搁着念阿弥陀佛 这时候 我连忙将他们推了进去 不让他们外露 这里其实很危险 我总有预感 会有人要闯这里 天师府的张道灵祖 像不能被迫 公孙强却阴阳怪气嘲讽道 你要躲进去你躲 也太小看我们了吧 要不是天师府掌门 执意不让我们出来参战 就这些虾兵蟹将 我公孙强杀他们 犹如捏蚂蚁 有我跟孟一师太在 天师府的大门 他们连半步都踏不进 孟一师太斜眼 尴尬地看了他一下 你吹牛别带上我 我们出家人不打狂语 公孙强 此时气氛突然安静了下来 略显尴尬 可那边却打得极其火热 就在此时 突然赵无言大声喊道 苏扬 杀尽天师府 给我毁了张道灵的雕像 破了龙虎山这壁气 苏扬一听 鬼枪一扫 然后大不流星 向前一个猛跑 一声鬼吼 直接震出了一条路 地面凹出一条长沟 挡者不死也重伤 一个飞身 直接越过了众人的头顶 然后落在了我们四个人的面前 群殴他的众人 虽然跟他打得有来有回 仗着人多 还会车轮战 但苏扬想杀出去 却无一人可挡 掌门大惊 连忙大声喝道 切不可让其毁了先祖之灵 坏了先祖之威 你还有心思看别错 赵无言一声冷笑 剑如双将冰冷又密集 鬼气万道 密密麻麻 砰的一声 龙虎山掌门被打得招架不住 直接滑地而下 吐出了一个鲜血 捂着胸口皱眉 掌门 三个子跑老道 连忙分心想去搀扶 可却被掌门阻止了 不用管我 我没事 你们专心对付赵无言 一阵闷哼后 龙虎山掌门靠桃木剑支撑着站了起来 但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因为没有人挡得住 阴山派第一大弟子 虽然人多能缠住他 但杀不了他 更瞒不住他 而唯一能与之匹敌的四个人 全在这边了 可赵无言根本没出权力 他们四个人加一起 也很吃力 鬼仙是鬼也是仙 已经没有那么容易对付 见情况危急 其中一个子跑老道连忙说道 要不 我一个人回房 你们三个继续 这本来就是最好的办法 反正三个跟四个没有什么区别 可掌门却摇了摇头 不行 那小子很厉害 即使你一个人 也未必能挡住他 而且少一个人的话 赵无言可能会杀穿我们 你们三个本来就是一体 互相配合 少一个人差太多了 龙虎山掌门非常细心 虽然一直在打架 但却对战局观察入微 而且对他们的实力心理 也非常有底 那怎么办 总不能 靠他吧 子跑老道看向了我 那眼神跟看宇将军一样 掌门握紧了桃木剑 咬紧牙龈 就靠他了 没有其他的办法 现在我们唯一要做的 就是打败赵无言 那一切都结束了 其他的根本没有盘心去管 龙虎山掌门的话 让其他三人吃惊 把最重的担子 交到外人身上 这根本不是一个理智的想法 可是他们又没有办法 而且赵无言再次杀到 四人又得联手相抗 根本没有多少闲聊的时间和机会 如果能拖 或许等个天亮的话 龙虎山基本上可以有七八成的希望 天一亮 太阳出来的时候 众鬼必定实力大靴 就算是赵无言这种鬼仙 多多少少也有点影响 虽然他已经不怕阳光 但鬼天生对阳光厌恶 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 都让他有点不自在 四人又与赵无言缠斗在了一起 掌门拿出天师印 三个紫袍老道念着雷咒 四方合一 咒咒显灵 不断轰向了赵无言 可赵无言鬼气滔天 渐如莲花般战开 阴冷的气息将一切斩断 诡异后如墙 四人根本奈何不了他 这四个人加起来 估计还没他一半年龄大 和一块也杀不了他 此时的苏扬 则如入无人之境 大步向天师府走来 你 你要干嘛 你可别过来了 小心我收了你 你这只恶鬼 不对 你怎么跟他长得一样 公孙强说完后 又连忙看了看我 仿佛我已经死了 那个就是我的鬼魂 首发王指 可公孙强并不太在乎这些 他只是为了在诸葛克的面前 表现一下 他挺身而出 想彰显男儿气概 博美人芳心 以他的修为 甚至看不出 像他走来的恶鬼 有多么恐怖 而且他觉得自己 肯定能跟惊天命 这些大佬 站在同一个级别 收了我 你认真的吗 苏扬冷哼一声 只是眼睛瞪了他一下 双眼射出一道冰冷的寒气 伴随着一阵阴风 直接朝公孙强袭来 公孙强立刻一惊 手忙脚乱地 拿出一个正轨的八卦镜 然后使劲地挡在前面 可这种东西 对此等级别恶鬼 有个屁的用 只听见砰的一声 八卦镜直接碎裂 然后散落一地 公孙强发出一声惨叫 人跟风筝一样飞了出去 跟条狗一样 趴在地上爬都爬不起来 身体被阴气所轻 皮开肉绽 脸色苍白 话都已经说不出来 这傻子真搞笑 自取灭亡 不是在找死的路上 就是在找死的路上 你连跟我提鞋都不配 天师扶我闯定了 谁能拦我 苏扬眼神凶狠 手提长枪 鬼气缠绕身体 犹如镀上了一层盔甲 偶尔能听见 他身上发出龙鸣的声音 仿佛有黑龙在他身上呈现 但是那种若隐若现的感觉 这家伙自从吸收了八条龙以后 总有这种黑龙的属性在 这是鬼仙都无法拥有的能力 而他也是越来越能打 这么多高手一拥而上 都无法杀了他 只能靠战术 可现在他 不管这些高手了 只身来闯天师府 战术也没用 没人拦得住他 我梦一诗太惊的跟贼一样 二话不说 直接躲在了我的身后 连阿弥陀佛都不念了 我感觉他比公孙强厉害多了 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傻叉带上来 可诸葛克却白扇一摆 居然挡在了天师府门前 不让苏阳静 你是何人 为何跟他长得如此相像 诸葛克非常聪明 他明知道打不过这个家伙 所以直接提问问题 以此拖延时间 可他好像又好笨 明知道不可为之 但却挡在路中间 以他的力量 就是躺地挡车 根本无法阻止苏阳入内 说得不好听一点 就是送 跟公孙强一样 死 苏阳鬼枪一台 根本一句废话不多说 可怕的鬼气 直接冲向了诸葛克 枪头发出了一阵黑光 诸葛克一惊 没想到跟我长样的人 却是性格相反 人狠话不多 根本不理会他的话 他连忙展开白扇 扇中有乾坤 阴阳两面 黑白太极 可是这些根本不足以 挡住这个家伙 甚至是皮肤汗大树 一点作用没有 呲的一声 白扇直接被贯穿了 枪头直指诸葛克的胸口 仿佛要将这雪白的肌肤 搅个粉碎 啪的一声 一只手挡在了前面 徒手抓住了枪头 差个0.01公分 枪头就要见血了 苏扬 诸葛克大 大的眼睛看向了我 表情有了些许变化 有种捉摸不透的感情 若隐若现 你进去就是了 有必要动我的女人吗 我冷哼一声 呵呵 有进步 都敢徒手接我的枪了 苏扬抽回了鬼枪 心愁就恨 今晚跟你一笔算轻 苏扬的鬼枪 化成无数黑气 仿佛骷髅头一样咆哮着 周边的地板全部被他踏碎 黑雾笼罩 这家伙仿佛修罗将士 让人闻风丧胆 你没事吧 我都说了 让你进去 我皱起了眉头 他是个龙的 我反正不想跟他打 谁爱跟他打谁打 可他 怎么好像就要揍我 有毛病是不是 他还真跟听不见一样 嗖的一声 直接朝我飞来 枪出如龙 寒芒直刺我胸口 不是挡你折死吗 我也没挡啊 公报私仇是不是 你大爷的 这家伙动真格的 打我比打谁都猛 我没有妖道 根本不敢徒手接他鬼枪 刚才那一下杀诸葛克 明显只是玩一下 我连忙推开诸葛克 利用佛印硬吃他这一枪 可是他的力量太恐怖了 诸葛克直接被震飞 连我都给推得往里走 诸葛克落地吐血 佛印发出一道黑光 差点就碎了 幸亏最后停了下来 而我已经被推了进来 他也进来了 天师府不算小 内堂更是放着许多尊道像 最中间的 则是张道林祖师爷 也是最大的一尊道像 他仿佛就是龙虎山的灵魂一样 高高在上地站立着 别的地方张道林的雕像是死的 而龙虎山的张道林雕像 则跟活的一样 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你不敢杀我 我死了 你可能也会死 这身体本来就是你的 我紧握佛印 然后被手掐皱 这家伙非常狠 我不一定能威胁得到他 死 求之不得 我本来就是鬼 身体死了 也是鬼 他再次扬动鬼枪 但这时候 后面的人已经追上来了 一道佛掌朝他压去 佛光普度 仿佛要将他镇压 是八大财团的和尚 他首先追了进来 这些人还是很卖力的 如果这次赢了 龙虎山会欠八大财团 一个很大的人情 以后别说秦子跑老道了 估计连掌门都可以请下山 苏阳连忙回枪 鬼枪晃动 枪如惊雷 直接将佛掌刺碎 把和尚打飞了出去 和尚亮亮呛呛 一个站不稳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差点要出事 别碍事 苏阳歪头看向了和尚 一脸凶相 仿佛杀我比破坏 张道林的神像重要 这家伙百名公报私仇 可是不止一个人追上来了 亲弟 惊天命紧跟随后 加上和尚三个人 立刻形成包夹之事 这些家伙太慢了 回去要扣他们工资 可是追上来 我感觉也有点情况不太妙 在这里打 整个天师府都得倒 别说神像了 记住网址 苏阳扫了他们一眼 并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 这些家伙确实不是苏阳的对手 但他们也很贼 一直车轮战 仗着人多 一直使用战术 就算是苏阳 也无法一时之间杀尽他们 你们出去 我来跟他单挑 我突然说出了一句 全场接近的话 诸葛克听了 仿佛都如同医学奇迹般爬了起来 然后用惊讶又疑惑的表情 看着我 明明来人了 为什么要单挑 这不是最愚蠢的行为吗 而且 我打得过他吗 就连苏阳也有点惊讶 看着我皱起了眉头 你当真 你今晚又被人夺赦了 呸 侮辱人是不是 你以为我只会逃跑吗 我超勇的好不好 我用比较牵强的话语解释着 苏阳 别逞强 你以为他跟你长一样 就会放过你吗 别乱来 对啊 你打不过他 我们一起上比较稳妥一点 苏老板 你不会是卧底吧 刚才我怎么看见你 混在他们那边 他们一人一句 甚至怀疑起我来 把我气个半死 哼 你们别放屁 听我的指挥就行了 我是你们的上司 你们现在出去 什么人都不用管 给我抓那个穿黑色的女鬼 苏阳一听 突然眉头一挑 鬼腔猛然指向了我 臭小子 你给我玩这一套 话音一落 他如跳雷 已经到我跟前 直接突破那三人 速度极其快 堪比闪电 你动我的女人 我就动你的女人 今天谁也别想好 我立马掏出了昆仑镜 一道静光反射回去 鬼力被破 苏阳只能靠武器刺杀我 但我往后一跳 速度不比他慢多少 直接躲过了枪条 他有黑龙之力 我有盘古心 只是没有完全吸收 但是实力明显提升了一大截 而且是身体提升 也就是本源力量的提升 法力也是浑厚了非常多 要是有腰刀 今晚就可以跟他分个胜负了 没有武器 始终是差点 夺 开他的致命一击后 连忙大喝一声 走啊 愣着干什么 都听我的命令 出示我负责 今天命他们三个 最后还是屈服了我 转头出去了 所谓的穿黑丝女鬼 就是赵梦彤 我跟他共用过一具身体 他指我身前 我指他长短 他的弱点 我一清二楚 如果让今天命他们 在这里跟苏阳打 那这里全都得毁 而且后面还有人追上来的 人一多 天师府都要他 别说神像了 到时候保个屁 这么多人 那不成大闹天宫了吗 还不如让他们出去 而且苏阳动了我的诸葛克 我也要往他心口插刀子 谁怕谁 这下他急了 赵梦彤可挡不住这些人 他跟苏阳的实力差距 还是有点大 就是一普通女鬼 虽然入阴山派修炼了一段时间 可亲帝和尚 惊天命这些人 单挑估计都能拿捏他 请他分分钟的事 苏阳鬼枪一扔 立刻如灵蛇一样 冲向了门前 他想拦下这三人 可我绕一圈 跳下用昆仑镜挡住了他的鬼枪 枪打在昆仑镜上面 坑枪一声 直接溅出一阵火花 反弹了回去 昆仑镜天生对邪魅的力量 有压制作用 这鬼枪 自然对昆仑镜 占不了什么便宜 也无法突破 接回鬼枪 苏阳暴跳如雷 他要有什么事 我定将你碎尸万段 他心神被我锁乱 别说砸神像了 估计连打我都没有信号信号 一心只想救赵梦彤 这个世界上 估计没有比那个女鬼更重要的东西了 他朝我冲了过来 但是并没有继续与我交手 只是跟我擦肩而过 除了一句给我等着瞧 便冲出了这里 离开了天师府 见他被我糊弄走 我连忙松了一口气 要不是他非得杀我 我也不想出手 太费劲了 这时候 连忙去搀扶门前的诸葛克 然后关心地问道 你没事吧 刚才都怪我 大意了 让你受了伤 诸葛克摇了摇头 我没事 只是小伤 以前我不服你 觉得你只是阴险卑鄙 这次过后 我更加坚定我的想法了 还得是你 等等 他这个转折 是不是有点不对 是夸我吗 算了 人没事就好 此时的赵无言一脸猛逼 而其他四个天师 更是四脸猛逼 因为苏杨居然直接走了 他们一头雾水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掌门 这小子 居然真的守住了 怎么回事 在里面发生了什么 掌门就是掌门 估计已经算出一切了 哼 不然怎么当掌门 专心对付赵无言 掌门运筹帷幄 一切都早已经算好 这点是还用问吗 掌门 蠢材 为了一女人 忘记自己身上的重任 简直愚蠢至极 赵无言极其愤怒 一开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随后亲帝他们奔赴而去抓拿赵梦桐 一切按照我的命令去进行 赵无言一切都知道了 不过苏杨已经追了出来 亲帝他们也难以得手 掌门和三个子跑老道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保住了先祖的神像 如果张道林祖师的神像被妖邪破坏 估计他们以死谢罪都不够 简直就是龙虎杉之屈辱 赵无言 你少动坏心思 你有种就跟我们直接较量 实力见真章 何必搞这些花花肠子 龙虎杉掌门大喝一声 将血滴在桃木剑上 他那桃木是雷击木 斩妖除魔威力翻倍 滴上血后 配合法咒 桃剑立刻发出金光 有一股力量集中在剑上 可赵无言却看了看天 一脸的冷笑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想拖到天亮是吗 你们想的美 这废物既然办不到 那我亲自来办 随后赵无言一声咆哮 对着天师府大喝道 赵无言 我今晚就非得披你的神像 毁了龙虎杉的臂气 破了你这英灵 话音一落 手上的剑突然悬出一阵冷风 阴气逼人 周围的一切仿佛 都在慢动作一样 寒霜清晰 仿佛将整座龙虎杉 都拉入了黄泉一样 周围温度骤降 屋顶结冰 这鬼仙好生厉害 踏入鬼仙境界后 已经半鬼半仙 拥有黄泉名利 超脱六道 不用入轮回了 鬼气也是让人心神震慑 黄泉冰寒入骨 与这世间重叠了一样 我挺身而出 将其揽入怀中 没事 有我 我抱着你温暖一点 诸葛克本来想挣扎一下 但他好像嘴唇 都已经冻得发子了 这种寒冷比 真正的冷更恐怖 夹带着阴气 阴气刺皮 轻体还小事 如果入骨 伤及内脏 那时候就麻烦了 被我这样一抱 确实暖和了许多 所以也懒得挣扎了 我也好冷 孟一师太跟着说道 他虽念经化解阴气 可实力相差太多 赵无言的力量 不是他能抵挡的 虽然说佛法无边 但在强大的实力面前 佛也没用 本来他是双手 合时念经念咒的 后来只能浑身颤抖着 然后双手藏在袖子里 不停取暖 你滚一边去 冷就找块石头撞死在上面 那就不冷了 我有些生气 男女授受不清 更何况你是一个出家人 你想干嘛 我苏杨可不是这样的人 看出孟一师太的企图 我连忙制止 做一个正直又善良的 好男人好少年 我呸 孟一师太吐了一下口水 表示鄙视 不过吐出的口水 居然直接在空中凝结成了冰 这么恐怖 只见周围一切都好像被冰封了一样 龙虎山的时间 犹如流沙一样慢 空气都在凝结 我甚至感觉得到时间越来越慢 那把剑在斩断很多东西的同时 也在冰封一样 配合着赵无言强大的鬼力 这一剑一旦斩出 不知道那四个天师能不能扛住 随着时代的进步 上龙虎山当天师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这个年代 居然只有一个黄袍天师 还是掌门 三个紫袍都年纪不大了 而且还有一个断臂 阻止他 这一剑 我们拿命也要挡住 龙虎山掌门也意识到 赵无言要用尽全力了 这一剑能不能接下来对战局的影响非常大 因为这一剑不是想杀人 而是要批了那天师傅 左右两个紫袍老道立刻单指竖起 无数灵符如蝴蝶一样飞了出来 法力凝结 鹰武嘞 杨武嘞 两声大喝 雷掌轰鸣 符如闪电 骤快无比 守绝根本看不清诡计 连影子都那样的急速 相当了得 不愧是龙虎山的门面担当 可是在他们轰向赵无言的时候 赵无言却从他们中间 以极其快的速度溜了过去 身法了得 只能看见个鬼影 速度非常快 高手过招 招招致命 一点错误都不能犯 两人大喊一声道 糟糕 给他晃了 雷法治阳治刚 对抗邪魅是非常好的术法 法力越高 雷法越强 伤害也越高 可一记鹦鹉雷 一记杨武雷 都让人躲了过去 实属不该 还是太急了 反观赵无言的这一剑 但现在都没有出 依旧在凝聚力量 我们都以为他会展出来 杀向敌人 但他并没有 还有一个紫袍老道 挡在中间 见势不妙 立马不畏 只见他在地上 画出了一个正方形的圈 然后口念咒语 以天为煞 以地为利 绝地通天 斩妖除魔 破 轰的一声 法力扬起一股灰尘 无数的法符 环绕成一个圈悬浮着 如顿如箭 天地倒转 一股视魔之力降下 直冲赵无言 你挡不住我 赵无言眼睛生出黑火 浑身散发出黑气 恐怖的鬼力 全部聚集在剑 他终于抽剑了 但没有人看见他出手 他好像斩了 又好像没斩 周围一切都停止了一样 只有他在移动 他穿梭到了紫袍老道的身后 与紫袍老道的力量擦肩而过 而紫袍老道缓过来的时候 赵无言已经不见了 这就是鬼仙吗 紫袍老道扭头而望 可人家已经走了 他的力量虽然轰裂了地面 砸出一米多高的深坑 但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黄泉之力 犹如幽名地府降临 寒冷彻骨 活人沾上死气 仿佛灵魂被冻结一般 紫袍老道果然厉害 真正交过手以后 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 但他已经被人突破 赵无言带剑连过三人 剑还没出 力量未消去 龙虎山 犹如被整个拖入黄泉般 那样寒冷 他的剑 不是让时间静止 也不是冰冻了人 而是冻住了灵魂 所以 人看起来 好像呆住不动了 仿佛一切都静止一样 过了紫袍老道 赵无言升空而起 高举剑刃 一剑斩相 他终于出手了 而且这个距离 也完全可以斩了 不能再拖 靠你了 掌门 只剩最后一个人 面对赵无言 不知道能不能挡住这一剑 龙虎山掌门 也该出真正的实力了 赵无言一剑批出 万道寒气集结而起 周围宛如黄泉 全部充满了死气 剑一横飞 寒霜清袭 鬼气如龙 全部朝着剑风所致 张道玲 泯灭吧 你想护住子孙万代春秋 简直就是做梦 赵无言皱眉看着天师府 使出了权力一击 横批天师府 是要将天师府毁灭 龙虎山掌门横空而起 手中的陶木剑发出金光 他利用着灵符驱散鬼气 同时挥剑劈砍 以肉身加上自己的力量 挡住赵无言的权力一剑 以保住天师府 他的法力也不弱 但是手脚和身体 甚至陶木剑都被慢慢冰冻 寒霜侵蚀 而且最恐怖的是 侵蚀的是灵魂 这就是鬼仙的厉害之处 啊 龙虎山掌门抱贺一声 用尽全力阻挡那道剑气 眼看就要成功了 虽然他被力量推着走 但是剑气和鬼力在慢慢削弱 可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 只听见啪的一声 他手上的陶木剑裂开了 雷金木也抵挡不住 龙虎山掌门大惊 武器被断 对于现在的情况来说 简直就是致命的 砰的一声 他的陶木剑 在那一刻化为了无数节 带着绝望 散落于他的面前 他的眼神瞬间无关 脸色铁青 他说了 也完蛋了 首发王指 轰的一声 他人直接飞了出去 狠狠砸进了土坑里面 浑身冰霜 血肉模糊 毕竟是活了不到百年的血肉之躯 怎敌千年以上的老鬼仙 或者上几个时代的掌门 还跟鬼仙有一战之力 但这个时代 真的不行了 龙虎山掌门 没挡中那道剑气 还被击落 剑气直接展向后面的天师府 只听见轰的一声巨响 天师府只能裂开 一分两半 走 我拉着诸葛克和孟一师太 连忙逃亡 从侧面跳开了去 不然要给埋了 公孙强 诸葛克指了指重伤在地的小强 他已经奄奄一息 救他干雕 死活都不知道 他长这么帅 福大命大 应该会没事的 救不了他现在 还是我们自己先跑吧 对对对 天师府要他了 我们还是先逃命吧 孟一师太为了保命 也连忙附和我 可诸葛克还算重情重义 一定要救公孙强 我跟孟一师太就一人拉一边 直接将他拉走 然后数一二三跳 人一跳 后面就轰隆一声 天师府直接被劈成两半了 然后轰然倒塌 所有神像几乎全毁 无疑幸免 且全部蒙上一层冰霜 而整个天师府各方面 也是七零八落的 赵无言这一剑极其恐怖 而且还是在龙虎山掌门 消去他一点力量的情况下 我估计整个京都 能接这一剑的 只有三人了 张三丰 叶寒一 守墓人 张三丰具体实力不支 但是他的秘书 可以化解力量 无疾太极 阴阳两端 乾坤挪移 叶寒一用剑的 破这种剑气不在话下 就算黄泉之剑也不怕 守墓人就不说了 确实牛批 三花巨顶 武器朝圆 最高境界了 可绝望中还有一线生机 废墟中 神像皆破 但唯独张道林的神像屹立不倒 就连冰霜都不沾 废墟中的灰尘 也落不到他的神像之上 没破 还有机会 那鬼仙刚才一剑 用出实力最少八成以上 不可能短时间再有一剑 诸葛克惊呼了起来 他非常聪明 赵无言不但没有破了神像 而且现在处于短暂疲软状态 可以趁此机会猛攻 赵无言这时候目中无他 只是紧紧盯着张道林的神像说 道 张道林啊张道林 居然劈不倒你 真是可惜了 这时候 三个子袍老头非常紧张 连忙想来扶起自己浑身是血的掌门 可是龙虎山掌门双手撑地半跪着 虽然不起 却是抱贺一声道 不用管我 全面诛杀赵无言 宝祖师爷的神像 三个子袍老头 连忙停住移动的身体 然后看向了赵无言 轻轻爆起 被鬼破坏的天师府 差点砸了祖师爷的神像 简直就是耻辱 这让他们如何不生气 苏扬 你也上 说不定有机会 诸葛克眉头紧锁 虽然他没有参与 实力也不够 但非常认真的在观察战局 主意是一个接一个 我摇了摇头 对不起 我苏扬不打高端局 他们私人恩怨自己解决 你 诸葛克气得牙痒痒的 无话可说 我直舔 不当狗 全天下的男人 可能都会对他为命是从 但我不 我想活着 三个紫袍老头 伺机而动 想拿回一点面子 三道紫光跳动 左右风雷 速度极快 中间一击火掌 三合一 交叉而行 身法飘忽 想趁此机会 拿下赵无言 就这吗 赵无言扬了扬剑 准备接招 可是突然挤到灵符落下 扑痴的一声 顿时孵化人 三个老头变成了九个 然后身法一晃 朝着每个方向分散 将赵无言围了起来 赵无言一时也分不清 哪个针 哪个甲 眉头紧锁 眼睛冒着黑气 眼珠子低溜溜转着 而且 为了360度都能看齐 他的颈上人头也跟着转 360度 转了一圈又一圈 可就在众人以为 他们要打起来的时候 突然一柄黑枪 横跨了所有人 在没人注意的领域上 直接突破长空 直击张道林的神像 糟糕 有老六 子袍老道惊呼一声 脸色下的苍白 倒地的掌门 也没有反应过来 而且已经受了伤 等发现以后 一切都来不及了 现在虽然已经裸水晶 但被偷塔 依然出乎大家的意料 长枪冲向了神像 恐怖的鬼力 想要摧毁神像 可神像仿佛有一股力量似的 直接阻挡了长枪的前进 那柄枪破不了 还有的救 掌门高呼 然后咬牙站起来 亮亮枪枪地冲向废墟 可是他刚走几步 突然长枪化为了八条黑龙 几声龙银冲天 黑龙咆哮 一条 两条 三条 第八条的时候 直接贯穿了神像 贯穿神像后 长枪恢复 腾空而起 如流星一样 坠落飞回了主人手上 苏杨接过长枪 周围扬起一股很大的飞尘 他看向了赵无言 冷哼一声道 你刚才说 谁是废物 话音一落 张道林的神像 喷一声闷响 碎裂开来 然后散落一地 张道林的神像 碎了 龙虎山掌门扑通一声 跪倒在了地上 眼睛泪水 无地自容 五头痛哭 张道林神像被迫 所有龙虎山弟子 顿时脸色苍白 有伤心落泪者 有神情茫然者 有眼神呆滞者 有跪地无力者 他们所信奉的神 被砸了 而他们无力保护 对自己而言最珍贵的东西 屈辱 难过涌上心头 自龙虎山诞生以来 斩妖除魔 妖邪听其名字 无不闻风丧胆 天师威名远扬 可张道林 亲手建立起来的东西 今晚给他们毁了 天师福岛 神像破 一切信仰粉碎 恶鬼居然赢了天师 气势大简 天师们直接崩溃了 被恶鬼追着杀 形势直接一片倒 要不是有八大财团的人撑着 瞬间就被团灭了 恶鬼虽然多 但八大财团请来的人 也不是吃素的 挡住一批一批恶鬼 暂时不在话下 但不能长久 人都是有体力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 其他天师福的弟子 振作起来 可诸葛克此时脸色一沉 他说道 不好 两军对垒 是最重要 现在龙虎山的弟子心太崩了 情况非常糟糕 阴山派恐怕要涂光他们 不是吧 那他们说了 我们是不是也要死 诸葛小姐 想想办法 孟一师太 好像有点贪生怕死 跟我一样 听闻龙虎山可能要大败 吓得也是脸色苍白 这些恶鬼贱人就杀 啃食血肉 死估计也死得很难看 甚至有可能尸骨无存 龙虎山的弟子倒下的 已经被吃了 诸葛克摇了摇头 没有办法 人的精神最重要 一旦崩塌 要想扶起来就难了 士气大减 很难了 诸葛克说的没错 希望还有反转 不然继续下去龙虎山就完了 撑不到天亮 少了龙虎山的力量 八大财团的人也是等死 光赵无言和苏扬 就不是他们能处理的 此时赵无言面露喜色 哈哈大笑 整个人都兴奋至极 哈哈 张道玲 你护不住他们的 今晚你的徒子徒孙 要完了 我送他们下去见你 记住网址 苏扬 我收回我刚才的话 而且 你将是下一个掌门 就算你是傅长生 我也收 我真是太爱你了 哈哈 可恶啊 真卑鄙 果然是阴鬼 跟他拼了 今晚不杀了他 再无脸见识人 坏我祖师神像 我岂能容你 赵无言 拿命来 三个紫袍老道 怒火冲天 使出浑身解数 更加狠辣地朝赵无言杀去 势必要将这恶鬼 打得灰飞烟灭 寸身不留 永不得投胎 不要 冷静一点 诸葛克惊呼一声 想要叫住三人 如何他们方寸大乱 处处是破绽 即使他们有再强的实力 在这时候 上去跟一个鬼仙打 说的好听一点是鲁莽 说的难听一点就是白送 而且 赵无言已经缓过来了 按照原来的打法 以多胜少 尽量拉扯和周旋 才是正确的 可他们 现在好像 被愤怒冲昏头脑了 根本管不了那么多 只想自牙必报 灭了赵无言 真是三个蠢货 呵呵 赵无言露出了一声冷笑 轻松躲过了 三个紫袍老道的攻击 而且 他们太愤怒了 跟分身有明显的差别 都不用观察 就连我们都可以用肉眼 分辨出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 破绽太大了 躲过风雷之法 赵无言挥剑一砍 剑速极其快 他无视那六个假身 剑刃直逼三个老头 剑出寒光 如黄泉降临 冰霜冻住了他们的灵魂 让他们三个 瞬间呆滞了一秒 别小看这一秒 对方可是鬼仙 三个老头虽然不弱 但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处处都是破绽 见过刘霜 鬼影穿体 一剑通天 云层方法都被冰冻住了一样 天上下起了小霜 眨眼之间 我们都没有看清赵无言挥 经出现在了三个老头的背后 铿锵一声 赵无言已经渐入翘了 动作浑然天成 快速无比 破绽太多了 老小子们还得练 但应该没有机会了 话音一落 扑斥几声 三人同时倒地 赵无言只是出了一剑 但是每个人身上 至少有三道剑伤 而且剑痕非常长 血不停地往外剑 伤口凝结着冰冷的寒霜 那是阴气凝结的 阴气会入侵伤口 伤皮伤骨 让其非常痛苦 加快死亡 斜然满地 继龙虎山掌门倒地后 最能打的三个子跑老头也败了 完蛋了 亲弟他们 惊得嘴巴都合不拢 没想到龙虎山居然输得这么惨 四个最厉害的天师 分别受伤倒地 而且还是赵无言无伤的情况下 一开始 大家都以为龙虎山会压着阴山派打 最少也是个平手 可没想到突如其来的一个变故 让龙虎山彻底惨败 龙虎山最高战力完蛋 他们这些外援 也好不了到哪里去了 甚至有人都想跑了 想跑的不止他们 还有孟一师太 这老尼姑比我都精 他连忙拉扯着诸葛克的衣服说道 诸葛小姐 我们快走吧 趁现在还有机会逃 你爸怎么没算出龙虎山有这么大一件事 这下糟糕了 我们不会死在这里吧 不行 我们快走 可诸葛克却打掉了他的手 并没有想离去的意思 自古邪不胜正 但我诸葛克不信正 也不信邪 啊 那你信什么 孟一师太一头雾水 不知道诸葛克说的什么意思 好像说了什么 又好像没说 废话文学利用的淋漓尽致 我信我自己 只要我相信的 我会不顾一切的投入 我有直觉 龙虎山不会败 而且我们也跑不掉了 诸葛克说 这句话的时候 突然看向了四周 孟一师太 也跟着诸葛克的眼光看去 随后一惊 脸色更加白了 差点话都说不出来 连忙颤抖着问道 怎么会这样 诸葛克叹了一口气 哎 我猜他们是来复仇了 话音一落 顿时阴风四起 鬼哭狼嚎的声音不绝于耳 游远极近 无数的古怪黑影 慢慢靠近龙虎山 然后盘旋于附近 妖 魔 鬼 怪 几乎全部来了 而且数量还不少 龙虎山顿时怨气冲天 龙虎山的天师 斩妖除魔无数 与各种误会之物结下仇怨 可龙虎山有张道林的神像庇护 这些玩意平时根本不敢来犯 加上龙虎山也有一黄三子坐镇 实力强悍 现在这些都没了 于是他们就来报仇 龙虎山今晚 大威 我以为龙虎山这样的情况 已经算糟糕的了 没想到 还有更糟糕的情况发生 以前跟龙虎山结院的妖魔鬼怪 居然全来了 张道林的神像一爆 龙虎山臂气全散 他们都不怕了 此时 天空突然妖气冲天 五颜六色的气泡不停冒着 许多妖开始聚集 而且越来越多 妖气渐渐厚重 仿佛包围了龙虎山 什么妖这么恐怖 我仔细看着周围 黑影越来越多 甚至都有一些重叠了起来 来的妖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说明龙虎山的天师非常静止 得罪的妖魔鬼怪越多 说明 降妖除魔越多 妖王来了 孔雀妖王 没想到龙虎山现在这个情况 还能把妖王引来 真是雪上加霜 怪不得掌门拼了命 也要护住仙祖神像 张道林的神像 对于龙虎山来说太重要了 没有神像 诸葛克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他刚才还说 相信自己的直觉 觉得龙虎山会赢 但现在看来 希望越来越渺茫 而且龙虎山可能会被人灭派 你认识妖王 我朝诸葛克问道 诸葛克摇了摇头 小时候听爷爷说过 就这五颜六色的妖气 应该就是他了 诸葛克话音一落 顿时一个妖娆的身影飘落下 身后跟着数不清的大妖小妖 他们呲牙咧嘴 有些化人了 但有些扮人扮妖 有些只长出了人的手脚 形态个异 不过也凶猛异常 这个妖王倒是妖气冲天 看上去不是好惹的主 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 不知道是他羽毛琐化 还是真的衣服 身材恶挪多姿 长相很妖艳 就是下巴稍微有些尖 但又不是蛇精那种尖 看上去不影响美感 不过容颜 不算倾国倾城 就是身材太顶 臀 腰 胸都极其好看 比例好右瘦 胸大无比 跟大西瓜一样 今晚龙虎山可真热闹 我孔雀来趁趁热闹 应该没人反对吧 你们龙虎山跟我们妖 也算老冤家了 今晚张道林的神像破碎 我想也该来给死去的 兄弟姐妹报报仇了 张道林 我也要让你尝尝 徒子徒孙被屠杀的味道 孔雀妖王说话极其狠 力气一出 周围都是碎石 尘土飞扬 妖气如蛇一样 到处游走着 跟在后面的妖唇唇欲动 还有流着口水的 想把天师都吃了 我以为来个女妖王就算了 没想到还有麻烦家伙 这边刚刚落下 另外一边也是阴风阵阵 但不同的是 那边是鬼哭狼嚎 龙虎山上多来了 不知道多少恶鬼 比阴山派带来的多多 这些恶鬼 拥促着一个黑袍男人落下 不 应该是男鬼 他长发散落 面容苍白 浑身都是黑气环绕 而且阴气极其重 双爪修长 犹如冷面罗刹 眼睛红得跟血一样 草 这家伙也来了 龙虎山到底得罪了 多少妖魔鬼怪 青帝眯了眯眼 一脸的无奈 手上不断玩着判官笔 转来又转去 跟着小学生一样 怎么 你认识这家伙 金天命眼睛使劲瞪着看 但不认识 就是不认识 他仰师的 青帝冷哼道 当然认识 鬼皇嘛 比我都嚣张 不过我有判官笔 他不会动我 鬼皇都来了 以前不来找麻烦 都是怕了张道林吗 金天命大惊 然后他好像 在想着怎么跑了 估计得直接从龙虎山上 跳下去了 这还怎么打 一个赵无言 一个苏扬 就已经很恐怖了 现在又来一个孔雀妖王 一个鬼皇 妖魔鬼怪一大堆 人少就算了 龙虎山掌门 和三个子袍老道 还被打趴了 基本上已经GG 还是想办法逃命吧 我说是谁呢 这么有本事 破了张道林的神像 没想到是你啊 赵无言 鬼皇嚣张地歪了外嘴 然后看向了 所有龙虎山弟子 见到掌门 和三个子袍老道受伤 他好像松了一口气 彻底放下了心来 周围都是来龙虎山找茬的 数量极其多 妖王孔雀和赵无言都在 他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别自来说 我可跟你没见几次面 想屠龙虎山随便 但不要烦我 不然我连你也傻 赵无言冷漠地回了一句 他是仙 还不用给一个黄面子 鬼皇连忙手作投降状 阴阳怪气地说道 呦呦呦 好凶哦 鬼仙就是牛皮 连打个招呼都不让了 赵无言根本懒得理他 只是给了他一个白眼 今晚他是来屠山的 根本不想节外生枝 这时候 妖魔鬼怪的数量 已经远超人数十倍以上了 而且 以一个包围圈的方式 将所有人围在中间 不让任何一个 龙虎山的天师逃掉 斩草除根 要让所有的天师彻底灭绝 我们当然 也被围在了里面 都是活人 包括八大财团的人 所有人面如死灰 面对这种情况 基本上就是等死 没想到龙虎山的天师 会落到这个地步 被诸多妖魔鬼怪围剿其中 惨死龙虎山 八大财团的人 则个人能力偏强 想吐为溜之大吉 毕竟他们不是天师 应该不是被重点关注的对象 而且亲弟这种有判官比 能靠着这个活命 看到所有天师 如同瓮中捉鳖 赵无言再也抑制不住 直接狂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好可怜 好弱小哦 张道林 真想让你看看 你的徒子徒孙们 今晚会有多凄惨的下场 我会让这些妖魔鬼怪 将他们统统吃光 尸骨不留的 不过跟我的痛比起来 这算什么 就算涂光全天下的天师 也难解我心头之恨 少废话 自古邪不胜正 朗朗青天 我们龙虎山虽死 但精神不灭 对 我们是天师 就算死 也绝不怕 你们这些妖魔鬼怪 来吧 大道永存 大道不灭 我们天师是杀不尽的 龙虎山的天师果然硬 不畏生死 不屈邪魔 事到如今 死也要站着死 不会玷污天师二子 可这时候 那傻鸟精天命突然说到 大家也不用如此悲观 我们还有一个麒麟之子 无所谓 他会出手 这个傻鸟说就说 还朝我看来 他一个目光 直接让我成为了人群的焦点 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 落在了我的身上 哇 太感谢你了 精天命 你不说的话 还没人知道的呢 听我说 谢谢你 因为有你 温暖了四季 无所谓 我会出病的 特末的这个傻鸟 你要不要猜一猜 为什么爷爷 要请个狐仙保我 第1089章 强者归来 中间的紫袍老道 接过剑后 顿时眼冒黑气 好像触电一样 剑柄生根 如同虫子一样 扎进了他的手里 他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气势翻天覆地 手中的破剑 也不再是破剑 仿佛是一把可怕的神器 他来了 万年一遇的剑到天才 叶寒一 一剑可诛仙 他能不能诛仙我不知道 但那天我亲眼看见他一剑 把天劈了开来 而且只是用了一把 不起眼的破铁剑 又要并肩作战了 老朋友 龙虎山掌门 说出了一句空灵的话 仿佛声音不是来自他的身体 叶寒一扭了下脖子 一脸邪魅地狂笑 张道林 没想到要我救你的徒子徒孙 龙虎山真辣啊 哈哈哈哈 让你见笑了 一声苦笑发出 好像两个老朋友在叙旧 但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 让我先热热身 这个身体不太熟悉 叶寒一说着 踏前一步 手中的破铁剑随便一挥 狂风大起 好像有什么东西过去了一样 随后瞬间消失 咔嚓一声 上百颗腰头落地 鲜血喷涌 就连死者 自己都没有反应过来 自己死了 他们身体站立 而头颅已经满地滚 随后砰的一声大响 龙虎山直接没了一个脚 被砍得轰隆隆落下 众妖魔顿时下的肝胆剧烈 就连妖王和鬼皇都要退避三射 不敢向前一步 有的鬼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 除了阴山派和鬼皇带来的鬼 其他的瞬间消失 这简直就是怪物 这就是万年一遇的见到天才吗 孔雀妖王咕噜一声 紧张地直咽口水 连叶寒一的眼睛都不敢直视 有愧这个王子只能低头不语 可不能怪他 叶寒一太强了 强得可怕 一见诸仙这名头 真不是唬人的 好了 叶寒一淡淡说了一句 可他一踏前半步 那些妖魔鬼怪 全部往后靠 吓得双腿发软 连看向这两位大佬的勇气都没有 张道林看向了赵无言 那看来 我们的对手只有一个了 叶寒一谐言撇向了他 赵无言 当年不杀你 你还真是不知好歹 还敢来寻仇 要不是差一个仙官 我就一箭劈了你 赵无言见当年封印他的两位 齐刷刷出现 已经有些心虚 本来他现在走势最好的选择 可他毕竟是鬼仙 今晚如果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落荒而逃 他日估计也抬不起头 命和面子之中 他选择了面子 而且他复仇心理非常重 势必要跟张道林和叶寒一碰一碰 因为他们都不是本体 赵无言自然抱着侥幸心理 你们扫胡我 你们两个早都死了 我不信不靠本体 你们能再次赢我 赵无言举剑 直接杀向了两人 可叶寒一却飞身当先 杀你 我一个就够了 不需要张老道 叶寒一与赵无言同时举剑 铿锵一声 两把剑交叉一起 发出一阵阵无名花火 可叶寒一的破铁剑 一点不落于赵无言的黄泉剑 两股力量相抗 震出了一阵阵狂风 地面全是剑痕 也裂开了一道道缝隙 赵无言挥剑 斩出百道名义 周围一切生物全部枯萎 仿佛可以夺取生命一样 冰冷的寒一将石头都冻住了 黄泉扑道 一切皆为亡魂 这就是鬼仙 在我面前玩剑 你可真是个人才 一剑 破黄泉 叶寒一剑任一挥 冰霜全容 黄泉顿破 名义碎裂 剑气如龙卷 收割着一切名道之一 赵无言大惊 连忙收剑 抵挡剩余的剑咒 可却被震得步步后退 叶寒一 赵无言气得咬牙切齿 魂体被剑气伤得不停落体 仿佛碎片一样 一点一点地掉 他双手直剑 再次奋力砍去 无数的轨道之力 如汹涌澎湃的潮水 砰的一声 中间的山都裂开了一点 寒霜一点一点落在了头上 阴寒的冰点仿佛要埋葬一切 叶寒一举剑反斩 一剑接破 轰的一声 天空的云层直接裂开了 明道无影无踪 寒霜阴气化为了雾气 瞬间成为了泡影 赵无言直接飞了出去 剑气在他身上 开出了一道口子 魂体裂开 喷涌出很多碎片 不过他咬牙之后 很快就愈合了 鬼气弥补伤口 但这样的剑招 他接不了几次 再砍几次 直接就废了 太恐怖 他要是人都还好 他又刚刚好是鬼仙 剑咒刚刚好克制他 这回他不信邪不行了 他居然连叶寒一都打不过 是他被关关才太久 修为退步了 还是太高估自己了 叶寒一一剑诛仙 难道诛的就是他吗 万年一遇的剑道高手 果然名不虚传 本来张道林 应该跟叶寒一联手 然后全力诛杀赵无言 以免夜长梦多 因为张道林 本来时间就不多 可除了叶寒一 想单独对付赵无言以外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苏杨看向了他 而且充满了杀气 你要上吗 张道林看向了苏杨 除了他 其他的妖魔鬼怪 都不敢再向前半步了 苏杨冷面邪魅一笑 当然 我想会一会 龙虎山的祖师爷 到底有几分实力 话音一落 鬼枪已经飞了过来 张道林寄出一张灵符 如剑一样 将鬼枪给挡掉了 苏杨飞身途中 接住了鬼枪 一声龙吟 黑气澎湃地带着枪头 冲向了张道林 张道林徒手接住了他的鬼枪 另外一指示 发出闷响 一个五雷正法 轰向了他 这雷法发出红色闪光 比以往苏杨见过的 所有雷法都恐怖 咒如闪电 跟天上真正的天雷一样 直接轰在了苏杨的身上 好强 一声暴响 苏杨飞了出去 华帝拖行了十几米 魂体掉落了无数碎片 身体的龙 全部闭上了眼睛 咒法无双 张道林刻得他死死的 黑龙仿佛都不敢惹 这位天师祖宗 还来吗 张道林不见画符 但已经满手诸鬼咒 身上的浩然正气 已经可以震慑邪魔 踏破鬼气 得到这 天眼 大道永存 万古不灭 就连苏杨的鬼枪都在颤抖 天生克制 他赢不了 苏杨居然在张道林面前 完全无法发挥 难道成为鬼仙之后才可以吗 鬼始终在人下 不然大家都去当鬼了 而且 鬼有克制之物 在张道林面前 一切鬼物都将颤抖 武器阵战 黑龙闭眼 这让苏杨瞬间就丧失了战斗欲望 不是不打 而是已经没有打的必要 除非他突破最后一关 成为鬼仙 吸收最后一条黑龙 打开背上的棺材 不然根本无法战胜张道林 看来你已经不想上了 张道林看出了苏杨眼中的杀意退去 不再与其交手 因为真正要杀的鬼不是他 而是鬼仙赵无言 那才是真正的敌人 寒一 杀了他 不能再拖时间 张道林踏步而行 身法轻盈 直接出现在赵无言上方 赵无言心里咯噔了一下 顿感不妙 一个叶寒一 暂且都已经对付不了 还多一个张道林 估计下场要比上一次更惨 那就结束吧 叶寒一一剑斩出 剑气荡漾 狂风乱卷 赵无言用尽全力去挡 也没有挡住 被斩得乱飞 魂体破碎 可他又利用强大的鬼力复原了 可能是叶寒一的剑问题 毕竟只是一把破铁剑 又可能不是本体的原因 毕竟是借用的身体 无法一剑将其诛杀 可叶寒一 也足以将他 逼得走投无路 斩得遍体鳞伤 张道林跃空而起 鳞浮如常见 嗖嗖几声 直接打入了赵无言体内 轰的一声 浮爆开 万咒穿心 直接穿透他的鬼体 将其震飞高空 张道林 再将其一掌压下 打入崩吐中 风雷咒加持 双掌威力无穷 道法如山 压得赵无言喘不过气来 差点鬼体 被打得支离破碎了 从崩土中钻出 赵无言已经遍体鳞伤 只是鬼受伤 跟我们人不一样 鬼体伤魂 身体如碎片一样落下 最后会成为飞灰 他剑称余地 半跪着 被张道林和叶寒一 打得不轻 十分钟未能抬一次头 黄泉剑根本玩不过叶寒一 鬼气虽强 但在张道林的诛鬼咒面前 又不被完全克制 道法如山 他突破得了山 但突破不了张道林 天师之祖 不怒自威 斩妖除魔 邪魔退散 可赵无言这时候却怒吼道 还不出来 我知道你在附近 还想躲到什么时候 你个耸祸 是怕了张道林和叶寒一吗 也对 你个孬肿 害怕再被封印是吧 赵无言好像在对空气说话一样 但他的声音 瞬间传遍了整个龙虎山 荡漾在山间 回音不断 十几秒后 顿时周围炙热无比 仿佛龙虎山 要变成火焰山一样 花草树木瞬间成灰 一道火光冲天 而起 再如流星般落下 叶寒一皱了皱眉头 这怪物也出来了吗 还真是麻烦 一个接着一个的 我们都死了 还这么辛苦 轰的一声 一个火人狠狠落于地面 砸出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周围焦黑无比 靠近他的人 基本上都是满身大汗 好像要被火熔了一样 别说有肉体的人和妖 就算是鬼 也不敢靠近他半步 一个人鬼妖魔 兜具的怪物 火男 终于也出现了 赵无言来找龙虎山寻仇 火男自然也会来 只是这个家伙居然躲着 害怕张道林和叶寒一吗 谁说我怕他们了 谁说我是闹肿啊 火男被赵无言的 激将法击了出来 而且 赵无言好像早就知道 这家伙来了 在面对叶寒一 和张道林的双重夹击中 赵无言只能寻求帮助 而同样跟他们俩 有仇的火男 就是最好的人选 只要把时间拖住 他们必赢 今晚不斩草除根 涂光龙虎山的天师 日后必定会有大患 他们两个坚持不了多久 赵无言飘了起来 鬼气护体 环绕的鬼气宛如金中赵 这家伙真抗奏啊 也算没辱了鬼仙之名 火男冷哼一声 我用你教 你顾着你自己吧 他们杀不了我 只能封印 而你是会死的 这话确实没错 如果能杀 当年张道林和叶寒一 直接就把他给灭了 不会费那么大的禁封印 他在黄河神宫 他是南明离火 和赤油大军的怨恨所形成 根本无法消灭 除非化解了他的怨恨 可是年代那么久远的怨恨 谁化解得了 而且还有南明离火组成 根本无从下手 只能封印 叶寒一和张道林面面相去 事到如今 只能尽力了 这么短的时间 根本无法将其封印 当年活着的时候 也是费了好大的劲 火男双臂一阵 一道火圈瞬间荡漾开来 非常恐怖 这可不是什么妖气和鬼气能比的 这是实实在在的火焰 什么福 剑 法器 全部都会给烧成灰 就连我的妖刀都能焚烧 极其可怕 卧槽 快跑 大家一声高呼 立马散了开来 两方都害怕这个火焰 人也好 妖鬼也罢 会直接被烧成灰的 这是神鸟朱雀的南明离火变异版 火男不属于任何一方 剑人就烧 无差别攻击 他就是一个怪物 叶寒一毫无惧怕 一剑展开了烈焰 在火海中前行 身法飘燃 速度极其快 火男立马爆炎 炎火形成了一剑铠甲 护住了自己的身体 叶寒一剑咒升起 横批裂火甲 剑其爆破 火甲立刻破散 火焰分成了无数道 我看见火男 居然后退了几步 这家伙虽然打不死 但估计也被叶寒一砍怕过 心里有了阴影 可他退几步毫无用处 剑人所到之处 皆是残体 世间仿佛没有叶寒一展不断的东西 剑光一闪 火男瞬间变成了无数段 跟切菜一样 他发出一声惨叫 但是火焰又重新凝聚 伴随着怨恨 升天而起 火光满天 周围一片火海 大家避之不及 很多被烧成了灰烬 连石头都被烧烂了 这玩意杀不死 有点棘手 叶寒一皱起了眉头 打是没有问题 可是弄不死他 而此时聪明的赵无言 已经开始躲于火男的身后 开始拖时间了 无论是叶寒一 还是张道林 不是他们的身体 根本撑不住多久 他们就要离去 他们的魂太强了 叶寒一虽然厉害 但却无法将火男这个怪物 彻底斩死 火焰熄灭的时候 又会复燃 绵绵不绝 只能将其封印 可留给二位的时间已经不多 根本无法将一个 满身火焰的恐怖怪物 迅速封印 打得他站都站不起来 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了 叶寒一剑风向天 一股剑气化出三股气息 然后交合在一起 风天一展 百折顺息 极其恐怖 剑意落下的时候 全场接近 纷纷窜逃 逃得越远越好 就连火男都有些害怕 嗖的一声 渐气横扫万里 火男瞬间融化了 化成了无数的火星 犹如黑夜中的萤火虫 可极其顽固的怨念 和难民之言慢慢聚合 最后再次成为了一个人形 轰的一声 火柱冲天 满地火光 荡漾的火圈席卷周围 怨恨犹如恶魔 支撑起了火男这幅身躯 可是他却啪的一声 跪在了地上 仿佛身体极其沉重一样 被斩得有点 不能生活自理的样子 可怨念不灭 他便不死 加上神鸟朱雀的难民离火 他之身躯 也绝非繁体 可恶 这幅身体对上他们两个 还是得说 佛连 我要无天的佛连 火男怨恨地说着 双眼冒火 周围已经成为了一片火海 记住王指 尽力了 老夫毕竟是一个死人 叶寒一轻叹一声 如果再有一副好身体 或许有转机 这副身体 也该耗尽了 他用的是紫跑老头之躯 现在手已经在颤抖 虎口生血 那样强大的剑气 普通身体发挥出来 也是很伤的 能握住他那把剑的 已经能在这个时代中 称为高人 紫跑老道的身体 算不错的了 叶家没了叶无牙 没有一个人敢接那把剑 还有我吗 另外两个紫跑老道 自告奋勇 纷纷顶上 可他们两个 一个断臂 一个受伤严重 而且对比中间的紫跑老头 他们的实力 始终差了一点 叶寒一摇了摇头 你们不行 接不住我的剑 两个紫跑老头面面相去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此时另外一遍的张道林 已经不顾火难 他想杀了赵无言再走 赵无言连忙鬼气化盾 护住自己的鬼体 他已经没有还手的 信号信号 只想拖到张道林走 可张道林一记扶魔掌 直接击碎了他身上的鬼气 五行浮化成五把剑 直穿他身体 赵无言连忙挥砍寒剑 生生斩出了一道血色明露 明露怨鬼重现 无数鬼手想要吞噬张道林 可张道林根本不放在眼里 一脚就踏破血色明露 万千怨鬼 瞬间成灰 五雷正法轰鸣 如天雷将士 瞬间将赵无言的寒剑 击成了碎片 散落一地 只是请上身 也这么强吗 赵无言拿着断剑 有如惊弓之鸟 仓皇逃命 步步后退 却被瞬间追上 武器被断 已经给虐猛了 张道林灵符冲天 金光一闪 有如长剑 瞬间贯穿了赵无言的身体 横披一臂 掌机胸口 瞬间将其打飞十几米远 重创的魂体破碎 凋零成灰 可张道林这副身体 好像也到极限了 额头满汗 气喘吁吁 手脚微颤 时间到了 三秒后 赵无言居然站起来了 虽断一臂 胸口多了一个 拳头大的黑窟窿 但就是不死 他半鬼半仙 魂体极其强悍 没有那么容易灰飞烟面 不然这先白羞了 只见他单手斧头 狂笑不止 犹如一个疯子 张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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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无言狂叫三声 撕心裂肺 随后狂傲乱吼 你赢了 但是 你的弟子 输了 我赢不了你 但我赵无言 能图你满门 你 气势不气 就算我断这一臂 没了这武器 他们也不是我对手 你该走了 臭天师 赵无言话音一落 正如他所说 一阵清风吹过 张道林 好像已经走了一样 龙虎山掌门 随即脸色惨白倒地 生命体征非常弱 不知生死 张道林的魂太强 他自己先前也说了 请之必死 呼啸的龙虎山顶上 只留下了那一句 诸天气荡荡 我叫日星龙 仿佛最后一口 浩然正气 张道林虽走 但大道永存 天师之心永不灭 这时候 叶寒一也快撑不住了 逐渐半跪 身体彻底到了极限 可张道林一走 他也走的话 龙虎山的弟子和叶家 必被杀光 一个不留 身体 再给我找一个身体 只要身体够强 我能一个打他们两个 叶寒一不甘心 不肯就此离去 这时候 突然两个子袍老道 都看向了我 随即其他人也反应了过来 纷纷看向了我 他们不是看上了我 而是看上了我的麒麟肢体 这身体借给叶寒一 绝对够用 可当我跟大家的眼神 对上的时候 不再是期盼 而是震惊和害怕 我也瞬间意识到 他们好像在看我的背后 我的背后 有人 我就知道 你是这场战争的唯一变量 杀了你 一切都结束了 麒麟子 这时候 突然赵无言冰冷的声音 在我背后响起 这家伙 刚才不是还在那笑的吗 是什么时候 来到我背后的 你压得 看了剧本吧 等我转身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这家伙早有预谋 以极其快的速度 转到我背后偷袭我 真baby啊 鬼仙 你有没有树枝 轰的一声 一股恐怖的力量 直接袭击在我背后 犹如几座虫山一样 重重压于我身 别看他现在独臂 但这一下 他百分百用尽了权力 我直接飞出去了几十米远 口喷鲜血 阴气息体 冰冷无比 鬼仙偷袭的权力一击 极其恐怖 我感觉浑身的血液 在慢慢凝固 心跳在变得微弱 生命在流逝 苏杨 诸葛克飞边来 抱着满身是血的我 没有人能猜到 赵无言会这么快袭击我 包括我自己 诸葛克到现在都没有缓过来 但惊讶之色 很快就化成了手脚无措 焦急万分 他抓住了我的手 突然脸色白得吓人 不 不 你的手怎么这么冷 你的生命在流失 不可能 你不可能死的 你是麒麟之子 天选之人 气氛安静的诡异 赵无言这一招 算是寂静四座 整个龙虎山山顶 只响彻着诸葛克一人的哭声 鬼仙就是鬼仙 面对我们这些人的时候 实力还是非常恐怖的 权力的一击 足以扼杀一条生命 老子当了一辈子的老六 终是给别人阴了 亮坤曾经说过 出来混 那是要还的 在生命里慢慢流失的时候 我这才想起 诸葛先生算卦时候的惊慌表情 早就算过我会死了吧 所以才不让我来 在生命最后的一刻 我慢慢握住了诸葛克的手 然后微弱地伸手 擦拭着他脸上的泪水 诸葛小姐 不要哭 你是我苏扬这辈子 唯一爱过的女人 这辈子我娶不了你 下辈子 希望有 有缘 我感觉胸口堵得慌 好像有什么东西要涌出来一样 但我极力忍着 那是一口口鲜血 我的生命 即将走到尽头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这下他该相信我说的话了吧 可他却删了我一把掌 你个傻子 都这个时候 还想着泡妞 我是你师父 诸葛克摇身一变 化成了狐仙 惊得我眼珠子都差点掉在地上了 诸葛克 居然是狐仙变的 上山的时候我绑了他 然后化成他的样子 你赢不了我的 听了狐仙的话 我懂了 他化成诸葛克 那我一辈子都不可能追得到 那也就不可能赢得了他 他赢了我 师父 你 你好阴险 我恨你 扑的一声 我喷出最后一口血 头一歪 命运当场 狐仙顿时有点手足无措了 疯狂咬着我的身体 不要 不可能 别玩了 你不可能死的 不可能 你又开始眼上了是吗 不可能的 别装了 快醒醒 狐仙立马丢把脉 摸着心脉 呼吸 可无疑正常 生命特征全部消失 心脉已决 神仙难救 狐仙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面如死灰 不可能的 你怎么会死 不可能的 醒醒 他绝望地摇着我的身体 可是已经回天乏术 脉绝人死 心跳停止 一切都结束 死前记住 下辈子别这样就行 完了 他死了 那不完结了吗 那我们怎么办 惊天命大惊 抱头不知所措 仿佛厄运即将降临 而且无法逃脱那种 亲弟冷哼一声 无所谓 我来当主角 我比他帅 他这个废物不配 这样骂老板 不太好吧 给别人听见了 告你一撞 给你穿小鞋 惊天命歪头歪脑地 看着四周 生怕别人听见他们的谈话 没关系 反正他一受挫 就被人骂废物 我先骂为敬 而且他都死了 怎么给我穿小鞋 亲弟阴险地笑了起来 像得小人 可有人比他笑得还大声 那就是赵无言 哈哈 结束了 一切都结束了 我赢了 叶寒一 张道玲 赵无言狂笑不止 他如同胜利者君临天下 已经目中无人 卑鄙 太卑鄙了 两个子跑老道连声骂道 但也只能无能狂目了 没有任何办法 赵无言先他们一步想道 并搞起了偷袭 他赢得卑鄙 但也是赢了 叶寒一终于也支撑不住 啪一声 人和剑都倒在了地上 子跑老道跟龙虎山掌门一样 不省人事 右边的子跑老头 没有任何选择了 只能赶忙去接剑 可是正如夜 寒一说的那样 他根本拿不起这把剑 而且身体一拿就晃 好像承受不住 除了中间这个子跑老头 另外两个都不行 还想把这个麻将精请出来 想得美 火难见叶寒一倒下来 干劲一下子就上来了 剧意退去 跪在地上无法动弹的他 居然一学奇迹般站起来 他掌心生出一朵火帘 然后瞬间爆了开来 火势凶猛 极其恐怖 师兄 小心 左边的子跑老道 连忙拖着想拿剑的 右边子跑老道逃命 可是报言太恐怖了 没来得及彻底撤退 右边的子跑老道 瞬间被烧毁了半张脸 他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 跪倒在地 满脸是血 看叶寒一劈他劈的简单 可当真正对上这个怪物的时候 才知道他有多么恐怖 自己显得多么的弱小 就算火男被叶寒一 斩得疲惫不堪 依然不是他们能对付的 叶寒一 你该走了 就时代的惨档 何必留于此 惹人厌烦 火男将浑身的火焰 集中在一个手指 然后直接降于 那把破铁剑 轰的一声 巨大的火焰 瞬间穿透山顶 焚烧周围的一切 将那把破铁剑 焚烧成了灰 没有了直剑之人 破剑始终是破剑 变异的难鸣离火 瞬间将破剑给溶掉了 成为了灰烬 跟当时妖刀一样 烧了半边刀身 而他是全没了 叶家弟子全体惊恶 随后抱头痛哭 跪下磕头 叶家的祖宗 没了 叶乌鸦没了 守护叶家多年的祖宗 也没了 叶寒一没了 张道林也没了 那些害怕的妖魔鬼怪 再次卷土重来 赤光龙虎山的弟子 屠灭叶家 见证过叶寒一 和张道林的厉害后 他们更加坚定自己的想法 不斩草除根 日后龙虎山和叶家 就是他们最大的威胁 今天可以将那两位请上来 明天也可以 以后也可以 他们今晚 必须死 而且是一个不留 孔雀妖王化身庞大的妖体 张嘴就吞 贱人就吃 混云妖气笼罩着整个龙虎山 血腥四起 屠杀再次开始 小的们 放开肚皮给我吃 这帮臭天师 也该还了 大家有仇报仇 有仇报怨 孔雀妖王一声令下 众妖卷土重来 密密麻麻地 再次爬上了山 叶家子弟 只能忘掉悲伤 重新布下见证 可是鬼皇居然 私自打开了鬼门 将一些平时一年 只能吃一顿的恶鬼 全部放了出来 今天 我就用你们这些 龙虎山天师的血 为这些邪恶之鬼 真是妙啊 妙啊 哈哈 今晚不杀了你们 以后恐怕都得绕着你们走 鬼皇明白 斩草除根的重要性 直接大开鬼门 势必要灭了山上的 所有正道之人 两方人再次打了起来 场面极其混乱 在赵无言和火男 没有加入的情况下 还是能打得有来有回的 毕竟叶家的人 加入了进来 而八大财团的人 都在对付苏扬 就在此时 混乱中一个身影落下 白衣飘飘 先锋倒鼓 就是脸上戴着面具 让人无法看清 他的真实面容 他蹲下来后 亲自把脉 摸了脉门和心脉 随后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真 真死了 心脉已决 回天乏术 神仙难救 断 断气了 他双拳紧握 青筋抱起 眼冒火星 怒吼道 赵 无 言 搜一声 速度快如闪电 宛如瞬间转移一样 无声无息 已经来到了赵无言的上方 何人 赵无言大惊 没想到突然杀出来一个人 让他始料未及 你知道我等了多少年吗 你知道吗 所有人都可以死 但他不行 没有他 我所有的心血 所有的努力 都将付诸东流 你该 死 你真该死 赵 无 言 一声爆喝 接着双掌 直接打在了赵无言的头上 赵无言连忙浑身散发鬼气 然后冲向了来人 但人家双手一转 仿佛手拿八卦 阴阳逆转 颠倒乾坤 瞬间把他的鬼力全部化解掉了 太急 赵无言露出了惊讶之色 但是轰的一声 他已经被人按着头 直接砸进了地面 整座山顿时裂开了一半 欲言又止 地面的石头粉碎 碎石升空 这股力量怎么回事 可恶 要不是我受伤 赵无言无法挣脱 被狠狠按在了地上摩擦 你动了不该动的人 你该死 死十次都不够 区区恶鬼 该坏我是天之谋 你也配撑仙 无名张三丰 一个让你灰飞烟灭的人 赵无言为了摆脱张三丰 浑身鬼力一颤 瞬间将烈石全部击碎 魂体缩小 这才得以从张三丰手中逃脱 他没了黄泉剑 断了一臂 胸口一个大窟窿 受伤严重 好像打不过张三丰了 挣脱后 他急忙向后飘去 恢复了原状了 然后面对着愤怒的张三丰 张三丰 我存在了那么多年 你当我傻的吗 如果你已成人县 怎么可能还会管人间的事 如果你没有成人县 你张三丰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你既不是狮 也不是鬼 一个活生生的人 你不可能活那么久 我都不信 赵无言自然更加不信 毕竟鬼仙不用轮回 他还是很古代的人 在人间存在了那么久 怎么会被骗 呵呵 你好聪明啊 那你更该死了 不杀你 难解我心头之恨 不提还好 赵无言这样说话 更加激起了张三丰的怒火 不知不觉 赵无言的头上和脚下 都出现了八卦 然后不停旋转着 一黑一白 一阴一阳 一前一坤 无极太极 千变万化 能把太极用到这种程度 这家伙到底是谁 张三丰好像没血脉 后人弟子 也没有特别强的 赵无言一边嘀咕着 一边单手举天 无数骷髅头澎湃而起 他的鬼脸千变万化 没有见以后 全靠本体鬼力作战 他想破了张三丰的太极八卦 可以他现在的状态 可以做得到吗 张三丰的本事 不是有多猛 而是阴柔并济 以柔克刚 有形化无形 太极两仪 乾坤挪移 连叶寒一的剑气都可以化解 鬼气化出万道 骷髅大军 然后想冲破张三丰的阴阳天地 乾坤两仪 但是天上地下太极开始两合 阴阳之力交汇 骷髅大军全部被压下 无法逃脱 鬼力被化解 骷髅大军在消失 赵无言要被困住了 可恶 之前消耗太多鬼力了 而且没了黄泉剑 给他趁虚而入了 赵无言面对 合下来和升上去的太极八卦 直接单手支撑 鬼力如图腾一样 将身体扭曲 像化成细蛇 再次逃跑 可是太极旋转得太厉害了 两股力量交汇 阴阳乾坤 天地万物 无不遵循此法 至阴的鬼仙 在此只能被压扁 散落 融合 无阳则死 至阴则消 无极之力 遵循万物天道 可赵无言还是很厉害的 在阴阳交汇的瞬间 他居然活生生从那道未合的细小缝隙中逃了出来 向极了人诞生的通道 初开的声门 也是最后的声门 他是阴山派的人 也懂此道 居然出来了 小看你了 赵无言 张三丰皱起了眉头 双掌如太极 打算用第二招 可赵无言不傻 现在的情况对他极其不利 之前以为稳赢的局 没想到杀出一个叫张三丰的家伙 以他现在的状态 跟张三丰打太吃亏 只能逃 可在他出来的瞬间 突然一张恐怖的狐脸漂浮在天空中 十条尾巴庞大无比 遮住了天空 灵气震荡龙虎山 一双灵媚之眼 仿佛山一样大 如天眼一样 注视着赵无言 赵无言没有想到 前有狼 后还有虎 以为稳赢 却危险重重 十尾 十条尾巴 天狐 赵无言心里咯噔了一声 身颤微斗 现在的他 怎么可能打得过 如果是正常状态 倒可以一战 赵 五 炎 一声怒吼 整个龙虎山都在颤抖 灵气如核弹爆开 一只庞大的胡爪如抓蚊子一样 直接将赵无言捏在手里 可恶 全都来趁虚而入 我挣脱不开 这灵气太天然了 好强 这力量才是真正的先例 赵无言画出真身 变成真正的白头厉鬼 身高两米 念目猙獰 浑身缠着鬼气 烂肉冒黑烟 无数的鬼气喷涌而出 想要挣脱狐仙的束缚 可被重伤的他 又给张三丰一顿乱锤 就算拼尽全力 也不可能逃跑 因为愤怒的胡仙 也已经是全力输出 甚至愤怒加成太高 比平时还要猛 一个状态全满 一个重伤 都尽全力的话 结果已经不用说了 你杀了他 我要你偿命 我要你偿命 偿命 赵无言 你给我去死 咆哮阵的龙虎山乱抖 遮天的灵气恐怖至极 胡爪发出恐怖的灵光 如太阳般耀眼 不 不 不 赵无言的声音 居然带着惊恐 可是已经为时已晚 恐怖的灵气将它淹没 然后如荷豹一样炸开 它就跟一只细小的蚂蚁一样 在巨大的胡爪中慢慢碎体 消失 就连声音都淹没在力量里面 哄 震天动地 山林颤抖 巨大的爆炸 升起了一阵阵白烟 飞沙走石 周围一片狼狈 焦黑无比 坑坑洼洼洼 鬼仙死了 泯灭在愤怒的天狐手中 早就该筋疲力尽的他 确实被趁虚而入了 给叶寒一斩了几剑 又给张道林暴打 费了一根手臂 打穿了鬼体 毁了武器 又让张三丰一顿锤 最后才泯灭于天狐手中 他就算死 也是走得体面了 英山派第三代掌门 赵无言 终于死了 灰飞烟灭 再无踪迹 可痛苦的胡仙 并未因为杀了赵无言 而止住了悲伤 他仰天长明 师父 我护你不照 我对不起你 张三丰 此时只能长叹一口气 沉默不语 杀了赵无言又能怎么样 这口气出了 也无法改变一些事情 人死不能复生 战场打得很激烈 并没有因为赵无言死了 而停下来 特别是火男这边 甚至他管都不想管赵无言 之前已经说过了 火男两边都不是 这家伙就是个怪物 无差别攻击 见人就烧 面对两个 已经苟延残喘的子袍老道 火男只是轻蔑地笑着 因为他根本看不起这两人 杀他们就跟沙昆一样 合足挂齿 另外一个子袍老道 已经被烧毁了脸 满脸是血 痛苦不堪 只有断臂那个 还稍微有点战斗力了 不过对于火男而言 都要死 杀了他们 再涂光所有龙虎山的弟子 谁都挡不了他了 师兄 你走 我来拦住他 龙虎山不能灭绝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断臂的子袍老道 站立于两人中间 火男太强了 靠着受伤的两人 根本无法逆转战局 而且 火男这个怪物身上的火太棘手 没有更好的树和咒去应对他 现在是能走一个是一个 为龙虎山留下一丝血脉 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他日东山再起 另外一个子袍老道 确实没有战斗力了 被烧了半边脸 全都是血和浓流 疼痛让他浑身打颤 眼睛也看不清 走 你们太天真 今晚 所有人都得死 一个不留 火男说完后 直接双掌摩擦 一股火炎爆了出来 形成一条骇人的火龙 咆哮着朝二人冲去 可怕的烈焰焚烧一切 所谓的倒伏倒咒 也不管用了 死火慎炼 沾者成灰 如何应对 可是如此大范围的火攻 两人根本无路可退 火男也说了 就是要他们两个的命 哪个都别想逃 两人连忙施法抵挡 双咒一开 风雷降下 雪神兵机戒法 灵符化成雪墙 想要阻挡火龙的进攻 风雷和咒 周围批出了一道裂缝 与火炎对抗着 两法斗火 可是却其差一招 不知是实力有差距 还是法咒效果甚微 一番交锋后 两人纷纷倒地 火龙爆开 烈焰吞噬灵符兵机 戒法消失 风雷被破 两人直接给热浪先飞十几米高 然后砸下地面一个窟窿 全是血 皮肤焦黑 冒着白烟 索性没被烧死 人没死 但却奄奄一息了 逃不走 夜打不过 火男不属于妖魔鬼怪的任何一类 他就是一个怪物 没有应对的办法 实力也没有碾压别人 后果就是双双与命 两人挣扎了几下 可已经无法动弹 别说站起来了 只能浑身是血的 躺在地上蹬死 呵呵 在火的面前 万物平等 火男狂妄地说着 一步一步踏向了两个老头 他伸出一根手指头 指尖燃火 打算补最后一刀 送他们下黄泉 邪不胜正 大盗永存 你杀了我 还有千千万万个 我 两个老头居然奇迹般站了起来 但也是强弩之末 只是死也要站着死罢了 不想让任何要挟 小看他们龙虎山 天师代表的是一个时代 握住的是 万古不变的沧桑大盗 人可死 道不孝 死了一个天师 还有千千万万的天师 邪不胜正 哈哈 可逗死我了 那你们赢了吗 大盗不灭的笑话 也就张道灵骗骗 你们这些忠实他的蠢货 给洗脑洗坏了吧 我赢了你们 看大盗由谁来续血 火男说完后 指尖跳跃的火越来越大 最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球 直径有机密 疯狂旋转着 可怕的热浪 都足以让人狂飙热汗 两个老头虽然已经打不过 但是却毫无惧怕 慷慨赴死 气势不减 绝不败我龙虎山的面子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光芒如万丈常见 直接贯穿了火男的心脏 从背后贯透而出 既然正不能胜邪 那就让邪来胜邪吧 我双手合一 掌中的昆仑镜 在法力加持下 悬浮于空中 近光射出万丈光芒 偷袭得手 贯穿了火男的心脏 光不灭 如见一般将火男盯紧 突然复苏的我 一脚踩死了脚下的怪虫 吐出一口苦水 全场都惊讶至极 全都瞠目结舌地看着我 诈尸了吗 李博二 心脉都停了的人 还有复活的可能吗 轻敌一把抓过李博二 然后问道 李博二疯狂摇着头 不可能的 人 得心脏一停 必死无疑 神仙难救 怎么复活 那这小子 怎么可能 就算是炸死 也没有办法 让自己心脉彻底停止啊 那不真死了吗 轻敌百思不得其解 眉头紧皱 怎么 他好像没死 你很失望啊 李博二多嘴说道 怎料却被轻敌一脚踢开 让他别多管闲事 火男被昆仑镜锁定住 表情比其他人还震惊 他无法相信我居然没死 不可能 你心脉都断了 怎么可能没死 不然我找不到了 我哈哈大笑了起来 朝他问道 可曾听闻 古足古月方圆 古月方圆 你小子串台了吧 火男眉毛皱得更高了 火焰不停跳跃着 慢慢变成了赤红色 跟他又有什么关系 我指了指脚下死去的古怪虫子说道 这古虫乃是他那一脉锁给我的 名为振兴虫 可让人心脏停顿 进入假死状态 当日跟苏魂还有老乞丐 一起被抓入苏家地牢的时候 白骨给了我这个古虫 我一直没用 今天可派上用场了 你小子 居然炸死 不可能 赵无言那一掌 乃是用尽了鬼线的所有力量 就算你不死 也绝对站不起来了 这时候 我扯开了衣服的一道口子 露出了神语内甲 你被封印在黄河神宫这么多年 应该认识 这个东西吧 火男用尽全力 僵硬的脖子稍微扭动了一点点 然后用余光看向了我 神语 你用神语打造了内甲 你得到了多少神语 火男极其震惊 神语本来就厉害 如果编织成一件内甲 那得防御力多高 就算是鬼仙赵无言 也不可能打破神语 最多让我受一点小伤 这下火男明白 为什么我没事了 臭小子 花了这么大的劲 就是为了最后诛杀我 火男虽然震惊 但是并不害怕 他根本看不起我 也不觉得我能杀他 因为张道林和叶寒一 都无法置他于死地 至于封印 那就更不可能了 就算昆仑静他也不怕 能定他一时 定不了一事 张道林也是用了最厉害的阵法 才封印了他 甚至用上了赵无言这个鬼仙 当然 我谁都可以无视 但是你 必须死 这个家伙从古物追到黑木崖 这一次追 下一次依然会继续追杀我 不杀了他 我估计晚上睡觉一掀开被子 里面都是一个火男对我笑 昆仑静打人不好打 本来就是神器 一般人会躲 我一直以来都是用之防御 可偷袭就不一样了 他躲不了 只要昆仑山定住他 我后面的计划 就可以一步一步成功了 哈哈哈哈 你小子确实很聪明 不对 应该说你 很阴险 但又能怎么样 凭昆仑静 就想收拾我 实力差距 你偷袭我也是白费力气 火男说完后 火气大起 恐怖的烈焰冒着滚烫的浓烟 势必要冲破昆仑静的封锁 将那万丈静光抹杀掉 那加上十个鬼王呢 是否能压制你 我不是叶寒一 面对火男这种怪物 光凭昆仑静 很难彻底压制住他 还得靠十个鬼王 养了他们那么久 也该让他们真正出场一次了 在火男无法动弹的情况下 十只鬼王 就不怕被他烧死了 呵呵 鬼王 还有十只 你有这个本事吗 就算是最强的养鬼师 也未必有这个能力 你知道多少年出一个鬼王吗 火男根本不相信我的话 确实说的事情太过离谱了 既然你不信 那就让你见识一下 首付黑葫萝 我打开了葫芦盖 我与小倩曾签订鬼妻 心意相通 一人一鬼 绝对能控制这十个鬼王 因为我们跟他们都是血脉关系 从某种意义来说 他们是我的鬼儿子 黑葫萝一开 顿时鬼气大起 周围阴风阵阵 阴气逼人 黑云全部聚集了过来 仿佛要压下来一样 骗人的吧 火男不敢置信地看着天空 这股鬼气出来的时候 其实他就知道我所言 非虚了 几秒后 十只鬼王全部飘了出来 带着庞大的 鬼气君临天下 他们形态 身高各不相同 可却每一只都如一座山一样 生于半空 气势磅礴 压得人无法呼吸 你特么 为什么能有十只鬼王 怎么可能 火男就算亲眼看见了 也无法相信这个事实 因为拥有十只鬼王的可能性太低了 首发王指 哼 杀人越货 抢夺资源 这不比每日苦苦修炼来得快吗 给他尝尝你们的厉害吧 我打了一个响指 然后十只鬼王开始大显神通 然后十股庞大的鬼气 交汇成一股 天地变色 风尘滚滚 可怕的鬼力 仿佛能摧毁这座山一样 直接全部压在了火男的身上 破 火男能动还好说 可他根本动不了 这股力量宛如十座山一样压了下来 特别恐怖 他直接双膝跪地 被压得直不起身 浑身的火焰一圈一圈往外翻 他没有血吐 吐出来的全是火星子 说明给压得够呛 昆仑静加上十个鬼王 他在不能动的情况下 怎么挡 居然打得这怪物 还不了手 两个子跑老道面面相去 感觉极其不可思议 不是压制住了火男 而是很轻松 就压制住了火男 十个鬼王的力量 还在往下灌 如果有特殊的手段 是可以将火男封印在龙虎山的 可是根本没有这么强的封印了 接下来这小子要怎么做 杀不死的怪物 他要怎么赢 两人并没有放松 相反更加紧张了 能不能赢 关乎到整个龙虎山的安危 火男极力挣扎 恐怖的火焰幻化成了猪雀 不过是没有羽毛的猪雀 如同丧尸一样 烂肉烂骨头 全是怨恨 甚至有火魂的存在 就跟魔一样 极其害人 我知道他急了 就算是面对叶寒一的时候 他也没有用出这一招 可即使他使出权力也没有用 昆仑静不是吃素的 十个鬼王合起来 也绝对能重压他 他也就是火焰太恐怖了 不说多久 压制他一段时间 肯定是够的 臭小子 有点本事 不过那又能怎么样 你能杀我吗 还是说 你可以跟叶寒一 张道林一样 封印我 火男居然一点都不服输 不过也正常 再过一段时间 鬼王也扛不住 他这种火焰烘口 昆仑静又该发烫了 不试试 怎么知道 说不定我比他们厉害呢 哈哈 三圣福 三道浮光交叉 然后发出巨大 得福利 如光剑一样 刺向了火男 可福尽他身 立马成灰 符咒消散 根本无法刺破他的火焰 如何杀他 哈哈 火男大笑了起来 那笑声仿佛在讽刺着我 我站着给你打 你也打不死我 哈哈 可恶 我双拳紧握 恨得牙痒痒 太嚣张了 擦了擦额头的汗后 我只能寄出了佛印 服没用 咒也无效 只能靠拥有 冥王之力的 黑暗佛法之印 轰的一声 我直接打在了火男的身上 火男这时候 皱了一下眉头 应该是有痛苦的成分 但是佛印却烫手至极 直接被弹了出去 我无法抓稳 直接滚在了地上 跟昆仑静一样 虽然对付火男有用 但会被烘烤得炙热无比 昆仑静要一段时间 但这个佛印一碰就热 给火男造成的伤害也不大 根本不得行 哈哈 火男更加嚣张地笑了起来 已经开始无视我了 你这个废物费尽心思偷袭我 现在又能如何 你还有什么法宝 快拿出来吧 不然的话 我挣脱出来 你连哭着求饶的机会都没有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无法杀死火男 人也更加紧张了 而且满头大汗 不要逼我 既然如此 那我只能用它了 我拿出了一只 带在身上的佛帘 即使我还 无法完全控制它 但只能堵在它身上了 黎音思的佛帘 我不相信 还消灭不了你 看见佛帘 火男馋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他不但不害怕 还笑得更大声了 哈哈哈哈 你小子真是个人才 以为是个聪明阴险之人 没想到是个蠢货 我太高估 你的智商了 哎 用这玩意对死我 我求你了 这可是你说的 自己找死 别怪我 我有些生气 而且是孤注一掷 用尽全力驱使着佛帘 然后朝着火男奔去 幸亏佛帘没有出任何岔子 我居然能顺利地控制它 或许它感应到了什么 它也在兴奋 哈哈 我太感谢你了 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这身体太垃圾了 凡胎就是凡胎 我要佛帘画像 到时候 谁能与我一战 我 就是这个世界的梦魇 火男高兴至极 他要吸收佛帘了 可他突然尬住了 因为他动不了 可是 佛帘能动 情况跟他想象的 有点不一样 好像反着来了 佛帘在吸收它 怎么回事 火男突然感觉 有点不对劲了 嘖嘖嘖 笑啊 你怎么不笑了 哎呦呦 我好急啊 我杀不死你 好急啊 怎么 我演得像吗 臭小子 你又在阴我 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火男终于暴躁了起来 勃然大怒 这次轮到他急躁不安了 他感觉有点不对劲 仿佛落入了我的圈套 但他到现在都不知道我想干什么 搞什么 呵呵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找佛帘吗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要佛帘画像吗 凡胎肉身始终雷弱 你要靠黑暗的佛帘 壮大自己 对不对 我笑了起来 他笑完 该我笑了 可火男更加不解了 连忙说道 那你还把佛帘送到我嘴里 送到你嘴里 你想多了 我早就知道你的身份了 你是南明离火 和赤油大军的怨恨 所组合的变异体 你也不是人 不是妖魔鬼怪 只是有了灵智罢了 同理 佛帘也是 你真是个蠢货 听了我的话 火男身体突然颤抖了一下 他终于明白 我要做什么了 说白了 他其实是跟佛帘一样的 他能吸收佛帘 佛帘也能吸收他 他强 他就吸收佛帘 如果佛帘比他强 那佛帘就能吸收他 现在他被我压制着 动都动不了 怎么可能是佛帘的对手 被吸收的自然是他 而且 刚才我故意引诱他 让他吸收佛帘 现在他们面对面 还怎么躲 臭小子 你赢我 火男大吼一声 浑身的火焰 一点一点泄露出来 他想挣扎开这些束缚 但已经为时已晚 佛帘吐出无数的黑气 开始将他裹住 要反吸收他 这还不够 这怪物 没有那么容易被吸收 我还得伤他一伤 古咒 开天门 引天雷 破 咒如金光 以血染浮 浮飞入天 古咒密密麻麻地 打开了云层 仿佛推开了一扇门一样 门开雷响 伴随着可怕的闪电 如油龙一样劈了下来 哄 一道天雷 两道天雷 三道 天雷恐怖无比 直接劈得火男 劈开肉绽 火星四茂 嘴里吐出了一股又一股火焰 天雷威力无穷 就算他有不死之身 再不能动弹情况下 也会给劈得七荤八素 伤伤加伤 长生鼓咒 果然恐怖如斯 风水开端 接触于此 火男被这样劈 又给压制 终于承受不住了 被黑莲一点一点 慢慢地吸收 这黑莲也不是擅长 居然能将火男全部不胜地完全吸收 直到我听见砰的一声 一副骷髅架子掉在了地上 这副骷髅架子的主人 应该就是和朱雀一族 进黄河神宫盗墓的人 他早就死了 只不过是被这股怨灵附体了而已 朱雀一族受到诅咒 而他被夺射丧命 两人都没有好结果 火男彻底消失 而那副骷髅架子一落地 马上就变成了骨灰 风一吹就不见了 佛联吸收了火男以后 突然生出了一股股黑色的火焰 好像变成了一朵火莲 颜色还是黑色 而且更加浓郁了 它绽放了开来 黑烟一顿 周围瞬间成了灰 黑烟所到之处 便是焦土 暴言荡漾 周围所有人吓了一大跳 纷纷逃离 逃不掉的 一秒成灰 连燃烧的过程都没有 直接成灰 比火男的火更加恐怖 而且 它的火很奇怪 是冰冷的 黑色的冰冷火焰 能将万物焚烧殆尽 被燃烧之人 连魂都不剩 无法进入地府轮回 永远消失 这佛莲太恐怖了 我连忙接回了昆仑静 以此威胁她 希望她能怕 我没有把握 但只能赌 可是我好像赌对了 昆仑静毕竟是神器 震慑邪物还是有一手的 佛莲虽然有了灵智 但灵智肯定没有火男高 不然早化醒了 我连忙用之前的黄布封印她 也是相安无事 布没有烧毁 我低血化福 又加重了一层封印 可是无法完全将其封印 黑色的莲花还是偶尔露了出来 冰冷的火焰在燃烧 我感觉她总有一天 会迫不而出 我知道 靠这个无法封印她 但现在只能这样 回去再说 至少她现在还没有给我搞事情 佛莲吸收了火男 没想到直接继承了火的属性 变得这么恐怖 我肯定是要驾驭她 为我所用的 就在这个时候 那边的赵无言 被张三丰抱锤 然后给狐仙一爪子捏死了 赵无言惨死 火男也没了 可是妖王和鬼皇 还在继续屠杀龙虎山弟子 和叶家子弟 他们数量庞大 妖鬼无数 龙虎山这边已经顶不住 不是被杀 就是筋疲力尽 气喘吁吁 已经无法作战 死是迟早的事 就在这个时候 蔡文基抡着沾满血的大铁锤 一锤砸在了苏扬的脚下 大师兄 我举报你挂街 你怎么不动了 可累死我了 哼 蔡文基见自己 打得累死累活 自己大师兄却在看戏 已经心里不平衡了 急忙抱怨了起来 可苏扬却看向了另外一边 赵无言一死 他已经无心恋战 直接抓起蔡文基这个小鬼 和赵梦桐 走 回去杀苏魂 说完后 三道鬼影一闪 直接消失了 瞬间无影又无踪 呵呵 杨阳 你终于长大了 经过被苏魂残忍的坑骗过后 他也终于成熟了一点 那一次 差点害死了赵梦桐和小师妹 连自己也差点搭上了 从那以后 估计他除了赵梦桐和小师妹 谁都不信了 虽然这个赵梦桐 他表面附和 也没有做出什么背叛的事 但他并没有信任赵梦桐 也没有将其看得很重 在赵梦桐死了以后 他转头就走了 毫无留恋 没有半点伤心 再说了 赵梦桐死了以后 他应该更高兴 这下可以直接回去杀苏魂了 苏魂才是他最大的敌人 没了赵梦桐 苏魂在殷山派的地牢里 他想杀就杀 又走了一个 苏杨一走 那事情就好办了 虽然龙虎山大势已去 受伤的受伤 死的死 筋疲力尽的筋疲力尽 基本上没有半点 打赢妖魔鬼怪的可能性了 叶家也是损失惨重 死伤无数啊 可是 接下来的战场 将由我一人主宰 谁能挡我 这帮妖魔鬼怪 见我如此厉害 全都闻风丧胆了起来 就光昆伦静 都够吓破他们胆了 更别说我 还有十只鬼王 又有狐仙助阵 孔雀妖王和鬼皇也非常识趣 知道不是对手后 转头就走了 话都不敢多说 虽然恨龙虎山 但也没有必要搭上自己的性命 那就得不偿失了 一眨眼的功夫 所有妖魔鬼怪都不见了 消失得干干净净 一个不留 在他们走后 许多人都倒在了地上 不是受伤 就是筋疲力尽 躺在地上大口喘着气 血流满地 李博二 给他们治疗 其他人下班 赶紧走 既然赢了 留下他们也没用 那些妖魔鬼怪 应该不会杀个回马枪了 他们损失也惨重 没有精力继续耗下去 走就不可能再回来了 八大财团这些人 发出一阵欢呼声后 立马走了 打卡下班是他们最喜欢的事情 来这里就是赚钱的 谁也不想拼命 就跟孙悟空一样 自己创业的时候 大闹天空很能打 据取经 就开始动不动找外援了 龙虎山损失非常严重 一个掌门 一个子跑老道 几乎到了快死的地步 幸亏有理不二 不然的话 已经在黄泉跳光长舞了 请张道林上身 本来就很冒险 不死命 就当老天眷顾了 另外两个子跑老道 也好不到哪里去 还有被破坏的天师府 反正一句话 损失惨重 叶家也好不到哪里去 最重要的是 叶寒一没有了 庇护叶家的祖宗 居然消失在了龙虎山山顶 家主叶无涯 也被我杀了 无庸置疑 叶家以后会跌落成二流的家族 不可能再跟苏家比肩了 京都最大的两个家族 一个叶家 一个苏家 叶家陨落 苏家以后 叶家独大了吗 首发王旨 没有叶无牙 苏婷会压得 叶家抬不起头的 又没有了叶寒一的庇护 苏婷把他们当昆沙都行 踩上头估计都不敢还手 还怎么跟苏家斗 没想到打了半天 最终受益的居然是苏家 什么都没做 然后就在京都一家独大了 我的收获当然更大 那就是火莲 可是有一个问题 那我该怎么去控制他 他要是生邪 我估计看都看不见他 这东西非常棘手 比我用过的所有法器都棘手 回去得慢慢研究他一下 走 我们离开这里 跟龙虎山也不是很熟 本来就不熟 我也没有想过来龙虎山 是赵无言抓我来的 没想到这家伙把自己坑死了 走之前我扫了一眼周围 发现孟一师太不见了 孟一呢 我朝狐仙问道 走了 见我显出真身 早就跑了 狐仙说道 也是 他估计没有想到 诸葛克居然是狐仙变的 人都梦了 而且当时他早就想走了 因为太惊险 发现诸葛克是假的时候 再也无牵无挂 直接脚底抹油 哎 能告诉我 诸葛克抓到哪里了吗 我连忙转移话题 想套出诸葛克的所在 我绝不认输 我要救出诸葛克 宝面 你要是真有本事 就从我手里就走他吧 狐仙冷冷回了一句 如仙女一样飘走了 一身白裙 青丝极腰 面如桃色 朱唇青起 这么一个美女 谁能想到是一只狐狸 屁股后面 还藏着十条尾巴 等等我 一起走啊 告诉我嘛 诸葛克到底被抓去哪里了 我连忙追了上去 紫袍老道还想感谢我 因为我替龙虎山解了围 可我只能说是代表八大财团来的 这份人情的话 还是寄到八大财团的账上 我一向不喜欢 跟正派人示意 七 这份人情不要也罢 杀火男是我自己的意愿 跟他们无关 等阳光照射在刻着大道的石头上的时候 我跟狐仙已经下了山 天亮得很快 阴霾一散 太阳就出来了 龙虎山下有旅馆 八大财团的人并没有回去 因为真正的首脑 还在旅馆里等他们 本来是八个人的 加上我九个 但是李天和天忆死了以后 就剩六个了 他们没有上龙虎山 再还不一定 我也累得不行 并没有打算第一时间回去 而是开了两个房间 休息一天再走 八大财团这些人 只有一半是真正修行的 另外一半 基本上都是九色财气全瞻 也不知道他们哪来的渠道 说这里有道姑 为了放松 一群人偷偷摸摸地去了 也不怕张道林爬出来搞死他们 不遵道 要被雷罚啊 如果他们带上我 那就另说 我睡到晚上七点才醒 胡仙在另外一个房间 而其他人已经所剩无几 估计都去找道姑了 正经人谁看风景啊 可是我刚刚扒了点饭 喝了点小酒 突然就被八大财团的人叫去了 这人姓刘 估计是刘邦之后 是个男的 叫什么我都忘了 反正我对男人不怎么感冒 他说是主人吩咐的 让我们集合一下 只是传令 说完就走了 八大财团到现在都没走 难道有什么目的吗 仗都打完了 也赢了 没理由他们还留在这里 还有 张三丰叫我过去干嘛 胡仙说我不准去孔明王而已 但没说不让我见张三丰啊 不配合的话 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还是去吧 思考再三 我还是去了 经过胡仙房门的时候 我有点心虚 连忙偷偷地大步走过了 不知道他有没有发现 我来到了聚集的房间 这里应该是旅馆最大最贵的一间房了 那六个人早就已经坐在那里等候多时了 张三丰也在 但他戴着面具 在外从不露脸 好像生怕别人认出他来一样 周宇恩也在 这让我万万没想到 怪不得孔明楼已经空了 一个人都没有 可我很奇怪 全民来这里干什么 太奇怪了 这些人又不上龙虎山帮忙 你架子可真大 让我等你 张三丰冷哼了一句 对我好像有点不满 但也不敢做什么 经历过失去我的痛苦 他再见到 我应该很高兴 什么事啊 非得在这里说吗 回去再说 不行吗 我满脸疑惑地问道 不知道 他们到底搞什么名堂 这时候 周宇恩在床底 把两个女人拖了出来 一个是白苏苏 一个是白木 我一开始有些惊讶 但随后又觉得 在情理之中 这两个黄毛丫头 居然敢惹八大财团 而且张三丰也在 他们自然要被生情的 因为张三丰也在找他们 要利用他们 替代天意和礼天了 这是正中下怀 我说龙虎山 怎么没见到他们姐妹俩 原来已经被周宇恩生情了 白木好像被定住了一样 他本来就是半人半鬼 跟中邪了一样 用灵符和咒法 都可以定他 白苏苏虽然没有 但被绑得结结实实的 嘴巴也绑了布条 话都说不了 很老实 一点挣扎的迹象都没有 明显吃了不少苦头 白苏苏虽然是 行走江湖的老油条 以前也是以骗人为生 但在八大财团的面前 那也太嫩了一点 认识他们吗 张三丰朝我问道 我摇了摇头 他们谁啊 不认识 绑他们干嘛 犯法的事 我可不干 周宇恩差点笑了出来 但他是专业的 他忍住了 他们是天忆的女儿 刚刚好差两个人 本来是一家一个的 但我没有耐心了 就用他们吧 张三丰说道 我愣住了 虽然这事 我也早有心理准备 但是没想到这么快 果然白苏苏落入 他们的手中 就大事不妙了 这么急吗 要不 先查清杀天忆 和李天的凶手吧 不然的话 大家都不安心 我连忙转移事情的重心 这样的话 或许能拖一下时间 我得救他们 天忆和李天死于蛊毒 现在都不知道 凶手是谁 之前我让李博尔查过了 他说整个京都城 只有苏家的管家白姑 有这种蛊毒 可白姑当时重伤卧床 根本不可能杀天忆和李天 而且白姑好像跟他们 也没有什么仇怨吧 可张三丰却挥了挥手 不用查了 无妨 事情越快越好 以免夜长梦多 这个老不死的东西 居然一点都不好奇 凶手是谁 看来他真的好急 那行吧 回京都 我无奈地叹气说道 不过没关系 回京都途中 我或许能找到办法 就白诉诉他们 我还有胡线 回京都 谁跟你说 我要回京都的 张三丰突然朝我反问道 啊 什么意思 我猛啊 丹炉不是在孔明楼吗 那不回去 那怎么 就在这里 张三丰指了指地面 龙虎山地灵 在这里有何不可 我早已经安排好炉顶 三天后有合适的日子 我有些惊讶 这老不死 果然来龙虎山有目的 怪不得到现在都没有走 原来是要在这里练天了 这样一来的话 岂不是糟糕了 张三丰又说道 等一下你们就去焚烧沐浴更衣 这三天借昏心 不静色 稍安勿躁 念进心经 保持心情平和 是 主人 那六个人跟工具人一样回答着 不敢有半句忤逆张三丰的话 我也随身应付着 但非常敷衍 而且脑子已经飞快地在转着了 现在有两个选择 第一 跑 第二 杀了张三丰 再没有赢狐仙 他不会让我进张三丰的单路 而我现在跟狐仙联手的话 有可能杀了他 这两个选择都可以 但跑的话 我得救下白苏苏一起跑 打的话 得跟狐仙一起联手了 苏杨 你愣着干什么 张三丰突然喝了我一声 将我从沉思中唤醒 缓过来后 其他人已经不见了 那些工具人跟木偶一样 早按照张三丰的话 去沐浴更衣了 这边请 我带你去沐浴更衣 周宇恩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我只能跟着他一起走 他把七个人都集中了起来 然后分别沐浴 洗完以后 焚香 穿上方式的衣服 跟孔明楼一样 我怎么感觉跟猪一样 洗干净 然后再宰杀呢 可进了沐浴房后 我一把将周宇恩拽了进来 然后强行上下其手 四个字 劈引犯了 别闹 其他人在隔壁呢 你老实点 周宇恩连忙挣扎着 死活不让我把手伸进 他唇白的衬衫里面 这光摸丝袜也不得尽啊 怕什么 你别出声就行 来个鸳鸯狱 都多久没闻过你身上的香味了 说完以后 我使劲闻了一下 真香 三个美女中 最香就是她了 不知道用的什么香水 可她却说是体香 鸳鸯你个头 等一下我还有事 他们都在隔壁 还得我安排焚香 周宇恩还是拒绝了 那么多人在隔壁洗澡 你这喜鸳鸯狱 它不是蔷薇 没有花的那么花 别走啊 你先告诉我 天一是不是你杀的 还有李天 除了你 没有人更了解他们了 而且又跟他们有仇 还敢动手 我连忙问道 然后将她拽回我的怀里 不是我杀的 如果我能杀他们 早就杀了 还需要求助于你 那些天我再给龙虎山运炉顶 根本没在精度 周宇恩回答道 可我听了以后愣了一下 前些天已经在运炉顶了 可是赵无言还没有宣战龙虎山啊 难道说 张三丰早就预谋来龙虎山练天了 只不过刚刚好 碰到了这档子事 所以才给龙虎山的天师们 做个顺水人情 怪不得我死了 她比死了爹妈都难受 我要是没了 那她来龙虎山练天的计划 也泡汤了 这家伙 为什么突然决定来龙虎练天了呢 这就奇怪了 不是你杀的 又是谁呢 我眉头紧锁 可在我假装思考的时候 突然就一把将周宇恩拉下了水 这是一个很大的浴桶 装下 两人绰绰有余 苏杨 你 你无耻 我都说了不行 你还要 周宇恩一下子失了身 顿时尴尬至极 这下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了 别生气 我又不是故意的 既然失都失了 那不如 你滚啊 滚什么 滚到你怀里吗 鸳鸯细水 龙凤交缠 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不烧一块 隔壁好像听到了什么奇怪的声音 连忙敲了敲墙问道 苏杨 你在干嘛 别吵我 在超市扫货 一个老司机 一条湿滑的公路 一对不错的车头灯 驰骋到没有以后 才终于停了下来 浴室的雾气很浓 周宇恩擦干了头发以后 披上了浴袍 而我则在认真地清洗着身子 张三丰说 不能禁色 可我压根没有把这个放在心里 你能不能半点正经事 天天就想着这个 周宇恩有点无奈地说着 可明明就是一脸满足 女人啊 真是虚伪的生物 哼 跟京都三大美人之一的 周宇恩鸳鸯细水 难道不是正经事吗 还有什么比这更正经的 我也穿上了周宇恩 早已经准备好的方式服 然后一一穿上 这衣服穿着真不舒服 有种回到封建时代的感觉 只想追寻长生的方式 应该都死绝了吧 听闻焚书坑儒 坑得不是儒生 而是这些方式 不知道是真是假 也使得东西 只能信一半 跟我们现在的校园鬼故事一样 这时候 周宇恩突然压低声音说道 苏杨 你别忘记了答应我的事 我不是让你白玩的 答应周宇恩的事情 我当然记得 不就是杀了八大财团吗 没用的 你今天刚刚见过 这个戴面具的老头吗 我朝周宇恩问道 除了真正八大财团的 这八个人 其他下人都没有见张三丰 其中可能包括周宇恩 周宇恩点了点头 没错 最近这段时间 他们才说 这个老头才是真正的老大 所以我才听他的话 我告诉你 杀那八个人没用的 得杀那个老头 我不得不告诉周宇恩真相了 不杀了张三丰 死多少人都没用 就好像天忆和李天死了 他依然会找其他人代替 所谓只手遮天的八大财团 其实都是傀儡 张三丰才是幕后黑手 周宇恩听了以后 更加兴奋了 连忙说道 那不是更简单了吗 杀了那个老头 一切都结束了 可我这时候 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宇恩 你太天真了 那个老头是最不容易杀的 被杀的可能是我们 周宇恩愣了一下 说我被杀他还能理解 但为什么要说我们 他能有什么危险 他又没露线 而且在八大财团里 做事这么久了 你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那个老头让你见 又让你搬顶来龙虎山 你大概绿活不成 我的话让周宇恩虎去一阵 我这可不是虎他的 既然他能见到张三丰 那估计离死不远了 而且杀了他 在龙虎山炼天的事 就没人知道了 张三丰就算戴着面具 也不会在下人面前现身 见者 百分之九十九要死 周宇恩也不傻 一点就通 人瞬间慌了 他不是怕死 他是怕任务没完成就死了 这样怎么下去见曹义 那我该怎么办 逃 可我现在逃还来得及吗 周宇恩一时之间 尽六神无主 八大财团带来的人可不少 真要杀他 一个戏子如何逃 你想活命只有一个办法 现在上山 拜龙虎山的人为事 啊 周宇恩满脸狐疑 不知道我出的什么时候主意 可我既然能出这个主意 自然有说法 根本不是胡编乱造 那个老头非常低调 不到万不得已 绝不现身 虽然龙虎山现在损失惨重 他想杀你 估计其他人也拦不住了 但他不会 为什么 既然龙虎山的人拦不住 他为什么不杀 他要在龙虎山炼天 会担心惊动龙虎山的人 为了杀你不值得 你在八大财团的地位太低了 你最好能拜子袍 老道为师 那样更加受重视 他就不会有杀你的念头了 这个是唯一救周宇恩的办法 要不是他刚才服侍得 我舒舒服服的 我才不管他 这一大美女 乃人间极品 死了怪可惜的 戏子柔如无骨 跟普通女人不一样 他可不止空有一张绝世容颜 他能解锁更多姿势 就算我说得有理 周宇恩也还是担心 人家凭什么收他为徒 还是紫袍老道 龙虎山的收徒门槛这么低吗 我让他不用担心 我找了一张黄纸写下血字 只要是我推荐的 紫袍老道必收 无他 人情世故也 度他龙虎山一劫 这个人情他闭还 没有我 龙虎山已经满门闭灭 我 真的会被杀吗 周宇恩半信半疑地看着我 因为说得太突然了 一下子就叫他逃 而且上龙虎山拜师 他有点接受不了 我将黄纸塞进了 玉袍深沟里 说信不信有你 你自己做选择 我该说的也说了 该做的也做了 信不信我 他自己选择 其他浴室里的人快出来了 周宇恩也知道 时间已经到 没有说什么 匆匆忙忙就走了 这个时候被发现 跟我有一腿 那估计也不用上龙虎山了 会被直接就地正法 他们几个人不是鹰人 但都有枪 他们的枪全是象牙特征的 子弹也是 就算被条子查到 也不足以说这是枪具 但杀人够用 而且 他们有最好的律师 也有最好的杀手 灭对方律师的口 周宇恩走后 我大摇大摆地出去了 几个人仿佛也听到了 奇怪的声音 出来看我的眼神也怪怪的 但又没有证据 加上不熟 各种离去了 他们对我始终有芥蒂 毕竟我是心癌的 他们从小就出一起了 也有两个心癌的 他们倒对我热情 但我不鸟他们 因为我对他们也有芥蒂 或许 他们迟早是一个死人 谁又愿意跟两个死人讲话 回了房间后 我打算研究一下佛联 这玩意吸收了火难以后 估计威力跟昆仑静差不多了 现在唯一的难题 就是怎么控制它 可我刚刚回房 突然就有人从后面出来 匕首直接架在我的脖子上了 估计早就偷留进房间 埋伏好等我了 别出声 把佛联交出来 不然我宰了你 那人在背后威胁着说道 孟一师太 你以为故意变生 我就认不得你了吗 没想到啊 这个臭泥姑 居然敢来抢我佛联 很有吗